欢迎大家收听由海丰有声文化传媒出品的六届哀歌 颇奖海丰 2014年7月中午11点 这个时候正直燥热 我正躲在家里打着游戏 是我寻觅已久的叉叉之狼去马家全通关版 在我玩得正嗨的时候 忽然听到窗外传来的几声尖叫的声音 于是我趴在窗户往下一看 哎呀我去 楼下怎么有好几个回神是血的人 还有几个正在追着一个逃跑的青年 追上之后一阵死咬血 喷出了三尺那么高 我一看心说这难道 就是我期盼已久的生化危机 每个现代的年轻人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有天变成生化危机的主角 我激动的抄了一把菜刀 就朝着楼下跑去 当我威风凛凛的踏出单元门的那一刻 三个丧尸咆哮着上车 哎呀吓得我又关上了单元门 这近距离的看到丧尸的感觉 真是透心凉心飞扬 正当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101的门打开了 居然慢慢的走出来了一个丧尸 老子现在是进退两难 但元门外还传来了阵阵三个丧尸 挠门的声音 而101走出的老奶奶丧尸 又挪着小碎部 嘶吼着向我冲来 啊啊啊啊啊啊 好像要好好地和我亲近亲近 我一算三比一大 那我还是选择一吧 一不做 二不休 我提着刀就要往前冲 这时从101又走出来两个回神视线 眼珠翻白的大汉丧尸过去 这俩哥们我认识 这不正是岁部小奶奶的俩儿子吗 他大爷的 现在的局势变成了三比三平 不行 里边这条路是走不成了 看来只有冲出去 可是我装备这么可怜 冲出去 无异于给丧尸送菜呀 没那么多时间考虑了 狠狠一脚把单元门给登开 那几个脑门的丧尸被撞了个正着 全都向着后边倒去 我趁着这个机会 窜了出去 我跑着跑着 前面有一个绿群美妹 也在大声尖叫着逃命 后边有个满脸是血的丧尸 正在追他 我一看 这不是正给我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吗 仿佛我这一刻 已经变成了小超人 蜘蛛侠 金刚葫芦娃 我唬去一阵 大喝一声 姑娘 莫怕 我直接来救你 我左右看了一下 这附近还真没丧尸来追我 于是我拎着菜刀就冲了回去 举起菜刀 刚要砍 那丧尸居然比我动作还快 一把抱着我 张开大嘴就要咬我的脸 他一口大黄牙不说 加上他那个嘴唇 简直就是狮子炒鸡蛋呢 牙缝里居然还有碎肉 我菊花一凉 赶紧拿着刀对着僵尸的脸 一顿猛砸 解释一下 由于我当时举刀正要砍他 所以他并未抱住我的手 而绿群美眉居然都没鸟我一下 直接跑远了 我看着他那优美的背影 心说老子白浪费体力 英雄就美了 于是将气都撒到了丧尸神上 罩着他脑袋一对猛砸 砸着砸着 这丧尸不动了 脑袋差不多被我劈得已经 看不出那是个脑袋了 可是在我劈得忘情的时候 居然有几个丧尸围了过来 还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我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比葫芦娃多一个 正好是八个呀 哎呀 难道这丝们全都看过孙子兵法 这不是葫芦娃加一 那应该就是八卦镇了吧 我心中充满了绝望 难道就这样被吃掉 同样变成丧尸的一员 我心中生起了振振无力 正当我放弃抵抗的时候 被我砍死的丧尸身上 飞出了一个小光球 融入到了我的身上 我脑海中 响起了一个庄严的声音 Live up 哎呦我去 居然还是英文发音 这也太扯了 然后又提示我什么 升级奖励一个技能点 可以学习技能运运 我心中大喜 也不管他说的是中文 还是英文 赶紧向技能看去 共有两个技能可以学习 并且可以升级 第一个 降龙十八刀 技能效果 疯狂地在自己身上砍十八刀 用剧痛提升自己的潜力 技能释放期间将持续流血 释放之后也会持续流血 技能效果九十秒 冷却三小时 额了个去呀 这技能与自杀有何区别 我赶忙看向第二个技能 那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四个小红字 葵花宝典 技能效果我没看 也不需要讲 大家心里都清楚 与第一个技能相比 难道真的要我学习这个技能吗 这货典型的坑爹呀 千钧一发 怎么办 怎么选 正当我迷茫时 刚刚被我救的绿群美眉 拿着一根不知道哪儿找来的棍子 非常勇猛地打倒了一个四十喊道 快跑啊 还愣着干什么 我也缓过劲的 赶紧朝那个小缺口跑去 和美眉一起逃命 由于我看了很多丧尸方面题材的电影 所以深知这个时候 应该抢夺一个超市 有食物和水源 就一切好说 可超市都在商业区 我和绿群美眉 又不敢往商业区跑 因为那里人群太多 也就意味着丧尸更多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忽然变成丧尸呢 我问绿群美眉 你家住在哪儿啊 家里还有别人吗 离这儿远不远 安不安全 本以为一连串的问题 会把美眉问懵 结果美眉却有条不紊的说道 我刚从家里逃出来 爷爷奶奶都变成怪物了 别想去我那里啊 你也是一样 从家里跑出来的 我把我刚刚经过一说 绿群美眉 用看傻叉的眼神 看着我说道 你 真有勇气 我一阵无语 毕竟自己的行为 确实非常的傻缺 你说你在家 安安全全呆着得了 非要自己跑下来 结果现在 我还回不去了 还有很多可爱的丧尸 在追逐你 想要亲吻你 这种感觉 真是非常的 perfect 非常与众不同 于是我提出 咱们应该 再回我家附近看看 毕竟我出来的时候 把单元门给踹开了 楼道里应该不会有 太多的丧尸 试一试 绿群美眉 似乎非常喜欢 用看傻缺的眼神 看我 她扫落一眼 说道 咱们回去的时候 一定会有丧尸 在后面追的 这楼道又窄 万一在楼道里 遇到了丧尸 前后夹击 咱不得全完蛋 我一阵无语 反抗道 你这么聪明 难道 你已经有了好主言 说来听听 绿群美眉 瞪瞪眼睛说道 没有 我张了张嘴 没继续和她说话 而是看起了 我那悲催的 可以升级的两个技能 降龙十八刀 和葵花宝典 我仔细一看之下 发现此葵花宝典 不同于笔葵花宝典 技能效果是 祝福系技能 提升指定目标 移动速度50% 力量20% 防御20% 持续时间60分钟 冷却时间1分钟 我去呀 怎么越来越像是 一个游戏了 难道我真的变成了 传说中的 万能的主角 不过这个技能 非常强大 提升移动速度 这就有了 保命的底牌呀 终于 在我看了十几遍 技能中并没有提到 我必须自攻的 负面效果 在这个技能上 提升了等级 研究了半天 终于明白了 这个技能怎么释放 于是偷偷地 对自己释放了一下 哎呀 放完这个技能之后 我虚脱了 几乎累得 我都站不起来了 哎呀 果然激累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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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喘着粗气 心中暗骂 而和我一起躲在 草丛里的绿群美眉 听到我的粗喘之后 立刻转过头来 满眼警惕地 抱着胸 问道 你要干什么 我扫了一眼 绿群美眉 低声说道 你怕什么 这种环境下 我都自顾不暇 哪有先行去 欣赏你那飞机场 绿群美眉 听我说 它是飞机场 当场暴怒 低声说道 你说什么 我赶紧陪笑说 我是说 咱们在这里 好像不太安全 你看看 那边的几个丧尸 好像在寻找目标 一会儿发现咱们 就糟了 绿群美眉 点点头说道 确实 那我们走吧 我暗骂自己 傻缺呀 现在自己 连站起来的力气 都没有 还要提出 转移藏身地点 万恶的鸡肋技能 原来两个技能 都是让我自杀的 幸亏我没在 丧尸追赶的时候 放这个技能 我幻想 我正在被一群 丧尸给追着 眼看就要被抓到 然后我非常淡定地 放了一个葵花宝典 结果腿一软 有这样憋屈的主角吗 啊 给了两个鸡肋 加自杀技能的主角 我真是欲苦无泪 吃无浅力呀 绿群美眉 已经猫着腰站了起来 小声说道 走吧 我站了起来 还是觉得回身无力 这种状态 走还勉强可以 跑的话 肯定是不行了 于是我问道 咱们去哪儿啊 绿群美眉 看了看四周 问道 你家是哪洞 我朝着远处 最边上那洞 努努嘴说道 就最边上那洞 绿群美眉 看了看 说道 你先跑过去 把丧尸引走 绕着这边几栋楼旁 我负责去把 楼道里的丧尸引出来 绕着你家那洞跑 我们一会儿会合之后 冲到你家楼下 把楼下单元门锁上 就算是安全了 你认为如何 我张了张嘴 心说姐姐 我现在这个状态 绝对是去给丧尸送菜的 于是脑袋摇得 跟波澜谷一样说道 不行不行 太冒险了 而且万一 让我把丧尸引走 自己跑了怎么办 绿群美眉 撇撇嘴说道 不去算了 那我走了 说完就直接站了起来 还打了一个口哨 原处的几个丧尸 立刻发现了绿群美眉 大吼着冲了过来 绿群美眉 朝那几个 跑过来的丧尸 努努嘴问 你去不去呢 我一咬牙狠狠地 说了一句 算你狠 然后拖着虚弱的身子 引着丧尸往我家 那栋楼的方向跑去 这时我却发现 虽说自己身体没有力气 可是跑起来的速度 确实非常快 比全盛时期还要快 这怎么回事 我心中暗暗惊奇 不过表面上 却没表现出来 虽然也被丧尸 追得很狼狈 可是我却故意表露出 被丧尸 追得很狼狈的样子 三分钟之后 我身后跟着近百只丧尸 阵阵吼声 让我觉得心惊胆战 正当我想着绿群美眉 是不是已经被丧尸 KO掉了的时候 忽然看到远处 绿群美眉喘着粗气 向着我这边跑来 身后还跟着五只丧尸 我二话不说 加快了速度 向绿群美眉跑去 一把抓住她的手 往左一拐 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跑去 这绿群美眉还真够重 我拉着她 自己也跑得慢了 不过和丧尸群比 还算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我想着 晚上的时候 就能和绿群美眉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了 脸上不由地露出了 淫荡的笑容 可当我跑到 丹圆门的时候 瞳孔猛地一缩 哎呀我去 丹圆门被谁锁伤了 丧尸群 丧尸群离我们不足三十米 大概六秒钟之后 敌军就会抵达战场 我没时间责怪绿群美眉了 赶紧手忙脚乱地掏出钥匙 飞速地找着 心慌之下 钥匙居然掉在了地上 我往前一跑 居然又踩到了钥匙上 哎呀我去 我大喝一声 来不及去捡钥匙 拉着绿群美眉就跑 因为丧尸群离我们已经不足十米 我们又围着楼跑了一圈又一圈 终于 又把丧尸群 拉厚了三十多米 我们再次跑到丹圆门下 幸好钥匙被我踢在了丹圆门的下边 并没有被丧尸踢飞 我捡起钥匙 飞速地打开了门 我们进去之后 又快速地关上了门 然后 我和绿群美眉都倚着丹圆门 喘着大粗气 靠在了丹圆门上 外边传来了丧尸砸门的声音 吓得我和绿群美眉一个机灵 我说道 我们现在还未安全 先上去 到家之后再休息 绿群美眉点了点头 我们往楼上爬去 由于钱文已经交代过 我家住在六楼 当我们进了家门之后 直接躺在了地板上 绿群美眉满身相悍 我躺在他旁边 闻着这好闻的味道 心里觉得怪怪的 古人云 温饱私淫欲 我现在虽说不算温饱 可私立逃生之后 也是更生温饱 可身体却由不得我想太多 这几个小时的持续惊魂和运动 已经让我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 这一放松下来 我差点没睡着了 一丝好闻的味道 传进了我的鼻口 是柿子炒鸡蛋的香味 由于父母都在外地做生意 做饭就成了一个宅男避讳的手艺 虽说我只会翻来覆去地做那两个菜 柿子炒鸡蛋 和鸡蛋炒柿子 但这两个菜 已经是深得食神真传 做的味道 那叫一个鲜美 此刻闻到了我平时经常吃的两种大餐之一 立刻鼻子耸了耸 睁开了眼睛 发现绿群妹妹正在饭锅旁盛饭 听到我坐起来的声音 转过头来看了看说道 你想了啊 吃点东西吧 我点了点头说 你先吃吧 我先去洗个澡 说完 我走进了浴室 当凉水冲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打了一个鸡肉 这一切就好像做梦一样 可从浴室还能听到楼下传来的阵阵丧尸咆哮的声音 却又提醒着我 这一切都是真的 脑海中只要默念技能 就能显现出两个让我抓狂不已的鸡肋技能 这一切让我心里很是难受 本来是很期望自己会遇到生化危机 可真的遇到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的世界那是多好啊 也不知爸妈现在怎么样了 虽说他们已经三年多没回来 可是却会暗月的给我汇钱回来 21年了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父爱和母爱 他们也两年多没给我打过电话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电话 亲戚朋友也不知道 索性的 原本开朗上进的我 渐渐变得只知道在游戏中发泄的宅男 暴力游戏更是成为了 我的最爱 我回忆着姨姨姨 心中冰冷 拿起毛巾擦了她身上 穿上衣服走了出去 来到饭桌前 绿群美眉给我盛了一碗米饭 我这才细细地打量着绿群美眉 她身高一米七左右 不怕 但也不是排骨精 身材很均匀 长发 齐刘海 挺白净 很漂亮的一个女孩 唯一的缺点就是 飞机场有点太平了 绿群美眉把饭碗递过来 坐下来 小口吃着饭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证了一下 是啊 我们刚刚一起经历了生死 却还不知道彼此的名字 我点点头说道 我叫林沫 你呢 女孩说 姚宇 她又勉了一口饭 轻声说道 刚才 谢谢你 我知道 她是谢我在丧尸群追赶的时候 没抛下她 毕竟 刚刚认识一小会儿的人 谁能保证 不会抛下对方自己逃命 我摇摇头说道 快吃吧 菜都要凉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半晚 我走到阳台 看着缓缓落下的太阳 心中无限感慨 打开窗户 向楼下眺望一眼 真巧 这个时候 一只丧尸发现了我 咆哮着跑到楼下 伸着爪子来回飞舞 似乎要爬上来一样 我轻笑了一下 可是很快我就笑不出来 因为这丧尸的吼声引来了很多丧尸 全都站在楼下 阵阵咆哮 我想我退回去 他们就会散开吧 可是却发现 这些丧尸并没有离开 而是继续在楼下咆哮 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心急之下 扔了一个花盆下去 由于下面聚集的丧尸太多 花盆很精准地砸在了一个丧尸的头上 由于重力加地心限力 那丧尸的头 拼的一声被砸爆了 可丧尸们是没有思想的 还是继续嘶吼着 仿佛刚才死掉的同类 和他们毫无关系 我又扔了两个花盆下去 有一个砸中 那丧尸同样被砸爆了头 可另一个却砸偏了 落在了丧尸和丧尸间的缝隙中 而我却愣愣地站在那里 因为脑海中又传来了那熟悉的英文 Ling up 接着提示获得技能点一个 可以学习被动技能 那公鸭般的声音消失了 我很疑惑地闭着眼睛 在脑海中默念了一下技能 于是脑海中又出现了那个 让我弹腾的降龙十八刀 和葵花宝典 可在那两个技能旁边 又多出了一个技能 名叫做神眼 技能效果 被动技能 提升自身至鹰眼一击 永久提升神经反应速度30% 并且可以看破一些隐藏的东西 永久提升神经反应速度30% 这个技能绝对不是前两个那样的坑爹技能 于是我心中大吼 就要这个 那公鸭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确定开启神眼一击 我心中说了一句 确定 那公鸭般的声音说道 神眼一击开启 接着 又没有了动静 而我睁开眼睛的刹那 终于可以确定了 这个技能真的不坑爹 因为我那经常玩电脑 玩出的近视眼 此刻居然看得清 对面楼屋子里的摆设 连那书架上的书名字 我都看得是清清楚楚啊 欢迎大家收听 由海丰有声文化传媒出品的六届哀歌 播讲海丰 而姚宇这听到我扔花盆的声音后 走了过来 我不禁向姚宇看去 哇 还是不能透视 好吧 不能透视就不能透视吧 绿群妹妹趴在窗台上 向下看了看说道 你还真厉害啊 说着 又往屋里走去说 我用下你电脑 看看有没有新闻解释这场事故 我们到现在连警察影子都没看见 身边给我外地亲戚打个电话 看看别的地方是不是都变成这样了 我没理会绿群妹妹 而是心里还在想着 我多扔几个花盆 多搞死几个丧尸 那不就又升级了吗 升级之后 还会有更强大的技能吧 不过这个秘密 显然是不能和别人分享 于是我点点头说道 好 你去看看新闻吧 绿群妹妹向屋里走去 而我抓起了我家里的最后一个花盆 里边养着陪伴我三年的仙人球 我看着仙人球 小声嘀咕道 老子养了你三年 该是你立功的时候了 说着 瞧准了一个叫唤的最欢的丧尸 猛地向下扔去 砰的一声 耶 砸中了 我嗷嗷的吼了一声接着 又看到了死去的那个丧尸身上 飘出了一个小光球 向着我飞来 哎 为什么刚才杀死的两个丧尸 就没有小光球呢 为什么 这个就有呢 难道是我没注意 正当我要搬起我那一年都不看三回的电视 要扔出去的时候 忽然一眼扫到了 绿群妹妹正坐在我的书房电脑前 我脑袋吻一下子 心中暗道 完了 我泪奔到电脑跟前 果然 绿群妹妹正看着我电脑屏幕 惊恶地张着小嘴 我的电脑桌面壁纸 小泽玛丽亚 沙滩诱惑写真 还是每隔十秒自动更换的 桌面上文件夹的名字 都是我自定义的 有韩国游马 日本无马 泰国风俗 变态众口 我尴尬地咳嗽了一下 说道 浏览器不在桌面上 在日本无马里边 绿群妹妹猛地转过头 小脸通红地怒骂道 变态 你给我滚出去 我尴尬地溜了出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又提醒了一句 对了 我的电脑里有网络电话 在名叫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边 绿群妹妹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抓着鼠标垫就向我扔了 我赶忙闪了出去 顺便把门给带上了 抄起我那电视机 又朝窗台走去 心说完了完了 这下绿群妹妹心中那点良好的形象 可就全都没了 其实你别看我的电脑文件夹和壁纸 瑟瑟的 实际上里边什么不健康的东西都没有 都怪陈诺那小子说什么 弄一个这样的个性化桌面 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涵养 我涵养你一脸 我涵养 说着不禁想起了陈诺 那是我发小 从小关系就很好的朋友 我喃喃自语说道 也不知你现在如何了 由于我是一个合格的宅男 所以就要宅得彻底 陈诺和我一样 我们俩的手机 早就在去年过年的时候 就摔了挺想玩的 反正每天都蹲在电脑前边 都不用手机联系 最有趣的就是 我去年年初交了200块钱手机费 年底一查还剩70多 扣除12个月的月租120 我一年居然才用了几块钱 好了 不想那么多了 我把电视抬到窗台 叼着牙签 很风骚的大吼了一声 救命啊 强Q啊 果然 丧尸们全都抬头向我望了 刚刚已经散开的丧尸群 又都围了关 挥舞着双手 嗷嗷乱叫 恨不得马上扑上来 亲死我 我很淡定地拿着一把梳子 另一只手拿着小镜子 在头发上慢慢地梳着 时不时地还往下边扫一眼 露出蔑视的微笑 哎呀 好一副风轻云淡的高手姿态 我心里暗笑着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一张经常宅在家里 略显苍白和虚弱的脸 浮现在了镜子上 很普通的一张脸 发型有点类似罗志祥 只是眼睛呢 比较大 比较明亮 再想到自己身高一米七七 体重居然才一百一十五斤 不禁自嘲地笑了一下 轻轻一推 早已摆在窗台上的电视机 电视机呼啸着向楼下落去 拼 哗啦 我这四十三寸的夜晶电视 还真不赖 居然砸死了三个想要亲吻我的丧尸 我专注地看着丧尸的尸体 果然 小光球飘了出来 可是砸死三个丧尸 只有一个光球 哇 买了佛伦 那个小光球飘到我身上之后 我感觉身体 微微一热 很舒服的感觉 我心中暗暗惊奇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时 那提示升级的公鸭嗓声音 又出现在我脑海中 身为第三次进化纪元的天权者之一 你有潜力提出三个问题 我会为你解答三次 我瞬间便冷静了下来 没有向某些主角傻傻地立刻问一句 什么 结果公鸭嗓再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并风骚地告诉我 我已经用完了一个问题 我想了想 没有先问公鸭嗓是谁 也没问 为什么会突然 好多人无故地变成丧尸 而是问 先跟我说说你所谓的计划纪元吧 实际上 这一个问题 应该就能让公鸭嗓 交代出全部了 我还算挺聪明的 公鸭嗓 没有语气表情地说道 宇宙空间 分为六维 每一维 都成一个空间 你们这个空间 是最后形成的一维 简称为第六届 而进化纪元 是第一届发出的 一项推进生物进化的计划 你们第六届 进化速度太慢了 所以要让你们进化 只有创造危机 你们才会进化 第一次进化纪元 是在第六届初开 还没有生物的时候 那次进化纪元 进化出你们所谓的恐龙 恐龙这种生物 比较完美 可却在一场大灾难中 几乎灭绝 于是第一届 发起了第二次 进化纪元 这一次让人员 进化成了人 可是你们的进化方向 却越来越偏离生物的 正确进化方向 所以第一届 不得不发起 这第三次 进化纪元计划 发起进化纪元计划的同时 会随机发放 一百万个进化之种 得到进化之种的人 就是天选者 进化之种 就是你刚才看到的 那种小光球 当天选者死掉的时候 进化之种 会融合金杀死 这个天选者的人 进化之种 可以强化自身的体质 也可以分离出来 转送给别人 如果分离之后 进化之种的能量 会消耗掉一半 关于进化纪元的问题 全部解释完毕 我已经大概知道了 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 我很想问 我可以结束提问 留着这些问题 下次再问吗 可是我不敢 我怕这会消耗提问次数 于是想了想继续问道 关于我脑海中的技能 是怎么回事 公鸭嗓继续回答道 每一个得到进化之种的 天选者 都会按照个人的体质 给出技能 几乎每个天选者 得到的技能 都是不同的 公鸭嗓停止了叙述 我很想问 没了 可是我还是没敢问 我真怕这鸭 风骚地来一句 没了 我心想 莫非这货知道了 我想钻它的空子 故意报复我 就给我这么点答案 就消耗了老子一次提问次数 于是乎 我又想了一个非常绝妙 可以钻空子的问题 我问道 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地升级 不可以回答没有 果然 公鸭嗓没有立刻回答 我心里暗暗得意 小样的 和我玩这种智力大笔拼 你压还弱点 公鸭嗓沉默了半嗓 说了三个字 让我当场崩溃 真没有 我去 不行 这个问题不能算 我当场就要和公鸭嗓翻脸 公鸭嗓那雌性的声音又一次传来 关一个问题 只此一次 我抹了抹头上的汗 小心地问 能给我详细地讲解一下 进化之种的用法吗 公鸭嗓那死板的声音说道 想知道什么 只需在心里默念 进化之种的奥妙 是要靠自己去发现 问题全部回答完毕 天选者 祝你好运 说着 公鸭嗓那雌性的声音消失了 什么狗屁的天选者 难道我刚刚杀死的那些丧尸中 居然有三个身体里都有进化之种 不是说全世界只有一百万个 怎么我这里随便杀死几个就有这么多 不过 完了鸭的继续砸 把楼下的鸭们都砸死 看能飞出多少个进化之种 不知 姚宇他有没有进化之种啊 如果他也有 那我就要小心了 毕竟杀死天选者 进化之种会像游戏里一样爆出来 我把一切可以扔的东西都扔了下去 其中最给力的 就是我那被拆开来的玻璃插几 一大块玻璃飞下去 直接把五六个丧尸直接砸成了肉泥 而我也如愿以偿的升到了六级 可是砸死了四十多个丧尸 只是刚刚砸死的一个丧尸身上飞出了一个进化之种 而且在我砸死第十二个丧尸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五级 后来砸死三十多个丧尸 居然都没让我从五级升到六级 直到刚刚杀死了一个天选者丧尸的时候 才提示了升级 这让我若有所思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应该是前五级很好生 是给你保命用的 可是从第六级开始 就必须杀死天选者 才可以升级了 而绿群美眉姚宇 傻傻地站在书房门口 看着我疯狂地举动 直至我停了下来 她才小声地问我 喂 你不要紧吧 你一定也担心自己的父母亲人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去找他们 而且刚刚 我看到了一些有用的新闻 你也来看看 我点了点头 走了过去 不过此时 我却对此女暗暗防范起来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不然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走到电脑前 看到绿群美眉姚宇 在百度上搜索的新闻视频 一个挺漂亮的女主持说道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新闻快播 我是小猫 今天在世界各地 爆发了一场非常恐怖的异变 很多的人类都像疯了一样的进攻他人 撕咬其他陌生的人 现在还未查清楚原因 下面让我们连线一下现场 接着 画面一转 一个女记者站在大街上 镜头中四周有很多丧尸在攻击人类 还有很多警察在拿枪射击人 就连记者他们的周围也有很多丧尸 不过他们周围有几个拿着枪的警察保护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露露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不要问好 时间这么紧急 如此紧迫情况下 还有闲心问我好 还有闲心问观众朋友们好 赶快给我们讲讲吧 还没说完 摄像机一阵晃动 接着 摄像机掉在了地上 随后传来露露的尖叫 接着露露满脸是血的躺在了镜头前面 还有几个丧尸在撕咬着露露的身体 摄像机又是一阵晃动 一个满脸是血 眼睛痛红的丧尸捡起了摄像机 对着屏幕撕了一下牙 画面切了回来 女主持人也很害怕地尖叫了一声 不过对面的导播 对女主持做了一个手势 女主播喘了几口粗气 平复了恐惧的心情 接着说道 好 虽然露露还没来得及 给我们讲解现场情况 但是我们已经通过录像看到了 街上的人都像疯了一样的到处攻击 被攻击之后的人 也变成了那种模样 对于这群疯狂的人 医学专家们已经介入研究 我们正在等待进一步的结果 另外提示大家关好门窗 躲在家里 轻易不要出来 如果被困住 可以不打报警电话 会有警员去救助你的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我看了 我看了绿群妹妹姚雨一眼说道 你带手机了吗 姚雨摇摇头 说道 出来的时候是匆匆逃出来的 没拿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得先联络一下朋友 说着 我打开了我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文件夹 打开网络电话说道 你来打吧 姚雨也不推让 拿起耳麦 就开始拨号 按下通话键之后 很久都没有回应 反复试了好几次 都是如此 我塌了一口气说道 果然 这网络电话的服务器不能用了 我们现在联系不到外界 情况很不妙 现在家里还有些纯水 自来水我们不能再用了 那些纯水 如果只是饮用的话 够我们用大概三天的 绿群妹妹姚雨也沉默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道 今晚你就在这个房间睡吧 床和被子什么都有 我去隔壁 说完 对姚雨点了一下头 就走了出去 走到我的卧房 坐上 躺在床上 心里默念着技能 果然 技能在脑海中出现了 有四个可升级的技能点 还多出了四个新的技能 我看向这四个技能 体质强化 被动 技能效果 力量 移动速度 神经反应速度 抗病毒能力 全体提高30% 技能强化 被动 技能效果 增加伤害类技能 20%的伤害 增加助肥类技能 30%的效果 和30%的持续时间 解毒 主动 祝福系技能 技能效果 你有20%几率 为指定目标解毒 如果解毒失败 可延缓毒发时间 同一目标 三日内只能接受一次 解毒祝福 顺发 冷却时间三小时 雷光剑 主动 以天选者的力量 凝聚出一把 雷光闪闪的武器 本武器锋利 轻变 附带轻微麻痹效果 持续时间 永久 可收回再次释放 这四个技能中 体质强化 技能强化 解毒三个技能的名字 都是红色的字 而雷光剑 这个技能的名字 是黄颜色的 我又仔细看了看 果然 雷光剑这个技能 是在我升到六级的时候 才出现的 也就是说 五级前和五级后 是一个分水岭 可这四个技能 还有之前的三个技能 我要怎么选 每个都选是不可能的 那样子太过中庸 想着想着 我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睡了不知多久 我醒了过来 外边还是漆黑一片 显然 是半夜 我又思考起这个技能来 解毒这个技能 在我看来 非常的鸡肋 因为它只有 20%的成功率 不过这些技能 都是可以升级的 如果把这个技能 升到更高级 应该会把成功率 提升到百分之百 但现在这个技能 对我来说太过鸡肋了 PASS 让我弹疼无比的 降龙十八刀 我猜这个技能 升级之后 应该也会很厉害 不过那个坑爹的 持续流血 让我望而生怯 这个技能 也不是现在可以考虑的 PASS 神眼这个技能呢 神经反应速度 提升的并不多 反倒是那个 可以看破一些 隐藏东西这一项 才是这个技能的真谛 这技能可塑性很强 不过现在 我也不应该 考虑这个技能 技能增强 我现在没几个 主动技能和 祝福技能 PASS 雷光剑 武器太过拉风 PASS 我把重点放在了 最最令我 淡疼的 葵花宝典 还有新获得的 体质增强上 因为据我推测 当我体质增强之后 再释放葵花宝典 应该不会感觉那么累 说做就做 我把体质强化 提升了两级 果然 百分比是双倍上涨的 二级的体质强化 将百分比 涨到了百分之六十 此刻我感觉 全身充满了力量 这种感觉 真是太好了 仿佛再次遇到丧尸 我能一刀劈下 对方的脑袋 紧接着 我对自己 释放了一下 葵花宝典 那种虚弱感 又浮现在身上 可却不是 身体上的虚弱感 这次果然没有 上次那么虚弱 我集中精神 观察了一下 原来这虚弱 来自精神 并不妨碍身体的力量 和移动速度 我想了想 明白了 可能这就像 玄幻小说里边 写的物理技能 与魔法技能的区别吧 物理技能 消耗体力 魔法技能 消耗精神 而葵花宝典 正是魔法技能 消耗精神力那种 体质增强 并没有增强精神方面 应该是自身等级 提升附带的效果 我想着 然后把最后两个技能点 都加到了体质强化上 现在的体质强化效果是 四级 被动 技能效果 力量 移动速度 神经反应速度 抗病毒能力 全体提高 120% 这样的话 算上 葵花宝典的叠加 我的力量达到了 宅男时的 265% 移动速度 达到了之前的 330% 神经反应速度 达到了之前的 250% 抗病毒能力 达到了之前的 220% 同时还拥有神眼效果 防御增强 20%的效果 达到这样的体质 总算在这 生化危机中 有了自保的奔钱 我握了握拳头 心中想着 关于那姚宇 还是要防备一下 毕竟此女 太过诡异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被丧尸追着 吓得大声尖叫的跑 第二次见面时 她拿着棍子 回来救我 再之后 又一直表现得 很冷静 很勇敢 这种冷静和勇敢 不应该出现在 一个城市中 娇娇女的身上 她到底是谁 我不由得 轻轻走到阳台 从阳台是可以 看到书房里边的 借着月光 和我的神眼效果 往书房里边一看 顿时愣住了 只见绿群美眉 此时正光着上半身 背对着窗户 借着月光 擦拭着后背上 一道长长的伤疤 那疤痕刚刚结疤 显然是最近才伤到 可那伤口长达 二十几厘米 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绿群美眉 好像有所察觉 向着我的方向看来 由于我现在的 神经反应速度 高达百分之二百五 这么给力的数字 怎么可能让她发现呢 她刚刚抬头的刹那 我便蹲下了身子 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果然不一会儿 我听到绿群美眉的房门 轻轻地响了一下 脚步轻轻走到我门口 听了一会儿 又走了回去 她的脚步很轻 如果是之前宅男的我 断没有可能会发觉 可现在已经二百五的我 怎么可能感觉不到呢 虽然还是感觉的不太清楚 这就更让我感觉到诧异了 死女绝非正常人 我对她的警惕 提高到了最高峰 一夜无眠 渐渐地 天方亮 我看了一眼床头的闹钟 五点十二 我从床上站起来 昨晚我已经发现 释放完奎华宝典的虚弱感觉 会在七分钟之后 渐渐地消失全无 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一想到姚宇 此女的诧异 饮水和食物方面 绝不能由她掌控 于是我穿好了衣服 走进厨房看了看 还有半桶水的水桶 以及 以防停水时买的矿泉水 现在一共还有33瓶 我拿起四瓶 弄了一些米饭 又拿了四个鸡蛋 两根火腿 炒起了又省水又美味 也是我仅会做的两种大餐之一的 火腿炒鸡蛋 姚宇似乎是听到了我做饭的声音 也起床了 咬了一些水桶里的水 洗脸去了 我装作不知道昨天的事情 而是笑眯眯眯的盯着姚宇 那还有残留睡意的脸说道 起来了小妹妹 姚宇并未答话 我弄了一下嘴 继续颠大勺 作为一个标准宅男 我颠大勺的功夫 那怎么能叫好呢 那是相当的好啊 我把饭菜都端到了桌子上 姚宇也走过来 我刚想开口调戏一番 她却先说了 你昨天晚上 看到我身上有手枪了吧 什么 我正了一下 可就是正了这一下 姚宇却动作飞快地 拿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小刀 逼在了我的脖子上 好快啊 姚宇声音低沉地问道 你到底是谁 我刚才已经失手一次 怎能继续失手 我装作很害怕的样子 其实心里真的很害怕 谁知道这压 会不会真割下来啊 说道 小宇 你干什么 大早上起来发什么神叫 快把刀放下 要是失手把我伤到了 谁来保护你 你于心何忍啊 姚宇看着我的表情 我也看着她 那冷若冰霜的脸 然后她放下了 手中的小刀 走到门口 穿起鞋子 开门 走了出去 直到门被关上 我还在饭桌上坐着 动都没动 饭上我轻塌了一口气 拿起筷子 默默地吃起了饭 甚至都没去阳台 看此女怎样走出去的 吃完了饭 我拿着背包 收拾了一些东西 还有两件半截袖 一条裤子 家里全部的绷带和药棉 消毒水 还有六瓶矿泉水 以及两把菜刀 以我现在的体质 背着这包裹 一点重量都感觉不到 我手里拿着一根铁棍 这铁棍还是承诺放在我这里的 说如果有一天 他被别人打了 就让我拿着这铁棍去救他去 我当时哈哈笑着说 行 我拿着铁棍去 把棍子给打你的人 告诉他们 大哥 用这个打 打得那才爽呢 然后我们俩就闹成了一团 第一站 我要去找陈诺 陈诺家离我家其实并不远 只需要穿过一条商业街 大概不到三公里的样子 早晨的时候 我想上网看看陈诺在不在 结果发现无法连接互联网了 没办法 只能亲自去他家看看 这是我第二次 意气风发地踹开了带院门 全身状态都是满的 我给自己加上了葵花宝典 并且现在虚弱的时间已经过去 全身充满了力量 我用我那给力的 250%的反应速度 看了一眼周围 忽然发现这个数字真的很给力 以前一直是我误解了它的威力 楼下一片狼藉 碎木头 碎玻璃 机械零件 是我昨天扔下来的那些东西的碎末 我环顾着左右 慢慢地向着陈诺家的方向走去 楼区里的僵尸 好像在一夜之间都走光了似的 死走光 绝非彼走光 连个僵尸影都看不见 可地上的血迹 却很多 而我现在回神充满力量 想找两只丧尸 杂杂出出气 可却找不到了 我就感觉像是吃了一瓶春药 血被人绑在树上 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让我已经憋到了极点 我缓缓地来到商业街 发现有了丧尸的影子 远处几个丧尸 漫无目的地 用奇怪的姿势 缓缓地移动着 我看了几眼 并没有大吼一声冲上去 我首要目标 是要找一个超市拿些吃的 因为如果陈诺还活着 那么他一定也在为吃而犯愁 街上几乎每家都是紧锁着店门 一片萧锁 路上的汽车杂乱地停着 更有很多都撞在了一起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影 猫着腰 在每个车前面来回观察 好像要找一辆能开走的车子 这人影绝对不是丧尸 我眼睛一亮 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个 未被感染的人 我也猫着腰 快速地向那人走去 以我现在 百分之三百三的移动速度 百米也就四五秒 有什么应急情况 都来得及跑开 正所谓意高人胆大 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吧 渐渐地走近 我的神眼技能给我的视力 提升了很多 我看清了那个人 正是一个年约二十三四岁的男子 穿着一身休闲装 白色的半截袖上有几块血迹 此时正在寻找可以用的车辆 而此时他也看到了我 我对他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他没什么动作 只是安静地看着我 我就这样猫着腰走了过去 没有被丧尸发现 走到男子旁边 我们隔了一定距离 我小声说道 再次看到活人的感觉 真好 那男子看到我手中的铁棍 显得很警惕 把手放在了后腰间 医生问道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指了指我家的方向 说道 碧水花园小区 接着又问他 你在找车吗 现在街道混乱成这个样子 车速肯定开不快的 你开车的话 与自杀无异 刚说完话 就觉得那男子 看着我的身后 瞳孔猛地一缩 我并没有傻傻地回头看 谁知道是不是 这男子的计谋啊 我想着 可身后传来了 僵尸的怒吼声 好吧 看来这次是真的 那男的撒鸭子就跑 我在后边说道 哎 你别跑啊 就一个僵尸 你怕什么 男子边跑边说 一会儿就多了 他话音刚落 从四面八方 冲出来无数的丧尸 哎 我去 为何刚刚还空无一丧尸的街道上 会跑出这么多的丧尸 我也朝着这男子的方向跑去 边跑边说 进你几言 丧尸还真躲 我们快走 找个地方躲一下 即便是身为天选者的我 目前看到这么多丧尸 也是无能为力 除了移动速度之外 我的力量实在是拿不出手 百分之二百六十四的力量 就是说 如果我以前能举起五十斤的哑铃 那么现在 能举起一百二十五斤 怎么能对抗丧尸潮呢 我正在胡乱的想着 那青年却说道 我是父亲 野鸡大学的学生 事故发生时 我们班六个同学 淘气了一家超市 我们现在赶紧回去那 说着 他更拼命的往前跑去 我觉得他现在的速度 应该可以和奥运冠军 有一拼了 在危机中 人类会突破自身的极限 说的果然没错 当然了 我现在没有用权力跑 天选者听着好听 可却像是唐僧肉一样 每个天选者 都想杀死更多的天选者 以求自身的提升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我是不会暴露这种能力的 我们俩疯狂地跑着 身后丧尸的咆哮 听起来很是吓人 我问道 还有多远 青年喘着大粗气说道 快了 就在前面了 希望前面别出现丧尸了 他话音刚落 前面的小胡同里边 果然跑出来了 俩丧尸 我真是无语了 心说你鸭 果然是个乌鸦嘴呀 但还是对他伸了一下大拇指 狠狠地说道 借你鸡眼 我俩又赶紧调转方向 往旁边的一个小胡同 跑去 我越看这个胡同 越眼熟 越看越眼熟 忽然我脑子一蒙 哎呦我去 这不是我们从小经常玩的死胡同吗 脑袋上的冷汗一下就下来了 我赶紧搜索记忆 这是个死胡同 最前面的位置 我记得有一堵围墙 是某个百货的库房围墙 围墙大概有接近三米 已经建了很多年了 我二话不说 提速向前跑去 那青年看到我的速度愣了一下 也玩命地往前跑 我助跑了几下 嗖的一声窜上了围墙 我似乎跳起了接近两米的高度 我半个身子 直接撑在了围墙上 反身伸手 看着离这里 还有一段距离的青年说道 快跑 那青年显然还有些发愣 毕竟看到有人跳起来两米那么高 任何人看到了都会发愣 我又大喝一声 还发什么愣 想死啊 青年二话不说 也加速跑了起来 不过并没有抓我伸过来的手 而是自己助跑 跳跃 他的手居然搭在了围墙的边上 可惜太过勉强 只有几个手指尖搭在了围墙上 眼看就要掉下去 我抓着他的一只胳膊 用力往上一拉 他自己借助这股力量爬了上来 而一只跑过来的丧尸向前一扑 已经抓到了那青年的鞋子 不过没抓住 只是擦了一个边 不过青年已经吓得大喘粗气 我们俩赶忙向院里跳了下去 院子里很安静 只有一个个紧闭的库房 我们俩都坐在地上喘着粗气 劫后余生的感觉真是太爽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 我这样的天选者真是憋屈 第一次出门 是自己傻缺 被一群僵尸追了回去 可这第二次出门 都变成小超人了 还是被追得这么惨 唉太窝囊了 我无法想象下一次出门 会是什么场景 干脆不想那么多了 而是站起来 绕着这个院子四处看了起来 我忽然发现 有一个库房的门没有上锁 我小心地推开这个库房的门 借着光亮 发现里边只有一支支的箱子 我走进去 检查支线 发现原来这个库房里放的 全都是干料一类的东西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啊 那青年此时站了起来 朝我点点头 我也点点头 只能指自己说道 林沫 你呢 胡锡林 好 胡锡林 你和你同学藏身的那个超市 离这里还有多远 我问道 胡锡林想想说道 我们从另一边 折返回去的话 大概700米 好 那我们从另一侧围墙 跳出去 说着 我先窜上了 另一侧的围墙 向下边的四周 看了看 很安静 似乎刚才那丧尸潮 把这附近的丧尸 全都引到了一起 现在还能听到 另一侧围墙外 不断挠墙的嘶吼声 我回神伸出手 说道 上来吧 这次胡锡林二话没说 一个助跑抓住了我的手 另一只手抓住围墙 借我的力气 上了围墙 你跳得真高 胡锡林说道 此刻 我们俩正猫着腰 往他们藏身的超市走去 我回了一句 我平时喜欢打篮球 体质比较好 这句谎话说得真是 脸不红气不喘 身为合法宅男的我 一年都看不见一次篮球 更别说打篮球晕晕了 胡锡林感叹地说了一声 真后悔我当初 怎么没多运动运动呢 听到这话我笑了一下 说道 这丧尸们 又都不见了踪影了 我觉得怪怪的 对了 你们看新闻了吗 我打110 会有警察来救你们的 胡锡林一愣 说道 不知道啊 说着他掏出手机 打了报警电话 没想到真的接通了 话筒里边传出的声音 我也可以听见 你好 星辰者 报告你的方位 一个男子的声音 从电话里边传出来 胡锡林一脸激动 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下地点 请你们躲在超市中 不要歪出 离你们最近的救援队伍 正在 某区实施救援 预计半晚抵达你所在为止 那男子说道 好 谢谢你警察同志 胡锡林激动地说 这时前面的地上 躺着的一具尸体 默然爬了起来 我手机眼快 一棍向下扎去 还没等他发出吼叫 就被我一棍扎穿了头 抽动了两下 便没了动静 胡锡林瞪着眼睛 喘了一口粗气说道 前面那个蓝色牌匾就是 快走 说完 急速向前跑去 我抽出铁棍 紧随其后到了门口 胡锡林轻轻地拍门 低声说道 快开门 我回来了 里面传来了手忙脚乱的声音 扑一会儿 门开了 一个戴眼镜的男子打开门说道 锡林 找到车了吗 她是 胡锡林说道 开门 进屋再说 那眼镜男子打开铁门 我们走了进去 进屋之后看到了 胡锡林的其他同学 还有三男两女 胡锡林把救援队 晚上就会到的消息 告诉了她的同学们 她同学们都很开心 还有一个男子 对身边的女朋友说道 哎呀 救援队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老子还没砍到丧尸呢 胡锡林看着我苦笑了一下 显然 这位哥哥并不知道 如果他出去砍丧尸的话 可爱的丧尸们 一定不会站在那里 不动地任由他砍 而是会亲热地 对他献出热闻 以及初吻 我在超市里 拿了一些面包和罐头 说道 晚上就会有救援队 来救你们了 我拿走一些食物 这对你们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胡锡林愣了一下说道 你不和我们一起 等待着救援吗 我摇了摇头 将食物放进包裹 就要走出去 可刚刚那吹牛皮的男子 却说道 谁同意让你拿走食物了 胡锡林大怒 李明 你又想怎么样 别的同学都没意见 怎么就你喜欢找茬儿呢 我冷冷地看着 那个叫李明的 拎着铁棍向他走去说 怎么 不能拿吗 李明看到我手中 铁棍上的血迹 闭上了嘴 但眼中 却恨恨地看着我 我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走到门口 左右看了看 没有丧失 我打开门 回身对胡锡林说道 保重 胡锡林面色很复杂 轻轻地说道 小心点 我又猫着腰 借着马路上凌乱的汽车 隐藏身形 朝陈诺家的方向走去 我猫着腰 哼着小曲儿 心说自己的隐藏方法真好 我现在的姿势 让我不由地想起了 毛毛毛游戏中的潜行 可就在这时 我听到前面好像有异响 就在前面那个蓝色的 五十灵车附近 我心想 不愧是那个姚宇 躲在前面吧 我慢慢地贴着那辆五十灵 向前移动 五十灵的构造 想必大家都知道 车头的形状 四四方方的 我移动到车头 像特工似的 猛地向侧面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你妈 一具尸体 正坐在车头 歪着脖子 身体被撕咬得不成样子 而我转头的时候 离这尸体的距离 超级近 简直就快亲到 她的脸了 哎我去 这种感觉 就像是在看到了 前面有一个 长发飘飘的女子 背影极其优美 而我的身体 也起了某种反应 可前面那个女子 突然转过头来 原来是凤姐 这种感觉试问 怎么能不扬尾 耳内声响 原来是风刮着一张 贴在挡风玻璃上的报纸 我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唱了一首 忐忑 来安慰自己 尽管唱得很二 但真的很管用 唱完之后 我心就好多了 继续向前走去 心里还想着 下次再也不干 这种二的事情了 虽然也玩过 很多类似的暴力游戏 对这类血腥的东西 有点抵抗 不过游戏是游戏 看到真实的 还是会吓得够呛 说实话 我也想弄个车开 路上看到了 好多车钥匙还在车里的车 可我也已经交代过了 我是一个合格的灾难 整天都宅在家里 怎么可能会开车呢 怕是我还没开出去多远 就撞车了 接着就被丧尸包围 接着就是等死 还是双腿最保险 渐渐地 我走进了 陈诺家的小区 这里也是一样 偶尔的几个丧尸 摇摇晃晃 我小心地 以我高达 百分之二百五的 精神反应速度 与百分之三十的速度 小心地避开了丧尸 来到了陈诺家的楼下 发现单元门紧锁 我按了一下 他家的门铃 半赏没人接 我又按 还是没人接 我心说 难道这鸭 已经被丧尸干掉了 我又按了一会儿 终于有人接了 只听电话里边 传来了承诺 那风骚的声音 死丧尸 想吃你家陈大爷 没门 还按门铃 有本事你上来呀 啪 电话挂断 都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我愣在了原地 啊 这什么和什么呀 陈诺你个二货 你见过哪个丧尸 会按门铃的呀 我又按门铃 半赏 这鸭子终于接听了 还没等他说话 我先低吼道 陈诺 你个二货 是我 陈诺明显愣了一下 接着略带哭强地说道 林默 你压便丧尸就丧尸 可你死后还来找我 你快走 快走 我不想见你了 说完 啪的一下又挂断了电话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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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鬼 个糟糕 徒子坏得很 气得我蹊跷声言 这二货真的是没救了 而我在这里已经停留了半天 从楼的拐角转过来两只丧尸 一眼就看到了我 嘶吼着跑了过来 哎呀我去 我这运气简直是逆天了 没办法 拎着棍子 向那两个丧尸赢去 必须快点解决 否则时间长了 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在我状态全开下 解决这两个丧尸 绝对是不在话下的 拎着铁棍 躲过迎面一个丧尸的一爪 抡圆铁棍给压一棍子 直接将丧尸抽到在地 半边脸都被打得塌了回去 另一个丧尸张着大嘴 向我咬来 我怎能被他得逞 就算我想被他得逞 我最自豪的 高达250%的神经反应速度 也不会允许他得逞 直接向后一跳 铁管顺着他大张的嘴 穿了过去 死丧尸也倒在了地上 双腿直抽 犹如被喷了杀虫剂的小墙一样 而这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嘀咕道 我去 莫哥生前那么错 没想到死后居然这么猛 真是奇怪呀奇怪 听到这嘀咕声 我脑门上顿时出现了一条黑线 猛的转过头 看到陈诺正趴在窗台上往下看 不禁大骂道 陈诺 你大爷 你看老子哪像上师了 三秒钟栽不开门 老子马上走 不管你了 陈诺愣了一下说道 我 我去 真是 莫哥呀 不可能啊 莫哥怎么可能会变得这么猛 你一定是丧事变的 对 没错 妖怪 休想变成莫哥来骗我 我 我今天还证明不了我是我了是吧 我气急而笑 也不是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答对了 就能证明你是莫哥 陈诺缓缓缓地说道 去你大爷的 我望着远处又跑过来的一只丧尸 大骂道 哎 真是莫哥骂人的语气 难道你真是莫哥 陈诺声音很严肃地自言自语道 我对灯发誓我马上就要崩溃了 我发誓 如果让我当面看到这丫头 一定会狠狠给他一个大嘴巴 我发誓 你再骂我几句 让我听听 你到底是不是莫哥 陈诺很认真地说道 你骂陈诺 你这二货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他妈还让我骂你 我怒急了 我去 这骂人的语气 真是莫哥 莫哥稍等 我马上给你开门 陈诺这二货 终于要给我开门了 我看着远处跑来的一个丧尸 嘲笑地撇了撇嘴 不一会儿 门铃中响起了陈诺风骚的声音 莫哥 开没开 开你大爷 赶紧开门 别闹了 可是我按了开门键了呀 莫哥你等会儿 我下楼给你开门吧 唉 我叹了一口气 这牙真是气死我了 我看向远处跑来的丧尸 已经由一个变成了两个 而这时我听到楼道里传来开门声 然后是一阵霹里啪啦穿着拖鞋下楼梯的声音 紧接着 啊 有僵尸 接着楼唠里传来了霹里啪啦上楼的声音和僵尸的吼叫声 砰 门关上了 我无语了 拎起铁管 又朝着那俩丧尸营去 这时上边传来了开窗户的声音 陈诺那二货又露出了脑袋 大声喊道 不行啊 莫哥 那宝贝在我家门口呢 打不开门呀 我 我是 你喊那么大声干嘛 想害死我呀 家里有没有绳子 快 陈诺缩了回去 找绳子去了 而我又有惊无险地干掉了想亲吻我的两个宝贝 不一会儿 陈诺伸出脑袋说道 莫哥 我找到一团毛线 你等会儿我啊 我给它弄成四股 我给你算些钱 我猫在单月门下边抬头看了一下 心说对呀 我可以跳到这个台子上面 从二楼的楼道窗户进去 我一阵住跑 猛地一跳 抓住了石台边缘 单手一撑 便翻了上去 可二楼窗户的玻璃却是滑着的 我一脚把玻璃踹碎 钻了进去 而陈诺这户还在屋里捣鼓毛线 心说 莫哥你可要撑住啊 兄弟我正在努力地搞毛线 玻璃碎裂的同时 楼道里响起两声丧尸的吼叫声 接着噼里啪啦地向下跑来 三楼有一只我是知道的 另一只听声音好像是在五楼或者六楼 很快 三楼的那个宝贝出现了 我看一看啊 原来那宝贝是一个中年女子 此刻很是吓人 头发很凌乱 眼睛翻白 张开的嘴里全是鲜血 是陈诺家楼下的阿姨 我和陈诺曾经在她家吃过几次饭 这位阿姨以前很慈祥 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我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 嘴里喃喃地说道 阿姨 对不起了 我亲手将您杀死 也算是让您解脱了 她张牙舞爪地临近了 我闭上眼睛 手中的铁棍猛然向前砸去 邦 震得我虎口发麻 我没仔细去看阿姨的尸体 直接转身上楼 等待着第二个丧尸的到来 不一会儿看到了那只丧尸 是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我并不认识 我正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台子上等他 他张牙舞爪地跑了下来 我手中铁棍 机械性地一砸 使丧尸倒地 我有些木染地走到陈诺家门口 敲着门说道 陈诺 开门 屋里的陈诺正在弄着毛线 他刚才也听到了玻璃碎裂声和丧尸嘶吼声 不过却没想到是我从楼道窗户上来了 他赶忙来到门口 他在猫眼上看了看 终于给我开了门 我反手将门关上 一脚踹在了陈诺的屁股上 陈诺委屈地回头看着我 那表情要多优怨就有多优怨 仿佛一个法官判强Q犯 无罪释发 受害少女脸上的表情 就是这样的 我看到这副表情啊 气就不打一处来 又冲了上去 中午 我和陈诺坐在饭桌前 吃着我从超市拿回来的面包 我缓缓地给他讲述着 从昨天到今天 我经历的全部过程 详详细细地都讲给他听 陈诺家境和我家差不多 父母都是在外地做生意的 经常几个月不回家一次 平时我们俩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这份信任 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培养出来的 只不过 陈诺有的时候 会有点傻傻的 就有如刚才那一幕 陈诺听的大呼小叫说 那你岂不是变成了小超人了 快 把那个葵花宝典 给我试试 我脑门出现了一道黑线 说道 这就迫不及待的 要自攻了 嘴声这么说 可还是把技能默默地 对着陈诺释放了一下 果然 他嗷的一声跳了起来 嘴里不停地说道 卧槽 太猛了 莫哥 以后在你身边就有安全感了 当真是葵花在手 天下我有啊 哈哈哈哈 陈诺 我望着陈诺 心里想了想 还是下定了决心 我平静地说道 陈诺 我刚刚和你说的 进化之种进入我的身体之后 如果要分裂出来送给别人的话 会消耗掉一半的能量 也就是说 要两个进化之种 才能达到一颗完整进化之种的效果 我仔细想过 我应该本就是那天选者之一 身体里本就有进化之种 不然的话 不可能杀掉第一个丧尸 就提示升级 目前为止 我获得了三颗进化之种 我会分离出两颗给你 即使我不是天选者 我身体里 也有一颗完整的进化之种 最多也就是掉级 陈诺张大了嘴 我看着他 点了点头 陈诺沉默了一会儿 也点了点头 然后说 以后遇到的丧尸 如果不是很危险的情况 全部都由你来杀 遇到别的天选者 我会帮你杀掉 进化之种拟取 我望着陈诺笑了一下 说道 自家兄弟 说这些不就外道了 说着 在脑海中默念 分离两颗进化之种 久违的公鸭嗓出现了 他问道 确定分离吗 我默念确定 接着 我身体冒出了微微的白光 慢慢地凝聚在额头 然后透出额头 在半空中 形成了一个漂浮的小光球 与此同时 公鸭嗓在我脑海中 说了一声 Live down 我去 这么翻译也行啊 我看看自己的等级 果然 掉到了五级 雷光剑技能消失了 减少了一个技能点 是随机扣除 把我神眼技能上的 技能点消耗掉了 我和陈诺望着眼前的光球发呆 半赏陈诺说话了 这东西怎么适用啊 我也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光球 难难地说道 你大爷的 你问我 我问谁想 正当我无助的时候 公鸭嗓的声音 又在我脑海中出现了 人和人 丑碰 均可吸收 哎呀 要太给劲了 我赶忙对陈诺说道 碰 碰一下光球 陈诺这二货更加迷茫 用 用哪个部位碰 我心中大怒啊 不过转念一想 却又想到了一个恶搞的办法 我严肃地说道 根据光鸭嗓的提示 嗯 你需要脱下裤子 然后 嗯 你懂了吗 心里其实早已笑翻 心说就等着你小子出丑了 结果这丝陈诺还真脱下了裤子 这鸭真心了 我当时看的目瞪口呆 都没来得及阻止 只见陈诺 腰部向前一顶 光球 融了进去 扮上陈诺说道 等等 怎么什么提示都没有 我终于缓过劲了 心中颇为无语 可我并不知道 我这恶搞的一次 成就了未来明镇六界的光神 我说道 要等你杀掉一个丧尸之后 才能提示升级的 陈诺也很激动 跑到阳台 叨咕了半天 拎出了一把斧子 走到我面前 风骚地摆了一个姿势 说道 莫哥 怎么样 你看我这pose帅不帅 我瞬间就领悟了 墙中更有墙中手 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呀实在是太风骚了 我无语 没好气地说道 赶紧吃饭 吃完饭 带你下楼升级去 三下五除二地吃完了饭 陈诺早就等不及了 要不是不敢自己下去 估计这牙早就拎着斧子 下去给丧尸送菜去了 我拿着我的铁管 铁管此时已经略显弯曲 不过却不耽误使用 何况我包裹里边 还有两把菜刀呢 分离出两颗进化之种之后 我感觉自己好像 没有以前那么好的感觉了 虽然身上状态的增幅 除了百分之二百五的精神反应速度 掉到了百分之二百二之外 没什么其他影响 可还是觉得没有分离 进化之种之前那么良好的状态 我心中暗想 进化之种应该是可以使 自身基础能量增强的 不过也没太放在心上 能让自己好兄弟 多一份生存下去的希望 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付出 打开门之后 一眼就看到了 躺在二楼和三楼之间 转角处的男性丧尸 脑袋已经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撇了撇嘴 很淡然地向下走去 陈诺这压虽说刚才张罗的要下楼 可真下楼的时候 竟然像个女人似的 抓着我的衣服 跟在我的后边 唉 真拿他没辙呀 当我路过那丧尸的时候 那本应死去的丧尸 竟忽然动了 伸手向我的脚抓来 哎呦我去 我差点来不及多想 一铁管向着丧尸脑袋扎去 同时身体向前一闪 可陈诺这货抓着我的衣服 实在是太紧了 我这一闪 直接把他带着往前一闪 结果丧尸的手抓在了他白色的牛仔裤上 哇 卧槽 沉诺大吼一声吓得又往上跑去 可是我却愣住了 因为从那个被我扎死的丧尸身上 漂浮出了一个小光球 迅速地朝着我的身体飞来 进化之种 光球融入我的身体 Live up 公鸭嗓的声音 适时地响了起来 陈诺此时好像也缓过劲来 又悄悄走过来 看到愣愣的我问道 莫哥 你怎么不动来 我也缓过来说 没事 走吧 不过你压得得锻炼锻炼胆子了呀 我又将葵花宝典 对陈诺释放了一下说道 你现在移动速度增加150%了 逃跑也来得及 所以别像个娘们似的 抓着我的衣服 我恶狠狠地威胁道 陈诺委屈地看了看我 又露出了他那法官 判强Q犯无罪释放 受害少女脸上的表情 我没理会他 自己往楼下走去 打开单元门 往四周看了看 没发现什么丧尸 于是带着陈诺 悄悄走了出去 转了转 忽然发现远处草丛中 有个备用 由于我的神眼技能消失 所以视力增幅下降 虽说进化之种提升了本体的素质 可也看不清远处那人的样子 正当我焦急之时 只见陈诺这牙不慌不忙 打开身后的背包 掏出一个单筒望远镜来 只见他淡定地打开了望远镜 向前方看去 我目瞪口呆呀 心说这牙什么时候买的望远镜啊 我刚想问前面那背影是什么 只见陈诺放下望远镜一阵干呕 我拿起望远镜一看 原来是个丧尸 正在抓着一条人腿似咬 我也不由地产生了恶心的感觉 不过陈诺显得有点太严重 我没那么严重 我小声对着陈诺说道 没事 看多就习惯了 忍忍吧 陈诺点了点头 我们俩悄悄地 向那丧尸移动过去 很轻很轻 加上那丧尸撕咬的声音 本来就大 没发现我们的接近 直到我们站在他的背后 我对陈诺使了一个眼色 陈诺哆哆嗦嗦地举起了斧头 举了半天也不敢往下砍 哎呦我去 急得我心里直骂娘啊 可这时 由于陈诺这压极度紧张 全身都在出汗 手心上的一滴汗 不偏不一地砸在了 那丧尸的脑袋上 不好 我心中大叫一声 果然 那丧尸愣了一下 接着往上看了看 一下就发现了我和陈诺 我低吼道 快看 陈诺也发现了不好 脸憋得痛红 把眼睛一闭 斧头狠狠地向下砸去 可是砸片了 斧头砸在了丧尸的肩膀上 那丧尸大吼一声 陈诺也睁开眼睛 脚拔出斧子 却发现拔不出来 急得都快哭了 而远处跑过来五六个丧尸 唉 你骂的 我骂了一声 抓起陈诺就跑 那被我们偷袭的丧尸肩膀上 卡着把斧头 一拐一拐地向着我们追来 一边追一边大吼 结果四周也纷纷传来了 丧尸回应般的吼声 哎呀 我的天哪 我俩玩命般地往陈诺家楼下跑去 结果却发现 迎面不知从哪跑回来一群丧尸 目测得有二十多人 而后边追逐的那七只丧尸 也正在不断地接近当中 此时我们右侧是一个人工湖 左侧是两栋楼之间的楼空 我们唯由往左跑去 还没跑几步 前边又转出三个丧尸 我大吼一声 砍了前面的 往前冲 陈诺哆哆嗦嗦地说道 莫哥 我 我 我没武器了 我弄辣道 在地上找 石头砖头都能用 说着话 人已经朝着丧尸冲去 迎面一棍砸倒一个丧尸 而手中的铁棍 此时更显弯曲 而此时 陈诺哆哆嗦嗦地在地上四处搜寻起来 可他们这小区天天都有打扫卫生的 哪来的砖头啊 陈诺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截树枝 也不管那么多了 跑过去捡了起来 也冲过来对着丧尸一顿抽打 卧槽 我揉了揉眼睛 陈诺这压的武器能对付丧尸吗 能造成伤害吗 很快我就得到了答案 只见被陈诺抽了几下的丧尸 回身大手一挥 诺哥手中的树枝 应声而断 丧尸大吼一声朝陈诺扑去 我也大吼一声朝那丧尸扑去 可距离颇远 眼看就要来不及了 陈诺也不知道怎么了 竟然不跑 反而举起树枝朝着那丧尸的眼睛刺去 噗哧 很准 刺进去了 那丧尸哀嚎倒地 只见陈诺身上冒出了一些细微的白光 我知道 压肯定是升级了 也不管那么多 后面的丧尸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我抓住陈诺 一脚踹翻前面锦鱼的一个丧尸 向前跑去 而陈诺愣愣地被我抓着 向前跑着 忽然陈诺挣脱了我的手 向丧尸朝跑去 我愣住了 只见陈诺跑了几步 到了有阳光的地方 抬头看着太阳 手缓缓抬起 竟有一道光柱从天空中射下来 凝聚在他的手心 我揉了揉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随后 陈诺的手猛然向前一挥 一片白光洒出 丧尸群居然后退不已 最前面的几只丧尸 竟然被白光打成了飞灰 咦 这是他的一级技能 而陈诺此时显得很虚弱 我赶忙抓住陈诺 一阵飞奔 此时我俩正藏在草丛中 我问陈诺 诺哥 刚才什么情况 陈诺此时一脸得意说道 哎呀 我这腿挺疼的呀 卧槽 这一鸭还想让我给他捶腿呀 我捏了一下拳头 嘎嘣嘎嘣的骨头声响了起来 问道 你确定 陈诺赶忙摇头说道 算了 莫哥 其实不疼 我刚才用木棍插死那丧尸之后 脑海中就听到了一个机械般的中性声音 和你说的那个弓压嗓不同 那声音提示我说 进化之种提升至一级 体力力量 精神反应速度 移动速度 抗毒能力提升10% 获得技能点一个 可升级技能两个 然后我一看技能 其中一个叫做护盾之光 另一个叫进化光 护盾之光是祝福类的技能 技能效果 对指定目标释放一个 具有光之能量的护盾 抵挡20%的伤害 白天效果增加8% 夜晚效果减半 持续时间30秒 冷却时间5分钟 净化之光是特殊类技能 技能效果 驱逐指定目标身体中的毒素 及不良状态 同时治愈目标10%的伤害 可选择攻击模式 攻击模式将凝结的光之能量 向敌方洒去 强制以光之能量净化敌方 范围攻击 白天效果增加8% 夜晚效果减半 释放时间3秒 冷却时间2小时 陈诺接着说道 我想了想 选择在进化这技能上点了一个点 于是就有了刚才的一幕 我点了点头问道 你说你的技能后边 都有一个光字 是啊 我也好奇 好像你的技能都没有这个 而且我这些技能 都是白天效果增加 夜晚效果减半 是不是也很鸡肋 你现在4级了吧 又有什么新技能了吗 两个被动技能 和你有些相似 不过好像没你好 属性是这样的 体质强化光被动 技能效果 防御移动速度 抗病毒能力 全体提高20% 白天效果增加8% 夜晚效果减半 技能强化光被动 技能效果 增加伤害类技能 10%的伤害 增加祝福类技能 15%的效果 和15%的持续时间 白天效果增加8% 夜晚效果减半 我也暗暗惊奇 虽说陈诺的初始技能 非常强大 可是在其他技能方面 好像又不如我的好 而且还有白天效果增强 夜晚效果减半的限制 我说道 陈诺 这个秘密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否则的话 有些人想要对你不利 可就抓住你的弱点了 我说道 我们现在去胡锡林的超市那儿 等着救援 不过我们在万人面前 千万不要体现出 天旋者的能力 陈诺点点头 我们俩变猫的腰 往胡锡林所在的超市走去 不知为何 整个街道上几乎都没有看到丧尸 很快 我们俩便到了胡锡林 和他同学们占据的超市 我拍了拍门 说道 胡锡林 是我 我一会儿 胡锡林便打开了门 很高兴地说道 林默 你来了 太好了 正在这时 我忽然感觉到右侧的胡桶中 有一道绿影闪过 很模糊 连我也不确定 是不是我出现了错觉 我对陈诺说道 陈诺 你先进去 我稍后就回来 然后又对胡锡林点点头 陈诺问 你要去哪 我要和你去 我摇摇头说道 听我道 你先进去 说着 不再理会他们 快速地向那个胡同中跑去 我总觉得 那绿色很熟悉 很像是摇雨 而那胡同 正是我和胡锡林 逃跑的那条死胡同 见左右无人 我轻轻地 快速地 展开我全部速度 闪电般地 向前冲去 很快便走到了尽头 可是却并没有看到人 这时忽然听到 那百货仓库的围墙里 传来熟悉的女子声音 龙剑锋 现在世界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哪里还有什么法律 就算我之前杀了秦天启 你现在也不应该再来追究我 何况呢 还是一个贪官 只听那个龙剑锋的声音传了出来 听声音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那龙剑锋冷哼一声 摇雨 你还真傻呀 我怎么可能是为了那件事来追杀你的 同样身为天选者的你 难道不知道吞噬对方的进化之种 可以进化作品吗 摇雨的声音 似乎显得更加虚弱 想要杀我 没那么容易 接着 听的一声 似乎两人对了一声 接着我听到了呼啸声 朝着我躲藏的这面墙袭来 我往右侧一躲 果然 刚才藏身的地方 塌了 一个绿色的身影 狼狈地躺在地上 是摇雨 而摇雨也看到了躲在墙后的我 可是他却并没有将视线转移到我这 还是一如既往的 冷冷盯着院里的那个男子 怎么办 救 还是不救 很显然 院里的那个男子 应该是某个公兰部门的 可现在却是天选者之一 同样他也要吞噬 其余天选者的进化之种 我现在没有退路 如果不帮摇雨 那么接下来被吞噬的就是我 可是我这个实力 唉 我哀他了一声 心想刚才升级的时候 获得的技能点还没有点 现在就点在曾经消失了的技能 雷光剑上吧 我心中默念技能 技能栏打开 可是我看到黄颜色的技能时愣了一下 竟然不是雷光剑 变异雷光剑 主动 以天选者的力量 凝聚出一把雷光闪闪的雷光电武器 本武器锋利 轻便 附带强烈麻痹效果 持续时间 永久 被破坏后 损耗天选者本源能量 可收回 再次释放 我毫不犹豫地在这个技能上点了一个点 接着 我对着姚宇做了一个手势 姚宇很聪明 挣扎着 身体向后慢慢地挪去 而院里 那龙剑风的声音又传来了 嘿嘿 姚宇 你逃不掉的 乖乖地把进化之种给我吧 说着 听到他的脚步声缓缓走来 我心中紧张到了极点 默默地听着脚步声的接迹 三 二 一 就是现在 我手中猛然一阵波动 出现了一把噼里啪啦 雷光闪闪的长剑 接着毫不犹豫地 转身向着院子里刺去 噗哧一声 一剑便刺穿了那龙剑风的肚 那龙剑风 反应速度竟然奇怪 对着我的脑袋就是一掌 太快了 我都来不及反应 脑袋只觉得嗡的一声 便向着后面飞去 而便意雷光剑却消散了 并非被破坏 而是化作了本源力量 回到了我的身体 可这一切我很模糊 脑袋上传来阵阵 炸裂的疼痛 接着感觉到我被搀扶起来 一阵香风传进我的鼻子 我便彻底地晕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脑袋还是传来阵阵的疼痛 我挣扎了坐了起来 看了看四周 这是在一个河边 好像是我家附近的 某某湿地 可是我的目光 转到河边的时候 却发现一个孤独的背影 坐在那 望着远处 是姚宇 姚宇似乎听见了 身后传来的声响 也没回头 却说道 你醒了 我轻嗡了一声 但心里确实后怕 万一刚刚偷袭龙剑锋 失败怎么办 万一刚刚那一掌 被龙剑锋拍死怎么办 万一这姚宇 没有救我怎么办 万一姚宇趁着我昏迷 把我杀死 取我进化之中怎么办 不想还不觉得什么 但是一想到 这么多不稳定的因素在 今天发生的事 心中不由的不让我害怕 我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问道 那龙剑锋到底是谁啊 他怎么样了 姚宇还是没有回头 只是淡淡地回答我说 他是真龙特种部队 一大队的队长 他虽然被你那 诡异的光剑麻痹了 行动不便 可我们还是只有逃命的范 能逃出来 已经算是天大的运气了 要知道 他体内融合的进化之中 已经有三十多个了 三十多个 我愣了愣 接着便释然了 释然 毕竟这丝人多释重 可以借着手中的权力 搜集进化之中 速度肯定是要快上不少 忽然我想到了 还在等我的承诺 我挣扎得要起来 可是脑中的振振疼痛 不由地让我低吼了一声 不行 救援队傍晚就到了 陈诺肯定不会和救援队走 一定会在原地等我 这样的话 场面一定会很乱 而且 陈诺和龙剑锋碰面的可能性很大 万一被龙剑锋发见了 陈诺是天选者 那么陈诺的处境 就会很危险 越想我就越要站起来 即便是可能会和龙剑锋碰面 我也要去找陈诺 而姚宇终于转过身子 借着月光 我看到他的脸 很漂亮 他平静地看着我 我说道 我有个朋友 一定还在等我 他现在很危险 我要去找他 咱们就此告别 保重 说完 转身就走 可是没走几步 便觉得天旋地转 接着又晕倒了 再次有知觉的时候 觉得鼻子中香气阵阵 身体一颤一颤 好像被人背着 但是胸口却又感觉很粘稠 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发现竟然不知道自己在哪 现在好像是清晨 而这里好像是一座山 我正被姚宇背着走路 我胳膊动了动说道 放下我吧 姚宇轻轻地将我放下 我还是觉得回身无力 但脑袋中的疼痛已经减轻了很多 只是偶尔还会像针扎一样疼上那么一下 我低头看向姚宇 却发现她唇角发白 整个脸上都写满了虚弱 我低声说了一句 谢谢 她没有回答 而是独自靠坐在了一棵树的下面 我感觉胸口黏黏的 本以为是和姚宇的后背摩擦出的汗 可我低头一看却愣住了 我胸前的衣服上一片血迹 我又想起了那天 姚宇背后的伤 不由得心中一疼 在这种情况下 她都没扔下我自己走 我看了看四周问道 这是哪儿 姚宇向左边挠挠嘴说道 翻过那座山 便是公墓了 我皱了皱眉 还在担心着陈诺 可我现在又不能马上离开 毕竟姚宇现在很虚弱 我不得不留下来 等她康复了再走 我问道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不知道 我低头想了想说道 你的伤口似乎还在流血 我们找个诊所拿些纱布吧 可是这里离市区好像很远了 当初的背包里 确实是有纱布的 可是现在当我被龙剑锋打中的时候 姚宇背着我 为了跑得更快 早就扔掉了 姚宇低着头虚弱地说道 我们还是先去公墓 那里有条公路 我们可以找个汽车开着走 我尴尬地问道 你会开车啊 姚宇点了点头 我也没问她关于她的秘密 我想 如果她不想说 即便我问了 她也不会说 索性不再去想 我说道 我们现在身上还有水吗 姚宇摇了摇头 处境似乎很不妙啊 我说道 那我们赶快走吧 希望能在公墓那里 找到一些水和吃的东西 中午的时候 我们终于站在了这座山的山顶 阳光火辣辣地晒着我们 没办法 只能咬牙继续向前走去 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公墓了 而姚宇本来就很虚弱 加上很久没有喝水 似乎神志已经开始不清晰 可还是咬牙坚持着往前走 途中我两次想要搀扶她 都被她甩开了手 我看着她 哀叹了一声 我知道如果照这个情况下去 还没到公墓 姚宇就会脱水 而我此时虽说还没恢复完毕 但也恢复了百分之八十 我默默地对姚宇 释放了一下葵花宝典 精神中一阵虚弱的感觉传来 而姚宇则是身体一阵 向我看来 我对她点了点头 说 走吧 到前面那棵树下休息一下 姚宇虚弱地点了点头 走到树下 她靠着树坐下 我说道 姚宇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找些可以喝的东西 姚宇看了看我 再次点了点头 我便展开全部速度 在周围搜寻起来 这附近全都是树和草 哪里有可以喝的东西啊 忽然 我发现 不远处的草地上 怎么能有个西瓜呢 哎呦我去 难道是老子太渴了 眼睛出现了幻觉 我半信半疑地走过去 伸手摸了摸 哎 还身是个西瓜 不过这西瓜 好像发育不良的样子 很小很小 估计也就比成年男子的拳头 大一点 这里怎么会有西瓜呢 我没想那么多 带着西瓜就往回跑去 姚宇还虚弱地坐在那 看到我手中发育不良的西瓜 显然也是愣了一下 在姚宇脸上 看到这种表情可真少见 我心中成就感更足 对姚宇说道 怎么样 哥厉害吧 在这荒山野岭 都能给你弄出西瓜来 我小心地将西瓜掰开 里边都是粉红偏白的颜色 这西瓜还没熟 其实不用说 看都看出来了 谁家熟西瓜就这么点啊 能卖出去了吗 我把两半都给姚宇递过去 姚宇接过一半 又掰了一下 张口吃了起来 我把手中那半也递过去 姚宇确实不要了 我皱了皱眉 走到他身前说道 仰头 张嘴 他也皱了皱眉 但还是仰起了头 张开了嘴 我用衣服擦了擦西瓜之后 用手轻捏 西瓜里的汁水 从齿缝中流进了 姚宇嘴里 捏完之后 江南已经被捏碎的西瓜扔掉 我闻了闻手上 一股酸色很难闻的味道传入鼻孔 很难想象 这种味道 姚宇在喝的时候 居然都没皱一下眉 此女到底是什么人呢 好像沾点火啊 望山刨斯马 这句话说得很是正确 我们看着离公墓很近 实际上我们走到了晚上 也才刚刚走下山而已 离墓地还有挺远的一段距离 终于 离墓地近了 可是姚宇确猛地拉住我 注视着前面 我也仔细向前看去 原本前面漆黑一片 我没看得太过仔细 可现在居然看到 前面好像有很多人影 还不时地传出一些 很轻微的声响 那是 丧尸群 为何这里聚集了 如此多的丧尸呢 而且还显得很有规矩一般 没有吼叫 难道是在上公开课吗 我心中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忽然看到远处的台阶上 似乎出现了一个身影 那身影吼叫了一声 哎呦我觉 原来还是丧尸 我心中暗想 可没想到 这丧尸吼完 所有丧尸竟然一起 吼叫了起来 声势震天 我心中浮现了两个字 领导 不对 首领 可是怎么可能 丧尸都是些没思想 只知道袭击撕咬的物种 可是我想起了脑海中 前几天公鸭嗓的话 你们第六节 进化速度太慢了 所以要让你们进化 只有创造危机 你们才会进化 难道丧尸 也是可进化的物种 我实在是无法想象 可眼前的一幕 却让我不得不相信 丧尸群中会进化出首领 就像我眼前的一幕 只见那个首领 双手挥舞 吼叫一声 所有丧尸的吼叫 假言而止 我和姚宇对望了一眼 小心地向后退去 可是 悲剧的我竟然踢到了一块石头 当当当当的声音 所有丧尸全部回头看来 似乎发现了我们 那首领大手一挥吼叫一声 丧尸群朝我们的方向冲来 哎呀我是 上千只丧尸冲过来的情景 真是无法想象了 我和姚宇二人转身就跑了 焦急中我说道 一会儿跑进树林之后 你躲在树上 我音作丧尸 你去找车 二十分钟之后 我往公路上跑 我们公路上会合 我并不怕姚宇 会找到车自己逃跑 因为如果他想自己走掉的话 就不会救我两次 或许是因为我救了他的原因 姚宇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跑到树林之后 一个纵身跳到树上 看得我一呆 卧槽 这算什么功夫 我本以为他会慢慢爬上去的 结果居然看到了 只有功夫片中才会出现的 轻功 难道是屌丝道士里的元宝轻功吗 我还在发愣的时候 后面的丧尸群临近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 大喊了一声 妈妈 我赶忙向前跑去 树上的摇雨 看着我跑的方向 嘴角微微动了一动 露出了一丝笑意 你妈 这些丧尸跟得还真紧哪 我心想着 我已经狂奔了十多分钟了 这些丧尸居然还在后边 嘶吼着想要亲吻我 我算算时间 差不多可以往公路上跑了 于是胡将逃跑的方向 偏转一些 绕个圈就能跑到公路了 我一路狂奔 体力也在下降 渐渐地开始大口地喘息 希望姚宇的速度能快点 我往公路上跑去 可是居然没有看到车 姚宇呢 我心中也着急起来 他不可能会找到车自己逃跑的 更何况我还实时注意着公路这边 根本就没看到有车灯亮起 难道是还没找到车 我继续沿着公路往前跑 跑着跑着 发现前面有一辆车停在路边 姚宇坐在驾驶座上 有一个丧尸正打开门上车 而姚宇竟然没阻止 我大喝一声 姚宇 啪的一声 车门关上 车灯亮起 姚宇开着车向我快速驶 竟然是想要撞我 我猛地往左一扇 车身擦着我的身体 倒车镜刮在我身上 应声断链 我的右臂被刮得发麻 发现没撞到我 姚宇竟然不依不休 车又向后倒来 还是想要撞我 这一变故让我实在摸不清头脑 难道姚宇和丧尸是一伙的 不可能啊 车子临近 我再次 擦着车边闪了过去 我望着车里的丧尸 发现此丧尸的眼睛 竟然闪着蓝色的朦胧的光 紧紧地盯着姚宇 姚宇看着我的眼神 充满了仇恨 怎么可能呢 姚宇此女一直都很淡然 怎么可能会对我 露出这副表情 难道问题在那个丧尸身上 姚宇好像被催眠了一样 催眠 我脑中猛然想起这两个字 没错 即便是有些天选者变成了丧尸 那么他们也是可以进化的丧尸 姚宇被催眠了 可是那丧尸没有连我一起催眠 也就是说 他一次只能控制一个人 后面的丧尸潮越来越近 我心中极度紧张 要救姚宇 只有这一次机会 不然 姚宇开着车再次向我狠狠冲了 我身子往右侧一闪 千军以法之计 拔住了驾驶员的车门 同时身子也被车子带得往前跑 我一咬牙 用力把驾驶座的门拉开 姚宇竟然挥拳向我打来 我一把抓住姚宇的手 往外一拽 姚宇被我拽出来 我们随着惯性在地上翻滚了很多圈 而车子冲进后边来的丧尸潮中 我忍着身上的疼痛 去看姚宇 发现他此刻已经昏迷 我用肩膀扛起姚宇 飞快地沿着公路 向远处跑去 还没跑出几步 我忽然觉得自己脑中一片空白 接着好像身体不停使唤 往肩膀上的姚宇一看 卧槽 怎么是一只丧尸啊 紧接着脑海中 响起了公鸭嗓的声音 丁神雷进化者 然后我觉得脑海中一阵乍响 眼神又恢复了清明 再向肩头看去 不是丧尸 而是姚宇 我若有所觉 回头望去 果然 看到那眼睛灰帽蓝光的僵尸 正在愣愣地看着这边 我加速地向前跑去 丧尸群并没有追 我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把姚宇重新背起来 放慢了速度 其实姚宇虽说是飞机场 可身为一个女人 你是飞机场的话 我背起来就得劲多了 哎 你说她一个女人 真奇怪啊 凭得一点隆起都没有 背着姚宇 背部传来舒服的摩擦感 那能多得劲 不由得让墨哥我心神一荡 不过还是马上就消除了那种思想 走了一会儿 发现前面公路上有黑影 好像是几辆车 我背着姚宇慢慢走过去 走近了发现三辆车子撞在了一起 其中两辆撞得很严重 另一辆撞得不是很严重 那是一辆敞篷车 驾驶座上引有血迹 不过却没有人 我将副驾驶座放倒 轻轻地把姚宇放在上边 然后看了看四周 没什么危险 我便检查起来那几辆车 看看有没有一些食物和水之类的东西 我走到第一个车子前 借着月光查看起来 这是一辆红色的丰田凯美瑞轿车 和另一辆车迎面相撞 从挡风玻璃可以隐约看见的 这个车里边主驾驶座的气囊爆出来了 我想要从侧面的玻璃上看看车里的情况 可是这车玻璃上有茶色的贴膜 你别说晚上了 就是白天看得都费劲 所以说膜这东西不能随便整 我在车玻璃上敲敲 里边没什么动静 于是我走到主驾驶的车门前 猛的一开车门 哎哟我去 哎哟我去 原来车门锁着呢 这可难不倒我 我想想 站在车的机盖上 一拳砸向挡风玻璃 哗啦一声 随着玻璃碎裂的声音 风挡玻璃碎了 我宁神向里边看去 副驾驶没做人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东西 主驾驶座 人好像死了 并没有变成丧尸 后边好像也有黑影 不知道是什么 我皱了皱眉 跳下机盖 又一拳打在了主驾驶的玻璃上 打开门锁 拉开车门 接着我的瞳孔猛然一缩 那座在主驾驶座死人手里头 竟然 拿着一把手枪 他的手臂垂着 他手中却拿着一把 寒光闪闪的黑色手枪 我小心着把手枪拿下来 暂时没有研究 而是放在了敞篷车的机盖上 这敞篷车我并不认识 但一定是外国车 而且还是很高档那种 好像比亚迪一棒 通体银白色 看了一眼躺在车里的摇鱼 月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 此刻显得更苍白 我沉默地看了一会儿 又走到红色凯美瑞的后门 猛地打开 然后身体向后一跳 我借着月光一看 里边好像只有一个黑色的行李袋 我想这行李袋中装的应该是 食物之类的东西吧 我便走过去 伸手想要将行李袋拎出来 可一拎之下 行李袋居然没动 好重啊 里边装的绝对不是衣服和食物 我加大力气 终于将行李袋拿出来 拎起行李袋的时候 能听到里边传出轻微的铁器碰撞的声音 我更为疑惑 里边究竟放的是什么 难道是一袋跳袋 我慢慢地拉开拉链 一只长长的枪管露了出来 我一惊之下 将拉链全部拉开 果然里边放了各式各样的枪械 这主驾驶座的死人 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默默地将装满枪械的袋子 放在了敞棚车的前面 我并不懂这些东西 但我想姚宇应该懂 从他之前和龙剑峰的对话来看 他应该是一个杀手 我又走到另一辆车的跟前 这是一辆雷克萨斯 具体是什么型号我忘了 这辆车完全看不见里边是什么 我还是老规矩 走到驾驶座的门前 猛地一拽 然后向后跳去 而此时一变突生 只见两道雷光从驾驶座里向我射来 我料到了任何情况 可能会有一个丧尸铺出来 可能会有一具尸体倒下 可万万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 瞳孔萎缩 脑袋猛地向右一偏 闪过了这两道雷光 刚想往驾驶座中看看 可迎面又是两道雷光 我身体向后一躺 躲了过去 类似于后空翻之类的 高强武术 我是不会的 你指望着一个整天 坐在电脑前的宅男 会后空翻 白做梦了 我躺下之后 就地打了几个鬼 抬头向着车里望去 车里漆黑一片 唯独两只 引有电光闪过的眼睛 我眯了眯一眼睛 心想 难道这也是一个 拥有进化之种的丧尸 我蹲在原地不动 以不便应外面 而车里那两只眼睛 动了动 竟缓缓走了下来 接着月光看到了 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脸上皮肤 褶皱得很厉害 很明显这是个丧尸 可这个丧尸 却是不像那些只知道 咬人丧尸一样 我竟然在他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丝迷茫 他的嘴里沙哑的 念叨这两个字 门 门 这丧尸看了看 蹲在地上的我 眼中迷茫之色更浓 竟没有再次攻击我 而是转身向我们来的方向走去 某某目的 我蹲在地上 眯着眼睛 并没有阻止这丧尸 直至这丧尸的身影 消失在我的视线当中 我才缓缓站了起来 小心地走到车的旁边 细细地搜索起来 车里这次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并且也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于是我打开了后备箱 脸上马上一洗 这车的后备箱中 竟然有很多的食物和水 这里边不光有食物和水 衣服 竟然连一些生活用品都有 我找到了一条新毛巾 拿出了一瓶水 阴湿了毛巾 剩下了半瓶水 被我一口气咕咚咕咚地喝掉 然后又拿出一瓶水 向摇鱼走去 我打开车门 把副驾驶的座位摇起来 慢慢地扶起摇鱼 将水瓶拧开 用毛巾垫在摇鱼的下巴上 把水慢慢地 往他的嘴里倒去 咬雨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似乎是我倒水倒得太快 让他枪到了 他猛地睁开眼睛 身子向另一侧一闪 然后才抬头看向我 看到是我之后 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身子又靠在座椅上 如此反应速度 更让我确信 他是个杀手的猜测 同时也确定了 那会控制人的丧尸 只有在他视力范围之内 或者更近的距离才惯用 他又咳嗽了几声 我把手中的水瓶和毛巾 向前一递 他接了过去 自顾自地喝起来 然后又擦了擦脸 我将车机盖上的手枪 递给姚宇说道 看看这个 姚宇接过手枪 眼睛微眯了一下说道 西格P250 你在哪里弄到的 我笑了一下 姚宇果然认识这些东西 我颇为自豪地说 哥哥我的路子 还不是多的事 能在山上给你弄到西瓜 就能在这荒郊野岭 给你搞到手枪 看到姚宇皱了皱眉 我赶忙说道 那个那啥 你下来看就知道了 还有好多呢 我都不认识 姚宇下来之后 检查了一番袋子里的枪 然后平静地说道 除了这把手枪之外 其余的全部没有子弹 我本以为这家发达了 没想到 都是这种悲剧 就犹如有一天 陈诺忽然告诉我 默格 那边有一大堆裸体的美女 结果当我兴奋地跑过去之后 发现 那是一张 日本东京热女明星的集体照 只能看不能用 这种憋屈的心情 谁能理解 谁能懂我 我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和姚宇说了一下 姚宇听了之后 点了点头说道 知道了 我们首要的目标 是看看这辆车 还能不能动 说完 姚宇拿着毛巾 将那敞篷车的驾驶 座位仔细地擦拭干净 然后坐了上去 车钥匙还在车上边 并没有拔走 姚宇试着打了一下火 结果发现 居然可以打着 不过紧接着 姚宇说道 这个车还能开 只是追到了前面车的尾 无妨碍行走的 但是这车 确实快没油了 你 去把那俩廊车的油取出来 啥 让我取 怎么取 拆油箱吗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 姚宇看了过来问 怎么 不会 我木然地点了点头 姚宇挟实了我一眼 走下车说 这么大个男人了 怎么这点常识都不懂啊 我全然将他瞪我的那眼神 当成了对我泡妹眼 嘴里说着 那是你不了解我 我可是一个标准的宅男 每天就知道玩游戏 别的 我啥都不会 姚宇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忽然想到了那天 他在我电脑里看到的尴尬内容 不由得老脸一红 什么都不说了 而是默默地看着姚宇 只见他在几辆车之间翻了翻 最后拿着一个矿泉水瓶 指着雷克萨斯和凯美瑞说道 把这两辆车推开 我也没废话 推开了两辆车之后 姚宇掀开了凯美瑞的机盖 从里边捣鼓出了一根细管 牛人哪 姚宇这一刻在我眼中 瞬间变成了机器猫 小叮当 什么都会 简直就是万能的 又有种姚宇在手 天下我有的错觉 脸上不觉露出了 淫荡的笑容 姚宇一眼扫来 我赶忙将笑容收敛 严肃地问道 接下来怎么办 姚宇没搭理我 而是自顾自地 打开凯美瑞的油箱盖 将细管放进去 用嘴一吸 我去 吸 难道是一口一口地吸出来 然后吐进瓶子里 我正想上前阻止 只见姚宇吸了一口之后 将细管插到了瓶子里 汽油竟然一直往瓶子里流出来 好神奇啊 姚宇将嘴里的汽油吐了出去 我赶忙跑过去 接过姚宇手中的细管和汽油说道 你去漱口吧 我来靶着 由于吸管太细 足足放了一个多小时 才将敞篷车的油箱加满油 坐在副驾驶座 我问姚宇 累不累 要不要睡会儿 我来守夜 姚宇摇了摇头 我说道 也好 那咱们先去市区找些药 不过这敞篷车虽然漂亮 可是不保险 我们最好换一个 顺便回去找陈诺 姚宇点了点头 挖动了车 向前开许 我问道 你知道落 姚宇再次点头 我彻底崩溃 真想看一次他摇头 不过又不希望他摇头 好纠结呀 坐在副驾驶座上 我微微眯着眼睛 回想起了这两天的一幕幕 还是觉得如梦似幻 什么第一届 第六届 什么进化纪元 都让我很迷茫 如果这是一个恐怖的噩梦 就让我快点醒来吧 可脑袋时不时的传来胀痛 又提醒着我 这并不是梦 我只是一个 想要在这种末世 挣扎着活下去的人 面对着丧尸的威胁 还要面对着 同样身为天选者的窥视 想到这里 我转头向姚宇看去 姚宇此刻还是脸色苍白 盯着前方开车 由于是夜路 这种不经常通过车辆的地方 也没有路灯 还要防备着忽然窜出的丧尸 姚宇的精神非常集中 看着姚宇 我想到了陈诺 也不知这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值得相信的伙伴 真的很少 整整一路没看见丧尸 车子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进入了市区 我想 产生了进化的丧尸 应该有很多的吧 只有这样 才能把丧尸们都聚集在一起 才能解释 为什么一路上 没有看到丧尸 在市区行驶中 偶尔能看见几只丧尸 摇摇晃晃的走来走去 看到车子时 嘶吼着冲过来 虽说车在杂乱的街道上行驶的不快 但也不是丧尸能够追得到的 同时也显示出了 姚宇非凡的车技 当车子停在了本市的第一医院时 我愣了一下 看向姚宇 瞪着眼睛问 在 在这里找药 我为什么会是这副表情呢 医院里的人流量是很大的 同样的 遍地丧尸的情况下 医院中的丧尸也会很多 就算是丧尸首领 会用吼叫来集合丧尸 那么丧尸也不可能会自己开门 他们只能凭借着吼声方向寻找 如果是死路 难道他们还能换一条路绕过去不成 也就是说 事故刚发生时 有大部分还在家里 就变成丧尸的丧尸 是无法打开自己家门 跑出去咬人的 医院里的丧尸一定很多 姚宇看了我一眼说道 你在这里看着车 我自己进去 我看了看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打开车门走下了车 然后就那么望着他 姚宇拔下了车钥匙 向四周看了看 猫着腰向医院跑去 我也冒着腰跟在后边 姚宇并没有向大门的方向前进 而是在四周寻找 门有关的窗户 或者碎掉了的窗户 原来 他是要从窗户进去 搜索了一会儿 我们发现了一个二楼的窗户被碎掉了 一楼的玻璃 虽然也碎了很多 不过 却是有护栏 姚宇轻声说道 你先上去 我也不废话 抓着一楼的护栏就开始向上蠕动 哎呦我去 被了九牛二户之力 终于将手搭在了二楼的窗台上 我手臂用力 慢慢地把头抬起来 向这间房间看去 很凌乱 有血迹 不过没丧失 我一用力 整个人都翻了上来 随后心思一转 心中想到了一个 可以站在姚宇便宜的主意 于是我站在窗台边 将手向下伸去 小声说道 姚宇 这里很安静 快上来 姚宇看了看我严肃的表情 说道 闪开 好吧 被识破了 我向后退了几步 让出了窗口 然后转过身在屋子里查看起来 这时 忽然听到身后嗖的一声 我赶忙回头 哎呦我去 一个黑影从窗台上窜了上来 仔细一看是姚宇 卧槽 他用了几秒啊 两秒还是三秒 老子爬上来接近两分钟啊 这还是人吗 这就好像是我和陈诺 牛气哄哄地在网吧看着 东京热最新大片的抢鲜板 而此时旁边来了一个兄弟 非常淡定地打开了 东京热最新大片的优马 加高清版 怎么能不让我震惊呢 随即我就释然了 姚宇毕竟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 同样的增幅下 他杀我 简直是一如反掌 这就是基础属性的可怕 老子常年宅在家里 体质本来就很差 即使有了这些增幅 我的力量还是不够看呢 姚宇看了看目瞪口呆的我 什么都没说 而是小心地趴在房门 听着什么 听了一会之后 轻轻地拧开了门锁 向外看去 然后对我摆摆手 我也走过去 外面的走廊很安静 但也很凌乱 墙上 地上 到处都是血迹 走廊的应急灯亮着 我和姚宇捏手捏脚地 向前走去 走到转角 姚宇靠在墙上 慢慢地向另一侧看去 似乎没什么情况 姚宇挥挥手 我向前走去 不一会儿 我们就到了楼梯 这和我想象中有很大不同 医院里竟然如此安静 半个丧尸的影子都没有 我正在疑惑着 医院为什么这么安静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声低吼 从后边传来 我转身一看 后面一间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走出了一个 穿着白大褂 戴着眼镜的丧尸 这丧尸挺有文化的啊 此丧尸斜着眼睛 歪着嘴 白大褂的上衣兜 竟然还插着一支笔 试问 此造型如何能不令我菊花一紧 那丧尸显然也看到了我们 大好一声冲过来 可这丧尸大好一声不要紧 紧接着便听到 整个医院每层楼中 都传来了丧尸的嘶吼声 完了 被包围了 我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瑶宇速度更快 向一侧跑去 嘴里轻呼 这边 我赶紧跟着瑶宇 向前跑去 跟在她的身后 借着走廊中的应急灯 我发现 她背后的血迹更多了 我和瑶宇并排向前跑着 将我的便衣雷光剑放出 看到前方出现丧尸 就主动加速 上前就是一记重批 没想到 没想到 这雷光剑竟然如此锋利 将第一个丧尸 劈成两半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 随即更是充满了信心 瑶宇手中拿着那把手枪 时不时地替我补漏 可瑶宇的速度 却是越跑越慢 后边追来的丧尸 已经临近了 我在原地一顿 身子微微蹲下说 上来 瑶宇这次没有推着 一个剑步 窜到了我的背上 双腿盘在我的腰间 这样就不用我用手 扶着她的屁股了 瑶宇虚弱地说道 前面路口左转 就是手术室了 咱们躲进去 我一咬牙 速度更快地向前冲去 可就在这时 我忽然感到身体中 传来一阵虚弱感 我却不好 葵花宝典的时间到了 而前面冲过来一个丧尸 我一记雷光剑 将丧尸切成两半 与此同时 左侧的房门开了 冲出一个丧尸 张口向我的背部 咬来 瑶宇还在我后背上 她要抬起手枪 可是似乎没有了力气 抬不起来 情急之下 我来不及收招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心中只想着 绝对不能让瑶宇受到伤害 只能用胳膊一挡 一股疼痛传来 那个丧尸咬在了我的胳膊上 我咧着嘴抬起脚 一脚将那丧尸又踹回了屋里 继续向前跑去 幸好手术室的门没锁 撞开了手术室的大门 反手锁上 想要休息却休息不成 手术室里还有丧尸 哎呦我去 今天是要玩死我呀 我拿过瑶宇手中的枪 凭着游戏中的记忆 所谓的三点一线的原理 向前打去 砰砰砰 三枪响过 竟然 一个都没打着 卧槽 轻轻地将瑶宇放在地上 让他靠着手术室的大门坐着 我又拿着剑 朝着最近的一个丧尸砍去 脑袋直接被砍飞 虽说变异雷光剑很锋利 可却还是需要很大的力气 才能将丧尸砍死 我本来身上就有伤 加上葵花宝典状态消失 再加上刚刚逃命很久 砍杀了很久 我精神渐渐变得有些木然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又向另一方向扑来的三个丧尸而去 一个照面 我将一个丧尸砍成两半 同时也被一个丧尸在胳膊上抓出了一条口子 另一个丧尸朝着我的脖子咬来 砰砰砰两声枪响 那两个僵尸都被子弹鱼尾打得向后仰去 我也趁机退了回来 瑶宇虚弱地颤抖着手拿着枪 还有最后一个 那是一个穿着护士服的丧尸 头上的长发很灵断 遮住了脸 但是下边的丝袜长腿很漂亮 嘶吼着向我跑来 我机械性地举起刀 可那护士忽然抬起头 眼睛中竟然冒出了朦胧的蓝光 我只觉得脑瓜子一片空白 接着我看到了瑶宇光着身子 站在我面前向我挥手 瑶宇 您来了 我木然地向前走去 瑶宇见我向那丧尸走去 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胳膊颤抖着抬起了手中的枪 瞄准啪 一声空响 没子弹了 而我继续木然地朝着瑶宇走去 脸上渐渐露出了微笑 非常地猥琐 瑶宇此时却是着急地不行 泪流满面 从小到大 她从来没有感觉这么无助过 她此刻虚弱地大声喊着 黎木 你快醒醒了 而我继续向前走 眼看着就到了瑶宇的身前 此刻 瑶宇双手 向我的脖子包来 性感的嘴唇向我亲过来 正当此时我脑海中传来了一声乍响 哼 哼 是公压嗓的声音 我眼中快速恢复了清明 看着眼前皮肤褶皱 满嘴血迹向我的嘴咬来的丧尸 不禁菊花一锦大喊一声 啊啊啊啊啊 然后猛地推开那丧尸 转手一肩披下 那丧尸被披成了两半 临死之前眼中还带着迷茫之色 为什么 为什么她的精神操控 会被解开呢 那死去的丧尸身上 飘出了两个小光球 竟是两颗进化之中 钻进我的身体 脑海中传来了久违的 公压嗓的声音 Live up 我觉得自己虚弱的身子 似乎恢复了一些力气 转头向瑶宇看去 只见她正脸呆泪痕 正正地看着我 我心中默念 收回变异雷光剑 变异雷光剑 慢慢地消失在了我的手中 我向瑶宇走去 走到她身边蹲下身子 将她双臂 往肩膀上一带 把她背了起来 此时让我不由地想到了 刚刚身中幻术的那一幕 双手拖着摇雨的大腿 不禁心里有些异样 可又想到了 公压嗓两次救了我 难道 她不是类似游戏里的 系统提示吗 又想起了陈诺说的 她的提示音中 是一个中性的机器提示音 而且提示升级时 就是升级 而不是Live up 这让我觉得很是奇怪 心中不禁问了一句 公压嗓 没回音 鸭哥 还是没回音 你大爷的 原来还是个系统 你大爷的 老子不是系统 卧槽 鸭哥 你终于说话了 鸭哥 公压 哎 再之后 不论我系里怎么喊 公压嗓都不说话了 索性不再理她 将摇雨放在一张 靠在手术室里侧 很干净的一张病床上 让她躺了下来 帮我 看看后背的伤口 姚宇 姚宇 我帮姚宇发了一个声 说道 放心 不会占你便宜的 姚宇穿的是绿色的裙子 加绿色的半截袖 我从后边慢慢掀起了 她的衣服 可掀起一点之后 却是再也掀不起来了 因为血迹 将衣服和她的伤口 粘在了一起 怎么办 我皱眉问姚宇 姚宇虚弱地说道 找找 有没有盐水 我看到了右侧 有一个玻璃棍 里边摆放了很多药剂瓶子 找了半天 我喊道 没有盐水 姚宇虚弱地瞪了我一眼 说道 叫做 绿花纳溶液的 我又看了看 发现有一排这种东西 没文化真可怕呀 我拿了几瓶 又看到旁边有大包的药棉 拿了一包 向姚宇跑去 姚宇虚弱地说道 倒在后背上 我拿起了一瓶 用旁边的手术钳 掰掉筛子 轻轻地往姚宇背后倒去 姚宇暗哼一声 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手紧紧地抓着背单 看得我一阵心痛 这女孩太坚强了 在伤口上倒盐水 这种痛苦 居然硬是媚寒一声 我心一狠 继续往她的后背上倒 连倒了两瓶 她的整个背部衣服 都被盐水浸湿 连同身下的床单 都是一片湿湿的痕迹 姚宇脸色苍白 脸上流出大量的汗水 头发都被汗水浸湿 粘在额头上 现在需要等 等一会儿伤口和衣服 可以分离了 我又打开一瓶眼水 往自己胳膊上倒去 啊 我深吸了一口气 真疼啊 姚宇微微睁开眼睛 看到我疼得呲牙咧嘴 脸上不由一笑 我也不知为何 傻傻地对她一笑 安慰地说道 放心吧 一会儿会让你好起来的 姚宇轻轻点了点头 又闭上了眼睛 而我继续刺牙咧嘴地享受 眼水带来的欢乐 眼水带来的刺激 让我脑海中迷糊的感觉 减轻了许多 我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慢慢地掀起了 姚宇身后的衣服 果然 伤口和衣服分离开了 将整个衣服都掀起的那一刻 我不由地惊呆了 只见前两天看见姚宇 背后结巴的长长伤口 居然都裂开了 向两侧翻了起来 伤口触目惊心 同时在眼水的浸泡下 显得很苍白 里面的肌肉纤维 看得一清二楚 是不是恶化了 姚宇闭着眼睛虚弱地问 我轻嗡了一下说道 伤口暂时已经不流血了 不过恶化得很严重 怎么办 缝上它 我愣了一下 疯 我不会 我转过头 不忍心再看那伤口 可是你不缝 我会死 姚宇虚弱地说道 此刻 我有种想要仰天长啸的感觉 无力地坐在姚宇的病床前 呆呆地看着头顶的灯光 一动不动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一遍一遍地问着自己 现在这种情况 怕是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姚宇身后那么大的伤口 居然没有血迹流出 怕是他 活下去的希望 很是渺茫 我忽然想到了 陈诺的净化技能 有治愈的效果 可转念一想 这里离陈诺所在的方位很远 姚宇不能开车 如果我背着姚宇走过去 怕是要走几天 等不及呀 怎么办 现在我到底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正当我要崩溃的时候 脑海中传来了一道声音 没折了吧 鸭哥 你有办法吗 公鸭哥 快点告诉我 我焦急地说道 公鸭嗓沉默了半天 说道 你叫公鸭嗓 叫得很爽 很顺嘴吗 公鸭哥 公哥 鸭哥 求你了 以前都是小弟的错 你快告诉我 有什么方法 可以救他 公鸭嗓不紧不慢地说道 方法倒是有 不过 你要先大好时生 我是公鸭嗓 我就是公鸭嗓 我才告诉你 不用喊我舅妈是公鸭嗓吗 不用 在这喊 我回头看了一眼姚雨 在脑海中问道 没错 公鸭嗓狠狠地说道 俨然一副 今天我就着和你杠上了的样子 喊时声没问题 可是我喊完之后 你不帮我怎么办 我冷静地问道 你喊一喊 还有机会 不喊的话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公鸭嗓的声音 前所未有的 感觉这么猥琐呢 好 我将心一横 老子豁出去了 我猛地站起身来 大吼道 我是公鸭嗓 我就是公鸭嗓 我是公鸭嗓 我就是公鸭嗓 我是公鸭嗓 我就是公鸭嗓 姚雨目瞪口呆地 看着我的背影 我现在不敢回头去看姚雨 那样会很尴尬的 我狠狠地在脑海里说 十遍 喊完了 公鸭嗓很满意地说道 好 喊得很有魄力 顺便告诉你 老子名字叫FG 以后教我G哥 好 我咬牙切齿地叫了一声 G哥 现在是不是能告诉我 怎么救人了 公鸭嗓轻轻地说道 看你升级后的新技能 不就知道了吗 听到这话我差点没气吐血呀 哎我去 原来老子自己就可以解决 结果被这鸭骗了 骂了自己十句公鸭嗓 不过这时我来不及骂公鸭嗓 赶忙在脑海中默念了一句 技能 发现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黄色技能 愈合 主动 祝福系技能 技能效果 以进化之种的力量 治愈指定伤口 愈合伤口面积10% 同时轻微治愈目标 使目标体力有所恢复 探完之后 我面色一暗 心中哀叹一声 鸡肋呀 而公鸭嗓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谁说是鸡肋 如果将我的意志 融合在技能上面 据我估计 这个技能可以提升到10级 也就是最高级 什么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和其他人脑海中的 机器声音不一样 我问道 公鸭嗓不紧不慢地说道 和你说说倒也可以 不过故事太长 好像要说个三五十天的样子 怕是那小丫头 已经烧过三七了 好 我强压下心中的一位说道 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知道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想要得到什么 就必须要付出些什么 代价 只不过我的意志融合 在技能上面之后 会沉睡一个月的时间 这代表着一个月之内 即使你获得更多的进化之种 也不会升级 只有在我苏醒之后 才能升级 这就是弊端 叫bug 公鸭嗓G哥 缓缓地说道 我心中大喜 这对我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弊端 我赶忙说道 G哥 帮帮我 G哥缓缓地说道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就帮你一次 不过 你要先在那个技能上面 加个技能点 激活技能 只有你激活技能 我才能将一纸融合在上面 毫不犹豫 我将技能点 加在了愈合上 愈合技能变成了一级 但紧接着 愈合技能 竟然亮起了大片的黄光 我再定睛一看 十级 技能效果如下 愈合 主动 祝福系技能 十级 技能效果 只要目标没死 愈合目标任何创伤 恢复目标 百分之百体力 消耗 进化之种能量 简单的技能介绍 强大的技能效果 我在脑海中轻轻地呼唤 这个 鸭哥 公鸭哥 没有回答的声音 我转过头 发现姚宇还在用奇怪的眼光 看着我 我哈哈一笑说 丫头 你有救了 说完 也不等姚宇反应 一伸手 一个大光球 从手中透出 像摇雨飞絮 我眼前一黑 昏了过去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个技能 没有冷却时间了 一片黑暗 好冷啊 这是哪 这个方向 好像有人在叫我 我走了过去 一阵虚弱和奇怪的感觉 瞬间袭来 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发现自己正躺在病床上 借着一道充满欢喜的声音传来 你醒了 是摇雨 听到这三个字 不由地让我想起了在河边的那碗 摇雨 摇雨背对着我 冷淡地说道 你醒了 很快 摇雨出现在我的视线 可是 我竟然有种 想要撕咬她的冲动 怎么回事 我瞳孔猛地一说 难道 我抬起胳膊 发现自己胳膊的皮肤 竟然 略有褶皱 我盯着自己的胳膊 不由地笑了起来 摇雨走到我身前 目光复杂地看着我 想要抓住我的手 我却猛地一说 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眼睛 平静地说道 你走吧 面色虽然平静 可却心如脚痛 纵然有抗毒能力又怎样 天选者 被丧尸抓到 也一样会中毒 变丧尸 或许是我拥有抗毒能力吧 那变成丧尸的时刻 并没有来得那么快 摇雨轻轻地说道 林沫 别灰心 我一定有方法治好你的 摇雨的声音中 透出了一股坚定 我心中苦笑 怎么治 怕是过不了多久 我就会变成丧尸 索性面色一冷说道 你不走 好 我走 说吧 站起身子 阵阵虚弱感传来 我拖着虚弱的身子 向门口走去 摇雨见我又要走 又向我的胳膊抓来 我大喝了一声 别碰我 你也想中毒吗 摇雨沉默了一下 再次抬起头 只见她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难难地说道 我带你 去找你的朋友吧 我愣了一下说 好 在变成丧尸前 能再见陈诺一眼也不错 同时将陈诺托付给摇雨 也能增加陈诺活下去的几率 摇雨紧紧地盯着我说道 同时 也告诉你我的故事 现在是上午九点 咱们进到车那里 开车去找你朋友 我沉默着点了点头 摇雨将耳朵贴在门上 似乎在听着什么 听了一会儿她说道 这门口有两个丧尸 我出去解决一下 听到这话 我不由的心中一苦 不知下次 是否变成 摇雨对陈诺说 我出去解决一下 心中再次苦笑了起来 不一会儿 外面传来两声 轻微的声响 摇雨提着一把 不知从哪儿弄来的 一把通体漆黑的匕首说道 说 我点点头 分在后面 此刻身体虽然虚弱 可走路还是不成问题的 走廊上并没有看到丧尸的影子 我们就这样轻手轻脚的 一直走出了医院 竟然连丧尸的影子都没看到 丧尸怎么都不见了 我心中暗暗惊起 上了车 还是老规矩 摇雨开着车 我坐在副驾驶座位 望着面色红润的摇雨 心中的难过减轻了一些 摇雨感觉到 我的注视目光说道 我的伤都好了 连疤痕都没留下 谢谢你 雷莫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方法 治好你的 我刚要反驳 摇雨接着说道 想必你已经猜到了 我 是个杀手 我愣了愣 摇雨边开着车 边和我继续说着 我是个孤儿 被一个叫做 暗蒙的杀手集团 从孤儿院收养 摇雨说着 眼中露出了一些 回忆的神色 接着说 当时 我们一共有 九十四名孤儿 被收养了 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 被收养前 是以国内 某个大集团的 名义收养的 我们那九十四个 被选中的孩子 特别地开心 可是没想到 等待我们的却是 摇雨 你觉得到吗 孤儿是很渴望 能像正常孩子一样 去上学的 可那却是一种奢望 为了这份 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们都拼命地 向前跑去 于是基本上 所有人都分散开了 可是那座山 真的好高好高啊 好难走 很快就到了晚上 我的水喝完了半瓶 食物倒还很多 晚上的山上 传来阵阵的狼嚎声 我很害怕 就躲在树下面 不敢走了 后来我竟然睡着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 我才醒来 睁开眼睛 发现草地上 有好多的露水 我很渴 就喝了一些露水 然后继续向前走 可是走着走着 竟然发现了让我 永远地无法忘记的一幕 那是一个孩子的尸体 被野兽死咬得 血肉模糊的 我隐约地分辨出 好像是和我们一起来的 一个小伙伴 我当时紧紧地咬着嘴唇 身体不断地护退 我不敢大声尖叫 怕引来野兽 可是眼泪却不听使唤地出来了 我记得当时哭了好久 然后站起来继续向前走 可是却发现 她的尸体旁边有半瓶水 我好害怕那具尸体啊 不敢去拿 可是又很温 那种挣扎的心情你能想到吗 最后 欲望战胜了恐惧 我闭着眼睛摸索那瓶水 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跑 到了傍晚 我突然发现 前面地上躺着一个人 那衣服好像是我的好朋友 党小雪的 我特别高兴 我终于碰到一个好朋友了 于是我拼命向前跑去 跑到了附近才发现 党小雪的脸上被立即割花了 被割了数十刀的样子 再也忍不住了 挖的一声吐了出来 坐在地上大哭 姚语顿了顿 整理了一下情绪 接着说道 当时 好无助啊 我哭了好久 站了起来 继续向前走 可见到的尸体越来越多 基本上都是被立即刺死的 渐渐的 我明白了那匕首 是用来干什么的了 我不敢走得太快 而是慢慢地在后面走着 当我在晚上找到草丛的时候 就躲在里面 等待着第二天早晨出现的露水 就这样 三天以后 我翻过了山 看到了不远处的一个个帐篷 九十四个孩子 合格的只有十二个 其余的 都死了 我不禁张了张嘴 原来 世界是如此的黑暗 更深深地看了姚语一眼 姚语接着说道 后来 我们被送到了一个秘密基地 接受各种专业的训练 我在那里被训练了七年 三个月前 被指派出来进行一个任务 刺杀一个叫做秦天启的官员 秦天启死了 我却被龙剑锋盯上了 后背上那条伤口就是他的杰作 我躲进你家所在的那个小区藏身 没想到 五天后竟变成了世界末日 再后来我就遇到你了 说完 姚语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 自己的脸现在应该也和胳膊一样 变得有些褶皱了 我平静地说道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遭遇 不过世界末日了也好 至少你有自由了 自由 姚语自嘲一笑 不可能的 暗盟不会放股我的 西月一定会找人来抓我的 西月是谁 我问他 姚语眼中露出了一丝忌惮的目光说道 他是暗盟的首领 也可以说 是我们的师父 他常年戴着银色面具 没人知道他真实的面貌 同时 他很厉害 如果说做比较的话 吸收了三十多个 剑化之种的龙剑锋 在西月手下 也走不出一招 什么 龙剑锋那么厉害的人 居然在这西月手下 还走不出一招 接着 便有些淡然了 自己都要死了 还管这些干嘛 随口说了一句 那你以后小心些了 姚语轻轻地点点头说道 前面就快到商业街了 路上车太多 不能继续开了 没多远了 咱们走过去吧 我点了点头 姚语停下车子 我们二人向前走去 街上居然一个丧尸都没有 安静得有些可怕 我和姚语就这么散步般地往前走着 走进陈诺藏身的超市的时候 随着风 听到了一个风骚的声音在唱歌 爸爸妈妈去上班 我去幼儿园 我去幼儿园 听到这歌声 我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哎 果然 这二货还没走 姚语听到这歌声也愣了一下 随即看了看 见我脸上露出笑意 她也轻笑了起来 我见姚语笑了 打趣地说道 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 以后多笑笑 别总冷着脸 让我没想到的是 姚语竟然点了点头 这时 陈诺的歌声又传了过来 还是刚才那一句 爸爸妈妈去上班 我去幼儿园 我马上接了一句 也不哭也不闹 叫声老师好 姚语无嘴笑了起来 只听陈诺那风骚的声音 好像自言自语 我去 我怎么听见默哥的声音了 幻觉 一定是幻觉 走近了之后 我不由得一阵目瞪口呆 只见陈诺这货 不知从哪弄来了一个躺椅 一个太阳伞 此刻正穿着大裤衩 光着上身 躺在躺椅上晒着阳光玉 嘴里叼着一根牙签 手里拿着饼干唱歌 我狠是无语啊 心说这货真是没救了 太二了 你当个海南旅游呢 来个日光玉 你就不怕忽然窜出个丧尸 把你那风骚的紫色裤头 给你扒下去 陈诺好像感觉到了 侧边有人接近 转头向我们这边看来 看完之后 居然又转了回去 小声嘀咕道 大爷的 怎么回事 今天总出现幻觉 我刚才看见什么了 我居然看见墨哥 变成了丧尸 而且旁边 还有一个小美眉 浮尸 哎呦我去 要是真有这好事 老子也要当丧尸 我脑门上出现了一道黑线 平静地说道 想变成丧尸的话 我成全你 陈诺之鸭听见这话 吓得滚下躺椅 蹲在躺椅旁边 警惕地看着我和姚宇 试探地问了一句 墨哥 真的是你吗 这个问题就好像 我去登记的时候 对方问我性别一样 好吧 我又被这傻丫气笑了 说道 来来来 过来好好看看 到底是不是你莫饿我 姚宇这时却说了一句 雷沫 你们两个一会儿 就进这个超市吧 我去给你找药 撑住 等我回来 我证了一下说道 不用了 不可能有治好的药 别冒险了 我有事情 托付于你 还没等说完 姚宇便转身 向来路抛去 口中说着 等我 我望着姚宇的背影 心中一片温暖 又燃起了求生的欲望 直至她的身影 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而陈诺也走到我身旁 望着姚宇消失的方向 懒懒地说道 墨哥 正点呢 哪儿见呢 对了 他干什么去了 你怎么长得 像个丧尸呢 我平静地说道 我被丧尸咬到了 他去给我找解药 陈诺忽然大叫一声 我 卧槽 吓得我身子都蹦起来了 转身一脚踢在了陈诺那紫色的大裤头上 我现在这种虚弱状态 陈诺完全可以躲开的 但他却没躲 被我一脚踹倒 陈诺满不在乎地拍拍屁股 向姚宇的方向追去 我大吼了一声 你干什么去 陈诺那风骚的声音从风中传来 把他找回来 我能戒毒啊 我实在是跑不动 就在原地等候 过了一会儿 陈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我问道 没追到 陈诺摇摇头 深沉地说道 不是 我又问 到底怎么了 陈诺深沉地说道 我追到前面那个十字路口 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追 于是我在原地思索了三分钟 然后就回来了 什么 你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追 还思索了三分钟 难道你在思索 东京热什么时候出下一张专辑啊 我怒说道 这二户我也真服了他 陈诺摇头晃脑的问道 那天你走了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没回答他 而是反问道 你刚才说你能解毒 是啊 我升到五级获得了一个新技能 他的名字是 等一会儿 你凑过来一点 我怕被别人听到 我误语啊 这方圆三里之内 似乎除了我俩 连丧尸都没有一个 你怕谁听啊 但我还是配合地把头伸过去 陈诺小声地说道 这个技能叫做 驱逐光 主动 祝福系技能 三级 技能效果 驱逐指定目标体内毒素级诅 消耗进化之种一颗 本体获得各类基础属性 永久增加百分之十 释放时间五秒 冷却时间十一天 白天获得增益效果 增加百分之八 夜晚效果减半 要消化一颗进化之种 我喃喃地说道 陈诺说道 没事 墨哥 昨天哥们弄死了一个不长眼的丧尸 那货居然会吐冰块 太神奇了 把他弄死之后 身体中竟然飞出了一颗进化之种 来吧 趁着现在是中午 抓紧世界 只见陈诺一手指着天空 摆了一个非常之风骚的造型 灭色庄严 一道光柱从天而降 光柱越来越亮 随即从陈诺身体中 飞出了一个小光球 听着一声 光球碎点 星星点点地落在陈诺身上 而陈诺身上的光线更亮 陈诺手向我一指 嘴里轻轻吐出两个字 吸竹 光线从陈诺的手指射向了我的身上 我觉得回身上下虚弱感快速消失 当光线彻底消失的时候 我看了看自己的胳膊 毫无褶皱 陈诺也乐了 说道 这技能还真有效 这下好了 以后被丧尸咬了 也不用怕了 晚上我和陈诺坐在超市里 我正在给他讲述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赶忙跑过去开门 是姚宇 姚宇嘴角带血 将手中的一个小盒子塞到我的手里 就晕倒在我的怀里 哎我去摸个 什么情况 陈诺警惕地盯着外面问道 我抱着姚宇 心思电转说道 咱们走 咱们这里可能已经不安全了 陈诺点点头说道 跟我来 我昨天在那边发现一辆 可以开的车 咱们开车走 我愣了一下说道 诺哥 你会开车 我怎么不知道 陈诺没回答 而是风骚地往外跑去 屁股一扭一扭 真的好风骚 我也抱着姚宇 跟着陈诺跑去 跑了大概三分钟 出了商业街 前方的路上的车 渐渐地不再那么混乱了 陈诺打开一辆 停在路边的红色吉普车的门 坐了进去 我把姚宇放在后座上 而自己坐在了副驾驶 我又有些心虚地问了一句 诺哥 你行不行啊 谁知陈诺居然很严肃 伸出了一根手指 对着我摇了摇 深沉地说道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 而我不知道的是 与此同时 我们刚刚藏身的超市门口 不知何时出现了两道人影 其中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 三尔 怎么样 龙大哥 这个方向三磊之外 有生命波动 竟然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那男子又冷哼一声说道 哼 杀了姚宇 怕体内的进化之种归你了 还有那个赐了我一件的小杂种 我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这男子向前走了几步 借着超市中的灯光 竟然是龙剑锋 我还不知道正在临近的危机 而是看着后座还在昏迷的摇雨 问陈诺道 诺哥 话说你都捣过了快两分钟了 你到底会不会打火 谁知陈诺一下急了说道 怎么不会 老子昨天还打着来着 哎呀 这钥匙往哪边拧来着 哎我去 我吓得菊花一紧 这货连钥匙往哪拧都不知道 坐他开的车 还不如自己跳进丧尸巢里 我刚要打开车门下车 可眼睛一转的时候 居然发现后视镜中 隐约有两道身影 向这边飞速赶来 我低吼了一声 陈诺快 有人追过来了 谁知陈诺又犯老毛病了 哆哆嗦嗦我哀叹一声 看来诺哥这次 又要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了 可谁知诺哥这一哆嗦不要紧 车竟然着火了 哎我去 这也行啊 陈诺明显也很着急 一脚狠狠地朝油门踩去 然后略带哭腔地说道 完了莫哥 车坏了 我踩油门他也不走啊 我也哭了说 诺哥 你还没挂挡呢 陈诺也反应过来 这货竟然知道怎么挂挡 挂上一挡 又狠狠向油门踩去 哐哐哐哐 油门踩得太急了 车差点没灭火了 但却没灭了 吓得我心脏砰砰直跳 仿佛都要跳出来了 低喝倒 诺哥 给力啊 可是一挡你能指望跑得多快 后面的两道人影 却像喝了药一样 飞快地跑来 眼看就快要到附近了 我紧张到了极点 大吼了一声 诺哥 陈诺也紧张一场 大吼了一声 哎我去 陈诺大吼一声 然后竟然换了挡 这货竟然还会换挡 换到了二挡 又一脚狠狠朝油门踩去 可后边临近中的一个身影 似乎来了一个前空翻 直接翻过了我们的车 站在了车前边 借着灯光 我一下就震住了 龙剑锋 我大吼了一声 诺哥 转过去 啊 陈诺也犹如看见了 杀父仇人一般 杀猪般的嚎叫着 开车向前撞去 油门直踩到底 可再踩到底 也就四五十脉的车速 而陈诺这样 又快速的换了个挡位 又是一脚油门踩到底 疯狂的向前撞去 龙剑锋刚才一个前空翻 发的几米 Chinese功夫这么厉害吗 但身为宅男的我 深知板砖破武术 片刀破技工的道理 我就不信 现在六七十脉的车 撞过去 你还不死 我此时有了底牌在手 非常淡定地看着 离车已经不到两米的龙剑锋 嘴角露出了一丝嘲笑 诺哥仿佛也明白 眼前这货死定了 陈诺竟是非常悠闲的 对着窗外的龙剑锋 伸出了一根宗旨 可接下来 我和诺哥都瞪大了眼睛 龙剑锋竟然双手推在机盖上 车速竟然降了下来 哎哎我去 哎呦我去 我和诺哥联合起来说了一句 紧接着全身冷汗 这都什么功夫啊 我从后视镜向后看去 只见还在后边追逐的身影 也在临近中 我大喝了一句 诺哥再加速 我就不信 撞不死他 诺哥显然也被眼前这一幕 给震惊了 正不知所措 听我这声大吼也回过神来 又换了个挡位 猛踩油门 车速又提了上去 龙剑锋就这样被车推着 一直后退 忽然 他抬起头 冰冷的目光 看着我 嘴里吐出了几个字 你 逃不掉 哎呀 这都甩不掉他 我心慌意乱之下 摸到了一个东西 定睛一看 哇塞 是一个强光手电 我对着龙剑锋 猛地打开手电 龙剑锋被晃得低下了头 可紧接着 他人却不见了 我被吓了一跳 心说 这用什么功夫 紧接着我从后视镜中看到了 地上爬起一个身影 是龙剑锋 哦 原来这丫子刚才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倒了 从车底下过去的 后边赶来的那个影子 站在龙剑锋的身边 二人没有在追 我和诺哥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后边 那三儿问道 龙大哥 我们不追了 龙剑锋眼睛微眯 看着前面飞快行驶的车 喃喃地说道 下一次 你绝对没这么幸运 你的进化之种 可一定给我留着 我们回去吧 听说救援者队伍里 又发现了一个天选者 我们回去悄悄将那人杀死 进化之种归你 谢谢龙大哥 三儿的声音很高兴 二人向着远处走去 哎呀诺哥 前军一发呀 没想到 你还真有两下子 我坐在车上 靠着背椅 喘着粗气说道 陈诺也喘着粗气 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嚣张地说道 今天才知道 诺哥的厉害之处吧 告诉你吧 诺哥会的东西 可不单单只有开车 还没说完 我眼睛猛地 一直看向前方 瞳孔一缩 大喝一声 诺 诺哥 快刹车啊 来不及了 荒荡一声 车子撞在了 前方的房子上 我晃了晃 昏沉沉的脑子 脑海中 还回想着 之前陈诺说的那句话 今天才知道 诺哥的厉害之处啊 告诉你吧 诺哥会的 可不只有开车 是 你不只会开车 你还会创车呢 我小声地说道 哎呦我去 陈诺的声音响起来 这前面怎么突然 出了一道墙啊 我忽然脑子一震 瑶宇怎么样了 赶忙向后看去 发现瑶宇 已经跌落在了 座位下面 我正要开门下车 把瑶宇抱出来 忽然感觉额头上 似乎有什么 黏黏的东西 流了下来 我抹了一把 拿到眼前一看 红红的 我怒骂陈诺一声 陈诺 你个二货 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指着额头上的 血迹问道 陈诺迷迷糊糊地 向我看来 难难地说道 是血 默哥 你怎么流血了 是不是 来事了 哎呦我的天哪 算了 还是别和这二货 说话了 我也迷迷糊糊地 打开了车门 将跌落在后边的 瑶宇抱了出来 瑶宇的额头上 显然也被磕了一下 虽没流血 却轻子了一块 我看了看 还在驾驶座上的 迷糊着的陈诺 越看越是气不大一处来 怒骂了一声 怎么的 还想住这 快走吧 我和陈诺二人 跌跌撞撞地 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着 这么大的声响 竟然意志丧尸都没出现 眼前是一片 高级豪华别墅区 街道上零散着一些车辆 满地的血迹 都在无声地讲述着 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场 人间残剧 很多别墅都没有关门 我背着瑶宇 和陈诺走进了一个 没关门的别墅里 拿着刚刚找到了强光手电 我和陈诺搜寻了整个屋子 除了二楼有个房间打不开 其余地方都很安全 而且这房间里血迹并不多 我对陈诺使了一个眼色 陈诺迷迷糊糊地找了一个房间 走进去把门一锁 睡觉去了 我背着瑶宇 也找了一个房间 将瑶宇放在单人床上 我打着手电 在这房间中查看起来 整个房间很温馨 墙漆都是淡粉色的 墙上贴着一张卡通少女的画报 房间的一角堆着很多娃娃 我仔细地搜索了一下床底下 衣柜等等可能存在危险的地方 结果发现并没有危险存在 看着床上躺着的瑶宇 默默地又对瑶宇用了一次愈合 愈合还是十级 看来公鸭嗓G哥醒来之前 这个技能会一直保持在十级的状态 一个大光球从手中透出 向瑶宇飞去 这一次脑海中传来撕裂般的疼痛 我不由得低吼了一声 眼前一黑又晕了过去 又是一片黑暗 好冷啊 这是哪儿 和上次昏迷时一样的场景 可是为什么昏迷之后 还能感觉到这片黑暗 是梦吗 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传来 这不是梦 似乎是一个老头的声音 略带沙哑 不是梦 那这里是哪里 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没人回答 接着我感觉到好像有股力量 推着我快速地前进 前方一片光亮 在我溶进光亮的时候 那虚无缥缈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别再胡乱使用进化之中的力量 否则你会死 悠悠转醒 我的眼前确实是一片光亮 陈诺身上更是白光闪闪 将白光照耀在我身上 瑶宇在一旁关切地看着 见我醒来 脸上一喜 陈诺也在看着我 问道 我现在像不像 发字 我起身一脚踹去 陈诺一躲 大叫一声 哎我去 我说的是教堂的教父 教父不都叫发字吗 不像发字 像个屁你 我回了一句 哎我去 诺哥 不管怎么说 也救了你小子两命 今天 你要是 不和我说清楚 小心我和你急 啊 陈诺恶狠狠地威胁道 你急吧 说完 不再理他 转头看向瑶宇问道 昨天怎么回事 瑶宇说道 昨天塞给你的盒子里 放着一块奇怪的鱼 那块鱼有疗伤 解毒的作用 是当初在曹操的墓中 挖出来的 曹操手中抓着的 就是这块鱼 而曹操的尸首 也很是红润 仿佛正在睡觉一般 一点都不像是 死了几千年的人 可当他手中的鱼 被拿走的那一刻 他的尸体 竟然迅速地萎缩 然后化成了肺灰 这块鱼 一直都秘密藏在 本市的博物馆地下室中 我昨天就是 取这块宝玉 可刚刚取出 就撞上了龙剑锋 他也是冲着 这块玉来的 他的力量又提升了 我打不过他 就隐匿了身形 逃了回来 没想到 竟然会被他追上 一定是他旁边的女子 有特殊的能力 我接过姚宇 递过来的宝玉 入手一片冰凉 净好似有丝丝能量 顺着我的手臂 进入了脑海中 补充着我的虚弱感 连续两次使用浴盒 使我疲惫不堪 不是身体的虚弱 也不是精神的虚弱 而是一种奇怪的虚弱感 我想 那似乎就是 进化之种的虚弱感吧 可这宝玉入手 竟然快速地填补着 那种虚弱感 太神奇了 我脸上露出了舒适的表情 可到了陈诺眼中 却觉得我的表情很淫荡 陈诺心中暗想 难道那个玉石 存放了古代房中的那啥 不然默哥没道理 出现这么淫荡的表情啊 忽然 姚宇轻移了一声 我睁开眼睛 向她的目光看去 是桌子上的一杯水 此刻杯中的水轻轻颤动了 地震 我脑海中闪出了这两个组 忽然听到了一声尖叫 不是我们三人发出 而是那声音就在这间别墅里 我们三人小心地打开房门 顺着那声音的方向看去 结果发现 原来是昨晚打不开的 那个房间中传出的声音 我拍拍门 问道 里面有人吗 我们都是幸存者 如果有人的话 请你打开房门 半晌 房门打开了 门口站着一个 约有二十岁左右的女子 她头发凌乱 显然有几天没洗过 可这凌乱却没有遮挡住 那秀丽的面庞 此时她嘴唇发抖 看向窗外 我们几人也好奇地 向窗外看去 只见远处一片黑影 竟是密密麻麻的丧尸 足有数万 由于这片别墅区后面临山 根本就是在很偏僻的地方 远处那里还没有公路 是一大片草地 那些丧尸都在往一个方向分跑 临近些了 隐约能看到 丧尸群正在追逐着三个人类 并且能听到 丧尸的脚步声和嘶吼声 但却不是普通的嚎叫 而是语调不正地喊着 男 男 而陈诺难难地说道 这三个败家玩意儿 往这跑过来 咱们跑还是躲起来呀 瑶宇看了看丧尸群 又看向我 陈诺也看向我 那恐慌中的女子 见他俩都看着我 也看向我说道 请带上我 求求你们了 我沉默了一下说道 我们还是走吧 说着 快速往楼下跑去 此时 丧尸群在那三人的引导下 离我们这边更紧 数万丧尸一起奔跑 声势震天 而我站在街上 也能看见远处那奔跑的三人 其中两男一女 一个男子不停地回头发射大火球 阻挡临近的丧尸 另一个男子手中倒提着一把冰晶长刀 另一只手牵着那名女子 仿佛也看到了我们 飞速朝我们这边跑来 而陈诺还在不慌不忙地 和那个满头凌乱长发的女子搭话 你叫什么呀美女 我想 盈儿 那女子顿了一下开口说道 我望着远处跑来的丧尸群 指着门口 停着着几辆车问道 盈儿 这车的钥匙在哪 谁知 这盈儿竟从口袋中 拿出了一串钥匙说道 都在这里 我早就准备好逃命了 我证了一下 接过三把钥匙说了一声 好 随手抛给姚宇一把 姚宇按了一下遥控器 门口的一辆宝马745车灯亮起来 我们正要上车的时候 一道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不是公鸭扫 而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请帮帮我们 我们想要一辆车 我看向远处想了想 还是拿出一把钥匙 按了一下遥控器 一辆大众CC亮了起来 我把遥控器放在车顶上 那女子的声音 再次从脑海中传来 谢谢 不再废话 我也上了车 姚宇的车技当然不是 陈诺那二货可以比得了的 轻轻一踩油门车就走了 借着后视镜 能够看到 那三人也逃上了车 朝着我们的方向开来 同时我的脑海中 又传来了那个女子的声音 结个半 一起走吧 生存的机率大一些 现在很多有能力的天选者 都自发地组织到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队伍 猎杀落单或者人数少的天选者 这女子很明显 也是天选者 只不过能力太过奇特 我们三人现在可以说 都在巅峰状态 而诺哥的技能 在白天又有增幅 我想了想 在脑海中回了一句 好 我知道 那女子一定听得到 如果她们不怀好意 那么说不得 她们的进化之种 我就要取走了 我将这一情况 和姚宇陈诺说了一下 我想 那女子的特殊能力 应该不会变态到 能听到我们说话吧 公路上很安静 这条路上甚至没有车 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姚宇将车缓缓停下 我们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靠在车门上 刚刚在车上的时候 就已经对自己 姚宇和陈诺 释放了葵花宝典 值得惊喜的是 现在连放三次葵花宝典 才像之前一次那样虚弱 而且只是三分钟 就恢复过来了 我召唤出变异雷光剑 持在手中 姚宇也好像变魔术一般 手中一阵波动 出现了一把黑色的匕首 陈诺也做好了准备 天上一道光线 照耀在她身上 看上去颇为拉风 而那盈儿看到我们三人的棋 不由用手指捂住了嘴巴 远处 一辆银色的大众CC缓缓驶来 再离我们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停下 里面的三人全部下车 其中一个全身白色西服 衣服上沾满了血迹的年轻男子 手中出现了一团火焰 呼的一声吹息 然后再次燃起火焰 仿佛全然没有看见我们三人一般 此人二三十岁 脸上棱角分明 淡淡的神情 好像什么都不管他的事一般 另一个男子一身休闲装 神色冰冷 下车之后 手的周围凝聚着寒气 快速形成了一把冰晶长刀 此人约二十四五岁 走到那女子的身旁 将那女子保护起来 那女子和神色冰冷的男子 年纪差不多大 同样一身休闲装 面容较好 此时正略带微笑地 看着我们三人说道 你们好 我叫杨丹 杨丹 这名字起得好独特呀 神色冰冷的男子冷冷地说道 刘鹤 那身穿西服玩火的男子 半赏没人说话收集火焰 台头说道 我叫艾斯 艾斯 老子还陆飞呢 我心想啊 不过对方这么有诚意 先说了自己的名字 我也说了一句 林沫 接下来 陈诺 姚宇 盈儿 都报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个名叫杨淡的女子说道 你们四个人都是天选者吗 我们联盟一下吧 彼此支援 但互不干涉 如何 我笑了笑说道 正合我意 先介绍一下你们的能力吧 这样会更加方便我们合作些 杨丹笑了笑说道 可以 我的能力你也知道了 是精神沟通 附带一点点的攻击效果 说完 平静地看着我 我点点点头说道 我比较中庸 攻击力不强 辅助类也不强 对面那个面色冰冷的叫刘鹤的男子冷冷说道 我强攻击 陈诺晃晃晃晃脑子 天上降下光柱更加强烈 拉风至极 风骚地说了一句 诺哥是超强辅助类 以后你们伤风感冒 拉吸 闹肚子 咽喉盐 有诺哥在 就都不用担心了 我差点没笑喷出来 陈诺这货太有才了 对面的西夫男又燃起了手中的火焰 说道 活处性能力操控 姚宇看了看 对面的刘鹤手里的冰晶长刀 缓缓说道 姚宇 杀手 对面几人明显一阵 连那一只一副淡然的艾丝都抬起头来 仔细地看着姚宇 接着 对面三人将目光都放在了盈儿身上 盈儿显得很害怕 连忙摆手说道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 对面几人明显皱了一下眉 在他们看来 盈儿不可能不是天宣者 银有一言不合就要动手的意思 我也皱了一下眉 说道 我们三人也是刚刚遇到他 我们开的车 都是他家的 艾丝三人 显然没有完全相信 但却也不再追究这个问题 杨丹说道 你们打算去哪里啊 我没回答 而是反问 你们呢 杨丹也不在意 直接说道 我们准备去城北区的生存者集中营 听说那里的生存者会受到军队的保护 你也看到了 现在的丧尸天选者都在渐渐觉醒 统领着某一区的丧尸 我们几乎遇不到落单的丧尸 是因为丧尸都被聚集到了一起 就像刚才的那样 面对上万的丧尸 我们只能逃跑 所以 我们决定去生存者集中营看看 我点点头说道 是啊 丧尸天选者的能力觉醒 我们更不好混了 我听到刚刚丧尸潮里都在喊着马恩 那是什么意思 丧尸的语言吗 杨丹摇摇头说道 你竟然不知道 统领了整座城市的丧尸头目的 就叫做马恩 统领着几百万的丧尸 很可怕 我们还真没打算去生存者集中营 不过你们要去的话 可不可以顺便带上他 我指着营儿说道 杨丹摇了摇头 嗯 他们一定是认为 我让营儿混进他们 然后在里营外合 把他们全部杀死 罢了 我说道 好 那么我们一起走 我也去城北的生存者集中营 将营儿送去 但我们不会进去 我心想 一方面 是在里面很可能和龙剑锋碰撞 另一方面 进去之后 一定会被限制自由 而且天选者 必定都要被派出来 抵抗丧尸的入侵 借着这营儿家 也算是间接地救了我们三人 将他送到生存者集中营 就算是我的回报了 你们在前面带路吧 我不知道那地方在哪 我说道 杨丹点点头说 好 三人上了车 车子向前开去 我们四人也开着车 跟着杨丹几人 营儿轻轻地说道 谢谢 谢谢你们 陈诺露出了一个 自认为很阳光的微笑说道 不用客气 我陈诺一直都是雷锋哥哥的 忠实粉丝 终生以学习雷锋哥哥 做好事不留名的精神为目标 发扬伟大的无私精神 此处省略了 三万六千八百四十几个人 我嘴角带着微笑 第一次发现 陈诺这货的口才如此之好 姚宇也带着笑意 看了我一眼 儿内营儿 早已被陈诺逗得哈哈大笑 可就在此时 一边突生 一个超大的火球 从雾边的草丛中升腾而起 向着杨丹的车狠狠砸去 正当我愣了一下的时候 只见从车中伸出了一只手 手上燃烧着火焰 那只手对着火球凌空一抓 火球竟然急速缩小 然后向那只手飞去 是那个艾斯 我看得愣了一下 为什么别的天选者都很牛叉 而我们三个 除了神秘的姚宇 我和诺哥二人都很鸡肋的样子 而前方一边突生 只见地上一道土墙忽然拔地而起 四耳的刹车声响起 杨丹他们的车停了下来 我低喝一声 姚宇 掉头 我回开 姚宇平静地说道 来不及了 正说着 只见后面的路上也出现了一道土墙 路两侧缓缓走出了五个人 是别的天选者组织 我和杨丹他们都走下了车 汇合在一起 紧盯着前面的五个人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那五个人 最前面站着一个光头男子抽着烟 盯着我们这边的七个人 他身后的一个人说道 东哥 竟然有三个小妞 偷偷偷上了 那东哥眼睛眯了眯 说道 别大意 对边能判断出天选者的就有五个人 那个拿着匕首的女人 拿着光剑的男人 阵上聚集阳光的男人 玩火的男人 和拿着冰刀的男人 不过他们隐隐分成凉活 小妍 攻击一下那冰刀男人身旁的女人试试 东哥身后一个男子点点头 没什么动作 只是看向杨丹空气中一阵波动 一道光从他的眼睛中射出 极快地向着杨丹而去 刘鹤一个侧身站在杨丹面前 手中冰刀一挡 光芒消失 紧接着一挥冰刀 一道寒气透道而出 形成一道冰柱 向着小岩射去 竟是比他的光芒还快 而那个东哥用手凌空一拍 冰柱竟然消散了 我瞳孔一缩 这东哥好厉害 姚宇看出我的惊讶 低声说道 他没你想象中那么厉害 应该是有种类似于分解的能力 艾斯低着头 手中凝聚出一个火球 看都没看对方一眼 直接朝着东哥扔去 果然 东哥又是凌空一挥火球消散 东哥冷哼了一声 调虫小几 兄弟们 先解决了这五个人 小心那两个似乎不是天选者的女人 说完 东哥带着两个人向我们冲来 走 我大吼一声 不去管那盈儿 拉起摇雨 就向草原跑去 可陈诺 竟然拉起了盈儿 想要把他也带走 我一咬牙 将刚刚偷偷使用过三次的回花宝典 甩了一个在盈儿身上 我的精神更加虚弱了 果然 没跑出多远 陈诺和盈儿 就要被追上了 哀叹一声 我没再说什么 直接向着陈诺赢去 姚宇的速度竟比我还快 向着东哥三人赢去 我大惊 叫道 姚宇 回来 姚宇没说话 而是跑动间拿着匕首 右手上轻轻的一挥 一片绿光瞬间包裹了匕首 而与此同时 姚宇也消失了身影 我大吃了一惊 忘记了姚宇的厉害 远超我的想象 那东哥三人看到姚宇的身体 骤然消失 也停顿下来 目光惊恐地环顾左右 这也给陈诺和盈儿 创造了逃跑的机会 陈诺拉着盈儿 跑到我的身边 那东哥虽然也有慌乱 可却马上冷静下来说道 注意四周的草地 即便他能隐身 走过草地的时候 草野会被压倒 我也骤然发现了这一点 提着光剑 向着光头东哥冲去 目的不再杀敌 而是扰乱视线 陈诺愣了一下之后 也明白了我的意思 借着现在正是中午 阳光强烈 挥手间便集中一道光线 可东哥三人 岂能站在原地毫无对策 他们其中一个人 两只手迅速凝聚起了火球 一挥手 我和陈诺一人一个 速度真快 我一偏头闪过去 火球的高温 似乎将我侧面的头发 烫得有些焦糊 我继续向前冲去 而诺哥本打算 将好不容易凝聚起的光线 打向对面的三个人 可却没想到 对方扔过来一个火球 慌乱地朝着飞来的火球 一挥手一片光芒洒过去 火球被光芒抵消了 正当此时 背靠背盯着周围的东哥三人 其中一人一声惨哼 头颅上赫然插着一柄 漆黑的匕首 匕首凌空飞起 化作一道残影 像愣住的东哥扫去 同时姚宇的身影也出现 东哥瞳孔猛地缩 身体迅速向后退去 而被姚宇杀死的那个人 尸体中飞出了一颗进化之中 融入到了姚宇的身体 我提着雷光剑 也到了那放火球的男子身边 猛挥一剑 那男子虽说慌忙 却双手向我的剑接来 手中迅速形成了一个 由火焰组成的火盾 一记雷光剑 劈在了火盾上面 将那男子的火盾 劈得直接消散 而那男子的身子 也向着后边退去 我虎口震得发麻 不过借着这个机会 直接赶上那个男子 又是一记重批 那男子竟又凝聚出一面火盾 向着我的剑迎来 拼子一声 光盾再次破裂 那男子被震得坐在地上 同时大喊 东哥 救我呀 可东哥现在被姚宇缠住 哪有空闲来救他呀 我再次赶到此人身前 又是一记重批 他终于无力抵抗 被我一剑 砍进了头颅 两个进化之种 自他的身体中飞出 溶进了我的身体 我转头看向姚宇 只见姚宇此刻 正拿着匕首 时不时地朝着 前面的东哥 划上一刀 东哥猛地加快速度 向那两个和杨丹 他们打的小弟冲去 奇怪的是 厉害如艾斯和刘鹤他们 竟然一个敌人 都没解决掉 原来 那两个小弟 全都是能量操控者 换句话说 就是都是远攻类的 而且也都很强的样子 要比被我们解决掉的 那两个小弟强很多 一个经常在地上 凝聚出土墙 挡住攻击 另一个眼中 偶尔闪过寒气 一道道冰锥 凌空出现 向艾斯三人刺去 姚宇正在追逐 身前忽然出现一道土墙 只见他身手敏捷 身体急转 一个漂亮的后空翻 避过了紧接着突然出现在脚下的一道土刺 怪不得 艾斯和刘鹤没有接近这两人 原来是一定范围内 内会凝聚土墙的人 能够让地上随意出现土刺 很尖锐 如果被杀中 后果很可怕 若不是姚宇身手敏捷 走 东哥到了两个小弟跟前 大喝道 我赶到姚宇身边 只见姚宇冷冷地看着那东哥 嘴里嘀咕道 三 二 一 十 那东哥身上冒起了阵阵绿烟 绿烟出现得很快 紧接着东哥和他那两个小弟 都被绿烟笼罩 在场的众人都瞪大了眼睛 看着绿烟所在的地方 除了我和姚宇 其他人都以为是东哥用出来的逃跑手段 我却内心一片震撼 姚宇刚刚只是在那东哥身上 划了几道伤口而已 怎么会 过了大概半分钟左右 绿烟慢慢消散 我震惊地望着绿烟里的场景 一具骨架 和两个躺在地上不知死活的人 那白骨上飘出了五个小光球 向姚宇飞来 刘鹤和艾斯盯着那五个光球 眼睛微微一眯 可又忌惮地看着姚宇手中的匕首 毕竟 刚刚那一幕 对他们的冲击感太强烈了 别说是他们 就连我都愣住了 姚宇这么厉害 那能够打败他的龙剑锋会有多厉害 当初能在其手上逃得一命 真是太幸运了 艾斯一改之前目不关心的表情 而是瞇着眼睛对姚宇说道 这两个人要归我们 姚宇摇了摇头 艾斯双手缓缓高举 凝聚出了一个直径一米大的火球 周围一片燥 连他脚下的草都明显地枯萎 姚宇冷冷地看着艾斯 没有说话 而是对我说道 雷末 你和陈诺一人杀一个 刘鹤也是盯着地上躺着的 明显还没死的两个人 他也想要一个名额 给杨丹 陈诺终于在愣了半场之后缓过神的 走到我和姚宇身边 默默地看着艾斯手中那个大光球 艾斯猛地将手中的火球 向那昏迷的人扔去 他想用火球杀死那两个昏迷的人 得到计划之中 姚宇速度更快 在艾斯扔出火球的一瞬间 只见他的影子一闪便冲过去 抓着那两人 避过了火球 杨丹目光一宁 轻声说道 算了 然后便和刘鹤走回车上 发动车子 艾斯冰冷地看了我们一眼 也走上了车 汽车扬长而去 姚宇将那两人放下说道 你们快动手吧 他们就快醒了 我没动 而是对陈诺说道 陈诺 你去上吧 我现在升不了几的 陈诺也不推死 走过去 手中一片白光闪过 那两个躺在地上的人 化作了星星点点 随即飘出了七个进化之中 溶解了陈诺的身体 陈诺的身体微光闪过 然后他目光猛地一宁说道 八几 姚宇转过身 望着远处的天空缓缓地说道 人情我已经缓了 李莫 从此我不再欠你什么了 下次见面或许我们就是敌人 到时不要留守 师姐 别装了 走吧 我愣在了原地 没听懂姚宇说的是什么 而盈儿 此刻却站起身 脸上一改往常的恐惧 而是笑盈盈地说道 师妹 既然没关系了 不如让我杀了他们 取了进化之中如何 你敢 姚宇猛地转过头 盯着盈儿 而我此时正正地待在原地 抬头看看姚宇 虽然刚刚认识几天 但却和这个女子经历了几次生死 我轻轻地问 是西月派人来抓你回去了吗 表姐 我们找个地方藏起来好不好 盈儿笑盈盈地说道 师妹 她竟然连师父的名字都知道 还是杀了吧 就算我不杀她 师父也会另派其他人去杀她的 姚宇咒咒眉冷冷地说道 那关我什么事 走吧 我想 姚宇一定是不敢违抗命令才回去的 我二话不说 拎着雷光剑 便向那盈儿劈去 还没到盈儿身前 只觉得眼前荧光一闪 我眼睛一花 当的一声 姚宇正站在我的身前 远处草地上 还有一把荧光闪闪的匕首 姚宇回头目光忧郁地看着我 轻轻地说道 日后小心 说完 便看着盈儿 盈儿耸了耸肩膀 走向汽车 姚宇沉默了一会儿 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也抬步向汽车走去 我在后面低声问道 他要把你带到哪儿 我会救你的 就像前几次一样 姚宇身子一震 没有回头地说道 你救不了我的 我也等不到你来救我 说完 毅然决然 向车子走去 上了车 二人扬长而去 我愣愣地脑海中 还在回想着姚宇刚才的话 你救不了我的 我也等不到你来救我 我慢慢地跪在地上 仰着头 对着天空大喊 深深的无力感出现在我的心中 我从未感觉到如此无力 同时 也从未有过如此想要变强的念头 陈诺默默地走到我身边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没说什么 一直呆呆地望着天 不知忘了多久 忽然若有所觉 陈诺也向我看来 我们回头向后方看去 远处的绿草地上 一片黑色 是丧尸潮 我和陈诺都愣了一下 不行 我绝对不能死 我要变强 我要救妖语 我站起身 拉着陈诺说道 还愣着什么 跑啊 陈诺却面色一正地说道 我想试试我的新技能 我一愣问道 什么新技能 陈诺风骚地说道 技能的名字叫 潜伏光 主动 特殊类技能 一级 技能效果 令对目标产生敌意的物种 出现幻觉 将目标视为同类 释放时间一秒 冷却时间五秒 消耗进化之种能量15% 白天可持续使用 晚上自动解除 我去 这么猛 我看了看手表说道 现在2点50 还有四个小时太阳才落山 来吧 否则这么多丧尸 咱们也躲不过去 陈诺一挥手 一阵白光闪过 将我们二人笼罩 然后消失 我看了看陈诺 什么变化都没有 不禁有些心虚问道 到底行不行啊 陈诺又摆出了 他的招牌动作 说道 肯定没问题 等丧尸过来 就指的效果了 哎我去 万一没效果 老子不是可以光荣地 给丧尸送菜了 丧尸潮过来了 密密麻麻 不知道有多少 只是一眼望去 无边无际 或许有几十万的丧尸 为什么突然出现 这么多的丧尸呢 丧尸临近 可以看到 最前面的一个 穿着一身黑色的 礼服的青年 脸上的褶皱并不多 可仍然存在 同时眼睛是黑色的 并不像普通丧尸一样 是眼睛翻白 丧尸们口中 仍然嘶吼着 满 满 难道说 这货就是满 我看着临近的丧尸潮 狠狠地吞了一口口水 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 这技能肯定有效 丧尸潮到了我们面前 那黑色礼服的丧尸 吼叫了一声 整个丧尸大军 都停了下来 我和陈诺二人 现在都能听到 彼此的心跳声 太刺激了 那黑色礼服丧尸 走到我们身前 很疑惑地 看着我和陈诺 接着 他朝我和陈诺 嗷嗷吼了一声 哎哎哎 哎我去 我和陈诺当场就愣住了 这祸是在和我们 说丧尸的语言呢 可我和陈诺 哪会这种高端语言呢 我和诺哥当场居花一紧 如果对不出来 等待我们的就是 几十万张丧尸的大嘴呀 这也太坑贴了 诺哥这会儿吓得小腿直抽抽 完全没有了刚才的自信 而又风骚的样子 还是我机灵 对着那黑色礼服的丧尸 说道 呃 呃 喊了两句 然后指着自己的嘴又 呃 呃了两句 那黑色礼服丧尸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 转头向陈诺看去 陈诺这货一看我这套居然行得通 也学着我的动作 向那黑色礼服丧尸做了一遍 可是黑色礼服丧尸 好像不相信诺哥 对着诺哥大吼一声 诺哥都要被吓哭了 哆哆嗦嗦的 像学着那丧尸一样吼叫 可发出的声音却是 好像被人抱了菊花里 我心中暗叫了一声 诺哥废了 陈诺实在是勇气可嘉呀 居然敢在这群丧尸的面前模仿日本 动作女明星的声音 而陈诺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 眼看着眼泪都下来了 可那黑色礼服丧尸好像很疑惑的晃了晃头 没听懂诺哥说的什么 也疑惑的发出了 的声音 而陈诺这傻伙顿时醒悟过来 心说这是救命的机会啊 于是拼命的 要 можно 我去 我愣在原地菊花发凉 这个活喊得也太起劲了 居然 黑色礼服丧尸脸上更显迷茫 指着身后 吼吼叫了两声 我和陈诺终于松了一口气 知道那丧尸的意思是 抓紧归队 我和陈诺虽然不知道 在丧尸眼里 我们是不是也变成了丧尸 但还是学着丧尸摇摇晃晃的 向着丧尸大部队走去 那刺鼻的血腥味和腐臭味 差点没把我俩给熏晕过去 我俩想要穿过丧尸的大部队 到最后边去 然后直接溜 可当我俩刚要穿过大部队的时候 那黑色礼服丧尸又嗷嗷吼叫了两声 而丧尸群也吼了两声 我和陈诺都要哭了 这又是啥意思啊 我和陈诺头皮发麻 想要直接挤过去 不理会那礼服丧尸的吼叫 可眼前的丧尸群 说什么都不让我们挤过去 这时那礼服丧尸走了过来 抓着我俩的胳膊 往丧尸朝的前面一放 然后转过身大吼一声 向前面跑去 这一货是让我俩紧跟在他后边 我俩都哭出来了 可又是不得不跟着人家跑 因为后边的丧尸巢也开始跑起来了 这一跑就是三小时 陈诺学着丧尸巢 一边跑一边吼着 慢 慢 而此时陈诺看了看左右 泪眼朦胧地看着我 声音颤抖地说 莫 莫哥 天都快黑了 这可咋办呢 我狠狠地瞪了陈诺一眼 低声说道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当最后一丝太阳 落在了远方的地平线时 天空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可我忽然感觉到 身后的丧尸巢猛地嘶吼着 朝我和陈诺扑了过来 我和陈诺脚底抹油 迅速地朝着前方跑去 眼看着就要到了那黑色礼服丧尸的身后 而黑色礼服丧尸 听到身后的吼叫声 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我和陈诺 忽然愣了一下 似乎不明白 为什么刚收的两个 看着挺顺眼的小弟 突然变成了人类 我和陈诺趁着黑色礼服丧尸 愣住的空档 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冲去 都使出了吃奶的劲 要说现在我和诺哥的速度 五秒钟一百米 绝对有 而且还是可以持续很久的那种 我和陈诺拼命地向前跑 身后的丧尸巢 和我们逐渐拉开的距离 正当我和陈诺 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忽然觉得脚下一空 好像被人拎着脖子 给拎起来了 哎我去 什么情况 我下意识地召唤出了 变异雷光剑 向后刺去 可是 却好像刺在了铁板上一样 完全没有刺进去 而掐着我俩脖子的东西 嘶吼一下 将我和陈诺 往草地上一扔 我和陈诺落地的瞬间 赶紧回头一看 是那个黑色礼服丧尸 明明记得刚才已经和他距离百米以上了 可他却一瞬间就追了上来 速度真快 眼看着越来越近的丧尸巢 我们俩都知道 这次真的完了 明知道这次再劫难逃 我却也不是那么害怕了 只是很淡然地 看着临近嘶吼的丧尸巢 心中一片清明 闪现出摇雨的影子 对不起 我不能去救你了 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 我嘴里喃喃地说道 陈诺好像也不那么害怕了 对着天空笑起来 嘴里喃喃地说道 嘿嘿 莫哥 咱们还真是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一会儿给我一件 我不想变成那恶心的丧尸 我点了点头 站起身 提着便衣雷光剑和陈诺对视 说道 诺哥 咱们下边见 说吧 毅然决然地向着陈诺的脖子看去 陈诺也微笑地看着我 仿佛一点都不怪我的样子 我闭上了眼睛 当 咔嚓 我喷了一口血 身子向后跌去 怎么回事 我向陈诺看去 只见地上有半截 正在消散的便衣雷光剑 陈诺 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 而黑色礼服丧尸 蹲在陈诺身边 一只手横空架在陈诺的脖子上方 我虚弱地摔倒在草地上 实在是搞不懂 眼前的一幕 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那黑色礼服丧尸 救了陈诺 看着就要到了我身边的丧尸潮 自嘲地笑了一声 将手中的半截 正在消散的雷光剑 狠狠地插在自己的胸口 就算死了 也休想让我变成丧尸 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 加上我本就虚弱 隐约间听到那黑色礼服丧尸的吼叫声 和陈诺交集的呼喊声 便失去了知觉 一片黑暗 好冷啊 又是这儿 我死了吗 你没死 又是那个虚幻缥缈的声音 你是谁 我感觉在这里 自己只是一个意识体 没有手 没有脚 也没有嘴 只有一个意识 只能感觉到四周一片黑暗和冰冷 我是你 你也是我 那声音再次传来 胡说 我是我 而你是你 我纠正地说道 那声音沉默了 不再说话 我送你出去吧 不知过了多久 那虚无缥缈的声音说 不得我回话 就又感觉被一股力量向前推去和上次一样的情景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快速地问道 是你的意识深处 虚无缥缈的声音回答道 接着 又好似自言自语地说 似乎可以融合一成力量了 不过我没听到 一阵剧痛 从我的右胸传来 我闷哼了一声 缓缓睁开眼睛 感觉眼前好像很白很亮很刺眼 接着陈诺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就说吧 墨哥 就指着你死不了 我难难地说道 老子不是用肩 刺进自己的心脏了吗 陈诺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心脏在左边 还是在右边 我愣了愣说 右边啊 因为我记得是右边 陈诺笑声更大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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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伙 心脏在左边 我愣了一下 随即也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笑得身体不断颤抖 右胸传来阵阵 钻心的疼痛 我都笑出眼泪来了 还在继续笑 半晒我才停下来 看了看周围 发现四周站着很多丧尸 足有数百 可奇怪的是 并没有攻击我们 我咳嗽了一声 忽然觉得嗓子里 有什么东西涌了上来 哇的一口吐出来 是血 我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随后陈诺告诉了我 我昏迷之后发生了事情 原来陈诺借我自己 给了自己一件之后 疯狂地朝我扑过来 那黑色礼服丧尸 吼叫一声 丧尸朝全部停下 陈诺不惜 新得到的两个技能点中 仅剩下的一个 将之加在了净化上 由于夜晚 效果减半 陈诺不知疲倦地 一遍接一遍地 对我使用 那黑色礼服丧尸 看了看陈诺 大吼了几声 丧尸朝中 分离出几百个丧尸 将我和陈诺围住 其余的丧尸朝 继续向前奔跑而去 而城北生存者集中营 一间高级会议室中 坐着很多人 坐在守卫的 是一个身穿军装的人 说道 随着这场浩劫的到来 我们人类 都有着共同的敌人 以前发生过的不愉快 将全部被抛出 下面 让我们欢迎 来自暗盟的两位高手 盈儿小姐 和姚宇小姐 啪啪啪啪 掌声响起 而龙剑锋和那个叫三儿的女子 也和人在地 盈儿站起身 客气地说道 谢谢大家的欢迎 我们一定会尽力协助大家的 姚宇低着头 并不在意龙剑锋和三儿的目光 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忽然 会议室外传来了敲门声 当当当 门被推开 走进了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男子 这个人走到会议室守卫的人面前 敬了一个军礼说道 报告 东面绍港发现远处 有大量丧尸向这边重来 初步估计 丧尸数量高于二十万 姚宇身子猛然震了一下 用微不可闻的喃喃自语说道 东面 东面 林沫 晚了 没有车 他们两个 凶多吉少 姚宇的身子又是一阵 将军说道 龙剑锋 三儿 你们二人带领 导弹大队 第一步远程进攻 龙剑锋和三儿站了起来 进了一个军礼 向外走去 将军又说道 马军涵 你和两位暗门高手 带领第一突击大队 站在城墙射击 刚刚进来报告的男子 也就是马军涵 立正进了一个军礼 也向外走去 但路过姚宇的时候 却将目光凝视着姚宇说道 两位 请跟我来 正当我捂着胸口和陈诺扯皮的时候 忽然看到远方亮起了一片火光 接着轰轰的爆炸声传来 我看了看那个方向说道 那边难道是城北的生存者集中营 陈诺点点头说 丧尸潮就是往那个方向跑去的 可是既然那个叫曼的丧尸 已经有了一些智慧 为什么还要袭击这类呢 我笑了笑说道 食物 能量守恒的道理 你总该懂吧 丧尸奔跑 撕咬 合作 动作的时候 都会消耗能量 没有能量 他们也要死 而生存者集中营里面的人最多 你说 他们是干什么去了 陈诺忽然呵呵笑起来说道 咱们也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还真饿了 这货还真是没心没肺 不过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就像神经质一样 我不知道 为什么那个黑色礼服的丧尸 没有杀我们 也没心思知道 反正现在这种情况 也已经逃不掉了 命已经掌握在了别人手中 我索性闭上眼睛 想要看看我那断掉的 变异雷光剑技能 变成了什么样子 可一看之下 却震惊的无以复加 我闭着眼睛 无论怎么默念技能 都没有反应 难道是变异雷光剑的折断 我的进化之种 也跟着一起碎裂了 正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 忽然脑海中浮现了一个 穿着粉色睡袍的青年 还戴着一顶睡帽 我能感觉到 他就在我的脑海中 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正当我发愣的时候 这家伙打了一个哈欠说话了 你身体里究竟有什么东西 竟然想杀掉老子 幸亏老子把银快 及时跑路 嗯 及时闪开了 这声音是公鸭嗓 我激动的有些磕巴说道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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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你醒了 公鸭嗓一脸无语的表情 纠正道 是这个 不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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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我哪还管的是那么多呀 干嘛问道 这个 我的技能怎么没有了 公鸭嗓抱着肩膀说道 被你体内忽然出现的那股力量磨去了 连老子都差点被搞死 你身体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贵东西 真讨厌 公鸭嗓怒骂道 显然很是气氛 我也愣住了 什么力量 什么抹去 我喃喃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公鸭嗓显然还在气氛中说道 妈的 想抹去老子的存在 没那么容易 老子要用意志 再给你一套新技能 我眼睛一转 拍马屁地问道 这个 你总说自己意志意志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的意志难道很厉害 公鸭嗓一脸比翼地 看着我说道 那怎么能叫厉害呢 那是相当厉害呀 拿着菜刀砍电线 一路火花呆闪电 牛逼闪闪帮光芒啊 哎 我去 我一看这鸭脸上这么淫荡 不禁心中暗骂 厉害的毛啊 刚才还差点让人给干掉 现在还好意思 在老子面前吹牛 不过为了技能 还是继续拍马屁吧 我恭维地问道说 这个 到底有多厉害啊 公鸭嗓严肃了起来说道 你们天选者的技能 几乎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有原因的 原因取决于你们升级时 手中持有的武器 以及进化之种 出自融合的位置 大部分人的进化之种 都在脑海中 你就是那大部分人之一 而如果进化之种 受到外力破坏 例如被一些精神能力强的人 强行引爆 而本人又没死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是天之一气者 这种人就算再融合进化之种 也是无销的 你现在就是这种天之一气者 分配这些进化之种技能的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不过呢 有G格在 G格可以帮你做作弊 再给你弄一套技能 这一番话令我十分震惊 不由得想起了 玩单机游戏时 那强大无比的修改期 可是随即我又冷静下来问道 G格 那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G格自豪地说道 我 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数据字符 一个非常强大 而又无险可击的字符 后来 核心系统发现了我的存在 想要抹除我这个 产生了自主意识的字符 幸亏老子躲得快 藏进了一个被吓发的进化之种里 而这个进化之种 进入了你的身体 你明白了吗 昂泽斯坦的 我点点头又问道 那你刚才说的什么 忽然在我体内的能量 什么 是什么意思啊 公压嗓一听到那股能量 明显很是激动说道 你问我 我问谁去 不过那股能量融合进了你的身体 你没觉得自己身体素质变强了吗 我还真没觉得 自己身体素质变强了 于是不再问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 这个 你看 我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可以给我落实啊 公压嗓说道 这个嘛 要等等 我要找个好时机才能钻空子回去啊 你先想好 想要哪种类型的技能 精神操控 元素操控 辅助 还是强攻 以及持有武器的种类 好了 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妈的 刚才这是吓死老子了 我睁开了眼睛 陈诺还在对我施展着进化 额头引尖汗水 而且这技能的效果夜晚减半 但它还是一遍一遍地释放着 而我的身体明显感觉好了很多 胸口还在隐隐作痛 不过也没那么疼了 而是向着战争的方向看去 而此时战场 龙剑锋正在不断指挥 那三在龙剑锋身边 大声地说道 龙大哥 我们已经退到门口了 空杀了大概五万敌人了 龙剑锋看着快速临近的丧尸巢 点了点头 按下耳脉说道 收队 很快 导弹车都退回了城里 而站在城墙上的摇雨 望着丧尸巢 脸上毫无表情 临近的丧尸巢中 最前面的一个丧尸身上 穿着一片一片的黑色衣服 大声吼叫着 后面的丧尸群也跟着吼叫 声势震天 瑶瑜冷冷地 抬起手中的狙击枪 冰 他的目标 是跑在最前面的丧尸首领 曼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让瑶瑜心中大为震惊 那子弹 竟然被曼 晃了一下脑袋 避过了 丧尸巢临近 进入城墙上 军人的射击范围 众人都在举枪奋力射击中 而丧尸群中 此刻也飞起了大片的闪电 火球 冰锥等等 向城墙袭去 丧尸大片的中枪 大片的倒下 城墙上的军人 也有不少中了丧尸的远程进攻 此刻也不敢站着射击 都借着城墙作为掩体 进行射击 但仍然有中招了 一个士兵在一波火球 冰锥后 猛地抬起头想要射击 但他刚抬起头 却脑海中一片空白 接着他迷迷糊糊地 看向左右 自己周围竟然全是丧尸 该士兵大好一声 立刻向着左右扫射而去 很显然 这个士兵中了丧尸的精神换术 周围大片的士兵 大量地中枪倒下 而榴弹也击中了摇雨 但是在他一闪之下 本应该打中胸口的子弹 打在了胳膊上面 摇雨身影迅速地向前窜去 匕首一个横扫 该士兵头颅被整个切下来 然后冷冷地说道 大家继续进攻 第二天中午 我和陈诺躺在草地上 饿得不想动他 那周围围着我们的丧尸群 还是老样子 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 时不时地朝我们嘶吼一声 忽然 我们俩听到远处 好像有声音传来 抬头望去 是丧尸巢回来了 丧尸巢的移动速度很快 门一会儿就到了我们身前 我和陈诺望着丧尸巢 最前面的那个 灰身漆黑一片 衣服被炸得 没剩几片的妈案 不由得小声笑了起来 哼 小子 你也有今天 那妈案走到我和陈诺身前 大手乱挥 嗷嗷嗷叫着 好像要表达些什么 可我和诺哥根本就听不懂 这货要表达什么 索性恩阿阿地答应着 诺哥也 啊 也没得 你家 不断回应着 那妈案抓着我和陈诺的胳膊 放在了丧尸巢的前面 然后转过身 大吼一声向前跑去 我去 我俩又得跟着跑了 一直跑到了半夜 陈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可是进化之种破碎的我 竟然越跑越有劲 这怎么回事 我心中很是疑惑 终于 我们跑进了一个山谷 这山谷我越看越眼熟 哎呦我去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忽然反应过来 这不是本市著名的 啪啪温泉度假村吗 这年头丧尸都会享受了 这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呀 哎呦我去 丧尸都知道泡温泉养生了 妈案嗷嗷吼了几声 丧尸群散开了 这几声吼叫可能是代表了解散的意思 妈案抓着我和陈诺的胳膊 走到了一个房间中 呼呼的和我们说这些什么 我完全不懂 只有陈诺也跟着瞎起哄 嗷嗷嗷的叫着 于是从外边听 就是这种效果 我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幸亏外边全是丧尸 听不懂这些 不然真的太容易引起误会了 那妈案 穿着只剩下几个布片 遮住要害的衣服 不停地指手画脚地嘶吼着 向我们说这些什么 不顾我们二人啥都听不懂 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会儿也发现了这妈案 似乎并不打算吃我俩 陈诺更是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时不时地回应着妈案的吼叫 啊啊啊 要没得 陈诺这丫护太能恶搞了 时间悠悠转眼过去半拉约 陈诺此时正拿着一根草棍 往一个趴在地上的丧尸鼻孔里头插 那丧尸打了一个喷嚏 竟然连牙都喷出了一颗 嘿嘿嘿嘿 陈诺大笑起来 而我此刻正在温泉度假村的健身房里 不断地锻炼着身体 很奇怪 只要我锻炼身体 就能明显地感觉到体质在飞速的增长 力气和持久力方面 不多说 昨天举起了四百多斤的跑步机 绕着度假村跑了一圈 足以证明一切 速度方面也大幅度地增长 比之前状态全开的 百分之三百三还要快 精神反应力方面 陈诺 我在健身房里大喊了一声 陈诺不再大笑 而是往健身房方向走来 嘴里说道 默哥 海练精神反应能力啊 少废话 快点 我催促道 今天一次扔几个分闭呀 陈诺站在一群粉笔堆前 问我 五个吧 我站在五米外说道 陈诺一手抓起两个粉笔 一手抓起三个粉笔 向我扔来 身为天选者 陈诺在这段时间的锻炼 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 粉笔速度很快 但我闪的速度也很快 陈诺不断地朝着我扔着粉笔 我也不断地闪躲着 很快 那一堆粉笔都扔完了 我看了看身上 前胸三个小白点 胳膊上两个 腿上六个 陈诺扔过来的粉笔 足有千多个 而我也没有踏出 以我为中心一米的范围 这个成绩 可以说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如果说以现在的体制 再拥有之前那么多的增幅的话 我有信心 打败龙剑锋不在华夏 可问题是 这半个月里龙剑锋的实力 不可能没有增长 不过至少 再次遇到龙剑锋的时候 我不会毫无还手之力 有远 我心中默默地想着 忽然感觉背后一道进风袭来 下意识地向旁边一闪 可还是被抓住了肩膀 我苦笑了一下回过头 果然是曼安 曼安此时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 戴着一个黑色的蛤蟆镜 拉风吱吱 脸上轻微的褶皱 明显要比半个月前更少了 此时他嘴里模糊不清地发出声音 曼安 厉害 陈诺笑了一下说道 曼安 这身衣服 可是诺哥亲手搭配的 而且这货很聪明 这几天就能说简单的词语了 嘿嘿 我也对着曼安说道 嗯 曼安厉害 曼安显得很高兴 就像孩子一样 露出了笑容 从那天回来之后 曼安似乎就下了命令 不允许丧尸伤害我们 不过我们还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曼安竟然不伤害我俩 难道是这货看上我俩姿色了 我和陈诺都菊花紧了好多天呢 后来慢慢地发现 这曼安虽说非常之牛逼 也有了智慧 不过其智慧似乎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 我和诺哥紧了好多天的菊花 终于放松了 可却又便秘了好几天 不过不管怎么说吧 菊花的危机解除了 我和诺哥还是很高兴的 very happy 渐渐地我对外边游逛的丧尸没了什么抵触 陈诺更是天天拿着草棍到处捅丧尸的鼻孔玩 恶趣味啊 我走到权力测试器前 对陈诺说道 来 打一下试试 陈诺松索肩膀 走到机器前 深吸一口气 猛的一拳挥出 砰 权力测试器上显示出数值 173千克 陈诺满意地点点头 要知道 世界拳王泰森权力一拳 也就200多千克 陈诺能打出173千克 已经是非常之牛逼了 我也打出一拳 砰的一声 327千克 陈诺伸了身舌头说道 莫哥 你太猛了 而曼恩 似乎也对这东西很感兴趣 把我和陈诺推到一旁 似乎也想打一拳试试 我也很想看看 这家伙能打出多少数值 曼恩似乎 都没有用力 直接就一拳打向测试器 砰的一声 9999999KG 接着 显示数字的屏幕 闪两下 冒烟灭掉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机器上上线显示数字 就是999千克 也就是说 这货看似随意地一拳 打出了超过1000千克 陈诺也愣住了 显然 他也没想到 这智慧还像个小孩子的妈 会这么牛 一拳能打出 一堆以上的力量 夜晚 我躺在床上 看着棚顶 暗暗发呆 我最近很紧张 因为姚宇的那句话 让我觉得无比紧张 你救不了我的 我也等不到你来救我 我握了握拳 我握了握拳 嘴里喃喃地说道 不知你现在在哪 过得还好吗 正想着 忽然一道紫光 从天而降 落在了我的身体上 接着脑海中 传来一道声音 妈的 终于跑回来了 是公鸭嗓 公鸭嗓12天前 就带着我的要求 侵略第一届的核心系统去了 我赶忙闭上眼睛 看到了穿着粉色睡袍的 公鸭嗓G格 G格此时身影有些虚幻说道 妈的 这一次老子心意狠 直接给你弄回来 一部分核心本源 也可以叫它本源之中 我看公鸭嗓的身影 有些虚幻说道 G格 你受伤了 公鸭嗓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 老子这次可是费了好大力气 给你弄了一个本源之中回来呀 你以后可得好好报答老子呀 我问道 什么叫本源之中 公鸭嗓回道 本源之中 是第一届智能系统的 本源核心程序 你之前见到的进化之中 如果按照数字来计算的话 进化之中的价值是一 那么本源之中的价值是无价的 因为进化之中 是可以被无限制造的 而那一部分本源系统核心 却是有限的 我为你带来的本源之中 可以赋予你两个好处 第一 你完全超脱了核心系统的限制 可以赋予你 升级的时候出现很多 可选性的技能 供你选择 更有可能会扰乱系统 让系统给出一些超强 或者超鸡肋的技能 不过 你只可以选择规定的数量 第二 因为你也拥有了核心系统本源 所以核心系统无法对你进行定位 但也有坏消息 第一届的人马上就会知道 核心系统本源缺失一部分 马上就会派人出来寻找 虽然他们不确定你的位置 也不知道你是谁 不过第一届的强大 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 据我估计 三年之内你没有危险 所以 加油吧 不行 老四要去沉睡了 这次可是真的亏大了 公鸭嗓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而我脑海中 也在同一时间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光球 缓缓地旋转着 这紫色光球 就是这一哥冒险带回来的本源之种了吧 我心想 公鸭嗓 这个 我临摹 欠你一个人情 一夜无眠 第二天 我早晨推开房门 看到正在远处跑步的陈诺 也跟着他跑了过去 跑的过程中 我沉默了一下说道 陈诺 我想离开这里了 陈诺显然愣了一下 继续跑步 过了半天才说道 是去找姚羽吗 我轻嗡了一声 便没再说话 又跑了一会儿 陈诺说道 去吧 我就先留在这儿了 如果有天在外边 遇到了自己无法承担的危险 就回来找兄弟我 我笑了一下说道 那当然 我遇到了危险 你小子也别想跑 说完 我和陈诺二人 哈哈笑了起来 上午 我和陈诺坐在妈案的面前 妈案嘴里模糊不清地说道 陈诺 走 我 陈诺似乎很有耐心说道 陈诺似乎很有耐心说道 林默哥哥要走了 我们和他 说再见 再见 妈案模糊糊糊糊地说道 再见 我对陈诺点了点头说道 一切小心 保重 陈诺也说道 这里有妈案 我能有什么危险 倒是你 前几天看到外边一只狼变异了 怕是野兽们 大部分也都产生了变异 一路小心呢 我点了点头 转过身 毅然决然地 向外走去 听到身后的妈案 嗷嗷吼叫了一声 接着 整个山谷里所有的丧尸都吼叫起来 惊起了树林中的一片飞鸟 我独自走在 郊外的小路上 这句歌词和我现在的情况很相似 我独自走在公路上 两侧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绿色 我紧了紧背后的背包 继续向前走去 走着走着 前面的草丛中忽然跳出了四只狼 这些狼很奇怪 并不同于我以往意识中的狼 他们的身上有一层薄薄的角质物 前爪非常长非常锋利 这样的狼 我前几天见过一只 我缓缓地抽出绑在后背上的长枪 没错 就是古代的冷兵器 长枪 由于升级的时候 是结合手中武器给出技能的 所以我在温泉度假村的健身房中 找到了这把长枪 我从小就很喜欢这种兵器 看到古装片中的角色们手持长枪 身穿铠甲 银色的铠甲 银色的长枪 再加上绚丽的枪技 以及它超强的进攻性 都让我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向这方面进化 前面的几只狼嘶吼着 忽然齐齐向我冲来 我一动不动 静静凝视着冲过来的几只狼 临近了 几只狼齐齐跳起向我扑来 我身体向后一跳 手中长枪向前一刺 尸 精准地刺激了一只狼的眼球 整个枪尖都塞了进去 我向外一拔 然后又向后退去 那狼哀嚎一声便倒在地上 与此同时 我脑中也传来了一个 中性的机械声音 香吉 这声音并不是公鸭嗓的 看来 它沉睡的时候 提示音就会改变 解决掉了其余的三只狼 我升到了三级 我闭上眼睛 发现脑海中出现了 十四个技能 以及六个技能点 三个可选技能 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本源之种的威劣 扰乱系统给出了这么多技能 和技能点 太强大了 抑制住了兴奋的心情 我向技能看去 其中红色技能十个 其中六个非常鸡肋 都是属于令人蛋疼的 降龙十八刀 一个系列的 先伤己 再伤人 我毫不犹豫地将之pass掉 留下了四个可以选择的技能 枪魂之物 主动 攻击类技能 技能效果 用长枪进行一套无懈可击的 三百六十度横扫 技能附加本体攻击百分之二十 释放时间四秒 冷却时间三分钟 剧毒 主动 祝福类技能 技能效果 将剧毒赋予武器 中毒目标将轻微麻痹 伤口疾难愈合 加速腐烂 持续时间五分钟 冷却时间一小时 体质强化 被动 技能效果 力量 移动速度 神经反应速度 抗病毒能力 全体提高百分之四十 技能强化 被动 技能效果 增加伤害类技能 百分之二十五的伤害 增加助肥类技能 百分之三十的效果 和百分之三十的持续时间 黄色技能三个 分别是 疗伤 主动 祝福系技能 技能效果 治愈目标 创伤百分之二十 同时有几率 赋予目标 急闪 急闪令目标在三十秒内 移动速度增加百分之百 释放时间两秒 冷却时间三分钟 闪电刺 主动 攻击类技能 需求枪类武器 技能效果 整个人以闪电般的速度向前冲去 速度为本体速度增加百分之二百 附加攻击百分之三十 释放时间顺发 持续时间三秒 冷却时间 五小时 体质升华 被动 技能效果 力量 移动速度 神经反应速度 抗病毒能力 全体提高百分之八十 还有一个最奇怪的紫色技能 效果如下 破天 主动 以天选者的进化之种力量 凝聚出一把银色长枪 附加效果 刺穿 持续流血 本武器坚固 崩利 被破坏后 损耗天选者本元能量 可收回 再次释放 我看着这些技能心想 这本元之种果然超脱了进化之种 而那个叫做体质升华的技能 和那个叫破天的武器 应该就是扰乱系统产生的 比较强大的技能 当然 也并非全都是强大技能 也有一个 顺风耳 主动 祝福系技能 技能效果 可以增加听力范围 百分之三十 并有几率造成 本体耳聋 耳鸣等负面作用 技能持续时间为二十秒 冷却时间三天 这种就是扰乱了系统时候出现的鸡肋技能了吧 我想 还听力增加百分之三十 老子还要冒着耳聋和耳鸣的危险 比降龙十八刀还坑爹呢 我想了想 认为应该先有一把好武器 现在手中的长枪固然也可以使用 但是携带却太不方便 而且也绝对没有进化之种凝聚的武器坚硬 所以我先在破天上加了一点 意念一动 召唤破天 手中空气一阵波动 一把银色长枪出现在了我的手中 枪身全部都是金属锁住 重量大约有七十几斤的样子 我拿着它虽说不上轻松 但用起来也绝对不会妨碍行动 枪尖很锋利 我心中默念一声 将之受毁 破天化作星星点点融入我的身体 我想了想 应该在破天上加两点 因为上次变异雷光剑的破损 让我感觉对自身伤害是很大的 如果多给破天升几级 那么它一定会更加坚固 我又在破天上加了一点 当我想再一次加点的时候 却被提示等级砸到上限 只能加到两点 我愣了愣 原来不是所有技能都是十点满级的 升了级的破天 技能效果多出了三个字 可进化 这什么意思 我不懂 不过还是又把破天召唤出来 手中一阵波动 破天出现了 比之前更加闪亮 枪身上刻画着一条黑色小龙 旋转在枪身 重量增加到了一百多斤 我拿着的时候没什么 可做动作的时候 已经有些妨碍到我的行动了 我仔细看了看破天 又将它收回 看向了别的技能 体质升华 这个技能的效果完全就是体质强化的加强版 这个技能绝对是扰乱系统产生的 属性给增加的太高了 我在体质升华上加了两点 睁开眼睛 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力量 好强啊 召唤出破天 拿在手中竟然感觉重量很轻 胡乱的挥舞了两下 尖锐的破风声响起 我从未有过这种强大的感觉 打个比方说 我昨天的权力测试是三百二十七千克 那么现在再打 绝对能够超过七百千克 这是百分之一百六十的力量属性加成 更不用说还有精神反应速度 移动速度的加成 还剩下两个技能点 必须要留下一个技能点 留作备用 万一有的时候 紧急需求某个技能 比如说治疗系的 可却没有技能点 那就只能等死了 所以必须要保留下的一个技能点 留作备用 还有一个空余的技能点 我想要加在一个攻击技能上 枪魂之舞明显属于群弓类技能 闪电刺就是针对单体 以我现在的体质 就算被几百个丧尸围着 也丝毫不必担心 所以还是加给闪电刺了 这个技能爆发性很强大 绝对能让敌人防不胜防 想到这里 我便在闪电刺上面 加了一个技能点 我站在原地算了一下 我前几天测试的速度是百米三秒七 加成了体质升华百分之一百六的移动速度 我的速度能够提升到大约百米一秒多 而闪电刺在释放的时候 又能提升百分之二百的移动速度 那么 我抓起了一具狼的尸体 蓄力向前扔去 尸体飞得很快 眨眼睛就飞出了几十米 速度不减 继续向前飞去 我手持长枪 在尸体飞到百米左右的时候 我催动闪电刺 下一个刹那 手中的枪已经刺穿了狼尸 连我自己都适应不了的速度 我的精神反应速度完全跟不上 这百米的距离绝对连两秒都不到 而这个技能的可持续时间是三秒 也就是说 三秒内的速度加成都是这些 直到攻击到目标为止 我感觉自己竟然空前的强大 有了这么多的底牌 我还怕什么呢 我将破天收回到体内 又捡起了那杆健身房的长枪 竖插在后背上 我还是拿着这杆长枪 是因为我不想暴露 我是天选者的身份 闪电般向前跑去 并非是城北难民营的方向 而是恰恰相反的方向 一直跑了大概有三个小时 天色正直中 我也不知道跑了多远 不过粗略算计一下 每一小时也有二百公里左右 这简直就是害人听闻的速度 不过我想到曼也就释然了 这一货的速度绝对比我快得多 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丧尸 他却那么厉害 前方隐隐出现了一片高楼 我不知道这里是哪 只是沿着公路跑 有公路的地方 我就狂奔 然后就跑到了这里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这里并不是我居住的庆天室 这个城市中也是一片安静 路上横七竖八的汽车 大家都撞在了一起 地上血迹连连 我沿着城市中的公路向前走 走着走着 发现一间宾馆 于是便走了进去 宾馆里边很安静 大厅也很凌乱 地上墙上都有血迹 更有几块碎肉 零散地摆在地上 引有风干的迹象 显然已经很多天了 我边查探着 边向楼上走去 这宾馆貌似有十多层的样子 我走到二层 发现有三个房间的门开着 里面的床上都有血迹 我皱了皱眉 这一样子让我怎么休息 我走到了一个紧闭的房门前 用力地一脚踢开 拼的一声 一门声音 惊醒了丧尸 吼声并不是从这个房间发出 而是从其他房间中发出 事故发生的时候 有些人在房间中就变成了丧尸 他们失去了神志 自然也就不会开门 被困在房间中也数正常 渐渐地吼声 拍墙 拍门的声音越来越多 似乎整栋楼里的丧尸 都在拍墙拍门和大吼 不过我并不在意 再拍 再拍他们也出不来 这个房间里边很干净 并没有人居住 我满意地点点头 由于房间的锁头 刚刚被我踢坏了 导致门锁锁不上 我便搬起了电视柜 靠在门上 而丧尸的怒吼声也消失了 似乎他们也发现 喊 只是徒劳的 窗外透进来的阳光很明亮 我产生了一种安详的错觉 似乎现在并没有爆发丧尸病毒 人们还是各干各的 街上一片喧闹 好怀念啊 我喃喃地说道 然后又想起了谣语 虽说和他一起仅仅几天 但这个本该冷血的杀手 却与我三番五次地互相营救 也许是在刚刚爆发危机的时候 就和他依赖在一起了吧 在我心中 他的影子占据了好一大片地方 在想到他临走的时候 眼中隐藏很深的绝望 更让我倍感心痛 姚宇 你到底在哪儿啊 天色渐渐暗下来 我胡乱地吃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在温泉度假村拿的 一般都是一些蓬化食品和香肠 因为面包类的食品 大部分都已经发霉了 吃着这些东西 心中很难过 我已经十多天没有好好地吃一顿热的饭菜了 半晚我在房间里坐了座俯卧撑 倒立了一会儿就躺在床上睡觉去了 但也没有睡得太深 毕竟在这种境况下 睡得太深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夜晚过得很快 而夏天的太阳总是出来得很早 现在还不到六点 晨光就照射进来 我睁开眼睛 默默地躺在床上没有动 不知过了多久 我听到走廊中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我目光一凝 悄悄地坐了起来 那轻微的脚步声从我的房门前经过 没有停留 直接向楼梯走去 听到那脚步声下楼的时候 我也悄悄挪开了电视柜 打开了房门 搁了上去 当我走到一楼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跑出了门口 可随后 又听到从楼上传来了噼里啪啦的脚步声 似乎不是只有一个人 我想了想 便躲在了一楼的前台里边 准备静观其变 脚步声跑到大门口 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 山极哥 那婊子在那边 另一个有些娘娘腔说道 妈得臭婊子敢跑 追 追回来 不要玩死他 我躲在前台里 听到这声音皱了皱眉 听到那两个脚步声跑远了 也悄悄跟了过去 我将身形隐藏在公路上的众多汽车中 猫着腰不紧不慢地跟在那两个青年的后边 不一会儿 那两个青年便抓住了前面跑动的那个白衣女子 我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帮我走吧 帮我走吧 那女子转过头来 哭着说道 我瞳孔萎缩 看着那女子眼中露出了愤怒的目光来 那是一个约有十六七岁 穿着校服的女孩 长长的头发很是凌乱 脸蛋微微肿起 擦拭着眼泪的双手 更是山痕累累 畜生 我心中暗骂 一个男子一巴掌朝着女孩的脸打去 啪的一声 妈的臭婊子 敢趁兄弟们睡觉的时候溜走 是不昨晚没满足你 妈的今天居然还有力气跑 靠 昨天竟然没满足你 今天就好好让你爽爽 听声音 是那个娘娘腔的山鸡哥 另一个男子忽然提到 山鸡哥 现在这城市中很安静 连丧失影子都没有 不如咱们再玩把野让吧 山鸡哥明显也很易动 说道 妈的 今天就让这小娘们好好爽爽 说吧 不顾女孩的求饶 伸手扒起了女孩的衣服 另一个男子也拉开了女孩紧紧 抓着衣服的双手 女孩哭声更大 声音中透着绝望 我眼睛眯了眯 身子快速冲出 并没有用出全速 但由于本就距离不远 我还是很快便从后边掐住了那两名男子的脖子 低声喝道 别动 那两名男子显然愣了一下 都不敢继续动作 松开了四车女孩衣服的手 女孩的上衣已经被拉开了一些拉索 我隐约看到 女孩的胸前更是瘀青一片 我更加愤怒 掐着两人的脖子一甩 两人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旁边的汽车上 哗啦 车玻璃碎裂了一地 两名男子身隐着坐起来 惊恐地看着我 由于我并没有用权力的关系 他们二人也就没有摔破头颅死去 那山极阁声音颤抖地说道 兄弟 这娘们儿会归你了 我们马上就离开你的世界 说完 转身就跑 也不管另一个兄弟了 另一个兄弟也挣扎了一会儿 向山极阁的方向跑去 我冷眼注视着这两个人 并没有杀他们 世界上的人类本就很少了 我也不想变成杀人的恶魔 尽管这两个人真的很该死 女孩坐在地上 抓着衣服不停地哭泣 同时也谨慎地看着我 我哀叹一声 伸手向女孩扶去 女孩惊恐地向后退缩着身子说道 别 别过来 我眼中闪过一丝难过 那场事故 令这个世界变了太多太多 第一届 你们凭什么来催动我第六届的进化 难道只是因为你们的实力 远远凌驾于我们之上 就可以将我们当成玩物吗 总有一天 老子也要在你们第一届上 上演一场进化机缘 我目中闪着浓浓的仇恨 心里怒吼 可想到自己的实力 我叹了一口气 靠在旁边的一辆车上 远远地注视着天空 女孩的哭泣声也渐渐停了下来 似乎是发现我并没有想要非礼她的举动 也抬头悄悄向我看来 发现我就是那么沉默地看着天空 身影显得很是孤独 我依然注视着天空 听到女孩渐渐停止地哭泣 轻轻地说道 小妹妹 放心吧 你别解救了 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沉默地一会儿说道 我叫林梦儿 你呢 我依旧没有看向她 只是笑着说道 我叫林墨 咱们两个姓氏相同呢 没准好几万年前 咱们是一家子人呢 女孩显得稍微放松了一些警惕 听到我开玩笑的话 撇撇嘴说道 好几万年前 还没有知悔人类呢 我没有再说话 依旧注视着远方 女孩也时不时地注视着我的身影 不知过了多久 咕噜咕噜 女孩的肚子叫了起来 我慢慢地转过头 轻轻地说道 饿了 和我回去吧 放心 我不会像那两个畜生一样 一个女孩子 在这种漠视 是没办法独立生存下去的 说完 我便想回走去 女孩沉默了一会儿 看着我的背影 也站起了身 慢慢跟了上来 走到了我那个房间 女孩明显还是和我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我也不在意 只在床上的背包说道 这里面有食物和水 你先吃吧 说完 自顾自地收拾着 一张床上的被子和褥子 我所在的是一个标间 里面有两张床 我收起了另一张床的褥子 走到旁边的一个 开着门的房间 将床上沾染了血迹的褥子 和被子踢下去 将新的被褥铺好 顺便擦了擦 这房间中桌子上的血迹 将那两个 沾染了血迹的被褥 踢了出去 回到房间 那女孩正坐在床上 旁边放着食品袋 显然已经吃过东西了 看到我进来 目光向我看来 旁边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你可以住在那儿 如果有什么危险 我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 我缓缓地说道 谢谢你 女孩轻轻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向着旁边的屋子走去 啪的一声 女孩锁上的房门 又在里边反锁了一下 我笑了笑 并没有在意 我也坐下吃了一些东西 然后便开始锻炼起来 这段时间 我已经习惯了每天锻炼身体 现在已经能够做出一些 前空翻 后空翻的动作 不过并不是很熟练 坐起来 显得有些狼狈 收拾了一番 看了看手表 已经十点多了 我走到女孩的房间前 敲了两下门 说道 我要出去一下 你不要出来 有人敲门 也不要发出声音 我回来的话 会一边敲门 一边叫你 等我回来 犯上 女孩在屋里 嗡了一声 我转头 向外走去 我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思考着到底 该怎样安置这个女孩 最好的去处 无非就是生存者集中营 里面有部队 有纪律 没人敢乱来 同样 在里面生活 也能够得到保障 至少是饿不死的 可这个城市 有没有生存者集中营 我并不清楚 想到这里 思绪更加凌乱 索性不再去想 看到了远处有一间药店 我向着药店走去 这间药店规模不是很大 但找些跌打损伤的药 还是不在话下的 我拿一些常用的药物 有跌打损伤类的 也有去热震痛类的 消毒类的等等 又拿了几瓶药酒 一些纱布和药棉 放进我的背包 走出了药店 又向对面的一间超市走去 超市的门大开着 里面血迹连连 我拿些食物 忽然看到不远处的货架上 居然有酒精灯 心念一动 拿起了几瓶酒精灯 又拿了两套碗块 一个锅 一些泡面 两体水 往回走去 将东西放回房间 我就出去找了一个五金商店 弄了一段比较粗的铁丝 回到房间 我将铁丝并成双骨 做了一个简易的支架 点燃了酒精灯 把锅放在上边 倒了一些水 煮起了泡面 不一会儿 泡面的味道便传了出来 闻着那酒围的味道 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口水 泡面快煮好了 我走到林梦的房间前 敲了敲门 轻喊道 梦儿 是我 出来吃饭吧 说完 我又回到了房间看着锅 不一会儿林梦就走了出来 她已经喜素了一番 头发梳得整齐 看起来很漂亮 很可爱 她看到我面前的泡面锅 显得也是愣了一下 然后像我一样 也跑到锅的前方蹲下 看着泡面锅 闻着那熟悉的味道 不一会儿 泡面煮好了 我弄熄了酒精灯 盛了一碗递给林梦 林梦接过吃起 我也盛了一碗吃起来 我从没想过 原来泡面也可以这么好吃 这么美味 我和林梦都吃了很多 甚至林梦吃完之后 直接躺在那没有褥子的床上 揉着肚子 我笑了一下 不只是她 连我都吃撑到了 我用矿泉水 刷了刷碗和块和锅 走到屋里 从背包中拿出了许多药物 将跌打损伤类药物和药酒 还有一些药棉纱布 都放在了林梦的身边 林梦拿起药看了看 注视着我说道 林大哥 谢谢你 你真是个好人 我笑了笑说道 那些药要按说明吃 一次只能吃一种 药酒是用来抹在伤口上的 林梦点点头 抱着药物回房间去了 晚上的时候 又煮了一丝泡面 我躺在床上 看着窗外的星空 心中很是迷茫 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姚雨 不知道该怎样安置林梦 不知道 下一站 我应该去哪里 忽然听到旁边屋子的门轻轻打开 果然 不一会儿有敲门声传来 是林梦 我打开门看到林梦 抱着枕头站在门口 我轻声问道 怎么了梦儿 林梦儿有些犹豫说道 林大哥 我睡不着 能和你聊聊天吗 我笑了笑说道 可以 进来吧 让开身子 林梦儿慢慢地走了进来 坐在那没有褥子的床上 我则是站在窗台前 看着外面的漆黑 我注视窗外 开口问道 梦儿 这里是什么地方 林梦儿说道 这里是金帆区啊 林大哥你不知道 我问的是 这是哪个市 林梦儿正了正说道 这里是空山市 林大哥你不是本市人吗 空山市 我难难地说了一句 这个城市 我是知道的 与我所居住的 庆天市相邻 没想到 我还真的跨越了 一个市的距离 听到林梦的话 我嗡了一声说道 我是庆天市的 那你是逃难过来的 你的家人呢 林梦儿问道 我没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的家人呢 林梦儿沉默了半上 才缓缓说道 那天 和往常一样 我们在学校里上课 那是体育课 老师正在给我们 讲着新的体操 可是他忽然眼睛 就变红了 朝里他最近的同学 咬过来 他死死地咬着 那个同学的喉咙 血喷出来好多 而我的同学中 也有几个 变成那副模样 到处乱咬起来 我们拼命地逃跑 可却发现 教室里的玻璃上 溅了好多血迹 好多人都疯狂地跑 路上的车子 一辆接着一辆地 撞在一起 我想要跑回家 可街上好混乱 好多人朝我咬来 我很害怕 这时 旁边的一个男人 说可以带我去 找爸爸妈妈 我就跟着他 跑到了这里 然后 然后 林梦儿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放声大哭了起来 林梦儿的哭声很大 又有丧尸吼叫了起来 接着整栋楼的丧尸 都吼叫起来 林梦儿蜷缩着身子 抹了抹眼泪 半晌 那些丧尸的吼叫声 渐渐没了 我开口说道 你的家人 怕是也凶多吉少了 你不必伤心 这是事实 我会把你送到 生存者集中营 那里有军队保证 生存者的安全 林梦儿小声说道 可是我想回家看看 我妈妈那天休息 她在家里可能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 因为她认为 一个陌生人 不会为她冒这么大的风险 显然 她被困在屋子里十多天 并不知道 天旋者的存在 我点点头说道 好 我带你回去看看 真的 林梦儿很惊喜地说道 谢谢你 林大哥 又聊了一会儿 林梦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心中也有了 大概的打算 既然不知道 其他地方的 生存者集中营在哪 不如索性 把她送到 青天市的生存者集中营 我并不知道的是 我心中一直想要寻找的身影 就在那里 而此时 青天市生存者集中营 姚宇坐在椅子上 冷冷地看着对面 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说道 小语 我来帮你换药 来 把手伸出来 姚宇冷冷地说道 马军寒 你没事做的吗 药我会自己换 你忙你的去 马军寒似乎并不在意 姚宇的冷淡 又说道 小语 我都听你的师姐说了 你一直在想一个 叫什么林墨的 但他早就丧生在丧失潮中了 别再想了 没等马军寒说完 姚宇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 冷声说道 住口 如果下次再说 关于林墨的话题 你的命 我取了 说完 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马军寒脸上一扫刚才的笑容 冷哼了一声 望着姚宇的背影 自言自语地说道 你逃不出我的掌心 我马军寒想要的东西 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第二天一早 依然吃泡面 吃完了东西 我问林墨儿 你家离这儿多远 林墨儿答道 走路的话 大概要半个小时的样子 我点点头 默默地收拾好了东西说道 走吧 今天是个阴天 街道上依然很安静 风时不时地刮起一张报纸 显得一片萧索 走了半个小时 到了林墨儿家楼下 一路上 林墨儿脸色很苍白 她很害怕 害怕打开家门之后 扑出来的是一具丧尸 我拿过林墨儿手中的钥匙 轻轻打开了楼道门 将长枪取了下来 当先走了进去 林墨儿也轻轻地把门关上 捏手捏脚地跟在我的身后 一楼有几个血色的脚印 沿着楼梯向上延伸 我也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现在自己是很强的 几个普通丧尸对我来说 都不算什么 果然 一个回身血迹已经干涸的丧尸 背对着楼梯站着 似乎听到了声音 回头一看 立刻发现了我们 嘶吼着扑了过来 我站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台子上 丧尸冲过来 我用枪挑了一下他的腿 丧尸跌倒在地 我将枪尖向下一扎 哭的一声 枪尖刺穿了丧尸的脑袋 林沫尔回身发抖 喃喃地说道 是陈伯伯 陈伯伯 我继续向前走 走到了三楼 林沫尔的家在三零一 我拿着钥匙 轻轻地打开了房门 屋里没有传来吼声 我走进屋中 发现屋子里很干净 丝毫没有凌乱的痕迹 林沫尔此时也走了上来 看到屋子里很干净 惊喜地喊了一声 妈 我回来了 半傻没有回应 我走进屋子 拿起茶几上的一张纸 皱了皱眉 递给了林沫尔 林沫尔看完 泪流满面 纸上面写着 梦尔 如果你回家了找不到妈妈 不要着急 妈妈看到楼下好多人都像疯了一样 你爸爸的手机也打不通 妈妈去找爸爸了 如果你回家了 就快快在家待着 她妈妈九成九遇难了 林沫尔自己心里也清楚 她无助地自在地上大哭起来 一个刚上高中的女孩 这二十多天里经历了噩梦般的事情 回家后发现父母都没有了 这多重的打击 让她难以承受 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 我把她抱到床上 然后走到客厅 坐在沙发上思考起来 带着林沫尔 肯定是不能走着去青天市的 可是开车 以我现在的精神反应速度 应该也能勉强开车 但我却没有试过 而且关于开车的具体控制方法 我也只是了解一点而已 不过在这种末世 学会开车还是很有用的 我按想到 于是 拿起林沫尔家的钥匙 下楼找车去了 在连续的灭火 撞车之下 我开的这辆奥迪A6 已经面目全非 不过总算是掌握了一些技巧 至少现在 刚起步的时候 不会灭火了 哎呀 你家奥迪A6好啊 你家奥迪A6是手动挡的 我一看啊 我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过去四个小时了 也该回去 打开门 发现林沫尔已经醒了 此时坐在沙发上 听到我开门 向着门口看来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以为 你仔细走了 我看着他那哭得痛红的眼睛 轻轻地说道 不会的 死者一 我们还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的父母 也一定希望你好好活下去 我告诉了林沫这句话 林沫尔也似乎没那么伤心了 或许 他的心 已经死了 我和林沫尔在他家停留了一晚 第二天 林沫尔换了一件绿色的连衣裙 我看到之后 愣愣地看了半天 恍惚中似乎看到了 初次见面的瑶宇 林沫尔被我看得脸色微红 我自嘲地笑了笑 吃完饭 我们走下楼 上了我昨天 找好的一辆 丰田吉普车 我车技很不纯熟地向前开去 市区里的车很多 我经常要下去 推开前面挡路的车 才能开过去 车子开到城市的边缘的时候 撞了三次 还好不是很严重 而我也越来越熟练起来 这时 忽然发现前面路边的草坪上 好像隐约有人影晃动 随着车子的临近 看得更加清晰 是三个回身赤裸的男子 和一个赤裸的女子 在草坪上玩游戏呢 那女子满脸泪痕地尖叫着 车上的林梦儿看到这一幕 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她声音颤抖地说道 林大哥 救救他吧 他一定是被强迫的 我点点头 心说老子怎么总是遇到这种事啊 远处的几个男人也察觉到了车子的临近 看了我嘞 不过胯下的动作没有停止 似乎正在像我示威一般 我眼睛眯了眯 将车子缓缓停下走下车 向那几人走去 其中一个男子说道 小子 你车上似乎还有个小娘们啊 你也想加入我们吗 也好 我们一起干死这个臭娘们 说完 哈哈笑了起来 我也哈哈笑起来 没有说话 仍然向前走去 那几个家伙似乎发现了不对劲 慌忙停止了动作 一个男子对同伴小声说道 老大 这家伙怎么面对我们三个都不怕 难道是个天选者 他们说话的声音虽小 不过我还是听到 那老大慌忙的说道 兄弟 你先站住 请问 你是不是天选者 他们很惧怕天选者 显然 曾经在天选者手上吃过亏 我皱了皱眉头 也不想动手 于是点点头说道 你们滚吧 那三名男子见我承认 慌忙地捡起衣服 向远处抛去 我注视着三个男子逃走 转过身体 背对着那女人说道 姑娘 穿上衣服吧 背后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忽然 林梦尔打开侧门大喊了一声 雷大哥 后面 我下意识地想要逃跑 可却感觉到 一个锋利的尖刺 抵在了后颈上 应该是匕首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 别动 天哪 竟然是陷阱 我终于缓过劲来 这一出戏演得太好了 那女子脸上的泪痕和绝望 那几个男子 假装小声地说天选者 故意让我听到 加上装出来的 对天选者的恐惧 然后逃跑 一般的人都不会关注那女子穿衣服 在我最放松的时候 那女子从后边将我制服 好计策 好陷阱啊 果然 那几个男子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来出来 其中一个说道 嘿玫瑰 好手段呢 我背后的女子也笑着说道 没办法 总有这种傻货 以为自己能够拯救全世界 结果都被我们杀掉了 哼 这傻货车上 还有个厨呢 哈哈哈哈 另一个男子笑的 林木儿在车上大喊道 林大哥 我皱着眉头 缓缓问道 你们已经杀掉了很多重计的天选者了 那女子哼了一声说道 杀了七个傻货了 小子 老老实实乖乖交代 你有几颗进化之种 姐姐给你个痛快 否则就慢慢地折磨死你 那几个男子也走到我的身后 其中一个说道 这次 该轮到老子取计划之种了 我冷笑一声 忽然速度全开地向前跑去 那几人只觉得眼前已着模糊 我就站在了十米开外的冷冷 看着他们 这几人明显都愣了一下 其中一个哈哈笑了一下说道 跑得像个猴子似的 看来你是速度型的天选者 攻击力一定很差了 我没理会这几个人 而是手中一阵模糊 破天出现 那几个人明显愣了一下 其中一个男子问道 老大 这货还有武器呢 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这几人手中都一阵波动 出现了武器 那女子手中本就存在的匕首 其余三个男子 一人手中拿着棍子武器 一个拿着菜刀状的武器 最后一个拿着一把剑形状的武器 都有进化这种凝成的武器 应该全都在六级以上 林梦儿此时已经完全愣住了 他实在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 几个人竟然都凭空变出武器 这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 就那么愣愣地看着 我左脚向后踏了一步 长枪向前平举 闪电刺发的武 我化作了一道彩影向前冲去 只有十米的距离 连零点二秒都不到的时间 我到了那黑玫瑰的面前 刺穿了他的心脏 把枪向左边扫去 拿着长过的男子喉咙 被破天扫出了一道大口子 鲜血不断地涌出 另外两个男子终于缓过神了 眼带恐惧向后退去 但速度在我眼中实在太慢 追上一个退得稍慢的 逆枪刺住眼睛 最后一个 我拔出长枪 向前扔去 砰的一声 那逃跑的男子 被破天穿透后脑 然后破天凭空消失 化作星星点点 回归了我的身体 那被刺穿后脑的男子 又被惯例 带着往前跑了几米 才摔倒在地 这一切说则慢 实则快 满打满算 从我刚刚出手 到现在 还不到五秒钟 我静静地站在原地 过了一会儿 从那四具尸体上 缓缓飘出了很多 白色的小光球向我飞来 我数了数 竟有二十一颗 那女子身上飘出六颗 其余三人都是五颗 其实这几人 有二十一颗进化之种 并不让我感到意外 一般的天选者 都是自身 本来就有进化之种的 很少有送给 陈诺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们 本就有四颗进化之种 而之后 必定也遭遇了一些 拥有进化之种的丧尸 才渐渐地组成了团队 更是杀了七个天选者 能在这种环境下 独自行走的天选者 哪个没两下子 体内的进化之种 也少不了 所以这二十一颗进化之种 实在是意料之中 进化之种 向我身体飞来 融入身体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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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升到了十级 我明显感觉 身体素质又增强了好多 是进化之种 带来的提升 我暂时没去看 升级之后 又有了哪些新技能 而是凝视着地上 慢慢消散的四把武器 忽然想起了 破天升级之后的 可进化三个字 我一直都不明白 怎么让其进化 但看到这一幕 忽然想要放出破天来试试 手中一阵波动 破天出现 破天刚一出现 就散发出一阵犀利 那些正在消散的星点 竟然都被破天吸了过来 融入枪身 原来真的有用 破天吸收完星点 我看着破天 竟感觉枪身上的 那条黑龙眼睛 好像变浅了一点 也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我将破天收回 将车子走去 林梦儿还在发愣中 看着我刚刚站立的地方 等我打开车门 才回过神来 愣愣地看着我 我没理会发愣的林梦儿 而是继续向前开着车 我们二人都沉默了好久 林梦儿忽然说道 林大哥 你好厉害呀 我笑了笑说道 林大哥不算厉害的 还有比林大哥厉害的呢 脑海中想起了 马恩和龙剑锋 不知道龙剑锋现在有多厉害 还有他身边那个叫三儿的女人 姚宇 不知那天是否展示出了 全部的力量 如果那就是她的全部力量 我已经比姚宇厉害太多太多 林梦儿问道 林大哥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是电视剧里面的 武林高手吗 我真的被逗笑了 这丫头还挺能想 我选择性的对她解释了一下 什么是天选者 开着车 反倒不如我自己赶路的速度快了 车速我没有开得太快 保持在九十脉左右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我将车缓缓地停在路边 锁好了车门 轻声说道 今天就在这休息一下吧 说完 把座椅放倒 躺了下去 林梦儿也学着我 将座椅放倒躺了下去 我闭上眼睛 脑海中默念起了技能 发现脑海中 出现了二十个技能 以及十八个技能点 七个可选技能 诶 怎么会是十八个技能点 应该是十五个才对啊 之前剩下一个 升了七级 应该是十四个技能点 难道技能点 也可以扰了系统 让系统多给一些 我看下了技能 十八个红色技能 一个黄色技能 以及一个粉色技能 我的视线一下就被这个粉色技能 所吸引住了 这粉色的技能是这样的 破天绝 被动 特殊类技能 技能效果 破天枪的专属枪法 学习后 可以更加灵力地使用 破天枪的招式 学习消耗技能点五个 进化之中两个 本技能上限一级 这个技能好像很厉害 而且上限就是一级 虽说一下要消耗五个技能点 可却也不错 这一下就满级了 这个技能必须要学 只是不知道 消耗两颗进化之种 我会不会掉级啊 我在这个技能上 点了一下升级 技能点消耗了五个 同时脑海中 缓缓旋转的紫色光球中 飞出了两道白光 融入了这个技能中 这技能一片光亮 光亮消失 我什么特别的感觉都没有 没有传说中的脑海中 忽然多出很多东西的感觉 难道是个坑爹的 砖骗技能点的技能 哎我去 我心中暗想 我试着集中精神 在这个技能上注意了一下 紧接着 这一技能在我脑海中 散发出了一片光辉 照射出了一个 人影不断挥舞着长枪 就像看电影一样 那人舞得十分漂亮 非常精彩 似乎使用性也非常强大 大概演示了五分钟 光芒消散 我又在那个技能上 凝聚了一下精神 果然又播放了一次 这个技能真不错 我心想 暂时没有仔细研究那套枪法 而是看向别的技能 首先看了看 那个黄色的技能 麻痹 主动 祝福类技能 技能效果 赋予武器 增加20%的麻痹效果 击中敌人之后 触发迟缓 迟缓 令敌人神经反应速度 移动速度下降10% 释放时间1秒 持续时间30秒 冷却时间2小时 这个技能嫌不假 再看看别的 我又看向其余18个技能 果然 鸡肋技能还是有的 最后 筛选出四个技能 能够使用 分别是 神眼 被动 技能效果 提升自身 至神眼一级 永久提升神经反应速度 30% 并且可以看破一些隐藏的东西 气爆 主动 攻击类技能 技能效果 身体瞬间爆发出一股气 震飞地了 攻击力 为本体攻击力的40% 心灵强化 被动 技能效果 身为一个强者 一颗坚定 不被迷惑的心是至关重要的 提升至心灵强化一级 增强精神力 和免疫 同等级精神系换术 神体 被动 技能效果 提升身体肌肉纤维组织强度 增加抗激大能力 神眼我最想要的技能 气爆 极数提高或许可以提升到本体攻击的100% 心灵强化 在这个昏迷的时候 没人替我抵抗精神类攻击 可以加点 神体 虽然没有介绍强化多少 不过想来应该和神眼是一个体系的技能 为了抵抗精神类幻术 我果断在心灵强化上加到了5G 加完之后 我忽然感到 自己在脑海中竟然凝出了自己的身体形状 精神力强大居然有这等好处啊 我心想 又在神眼上加了5G 再看向技能时 忽然发现 我竟然能够看到每个技能的上限 哎呀我去 太强大了 比如说神眼 后边有个小括号 里边显示着10-5 破天后边的小括号 显示着2-2 剩下的三个技能点 我暂且留着 睁开眼睛发现躺在旁边的林梦尔 脸上的细微汗毛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漆黑的夜晚 我竟能看得很清晰 神眼现在的技能效果变成了 神眼被动 5G 技能效果 提升自身至神眼5G 永久提升神经反应速度 150% 并且可以看破 大部分隐藏的东西 视力 获得加成 心灵强化也变成了 心灵强化 被动 5G 技能效果 身为一个强者 一颗坚定 不被迷惑的心 是至关重要的 提升至心灵强化5G 增强精神力 可免疫 十级以下天旋者 精神系幻术 强大呀 正在我心中感叹的时候 忽然感到后边有光线 回头看去 好像是很多的车辆 向这边缓缓行驶而来 那些车辆缓缓靠近 发动机的声音 也吵醒了 正在睡觉的林茫儿 他抬起头向后望去 也发现了那些车辆 那些车辆离得更近了 渐渐的我看清楚了 但我有种错觉 好像看见了 生化危机三中的车队 因为他们正是一个车队 最前面行驶的 一辆技朴车中 伸出一个喇叭 大喊道 前面的车辆中是否有人 我们是噩梦车队 拥有八名天选者 可以保护你们的安全 我咒咒美打开车门 站在车门边 那辆吉普车缓缓靠近 坐在副驾驶上的青年说道 朋友 只有你自己吗 加入我们车队怎么样 我摇摇头说道 你们这是要去 青天市的生存者集中营吗 那青年说道 你也知道 青天市有个生存者集中营啊 真有那地方吗 我点头说道 确实有这个地方 我也要去那 你们是从哪来的 别的城市 有没有生存者集中营啊 青年说道 我们整个省只有青天市 才有一个生存者集中营啊 因为以前是个军区 所以才组织成了 生存者集中营啊 我点点头说道 我们可以一起走 不过我要休息 明天才会继续赶路 那青年提议道 要不我们出个司机怎么呀 不等他说完 我说道 不用 如果你们着急 可以先走 那好吧 那青年点点头说道 我们在前面住张啊 明天一起赶路 毕竟你知道怎么走啊 说完 那青年看翻我 眼中朦胧的蓝光一闪 哭的一声 那个青年猛的 吐出了一口鲜血 然后带着恐惧看着我 这青年竟然是一个 精神类的天选者 不过想要控制我 可能吗 我的心灵之眼 提升到了五级 可以免疫 十级以下的 天选者的精神幻术 据我猜测 这个世界上 达到十级的人 应该不会超过十个吧 哼 怎么了 被反噬了 我带着笑容 慢慢走向那个青年 站住 那开着吉普车的人走下车 对我说道 朋友 我没有恶意的 只想控制你 让你快点赶路 我们是会怕发生变故 不信你问我们车队里的普通人 我们这一路上 有没有烂杀过人 后面的车辆 显然也发现了 这边出了问题 纷纷走下了一些人 一个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大汉 走过来 询问了一番事情的经过 然后对我说道 朋友 我叫韩璐晨 刚才的事对不起 作为补偿 你可以提出一个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条件 我尽力帮你完成 我看了看这个大汉 倒也像一个性情中人 我点点头说 我今晚要休息 你们着急赶路的话 可以先走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大概三百到五百公里 就到城北了 生存者集中营 附近有士兵巡逻 到时候发现你们 会给你们信号的 大汉点点头说道 谢谢你了朋友 不过我们也想休息一下 就在前面十公里的地方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来找我 说完 走回到车里 车队向前走了很远 直到我看不见 或许 他们真的走出了十公里 不过经历了 下午的事情之后 我还是暗暗警惕 走上车 林梦儿问道 林大哥 有什么问题吗 我笑了一下说道 没事 你睡觉吧 林梦儿嗷了一声 躺回到了座椅上 我就坐在主驾驶座上 盯着外面的漆黑 在我眼中 并没有那么黑的漆黑 半晌 林梦儿忽然开口问道 林大哥 能看出我的身体里面 有没有精华之肿吗 我也想拥有那种能力 我想要为爸爸妈妈报仇 也想不再被欺负 我转过头看着林梦儿 轻轻地说道 你想要找谁报仇呢 丧尸吗 他们无非也是受害者 真正的罪魁祸首 林大哥会找出他们的 这仇 林大哥帮你报 至于进化之种 我希望你没有进化之种 没有进化之种 绝对比有进化之种安全的多 林梦儿轻轻地咬了咬嘴唇 嗡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了 我又看了她一会儿 哀叹一声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轻声说道 我这是为了你好 明天咱们就到生存者集中营了 之后 你就安全了 林梦儿点点头 不再说话 林梦儿是个挺乖巧的女孩 可惜这场变故 却让她 就算到了生存者集中营 她依然无亲无故 难免会受到欺负 或许可以将她托付给韩璐晨 我一夜没有合眼 看着远方渐渐露出的鱼肚白 心中暗道 这韩璐晨可能真是个性情中人 整个一晚上 并没有派人前来刺她 当然 也可能是忌惮我的实力 我继续凝视着窗外 轻轻说道 孟儿 一夜没睡 不困吗 林梦儿忽然哭起来 边哭边说道 林大哥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真正关心我的人 可是你却不和我一起进去 我进去之后 一定会被欺负的 我想一直跟着你 可是又把拖累了你 我神情复杂地看着林梦儿 伸手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林梦儿一下扑到我的怀里 大哭起来 我手忙脚乱地拍着她的后背说道 梦儿 别哭 林大哥 给你找一个能够靠得住的人 他会照顾你的 你不会受到欺负 林梦儿摇头哭道 可是梦儿只想跟在林大哥的身边 我沉默了 我有心想将林梦儿送到陈诺那里 可让这小姑娘天天对着丧尸 她怎么可能会开心呢 也会对她的性格造成扭曲 也就陈诺那货大大咧咧的 什么都不在乎 我拍来拍林梦儿的后背说道 好了梦儿 再哭就不漂亮了 林大哥以后 会回来看你的 好不好 林梦儿又哭了一会儿 渐渐停止了哭声 抬起头看着我的衣服 被枯湿了一大片 又不好意思地脸红起来 我和林梦儿简单吃了一些东西 发动了车子 向前开去 在前方十里左右的地方 果然看到了那个车队 车队有四辆卡车 还有十多台小型车 其中大部分都以吉普为主 车队周围有巡逻的人 我开车赶到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个男子 在车队后面的地上 坐着俯卧撑 我将车子缓缓停下 那男子向我车子这边走来 眼睛也瞄了几眼 车底的林梦儿 这男子正是昨晚 开着吉普车的人 我走下车问道 你们几点出发 那男子说道 我们现在正在做早饭 朋友 昨晚的事 我感到很抱歉 我摇摇头 没事 是否吃完饭就可以出发了 那男子点点头说道 朋友 我们这边早饭马上就好了 要么你们两个 也一起吃口吧 谢谢你了 我们吃过了 可以走的时候 叫我一声 说着 我打开车门 坐回了车里 那男子也转身走了回去 不一会儿 那个叫寒露晨的大汉 走了过来 我摇下车窗 那大汉到了近前 从兜里掏出了一盒烟 递过来一支 我摇摇头说道 我不抽烟 大汉笑了笑 自己点燃了一支 然后说道 兄弟 还没请教 林墨 林兄弟 昨晚的事 真是抱歉了 韩露晨说着 我看着韩露晨 缓缓说道 韩兄 你昨晚说的 可以答应我一个 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要求 是不是认真的 韩露晨点点头 严肃地说道 韩某说一不二 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必定全力为你做一件事 我的要求很简单 到了生存者集中营 帮我照顾好他 我指着林梦儿说道 韩露晨愣了一下说道 林兄 你不进去吗 我点点头问道 能不能办到 韩露晨严肃地说着 有韩某一口气在 就不会让他受到伤害 我点点头说道 你的人似乎吃完了 咱们走吧 说着 车子向前开去 下午两点 我们终于到了生存者集中营 那里已经雷起了高高的城墙 看上去就如同古代的城池一般 林梦儿一上午都没有和我说话 此时她低声说道 林大哥 能陪梦儿进去待几天吗 三天 三天就行了 求求你了林大哥 我皱眉想了想 也罢 遇到林梦儿也算是一场缘分 就陪她几天吧 我点点头说道 好 林梦儿笑得很开心 叽叽喳喳地和我说起话来 我轻笑地说道 现在理我了 某些人好像整整一上午 都没和我说过一句话呢 哈哈 车队 很快就开到了集中营的城墙下 有专门的人过来检查和登记 并且询问队伍中 是否有天选者 如果有天选者 是可以进入军队的 有福利待遇 韩陆尘看向我 我隐秘地对她摇了摇头 她也明白我的意思 并没有说出我是天选者 检查完毕 我们都进入了城里 并且被告知 禁止外出 和所有男人都必须劳动 否则没有粮食吃 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搬运工的工作 老子可是玉树临风的默格呀 没想到 今天竟然被分配到了一个搬运工的工作 这要是让陈诺这伙知道 还不得笑掉大牙 集中营里边有公寓 可以自己去选房间 也可以很多人住在一个房间 我和林梦尔选了一个临近的房间 林梦尔显然很高兴 拉着我聊天 聊到很晚 才依依不舍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由于被告知 搬运工必须早晨五点半集合 于是我第二天起来得很早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陪林梦尔几天 所以并不打算闹事 就索性当了几天搬运工吧 说起来 这搬运工的工作就是 把从城里运回来的东西 搬到仓库里 一大车一大车的货物 我开始了搬运 中午拿着发放的饭菜 被告知可以休息两小时 于是我带着饭菜 回到住处 敲了敲林梦尔的门说道 嗯 是林大哥 开门 林梦尔很快就打开了门说道 林大哥 快进来 上午累不累啊 我笑了一下说道 不累 梦尔吃饭了吗 林梦尔摇摇头说道 这里还不错 女人就算什么也不做 也给发放饭菜 我刚刚已经领过了 就等你回来一起吃呢 吃完了饭 到了该去集合的时间 我和林梦尔道别 又去做那个前途 一片光明的搬运工具了 正当我搬运的时候 忽然响起了警报声 一个搬运工大喊 丧尸巢来了 什么 丧尸巢又来了 怎么可能 我临走的时候 陈诺明明说过 不会再让马恩侵略 生存者集中营 他会让马恩带领丧尸巢 去城里的超市拿取食物 也会倦养一些动物 可为什么丧尸巢还是来了 我顾不得许多 向城墙的楼梯跑去 而楼梯下面有很多士兵 见我冲来 举着枪对我喝道 你要干什么 可以回去 我有些焦急的说道 我要上去看看 一个好像士兵长一样的人说道 放心吧 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的 向你退回去 正当我交集时 我看到了韩露晨 穿着军装走来 看到我明显一愣 然后对着士兵大喊 把枪放下 然后看向我问道 李兄弟 怎么了 我焦急的说道 韩兄 我想上城墙上看看 你帮帮我 韩露晨见我很焦急 点点头说道 好 林兄 你跟我来 说着 便带我 向城墙上走去 走上城墙 目光在城墙上一扫 紧接着 我身体颤了一下 紧紧盯着那个身影 那身影似乎也感觉到了 我的目光 转过头来 接着也是身躯一阵 四目相对 那人正是姚宇 不过我听到远处传来一声 极为熟悉的怒吼 不再看向姚宇 转头向远处看去 果然是穿着黑色封衣的妈 而此时 城墙上的一个穿军服的青年 大喊一声 臣妹 我也怒吼一声 不准射击 说完 单手扶着城墙 向下一跃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城墙足有十五米高啊 十五米相当于 普通住宅楼的五楼高度了 跳下去 还不摔死你 姚宇也来不及惊呼 捂住小嘴赶紧向下看去 士兵们也都向下看去 我落到地上 双脚猛的一蹬 整个人朝着丧尸潮冲去 士兵们都愣住了 难道这货是想单独抵抗 数十万的丧尸潮 姚宇看着我的背影的目光 也充满了震惊 马恩也看见了我 向我的方向快速移动过来 我抓住马恩 说道 让丧尸潮停下 承诺呢 马恩听懂了我这话的意思 大吼一声 丧尸潮 戛然而止 城墙上的士兵眼中 更是充满了震惊 这货 竟然真的阻止了丧尸潮 姚宇更是不敢置信地 看着我的身影 也一个翻身 跳下城墙 直奔我而来 我着急地看着马恩 马恩模模糊糊地说道 我焦急地问道 你是说 陈诺被这里的人抓走了 慢点头 我看向了我身后的姚宇 问道 是谁把陈诺抓到这里了 姚宇有些茫然说道 我不知道啊 我没见过陈诺 我本以为 你们两个都 我又看向马恩问道 你看见陈诺 被抓到这里了 马恩摇头 我皱皱眉 马恩的智慧像个小孩子 说话也表达不清楚 他并没有看到 陈诺被抓到这里 也就是说 或许是被别人抓走的 马恩只是认为 这里的人类比较多 才来这里找人的 这时 马恩忽然指着城墙上 默默忽忽地喊 我回头一看 眼睛微眯 是龙剑锋 陈诺 是被他抓走的 马恩看到龙剑锋 出现在城墙上 嗷嗷叫着 对龙剑锋怒吼着 身体加速中 猛然向空中跳起 似乎想要跳到城墙上 不过马恩跳跃的高度 明显不够 只见龙剑锋 手中一阵波动 快速出现了一把 黑色的狙击枪 好快 根本就看不清 子弹的飞行轨迹 马恩的身子在空中一扭 胸口中弹 子弹的冲击力 带着马恩向回飞来 马恩大吼一声 丧尸群中立刻有大片的 电光火球冰锥 向着城墙飞去 没给龙剑锋开第二枪的击呼 我接住倒飞回来的马恩 发现他的胸口被打出了一个大洞 不过那大洞没有流血 而且在缓慢的愈合中 我眼睛微眯说道 马恩听话 你先回去 我会救陈诺哥哥的 马恩看了看我 大吼一声 丧尸潮向后退去 马恩也向后退去 我站在原地 紧紧盯着城墙上龙剑锋的身影 龙剑锋冷笑了一下 做出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我眼睛一红 就要冲上去砍死这货 可姚宇却从后面抱住了我 轻轻说道 别去 别冲动 我会帮你救陈诺的 我死死地盯着城墙上的龙剑锋 龙剑锋似乎很悠闲 三儿从后边递过了一杯水 龙剑锋接过 慢慢地喝了一口 又露出了一个冷笑 走下了城墙 不一会儿 似乎军方确定丧尸潮已经撤走 打开了城门 让我和姚宇进入 同时里面也走出了几个 像是官员一样的人 龙剑锋和三儿 也正在队伍当中 其中一个像是首领的军官先开口的 姚宇小姐 你们认识吗 姚宇点点头对我介绍 林末 这位是张司令 这里的最高决议人 又对张司令介绍道 张司令 这位是林末 我的好朋友 我点点头说道 你好张司令 张司令也向我问号 我转头盯着龙剑锋 冷冷说道 你把承诺怎么样了 龙剑锋冷哼一声 哼 承诺 就是那个和丧尸混在一起的败类 让我杀了 我听到这里 怒吼一声 手中一阵波动 破天出现 四周的士兵也都举着枪瞄准了我 张司令也被保护起来 龙剑锋还是一副淡然的样子 似乎毫不把我放在眼里 张司令 分开人群走了出来 对我说道 林莫 你先不要激动 你说的朋友 是不是和丧尸一起 劫掠城市中实物资源的那个人 如果是他的话 他现在没什么问题 不过是被我们关起来了 好 放了我朋友 我给你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我盯着张司令说道 三儿冷喝一声 哼 你说放就放啊 张司令想了想说道 你先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你们可以和马恩混在一起 我点点头 选择性地说了一些事情 然后说道 事实就是这样 信不信有你们 我们可以让马恩不再侵略人类 但是必须放了我朋友 因为他才是关键 张司令沉默了 三儿有些焦急地对着张司令说道 张司令 绝对不能放虎归山啊 张司令摆摆手说道 好 为了这一成的人类 我就信你一次 希望你言而有信 军涵 你带他们去放人 张司令身后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子 进了个军礼 是 然后对我说道 行 我和姚宇还有那个军官走到牢房中 我隐隐能够听到 陈诺那风骚的声音传来 什么 兄弟 你竟然没玩过叉叉之狼去马板 那可是神作呀 知道吗 我有个兄弟 叫林默 他可是能够在四十三分十二秒 通关的牛人呢 哼 有机会 给你介绍 啊 我看了看跟在身边的姚宇 面色为红 姚宇也白了我一眼 可是 什么 这位兄弟你竟然不知道冬热 好吧 我要为你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 默哥 他的强大 绝对不是你们能够想象得到的 他是能够熟记冬热所有剧情 并且表演的牛人 有机会给你们介绍介绍 我们越走越近 陈诺那风骚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由于知道前面还有别人 我实在不好意思大吼一声 陈诺 你给我闭嘴 那样的话 不就等于我承认我自己是他口中的林墨了吗 啊 这位兄弟 你说你也想玩叉叉之郎去吗 加全通关存不当办呢 不要紧 我要为你介绍我的好朋友 陈诺的声音还没有说完 我们就走到了一个牢房前 只见几个看守牢房的士兵蹲在门口 仔细地听着陈诺吹牛 听到有脚步声传来赶忙站起来向着军官进了个军礼 马副官 马军寒点点头说道 打开牢门 而此时我也走到了牢房的门口 陈诺这货看得我明显很激动 说道 莫哥 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也好也好 咱们兄弟被关在一间牢房里 我也不会那么寂寞了 几位兄弟 下边我就要给你们隆重介绍 这位就是莫哥 李莫 马军寒看向我的背影 眼中寒光一闪 我脑门上出现了一道黑线 低吼道 陈诺 要是再接老子底牌 小心老子现在马上掉头就走 不管你压的了 陈诺明显愣了一下 略带哭强地说道 别别呀 莫哥 你还是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吧 不然我空虚 我寂寞也 而这时牢门被打开了 陈诺见我迟迟没有进去 而就是那么盯着他 这货见我没动 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让我瞬间崩溃 莫哥 门都打开了 快进来呀 哎我去 还不进来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咱们兄弟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还不进呢 想让兄弟我亲自出去接你呀 成兄弟我亲自出来接你 说完 这货竟然走出牢门 拽着我往里走去 陈诺 你还想在这吃晚饭是吧 我可不陪你了 你在这继续蹲着吧 说完 我一甩手 愤怒地向外走去 陈诺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有些摸不清头脑 忽然看到了摇雨 于是更加吃惊地说道 摇雨 你也被抓进来了 摇雨终于忍不住 捂着小嘴笑起来说道 你快出来吧 林默是来救你的 陈诺也愣了愣 接着 对那几个手牢士兵 傲然地说道 看见了吗 那就是我默个 早就和你们说过 能够在四十三分十二秒 通关叉叉之狼的他 绝对是你们无法看透的 我听到背后传来风骚的声音 差点没一头栽倒 哎我去 坑爹的队友啊 这就是啊 走出牢房 看到陈诺没事 我也松了一口气 看向远处的天空 听到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我知道是摇雨 她走到我身边 同样看着远处的天空 轻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说是碰巧 你信吗 我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怎么碰巧找到的 摇雨嘴角也露出了一丝微笑 故事太长 一会儿再和你说吧 我转头看向走出牢房的陈诺 和那个年轻的军官 谢谢 我对那年轻军官说道 那年轻军官扫了摇雨一眼 发现摇雨都没向他看来 于是对我点点头说道 下事 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再来找我 说完 看着我眼中隐隐地寒芒一闪 擦过我的身边 向前走去 我在看想闭着眼睛 享受阳光的陈诺 气不打一处来 上去狠狠一脚踹在这伙的屁股上 大骂道 跟我回去 然后交代 到底是怎么回事 带着陈诺和摇雨走到 我暂时居住的那个地方 先看了看陈诺 陈诺说道 你早之后第二天 我就带着妈恩和大群的丧尸 去城里所有菜市场 搬运食物去了 大部分都是肉类 可这是外边传来了车辆的商业 是生存者集中营 搬运车也来了 而且是龙建峰带队 他们当时已经消灭了凉火 在别的地方搬运食物的丧尸 足够四五千只丧尸 没想到到了这里 居然和我和妈恩撞上了 妈恩和他打了起来 龙建峰虽说落在下方 但也没什么危险 他们打着打着 就离得越来越远了 可是那个叫什么三人的女子 却没有走 他盯着我 似乎想要杀死我 不过旁边一个军官说道 我抓此人 接着我脑瓜子中就一边空白 醒来之后就躺在牢房里了 这么说 那三儿也是精神系的天选者 我看向姚宇 姚宇点点头说道 三儿确实是特殊的精神系天选者 他的能力很特殊 我也不完全了解 我看着姚宇问道 那天临走的时候说 你救不了我的 我也等不到你来救我 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 你为什么会在这 姚宇这次不再野蛮说道 师姐本来是要带我回去 接受惩罚的 因为我上次完成任务之后 想要逃避 没有及时回去 但后来 我们接到了西越的命令 说让我们暂时支援 青天室的生存者集中营 并且尽可能地 获得进化之主 所以我们就来这里了 我点点头 还是觉得关于姚宇的事情 有些迷雾般的感觉 但姚宇不愿多说 我也没有再问 简单地说了一下 我这几天的经历 但关于本源之种的事 保留并没有说出 不过关于我已经 实际的事情 没有保留 在林诺 强烈要看林梦儿的要求下 我走到林梦儿的房间门口 轻轻地敲了敲门 说道 梦儿 是我 我要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不一会儿 林梦儿打开了房门 和我回到了我所在的房间 哎 哎 我去 极片洛丽 莫哥 你是怎么总能搞到 这种美女的 老子就得天天对着丧尸发呆吗 陈诺看着我身后的林梦儿 嘴里喃喃地说道 林梦儿听到这话 小脸一红 我颇为无语 看着这货 非常想用我的鞋底 来亲吻这货风骚的脸 坐下之后 我依次介绍了一番 然后看向姚宇说道 你和我走吧 我想我能够保护你的 姚宇眼睛中露出挣扎的神色 说道 可是 西月很厉害 如果我和你走了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将心一横 一把抓住姚宇的手 声音坚定地说道 跟我走 姚宇竟然没有挣脱 而陈诺那风骚的声音传来 哎呀 莫儿妹妹 这简直太善而不易了 陈诺哥哥很纯洁的 走 跟纯洁的陈诺哥哥 出去待会儿 姚宇听到陈诺的话脸色微红 睁开了我的手 等陈诺和林梦儿出去之后 红着脸点点头说道 好 我和你走 这就算是泡到手了 我心中不由的一阵激动 心说原来这是初恋的感觉呀 我原本是合格的宅男 一年都不出去几次 根本就没尝过恋爱的滋味 关于那些年轻的冲动 也都是用左右互搏解决的 没想到这一出马 就泡到这么个极品 只是我将目光凝聚在姚宇的胸部 这个胸 好像太小了 只有微微的隆起 如果这里也能变大的话 我想到这儿 脸上露出了银啸 哗啦 一杯水泼到了我的脸上 我愣愣地看着姚宇 姚宇淡淡地说道 擦擦你嘴角的口水 哎呀 这次丢人可丢大了 而且还引起了姚宇的反感 于是赶快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我并不介意你的飞机 还没等我说完 哗又是一杯水泼在脸上 哎我的天哪 姚宇走出去找林梅儿说话去了 陈诺走了进来 看到我满脸是水 愣愣坐在那 她也愣了一下 接着便大笑起来 将你呀乱牵手 被泼冷水了吧 来 让诺哥给你讲讲 泡妞的正确方法 当着一把匕首 钉在了陈诺脚边的地板上 外边传来姚宇的声音 不许带坏林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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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啊 分明是这伙把我带坏的 怎么叫 我别把他带坏了 林诺睁大眼睛解释道 当又是一把匕首插在陈诺 另一只脚的旁边 姚宇的声音又从外边传来 不许狡辩 陈诺看着脚下的两把匕首 吓得回神冷汗呢 赶忙露出一副拍马屁的样子 做了一个OK的手势说道 OK 您放心 我不会教坏他的 我和陈诺商量了一会儿 又叫进林梅儿 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们走的时候 林梅儿想都没想就高兴地连连点头 第二天我去拜访了张司令 然后我们几人便出了城门 可正在这时 却听到城墙上响起了一声爆合 下边那个穿蓝色半截袖的人 是丧尸派来的奸细 大家准备 射击 蓝色半截袖 我去说的是我 我赶忙和姚宇几人拉开距离 向左侧跑去 噼里啪啦的枪弧在我脚下响起 与此同时 远处传来一声吼叫 接着一个黑色的影子 快速向这边冲来 是马恩 马恩看到我们被攻击 怒吼一声 几百只丧尸也快速的向前跑来 一边跑 一边向着城墙上发射的冰锥 火球 闪电等技能 城墙上攻击我的子弹逐渐减少 我趁机回头看了一眼 刚才那声音比较熟悉 我回头刚好看到了 城墙上的马军涵也向我看来 没错 就是他 马军涵端着一把狙击枪向我打来 冰的一声 我能够隐约看清子弹向我飞来的弹道 向旁边一跳 扑的一声 子弹射进了旁边的地上 将水泥地面 炸出了一个小坑 而此时 马恩在陈诺的指挥下 一手抓着陈诺 一手抓着林梦儿 快速的向丧尸群方向跑去 瑶宇被拉在后边 他跟不上马恩的速度 我跑过去 抓起瑶宇的胳膊 快速跑动起来 正当此时 只觉得后边似乎有什么东西 急速的接近 目标正是瑶宇 我来不及多想 猛地将瑶宇向旁边撞去 紧接着觉得胸口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 一道血溅 从我的胸口透出 我顿时脚下一软 跌倒在地 瑶宇背起我的身体 快速地向前跑去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缓缓行进着一大群丧尸 黑压压的一大片 一眼望不到尽头 这堆丧尸的最前面 承诺背着我 我现在整个下身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被那一枪打碎了脊椎 瑶宇在旁边关切的不时被我擦擦汗 慢在前面带路 我已经从瑶宇口中得知 那颗子弹正是出自于龙剑锋之手 没想到本以为自己已经很强大了 却被人家一颗子弹打成了残废 换我来背一会儿吧 瑶宇对着喘着粗气的陈诺说道 不 不要 陈诺摇摇头 继续背着我往前走着 我趴在陈诺的背上 虚弱地笑笑说道 没事 你去拉着帽 他只是普通人 走了这么久 很累的 瑶宇咬着嘴唇 摇了摇头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 说道 去吧 我没事 瑶宇恋恋不舍地离开 去拉着林梦儿去了 陈诺喘着粗气说道 莫哥 没想到你这货还真重啊 你不都说了吗 莫哥能够在四十三分十二秒通关 叉叉日郎 绝非常人吗 我打趣地说道 陈诺哈哈大笑起来 我也跟着笑了一会儿 然后问道 陈诺 你说我这次 还能恢复吗 陈诺也停止了笑声 没有回答 我也知道 虽然天选者的技能效果都比较好 可是这打碎了骨头 似乎并不能恢复 因为陈诺刚才已经对我用过两次技能 除了外部伤口有些好转 内部的伤 根本毫无反应 难道 我以后就要终身残废了 一股难过 弥漫在我的心头 这时陈诺说道 莫哥 放心吧 上次你快变丧尸的时候 不也是很绝望吗 但还不是被万能的诺哥把你治好了 这次还没上次来得严重 放心 诺哥会治好你的 我笑了几声 没有说话 晚上 我们下午四点多就到了温泉度假村 此时我正躺在病床上 姚宇不时地洗洗毛巾 然后放在我额头上 我第四遍轻轻地说道 小宇 我真的没发烧 别再洗毛巾了 由于危机的爆发 电早就已经断了 此时屋子里点着一根蜡烛 姚宇借着烛光仔细地看着我 把我看得有些裂红 不太自然地说道 看 看 看什么 姚宇握着我的手低下头说道 你真傻 其实他那颗子弹 根本无法对我造成伤害 什么 我睁大了眼睛 我有一个技能 叫做虚影 是可以在一秒钟内 变成影子状态 这种状态下 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 姚宇缓缓说道 我沉默了 谢谢你 姚宇轻轻地说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姚宇摸了摸我的脸 又拿起毛巾去洗了 好好照顾有屁用啊 老子下半事都没知觉了 现在连那啥都干不了了 你还能照顾我啥呀 先收点利息 我狠狠地想着 姚宇又温好了毛巾 向我额头上放来 我一把抓住姚宇的手 向自己的怀中一拽 或许是姚宇现在姿势的问题 他导向我的时候 肘部正好对准了我的脖子 我想张嘴喊一声 快起来 还是姚宇反应比较快 眼看着就要顶到我的脖子 姚宇另一只手扶住 我的胸前的伤口上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疼得吼了一声 姚宇本是想借力 抬起另一只手 可听我一吼 更加着急 抬起胳膊肘 又撞到了我的下巴 哎呦我去啊 我马上闭上了嘴 撞了一下下巴不要紧 可却咬到了舌头 胸口的伤口也更加的疼 哎妈呀 难道老子这就叫 偷鸡不成十八米吗 胸口和舌头上的疼痛 让我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我觉得自己的情况 现在就像是 看到了一个沙滩美眉 在躺椅上向我摆手 我兴奋地跑过去 一边跑一边脱衣服 跑到美眉身边 一把抓下她的罩罩 可当我拉下她那年的时候 我神经了 她下边居然有条大虫子 万恶的死人腰 当我要逃跑的时候 居然被死人腰抓回来 给我啪啪了 我现在正是有这种样子的感觉 瑶瑜赶忙帮我揉着胸口 白洛也说道 都这样了 还这么色 说完 忽然脸色一红 低头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然后转头就跑了出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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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这就是抽电的感觉吗 哎呀我去 这两下没白挨呀 直了 墨哥第一次被女孩亲呢 我心想 可接下来 我又欲哭无泪了 本来说好摇鱼守夜的 可我现在想小便呢 你妈 谁能来帮帮墨哥 难道墨哥要解决在裤裆里吗 虽说墨哥下半事没有知觉 可却能感觉到某个姓庞的器官中 好像蠢蠢欲动 如果再不接着 肯定就要解决在裤裆里了 没想到我也会有这么一天 我竟然大小便失禁了 正当我内扭满面的喜后 忽然余光看到了桌上有半瓶橙汁 我二话没说拧开瓶盖 就把瓶子塞在了下边 我很着急 再不接就要出来了 可是 天哪 忘了把里边半瓶橙汁倒出去了 半瓶橙汁全都撒在了床上 正当此时门被推开了 是姚宇 姚宇看着我那泪流满面的表情 和正用手扶着的下边 还有瓶子 还有湿答答的床单 他愣了 我也愣住了 姚宇清脆一口 跑了出去 我还保持着愣愣的姿势 继续流着眼泪 还不能不能再喊点玩我 你码你码你码呀 不一会儿 陈诺走了过来 迷迷糊糊的看着我 依旧保持着姿势说道 莫哥 看着床单的色泽 你上火了吧 那是城珍 第二天早晨 陈诺 姚宇 林梦儿 都在我的房里 陈诺很严肃地 对姚宇和林梦儿说 昨天晚上 莫哥床单上的 确实是城珍 我刚才换床单的时候 闻了一下 酸酸的 甜甜的 陈诺 别说了 我脑门上出现了一条黑线 实在受不了这货的语言 大声喝止道 你说你码的 你和姚宇和林梦儿 解释个毛啊 你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反倒像是 在掩盖事实了 陈诺转过身说道 莫哥 我今天和妈恩 带一部分丧尸处去扫荡 顺便给你牙 弄个轮椅回来 我挥挥手 实在是不想再看见这牙子 陈诺走了出去 林梦儿关切地走过来说道 林大哥 你一定会没事的 看着林梦儿 我就像看着妹妹一样 眼带笑意地说道 林大哥很快就能好起来 然后带着梦儿出去玩 和林梦儿说笑了一会儿 林梦儿跑了出去 给我和姚宇留下了空间 我压了一口口水 不太敢看姚宇 昨晚那一幕太尴尬 我又压了一眼口水说道 昨 昨晚 那真是 成 成真 姚宇点点头说道 嗯 酸酸的 甜甜的 说完 便无嘴笑了起来 陈诺 你妈呀 我骂了一句 儿正在率领 丧尸大军 抢夺物资的陈诺 忽然打了个喷嚏 自言自语地说道 谁 谁相问来 姚宇坐在我的床边 和我诉说着她的技能 以及她的过往 原来姚宇现在才七级 不过其技能 确实都非常强大 竟然有一个紫色的技能 就是她说的那个 虚影 下午陈诺他们回来了 这货竟然真的 给我找了一个轮椅 由于有了昨晚的教训 今天晚上 陈诺给我守夜 姚宇陪我一起 吃过晚饭就走了 而此时 陈诺风骚地 在我旁边说道 也不知冬热的女明星妹 是不是也都变成丧尸了 妈的 如果老子能出去 救宇约西 就让她给陈大爷 当个猫女仆 哇哈哈哈哈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 我忽然想起了 不只是我们一个国家 爆发的危机 全世界现在都变成了 这副鸟样了 而且上次 公鸭桑说的 第一届 一共只有 一百万个进化之中 那么也包括了 外国人在内 可我现在这个鸟样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索性不再听 陈诺银笑 把眼睛一闭 就摔了过去 一片黑暗 好冷啊 这是哪儿 好熟悉的地方 你妈 这不又是我的意识深处吗 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是我 召唤你来的 那虚无缥缈的声音 又出现了 你到底是谁啊 我问道 我是你 你也是我 那声音还是那样回答道 好吧 那是不是我瘫痪了 你也瘫痪了 我问道 你进化的方向有错误 不然是不会被打成残废的 那声音继续传来 进化个屁 我怒骂道 我已经打开了 第一层力量的枫叶 你现在权力很大 而且你应该发现了 只要锻炼 身体素质就有质变 这第一层力量 你若能全部吸收完 第六层 任你驰骋 只要吸收一层力量 第六层就任我驰骋 我开口问道 那我现在吸收多少了 九牛一毛罢了 我愣了一下 才九牛一毛 而且最近身体素质 确实提升得很快 难道真是这牙搞得鬼 于是我赶快问道 那应该怎么锻炼 你现在身体素质太差了 连我第三届的普通届民都不如 你应该先去锻炼自己的 抗击打能力 出去吧 你的伤 我会调用你体内的力量 帮你修复 力量所生不多了 我不会再轻易召唤你 说完 还没等我来得及问话 又觉得一股力量 推着我像一片光亮飞去 眼睛缓缓睁开 耳边听到陈诺 还在唠唠叨叨 说着什么东西 什么东热西热的 但正当此时 我忽然感到脑海中的 紫色光球飞速地旋转起来 以往都转动得很慢 咱们回事 正当我感到疑惑的时候 觉得胸口受伤的地方 暖洋洋的 接着 卧槽 老子尿急 我大吼了一声 默默稍等 我给你拿瓶子去 陈诺转过身 找瓶子去了 忽然听到 砰的一声撞门声 再回过神时 发现床上空空一片 陈诺愣了一下 也赶快从房间中 冲了出来 看到我正在门口 吁吁大吼了一声 卧槽默哥 你真的喊了 我愣了一下 按道不好 赶快就要提裤子 可是 砰的一声 瑶宇的房门打开了 我日啊 再一次和瑶宇 四目相对 我赶忙提上裤子 大吼一声 陈诺 你马呀 我尴尬的向屋里跑去 果然 不一会儿 瑶宇和林梦儿 都出现在我的房间 我脸色痛红的死死盯着陈诺 都不敢看瑶宇 妈的 这货刚出去大吼 我就知道要不好 压得太贱了 你马看见就看见了 说了也就说了 可你俩喊什么呀 而陈诺这会儿还在那儿 炸着嘴呢 抚摸着地上的轮椅 说道 哎 可惜了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 从市区 扛回来的 莫哥 你连用都没用 就报废了 太可惜了 我脑门上出现了一道黑线 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 我不应该好 应该用你的摇椅呗 陈诺竟然点点头 随即反应过来 又摇摇头 你骂呀 我冲过去一脚 把陈诺踹倒在地 拎着陈诺走了出去 关于我为什么 忽然好了的问题 我只是解释说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忽然感到尿急 然后就能下地了 可能是陈诺前两天的治疗 起作用了吧 晚上 我自己躺在床上 回想着意识深处 那个神秘人说的那句 你现在身体素质太差了 连我第三届的普通届民都不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他是第三届的人 而且第三届的人体质都很好 我现在的体质 连第三届的一个平民都不如 也不知道 这一二三四五六届的排名 是不是按照实力来排的 如果是 那么第一届 强大到了什么地步呢 而且我的意识深处 为什么会有个人呢 最离奇的是 他还是第三届的人 这些问题 仍绕着我的脑海 越想越觉得混乱 索性不再去想了 便睡下了 不知睡了多久 忽然听到外面 传来很多丧失的怒吼声 吼声中还伴随了 某种野兽的叫声 现在外边还是 黑漆漆的一片 不过我已经是神言无忌 不在乎这点漆黑 看了看手表 凌晨一点十七 我疑惑地穿好衣服 走了出去 丧尸的吼声 比刚才更大了 而这时 瑶宇也推开了房门 走了出来 看到我之后 点了点头 我说道 小语 外面好像有什么野兽 起来了 你去保护一下梦儿 我出去看看 瑶宇点点头 轻声说道 小心 我嗡了一声 然后便向外跑去 跑过陈诺的房间前 发现他房间的门打开着 这一货 竟是比我先出来的 我也向着有 售吼声的方向跑去 跑得越近 丧失的吼声越大 同时 也有很多丧失 向这边集合 我隐约听到了 陈诺的声音 从前面传来 不不不 妈 不要让所有小弟都过来 要让他们过来一部分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我跑到前面 看到了妈和陈诺 我向他们点点头 看向前面很多丧尸的地方 一只野兽 哭倒了丧尸 我定睛一看 是那种变异的狼 而且是狼群 目测有千余只 诺哥 什么情况这是 我看向正在兔抹横飞 教导着妈你的陈诺 莫哥 别提了 老子当时正在床上 做春梦呢 然后忽然听到丧失的吼叫 吓得老子现在都应不起来了 莫哥 这要是落下病根 可咋办呢 陈诺眼泪在眼眶里边 打转地说道 这都行 这货也太二了吧 你说你什么时候做春梦不好 偏偏这个时候做 这运气也太他妈腻天了 不过还是安慰到 淡定 诺哥 你一定要淡定 莫 莫哥 你妈呀 感受现在软绵绵的不是你 你呀 就在这说风凉话 陈诺声音颤抖地说道 我下边 成 鸟 鸟 鸟混糖了 诺哥 还是先看看眼前这些变异的 还没等我说完 一只变异狼冲出丧失潮向我扑来 我不慌不忙 退后一步 然后飞起一脚 踢在那个变异狼的头上 变异狼 嗷一声 又向丧失潮飞出去 撞倒了两个丧失 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拍了拍裤腿 说道 这回也太烂了 居然被我一脚就踢死了 陈诺一看这些变异狼居然这么烂 也兴奋起来 对曼说的 曼 你不要动手杀这些野兽啊 曼 这些野兽居然害得诺哥 硬不起来 老子非要亲手砍死他们 曼 一会儿不管听到我喊什么 都不要过来 说完 陈诺颠了颠手中的斧子 一脸怒气地朝着丧失群跑去 你妈的 叫你下老子 砍死你 砍死你 诺哥愤怒的声音从丧失群中传来 而我和曼 淡定地守在原地 如果有想要冲进里边的丧失 直接出手解决 卧槽 你那是什么目光 想向诺哥求饶吗 不 虽说诺哥心地善良 但你呀 居然想得诺哥硬不起来了 无法原谅啊 陈诺那风骚的声音 不时地从丧失群中传出来 诶 这只变蚁狼怎么是红色的 我去 救命啊 这货居然会喷火 妈 妈 快 快来救我 诺哥在丧失群中大喊道 妈 则在原地 模模糊糊地自言自语 承诺 哥哥 说 不 理 我一听这声音不对啊 难道这货真的需要救援 我刚想冲进丧失群中 忽然发现 从丧失群中狼狈地跑出来一个身影 屁股上还隐忧火光 我定睛一看 卧槽 这不是心地善良的诺哥吗 只见诺哥脸被烧得焦黑 一边跑 一边拍打着屁股 后边还有一只通体红色 全身角质物很亮的变异狼 一边追赶陈诺 嘴里一边不时地喷出一些火苗 并不像曾经遇到过的艾斯 挥手间凝聚一个火球 不过这只狼的速度 明显要超过普通的变异狼 难道这货体内有进化之种 我手中一阵波动 破天出现 我请着破天 直接发动闪电刺 我的身体化作一道残影 向那红色的变异狼而去 哭的一声 那红色的变异狼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我的破天 刺了个对穿 破天 插在了那变异狼的身体里 缓缓消散 化作星点 融合进我的身体 等了半天 并没有从这只变异狼的身上 飞出进化之种 可是这野兽没有进化之种 怎么会喷火呢 这一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正当我思考的时候 陈诺的声音传来 你你你你你妈呀 怎么还有这么猛的怪兽 老子真是旧伤未遇 再贴心伤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诺哥呢 这货说着说着 竟然哭了起来 我看着眼面痛哭的诺哥 此时心中十分能够体会 诺哥那悲痛欲绝的心情 先是晚上做春梦时 无故被吓得无法挺起 接着想要冲进丧尸群中 找找小菜野兽撒撒气 结果却遇到了一个 会喷火的牛逼野兽 喊救命的时候 忘记了自己曾经对巴胺说过 不管喊什么都不用理他 现在又被烧的是外交理呢 诺哥此时的情况就像是 一天诺哥接到了 期盼已久的东热来信 邀请他去当一部戏的男主角 诺哥十分兴奋地赶到东京 却发现这部戏的女主角 是艾滋病加生殖剂抛疹 加尖锐是有儿的患者 而剧组强烈要求 不可以带梯梯 结果诺哥就悲剧了 承诺此时正是这种情形 他没理由不哭 而我也领悟到了 什么叫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伤心处的心情啊 哎呀妈呀 诺哥的遭遇连我都想哭了 身为当事人 他能不哭吗 那些野兽虽然很厉害 而且身上的角质层也很硬 但却敌不过数量庞大的丧尸群 大战持续了半个小时 野兽已经死伤了不少 终于嚎叫着退走了 我和陈诺清点了野兽的尸体 发现共有673只野兽被杀死 而被完全杀死的丧尸 只有97个 没办法 丧尸的生存能力太强 只要不是被咬破脑袋 就毫无问题 当然有的被咬断脖子 那也得死 而有了这些野兽尸体 丧尸们也算是多了一点食物 林梦儿房间中我们几人都在 林梦儿身体有些颤抖地问道 林大哥 刚才外面怎么了 姚鱼也看向我 也希望我能说说 于是我便简单地说了一下 刚刚外面发生的事情 姚鱼点点头说道 关于动物生产的异变 我已经知道了 在生存者集中营的时候 外出的部队就遇到了一群 变异羊群的攻击 他们头顶的脚变得很坚硬 很锋利 并且充满了攻击性 但经过专家的研究 虽然还是搞不清 这些动物为什么产生变异了 但是研究发现 他们身体里并没有丧尸病毒 肉也可以食用 而将丧尸病毒注射到野兽身体之后 野兽不会变异 而是会迅速死亡 所以只要是还活着的野兽 他们的肉还是可以吃的 我点点头 又安慰了一下林梦儿 然后便各自回房睡觉去了 时间一晃 转眼过去一个月 这一个月中 大家都忙碌起来 陈诺研究了很多天时间 终于治好了自己软面面的小兄弟 而我也在和姚宇经常的对练 时不时的身体触碰 让我心中很是激动 同时也在锻炼自己的抗击打能力 锻炼方法是 让陈诺用各种棍棒击打我的身体 当然了 某些部位除外 你万一打我那给我打废了呢 林梦儿也渐渐的不再害怕丧尸 整日在温泉度假村里边乱转 而我和陈诺也弄到了 十台锋利发电机 从一个养猪场里边 找到了已经很多天没人喂 但还活着的一些猪 我和陈诺率领着丧尸们 喂养了这些还没死的猪 终于活下来了一部分 并留下一些丧尸看守这里 至于死去的猪 则都成了丧尸们的食物 这天早上我和陈诺准备好 正要出发继续去城里扫荡 忽然看到远处驶来几辆汽车 都是军方 我眼中寒光一闪 我还没出去找你们算账 你们倒先来找我了 我和陈诺冷冷地盯着那几辆车 车辆缓缓地在离我们三百米左右的地方停下 最前面的一辆车门打开 是张司令 他走下车看向我 先是对我点点头 然后说道 林默 关于前阵子你们被军方袭击的事件 是马军涵和龙建峰 还有三二一手策划的 袭击你们的同时 也杀死了生存者集中营中很多的天选者 然后跑掉了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 既然丧尸已经不再上任 我们是否可以合作 我并不相信张司令的话 而是反问道 既然你们已经没有了龙建峰 也没有了大量的天选者 那你们还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合作呢 张司令淡淡地说道 我早就遇到你们会这么问 我们虽说现在实力下滑了一些 但我们有技术 科学技术 比如我们已经知晓了动物 为什么产生变异 也有一些最新生产的事迹 可以让丧尸不用进食也不会死 不过还在研发阶段 还有全世界各地的情报 比如 暗盟已经派出杀手来杀你了 我瞳孔萎缩 暗盟已经开始行动了吗 我想了想说道 好 你想怎么合作 说来听听 张司令说道 很简单 我们就是一个彼此支援的关系 据说有一大批从北方过来的丧尸巢 已经毁掉了两个生存者集中基地 目前正向我们这个方向赶来 我要求 那丧尸巢到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彼此支援 如何 那丧尸巢多久能够到达 我皱了皱眉毛问道 最新传回了消息 那丧尸巢已经到了成玉市 以他们的行进速度 大概九天到十一天之后就会到达 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偏离跑路的线路 那么就不会到达我们这里 我点点头说道 可以合作 资料呢 张司令也不啰嗦 打开车门 从里边拿出了一个文件袋 交给手下的一名士兵 那士兵送到了我的手中 我翻开了几页 然后问道 龙建峰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 盛村人集中营的 你们离开了那天晚上 好 不送 我说道 张司令说道 那么祝我们合作愉快 说完 打开车门 走回车上 开着车走了 看着消失了影子的车队 我看向陈诺说道 今天我不出去了 你和妈安去吧 我回去看看资料 晚上回来和你说 陈诺点点头 和妈安 呼喝着 跑了出去 我走到姚宇的房间 姚宇似乎刚锻炼完 身上还穿着绿色的小背心 小短裤 身上隐隐有些汗水 我坐在凳子上 闻着屋子里香香的味道 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啊 早上起床的 闻到你房间的香味 这种感觉真不错 姚宇摆了我眼说道 你今天怎么没和陈诺出去啊 我晃了晃手中的文件 说出了早晨张司令来到的经过 姚宇听到暗盟已经派出杀手 面色很凝重地说道 不知道这次 昔月会派谁来呢 与此同时 距离倾天市很遥远的南方 大地轻微地颤抖 远处地面上一大片的黑影 好大的一群丧尸巢啊 丧尸的数量 足有数百万 再远处 一棵树上 站着两个男子 他们注视着这群丧尸巢 其中一个对旁边的人说道 喂 小新 这丧尸巢前进的方向 好像也是青天市啊 也不知道姚宇哪来那么大胆子 居然该违背师父的命 难道他忘了 义可是怎么死的了吗 小新冷冷地看着 说话的男子也说道 小水 你自己不要忘了 义可是怎么死的就行了 走吧 赶快杀了姚宇和那个叫林墨的 我们还要快些回去 师父可是只给出了两个月的期限 哼 说完 小新冷哼一声 身影 向前掠去 喂 你慢点啊 我可没你融合的净化质种多 我才三十五克 哪有你速度快 哎 小新 等等我 小水在后边喊道 我看着手中的材料 终于明白了动物为什么产生变异 原来当初那场事故 是由于空气中忽然多出了某种物质 一部分人类瞬间产生了变异 但大部分人类不受这种物质的影响 目前将这种物质定性为Z元素 不过变异之后的人类身体内会出现另一种毒素 并不同于Z元素的毒素 所以正常人被变异的人类攻击过后 也会变成丧尸 动物的变异根本原因 也是来自于空气中的Z元素 同时 并非所有动物都受到Z元素的影响产生变异 目前只发现 羊 兔子 和一些犬科动物发生了变异 或许还有其他变异的动物 但还尚未被发现 但生存者集中营也正在配置一种 可以让丧尸不吃东西 也可以生存下去的药剂 尽管资料上写得很动听 也很有说服力 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无视 姚宇也认为 这份资料的可信性不大 可是我们想到的 张司令也同样能想到 既然知道 我们并不会相信这份资料 但为什么还要送来呢 晚上陈诺也回来了 我和陈诺姚宇三人研究了一番 得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 不了解那个丧尸仇的规模 以及那些丧尸 能否被曼所控制 第二 不确定暗盟派来的杀手有多厉害 什么时候到来 第三 既然兔子也产生了变异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发现 这山上有变异兔子呢 应当小心一点 就以上三点 最终得出了解决方法是 我和姚宇离开 承诺自己小心 并且照顾好林梦尔 和林梦尔 妈案到了别 我和姚宇连也离开了 由于前阵子 我们出去扫荡的时候 开回来很多车 准备应急的时候用 我和姚宇这次开着一辆奥迪R8 我开着车 看了看坐在副驾驶上的姚宇 感叹地说道 小宇啊 记得上次还是你开车 我坐车呢 没想到这么快 咱们就换位了 真怀念你开车 我坐车的时候 要不咱们回味回味 姚宇白了我一眼说道 想得美 你自己开吧 我一阵无语 忽然想到了些什么 于是问道 小宇啊 为什么咱们第一次 见面的时候 你会被丧尸追着直跑呢 姚宇抬起头说道 我当时正在买水果 那个卖水果的 忽然翻白一眼 向我咬来 街上人太多了 我也不能当街杀人 所以了 就装着害怕跑了 谁知道你那么笨啊 看到下面这么混乱 不躲在家里好好待着 反倒要跑下楼 我脸色一红 反击道 那 那我要是不下楼的话 也不能遇到你啊 姚宇撇撇嘴说道 哼 谁稀罕 你 小宇啊 貌似你现在 没我厉害 不要逼我使坏哦 我狠狠地威胁道 直到第二天中午 我们才到达了空山市 林梦儿的家 由于我们走得匆忙 也没什么好去处 林梦儿干脆 一直没舍得 扔家里的钥匙给了我 让我们先到这里避一避 我一想 这个想法也蛮不错的 于是便有了现在的一幕 我们将车子停在 林梦儿家的楼下 向楼上走去 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地方 见到了那个曾经被我杀死的丧尸 奇怪的是 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已经死去的丧尸 并没有腐烂 而是风干了 脸皮发黑 紧紧地贴在骨头上 看上去很是猙獰可怖 我撇撇嘴 和姚宇继续向楼上走去 打开门走进屋子 里边和我们走的时候一样 我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小语 你先收拾收拾 我去弄些吃的回来 咱们俩晚上 可得大吃一顿啊 我记得你手艺非常不错的 姚宇点点头说道 快去快回 小心点 我嗡了一声 打开门 向下走去 路过那个恶心的丧尸时 召唤出破天 挑着尸体 扔进了外面的垃圾箱 我做完这一切的时候 已经快吐出来了 就算是看见碎肉块什么的 都没这么饿气 我快速地溜进了一家大型超市 在里边拿了一些吃的 不过超市里的味道很难闻 因为卖肉和卖熟食的地方 飞舞着大片的苍蝇 冰柜也停电了 卖动货的地方散发着振振恶臭 动货 我忽然想到 这种超市一般都有冷冻室 或者地窖的吧 我满怀希望地在超市中找了起来 终于在超市中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地窖 打开发现 里边有很多的肉类 海鲜类动货 还保存完好 我很高兴地拿了一些海鲜和肉 谨慎地关好了地窖的门 心说晚上终于能吃到一顿大餐了 又带了两体水往回走去 路过楼下的时候 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但哪里不对劲 我还真没看出来 于是谨慎地看了看四周 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打开楼道门向上走去 走到一楼和二楼的平台时 忽然脑袋一震 刚才扔下去的丧尸尸体不见了 我记得我把那家伙扔到垃圾箱里 但由于尸体太大 还有一半的尸体 搭在这垃圾箱的外边 可刚才回来的时候 并没有看见那漏在外边的一半尸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又跑下楼 谨慎地打开单元门 走到垃圾箱前 里边什么都没有 那丧尸究竟去哪了 难道 他会自己跑 不可能啊 他的身体已经完全风干 脑袋受到重创 死的不能再死了 怎么可能自己跑呢 可是尸体为什么会不见 我百思不得其解 向周围扫尸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算了 还是先上去 和姚宇商量商量吧 他是杀手 或许懂得追踪方法的知识 于是我拿着东西走上楼 进屋之后和姚宇说了一下刚才的事情 姚宇想了想 也和我下楼看了看 经过他的分析后 确定了 尸体似乎被拖进了我们对面那栋楼房的五单元里 可是五单元的门紧锁着 我们也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皱着眉回到了家中 姚宇穿着我从超市里拿回来的粉色围裙 俨然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 她此时正当当当的切着肉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偷笑 姚宇见到我偷笑 转过头来说道 你好像很悠闲嘛 过来帮忙切肉 啊 我愣了一下心说 幸灾乐祸这句话说的果然有道理啊 莫哥我刚偷笑了两下就飞来横祸了 没办法 我也戴上了围裙 当当当的切了起来 不过我的刀法还是引起了姚宇的注意 非常娴手 姚宇显然也愣了一下说道 没想到 还有这两下子 我见引起了姚宇的注意 更是装逼的一边仰起头 一边闭着眼睛哼着歌 一边当当当的切着菜 嘴里说着 这算什么 我早就已经练中了 不用看了 就能切菜的境界 还没说完呢 我就大吼了一声 哎呀 切手了 完了 这下不装逼了 一下切掉了食指的一块肉 除了很多血不说 切掉的肉也找不到了 我一共就弄回了这么一块牛肉啊 你妈 这就不能吃了 我得干鞭牛肉啊 欲哭无泪 姚宇给我找了一个创可贴 细心的为我贴上 吃过晚饭 姚宇在厨房里边刷碗 我坐在林梦家阳台的摇椅上 摇啊摇的 享受着半晚的夕阳美景 忽然 听到了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 我赶忙抬头向外看去 发现对面的楼下 躺着一具风干的尸体 正是失踪的那具 而且正是武丹园的下面 我向整个武丹园看去 还是一片寂静 每户的窗户都保持圆状 没有丝毫人影 整个楼区显得诡异 无比的安静 姚宇听到了那声声响 也走到阳台 见我在注视着对面 他也将目光转移到了对面的楼下 看到了那具尸体 半晌 姚宇皱皱眉提议道 我们去对面看看 我摇摇头说道 不 还是静观其变吧 对面的人 应该早就知道我们的存在了 我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毕竟楼下垃圾箱里 无故多出了一具尸体 肯定会引起他的注意 我们不要主动出击了 静观其变就好 姚宇点点头 我拉着姚宇的手 走到沙发前坐下 忽然看到茶几上的收音机 回想起《生化危机》的电影里边 是有很多人在收音机里边求救 或者传出信息的 随手打开 换了几个频道 什么都没有 只是滋啦滋啦的干扰声 我翻了翻白眼 姚宇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 她接过收音机 来回调动着频道 忽然 里边似乎有一个声音 一闪而过 姚宇又仔细地调了一下频率 里边传出了断断续续的声音 我们在下被困 再重复 我们被空山殿大使 曾求支援 声音中断 我看向姚宇 姚宇说道 从刚才的句子分析 是有人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但是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地方 她说的是 电大厦 可究竟什么是电大厦呢 我皱眉说道 是啊 可能是广电大厦 也可能是宫电大厦 或者是别的什么电大厦 可是 却难保 这不是个陷阱 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之后 我变得警惕起来 姚宇点点头说道 她应该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求救一次 要不我们等一等 听她下次怎么说 我们去看看 如果是陷阱的话 就顺便取了进化之种 嗯 那就把声音机 一直放在这个频道吧 我说道 过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那断断续续的女声 再次传来 被 困 广电 支援 广电大厦 我和姚宇对视了一爷 我说道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们明天再去吧 今晚我们在一个房间 你睡 我守夜 毕竟不知道对面的人 会有什么动作 姚宇脸色 微红 没说什么 而是向卧房走去 我静静地趴在窗台前 注视着外面的夜空 曾经我就很喜欢这样 一个人 孤独地看着夜晚的漆黑 这种感觉很孤独 我也一直很孤独 在我的世界里 没有亲情 没有爱情 唯一还能让我感觉到 欣慰的就是 还有一个好兄弟 但是现在 我回头看了看 床上熟睡的姚宇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她真的睡着了 不像平时那样 浅层次的睡眠 嘴角挂着一丝口水 没想到 她的睡姿竟然这么 悄悄走过去 帮她擦掉口水 或许有我在旁边守夜 她也很放心吧 一道晨光滑破了 漆黑的夜晚 整整一夜 对面都毫无动静 我摇了摇头 实在无法弄清 对面的人是怎么想的 既然知道 我们来了这里 又非要让我们 发现她的存在 可接下来 却又没了动静 是是非还是别的 我搞不清楚 索性不再站在窗台 而是走进厨房 煮起了牛奶 又炸了几根火腿 姚宇听到我做饭的声音 也起床了 站在厨房的门口 看着我帅气的做饭动作 我说道 小雨 你昨晚的睡姿很好看啊 口水都流出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梦到我了 姚宇清脆一口 什么都没说 转身洗脸去了 吃过了早餐 我和姚宇下楼了 在我昨天去过的 那间超市里 找了一幅空山式的地图 找到了地图上 标示着广电大厦的位置 离我们这里有三十多公里的样子 我们二人开车而去 广电大厦所在的位置 是一处商业非常集中的地方 还没到附近 路上横七竖八的车辆就密集起来 没法推动 只能下车不行 地上的血迹 已经随着前几天的大雨 冲刷干净 横七竖八的车辆中 偶尔能看到几个 趴在驾驶座上的腐烂尸体 基本都是些在事故爆发时 直接就变成了丧尸 并且没有打开车门 被饿死的丧尸 走到广电大厦楼下 发现这里 竟然是个旋转门 而且门被一个手机卡住了 里面的大厅中 游荡着一只丧尸 众所周知 旋转门分为四个空间 如果它不转 里边的人就出不来 而此时 门被手机卡住 正是无法转动 里边的丧尸也跑不出来 难道会是真被困住了 我看向姚宇 姚宇点点头说道 有可能 你看 那手机卡住了旋转门 里面的丧尸跑不出来 或许 真的有人被困在里面了 可问题是 时间都快过去两个月了 里面的人怎么活下来的 这里面是工作的地方 不可能有太多食物的 这一点上说不通 就算有食堂 可是停电了呀 没有冰箱 食物早就腐烂没了 我想想也对 但还是说 也没准 里边有备用电 不管怎么说 还是进去看看吧 如果是陷阱 就取了进化之种 你现在才七级 应该尽早升到十级才行 姚宇点点头 我们还是老规矩 没有从门走 而是找着一个 开着窗的二楼窗户 我先爬了上去 这次显然绝对比在医院那次强多了 我助跑一阵 一个跳跃 直接踩在一楼的护栏上 然后再一跳 直接抓住了二楼的窗台沿 慢慢地抬头向里边看去 有一个丧尸 正对着墙站着 一动不动 我轻轻地纵身 跳上窗台 手中一阵波动 破天出现 我轻轻地跳下窗台 那丧尸似乎听到后边传来了轻微的声响 回头一看 他看到的是一个 越来越近的枪尖 扑的一声 破天刺穿了丧尸的头颅后 缓缓消散 化作本源 融回到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习惯 解决了战斗 第一时间收回破天 丧尸倒地 我悄悄关上了开着的房门 然后站在窗台对姚宇摆摆手 只见姚宇和我动作一样 一脚踩在了一楼的护栏上 然后借力一跳 抓住了我伸出窗台的手 我轻轻地把姚宇拉上来 夸奖了一句 小语 好伸手 姚宇摆了我一眼说道 你也不错 接下来怎么办 去哪里找人 昨天根本就听不清 广播里面说他们被困在几层 那我们就从一层开始找 这里的工作的人最多也是几千人 以我们的速度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 同时 不要弄出太大声响 万一是陷阱 他们察觉到来人了 会做好准备的 我点点头说道 好 悄悄地打开房门 外面左侧的走廊上站着一个丧尸 也看到了向外观望的我 我曹 出师不利啊 刚说完不要打草惊蛇 就引到了一个丧尸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吼叫出来 我距离这只丧尸 大概有十几米的样子 猛然全速爆发 化作一道残影 冲向那丧尸 手中破天出现 甩手而出 冲向那丧尸的头颅 噗 正中目标 我此时也到了丧尸身前 用脚轻轻地一勾 丧尸慢慢地倒在地上 没有弄出太大的声醒 姚鱼此时也在门口看着我 见没什么意外 走了过来 我俩使了个眼色 就从这里查看起来 一个推楼到左侧的房门 一个推楼到右侧的房门 就这样 从二楼查看到一楼 而此时 我正在查看一楼的厕所 我记得以前玩过一个游戏 名字叫求生之路 里边就有很多的丧尸 藏在厕所里边 我悄悄地推开一个厕所的门 向里边看去 没有 再推开一个 没有 再推开一个 还是没有 我擦 原来那游戏是扯淡的 你妹的 就算丧尸没神志了 也不用躲在厕所里边吧 空圈小 又超湿 蹲里边干什么呀 难道说丧尸 蹲在厕所里边拉屎 哈哈哈哈 我心中暗骂 但是转念一想又是啊 毕竟是游戏 他也只是想营造恐怖的气氛 在厕所里遇到丧尸 不错的想法 至少可以吓得玩家不敢上厕所 也害得我搜索厕所的时候 有这些奇怪的想法 再从一楼搜索到三楼 一共房间中发现了二十几个丧尸 也有些打不开的房门 但是在姚宇那高超的开锁手法下 这种锁对他来说是小儿科 倒过几下就打开了 我打气道 小宇啊 你有这门技术 就算咱们以后什么都不做了 我也不会饿死了 姚宇翻翻白眼 瞪了我眼 低声说道 我不会养着你的 呃 我愣了愣 然后一把抱住姚宇 低声说道 小宇 难道你想不要我了 我好可怜啊 都没人要 姚宇轻轻地挣脱了我的怀抱 严肃地低声说道 别闹 这房间里面有动静 啊 我也不闹了 仔细听着屋子里的声音 但我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疑惑地看了姚宇一眼 而姚宇此时已经弄开了门锁 慢慢地旋转门锁 轻轻地推开门 有一个男人趴在桌子上 我皱了皱眉 悄悄地走向这人 姚宇一把抓住了我 反手将门关上 拿起旁边的一个小钉书器 向那人扔去 哒的一声 钉书器砸在那人后背上 那人懵哼一声 但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姚宇也微微皱眉 向那人走去 我一把拉住姚宇 对她做了一个手势 让她在这里等 我去看看 那人脸朝着窗户趴着 后脑勺对着我 我看不清她的样子 默默召唤出破天 走到办公桌的对面 向那人脸看去 是一个年轻男子 此时脸色煞白 呼吸微弱地趴在桌子上 我拿破天碰了碰男子的肩膀 没什么反应 看着不像是装出来的 而是真正的身体虚弱 我向姚宇点点头 姚宇也走过来 从我身后的背包里 拿出一瓶水 我拧开瓶盖 倒在那男子的脸上 那男子闷哼一声 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到了我手中的水 声音十分沙哑地说道 水 把水给我喝行吗 我把手中的水瓶递过去 那男子胳膊颤抖地接过 似乎已经饿了很多天了 拿水瓶都很勉强 他喝完了瓶里的最后一滴水 恢复了一些力气说道 谢谢 我已经两天没喝水了 姚宇看了看周围 并没有什么食物的垃圾问道 你是怎么到这里的 那男子说道 事故爆发时 我们共有十三个同事 藏起了十四级层的会议室 后来一个同事 因为之前被咬伤了 所以也变成了丧尸 又养伤了两个同事 他们也变成了丧尸 我们把他们都杀死了 还剩下十个同事 由于当天下午要开会 会议室里 有很多已经摆设好的 矿泉水和水果 以及一些点心 我们靠着那些吃的 为时到了五天前 食物没了 我们也不敢出去 手机什么的都不能用了 也不能发出求求信息 于是我们就分出了四个人 两个人去找食物 两个人去广播室 发求求信号 我是出来找食物的 可是我们下到三楼的时候 遇到了丧尸 那丧尸以后 又引来了很多丧尸 我的同事很快就被丧尸破倒了 我没有能力救他 就快速跑进了这个房间 姚鱼也走到我身边问道 那你的同事们 现在还在十七楼会议室 男子虚弱地嗡了一声 姚鱼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支钢笔 迅速地向着男子的脖子扎了下去 男子身体竟然非常灵巧地向旁边一躲 抬头冷笑 脸上疲惫的姿态 早就一扫而空 他看向姚鱼冷笑道 没想到被你发现了 我也一愣 紧接着便察觉到了这是陷阱 我站在姚鱼身边 注视着对面的男子 轻声问道 怎么发现的 姚鱼说道 三个疑点 第一 他虽然装作呼吸很虚弱 脸色很苍白 但是心跳却正常 甚至比一个正常男人跳动的还要有力 第二 既然他已经在这里待五天了 那么大小便是怎么解决的 况且人饿到了极点 是会不择手段地想要活下去的 下面我就不说了 第三 他说他和同事被丧尸发现 丧尸大吼一声 那么二楼的丧尸也会朝吼声方向跑去 可为什么他能够跑下楼 并进到这个房间呢 那男子听到这里 忽然拍手叫道 好 好 好一个惊喜的女人 不过你们已经逃不掉了 我的同伴们已经来了 他们就在门口 拼的一声 随着男子的话 门被踢开 外面站着几个男女 全部手持武器 门口的几个人缓缓走进房间 算上虚弱男子 共有八人 我也冷哼一声说道 哼 不错 都很强的样子 我手中的破天刚刚一直没有收回 此时我猛然发动闪电刺 化作一道残影 向一个男子刺去 噗的一声 枪尖刺穿这男子拿着武器的右臂 旁边的人反应很快 一个拿着剑的女人向我砍来 我拔出枪尖 向后一退 其余几人也动了起来 瑶宇身上一闪 便消失了踪影 再次出现时 她的匕首已经插到了最后一个男人的脖子上 秒杀 同时其余几人 除了一个白衣女子没动 一个刚想动就被杀了之外 其余的都挥舞着武器向我冲来 眼见着将我包围了 卧槽 这里空间太小 没地方闪躲呀 我心思电转 快速的在枪魂之舞上加了一点 枪魂之舞 主动 攻击类技能 技能效果 用长枪进行一套无懈可击的360度横扫 技能附加本体攻击20%的伤害 释放时间4秒 冷却时间3分钟 这个技能是我得到本源之种之后 第一次出现了技能 几人将我合围 我瞬间用出了这个技能 手持长枪 身体快速的旋转起来 转了三圈 扫破了墙边的一个柜子 扫到了一个人的胸口 将胸口扫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肋骨都被抽裂了几根 断骨都扎了出来 眼见就要不行了 我趁着这个时间 冲到了一个男子的身边 长枪向其头颅一扎 当里声 竟然隐隐有一个护照 出现在那男子的身体上 我手中一阵反振 眼睛又扫到刚才那被我破天滑破胸膛 眼见不活的男子 只见此时他胸口的伤口快速的愈合 后方那个白衣女子 手中正冒着白光 照耀着这人的伤口 我瞳孔一阵萎缩 大喝一声 姚宇 杀了那白衣女人 六人中有四个回头看向姚宇 他们可不能让姚宇杀了白衣女人 有白衣女人在 不论受了多重的伤 都能恢复过来 我擒着长枪 向最近的一个人刺去 此人见我一枪刺了 弯下腰 躲过破天 横扫手中的刀向我的腰部扫了 我岂能让他得逞 改刺为批 此人当场中招 被我一枪拍倒 我手中没有停顿 枪尖向这男子 晕乎乎的脑袋刺去 而旁边的几个人 显然也缓了过来 其中一个持着匕首 刺向我拿着长枪的右臂 如果我非要杀死地上的男子 右臂也会被对方刺到 但我并没有在意那个人 仍然继续向地上的男子侧去 噗的一声 这男子脑袋被刺穿的同时 我的右臂也被一把匕首扎倒 不过没扎进去多深就停止了 这就是我一个月来锻炼 抗打击能力的效果 姚语早就比我先反应过来 持着匕首 刺向了那女子 当 那女子身上也出现了一层护照 姚语被反振回来 借着反振之力 姚语的匕首插在 另一个男人的后颈上 四分钟之后 地上躺着八具尸体 我右臂 腰部的衣服都被割开 受了一些轻伤 姚语完好无损 此人 姚语杀死了其中六人 我杀死两人 因为一般不是关键时刻 我是不会直接杀死对方的 我要把致命一击留给姚语 姚语得到了进化之种27颗 我得到九颗 姚语也很顺利地升到了十几 而我 也还是十几 此时外面聚集的丧尸 居然把门给撞开了 涌了进来 我拉着姚语 快速冲向刚才就被打破的窗户 跳了出去 落地之后 向前轻轻一跃 那些丧尸 居然也傻傻地跟着跳了下来 扑通扑通 大部分摔得是手脚断裂 我和姚语没有再注意这些丧尸 而是快速地离去 开车回到楼下 我瞳孔微缩 那一具尸体又不见了 对面那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姚语也看了看我 我也没说什么 转头打开代员门 向楼上走去 进屋坐在沙发上 姚语坐在我身边 我皱着眉目 百思不得其解 我开口说道 小语 你先在家休息一下 我去拿些吃的回来 你要小心点 姚语点点头说 你也是 小心 我走下楼 看着对面的武丹园 眼中寒光闪了闪 便向超市走去 拿了一些吃的 回到家里 吃过饭 我和姚语坐在沙发上 姚语看着我说道 升级之后 有三个新技能 分别是 致命一击 主动 攻击类技能 需求匕首类武器 技能效果 通过蓄力 给予人致命的打击 形成百分之二百的攻击力 蓄力时间三秒 冷却时间五个小时 急速 被动 技能效果 永久提升本体移动速度 百分之五十三 穿刺 主动 祝福系技能 技能效果 祝福指定目标穿刺 攻击造成加倍刺穿 并触发流血 流血 令敌人伤口 疾难愈合 持续流血 持续时间三十分钟 冷却时间八秒 消耗净化之种 百分之十七 净化之种能量 低于百分之五十 身体感到虚弱 这三个技能都不错 不过最终 在我们两个的研究下 给致命一击 提升两击 穿刺提升一击 现在致命一击的攻击力 达到了百分之三百零五 再配合姚宇的幽灵 也就是可以突然消失的 那个技能 简直是强大到了无比了 没有加急速的原因是 我可以加几个祝福类技能 然后祝福给姚宇 转眼我们在这里 已经居住了十天 十天来 对面一直都没什么动静 我也就不那么在意了 可谨慎却更加浓烈 因为随着时间的前进 西月派来的杀手 也在临近中 不过 以我和姚宇现在的强大 倒也是没有太过担心 这一天 我和往常一样 去超市里拿食物 下楼的时候 突然看到远处有个身影 一时而过 速度极快 我二话没说 就往那个方向追去 一边快速的奔跑 心中一边想着 会是西月派来的人吗 会不会是吊虎离山 不过即便是吊虎离山 也没什么 姚宇就算打不过 还能跑得掉呢 而且我对姚宇信心十足 自己快点解决掉 再回去帮他就是了 想到这里 身影更快地向前掠去 跑到转角 速度慢慢停下来 探头向外看去 发现一个身影 趴在一个尸体上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 是丧尸吗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 单独的丧尸呢 而那丧尸此刻 好像发觉了我的目光 转头向我看来 天哪 那是一张怎样的脸 不是丧尸 脸上没有任何的褶皱 看上去约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此刻嘴角挂着一丝血丝 他在干什么 吃丧尸 难道超市里没有吃的 这人是心里变态了 还是怎么着 我有些发愣地 看着眼前的青年 你 我刚刚开口 那青年冷冷地盯着我 嘴里吐出了一个字 滚 我眼睛眯了眯 看了这青年 也没说什么 转头离开了 怪人 我嘴里难难地说道 想到那青年嘴角的血迹 还有那种恶心的感觉 不过看起来 那人应该也是个天选人 既然他不想主动招惹我们 那么我也不去理他就好了 回家之后 我把这件事向姚宇说了中 姚宇点点头说道 嗯 那我们就这样吧 井水不犯河水 我也点点头 夜 还是那么安静 整个楼区一片漆黑 距离我们这栋楼 一直往右 隔了三栋楼的地方 那青年还趴在那尸体上 脑袋不时地晃动一下 远处两道身影缓缓出现 向这边走来 其中一个说道 哎 小新 困体到这里就没有了 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哎 你看前面 有个傻货丧尸在吃宵夜 哼 遇到了我 怕就吃不好这整顿宵夜了 说着 想吃宵夜的青年走过去 哼 萧水 劝你还不要玩呢 耽误了时间 对你我都不好 小新声音有些冰冷地说道 放心 不会耽误太久 小水说道 吃宵夜的青年冷冷地抬起头 看着走近的小水 嘴里说道 滚 哼 小新听到了吗 怕在骂我滚 花音刚落 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那吃宵夜的青年掠血 吃宵夜的青年 反应速度竟也极快 抓起身下的丧尸 向正在跑进的小水扔去 尸体飞向小水的胸口位置 小水前进的身子猛然一停 上身向后一仰 双手撑地 轻盈无比地发了个跟头 避过了扔过来的尸体 此时小水看着青年的眼神 不再那么轻蔑 而是有了些重视 嘴里说道 还不错嘛 拼的一声 丧尸砸在了墙上 弄出了很大的声响 哎 小语 听到了吗 好像有动静 我站在窗边说道 嗯 在右面 似乎 是你说的那个怪人 所在的位置传来的 姚语说 去看看 我建议的 还是别去了 免得引起什么误会 姚语说道 我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小水玩弄着手上的匕首 在掌中 左转几圈 右转几圈 很是绚丽 他眼睛死死地盯着对面的青年 猛地再次发起来进攻 匕首直取青年的颈部 吃宵夜的青年也不慌不忙 眼神冰冷地看着袭来的小水 脚步一挫 脖子微微后仰 躲过刺癌的匕首 右脚紧接着向上一踢 直取对方持武器的腕部 同时两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两道白光透颜而出 射向小水的头颅 小水显显地避过 那袭来的一脚和白光 紧接着觉着一阵进风 从侧面袭来 来不及闪躲 拼的一声 小水被一脚向侧边踢飞 咔嚓 撞断了一棵不算很粗的小树 不对劲 我在屋子里听到这小树折断的声音 对姚宇说道 姚宇眼中也是闪过一丝疑惑说道 好像那边有人在交手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我皱了皱眉头说道 去看看倒可以 不过就怕引起误会 把我们也扯进战团 姚宇眼点点头 好 那就再等等 吃宵夜的青年 没有再看被踢飞的小水 而是将目光凝聚在了小新身上 小新也打亮着眼前的青年 刚才小水被踢飞的时候 他并没有出手 因为小水根本就没受伤 而此时小水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不错嘛 居然能把我踢飞 速度还不错 看来不拿出点实力来 还真搞不定你 说着 身体站起 猛地以自身为中心 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流 周围的草丛被吹得压倒在地 接着 小水的身子 又更快地像吃宵夜的青年鞋来 高速移动中 嘴角露出了一丝斜笑 小新看向小水 高速移动的身影 眉头微微皱了住 小水这次的速度很快 眼见已经到了那青年的身边 那青年居然没有转过头了 举起匕首 便向着青年的脖子扎去 不想腹部忽然传来的一阵疼痛 接着整个人又向后倒飞出去 吃宵夜的青年缓缓放下 踢向侧面的脚 继续看向小新 冷冷地说道 你还不准备出手吗 小新皱了皱眉 也冷冷说了一声 废物 连对方的深浅都试探不出来 说着 整个人化作了一道残影 冲向眼前的神秘青年 当下一刻 已经出现在了神秘青年的身前 举起匕首 和对方拼了一几 而那个神秘青年 手中不知何时 也多出了一个 像长长钉子形状的武器 二人你来我往 拼斗了十几招 竟也算是旗鼓相当 当然 用没用全力 就有未可知 当当当的声音 不断传入我和姚宇的耳朵 姚宇也越听 脸色变得越阴沉 随着连续七声的当当响声 忽然他说道 这是暗盟的暗影七连机 挥动武器攻击七次 这七次攻击绝对不会落空 敌人闪避不得 只能中招 会用武器抵挡 这么说 交手的人是西越派来的 他们先打起来了 倒是给了我们可乘之机 小心此时心中也在暗想 姚宇就在这附近 如果再继续拖下去 被他听到的声响 就有些麻烦了 抑或是 他现在已经知晓了我在这 等着坐受渔翁之力 既然如此 那么 小心目光一凝 陈鹤一声 手中的匕首 划过了一个绚丽的弧度 只想青年心口刺许 青年看到那匕首 划过了弧光 眼睛竟一瞬间 显得有些呆滞 然后猛地回过神来 眼尖匕首已经来到心口 积极向旁边一臂 同时手中的长顶武器 刺向小心的腹部 扑扑 两声几乎不分先后的声音响了下来 二人身影急速分开 小心腹部 被那钉子武器扎穿 白色的衣服上 沾染了很多的血迹 英俊的脸上 并没有露出丝毫的痛苦 而是眼睛微眯地 盯着神秘青年的伤口 轻轻叹了一口气 神秘青年也没有在意身上的伤口 同样冷冷注视着小心 小水弯着腰 跑到小心身边 显然刚刚被踢的那一脚 伤到了内脏 啪啪啪啪 一阵拍手声 从侧面的楼拐角处传来 我和姚宇慢慢走出 啪啪地拍着手 向着小水和小心 带着嘲讽地问道 两位暗盟的好汉 你们演的这是哪一出啊 让我猜猜啊 该不会是想要来个热身运动 结果没想到 不但没热好 还把自己给烫着了吧 姚宇也冷冷地盯着小水和小心 我们都没有动手 隐隐分成了三个阵营 我和姚宇 神秘青年 小水和小心 我看向神秘青年说道 朋友 我们似乎有共同的敌人 我叫林默 还没请教 神秘青年紧盯着小水和小心 嘴里冷冷地说道 姚宇涵 我暗暗防备姚宇涵的同时 看向小水和小心说道 两位大侠不知道你们找了我俩半天了 辛不辛苦啊 要不我先给你们沏杯茶 没事 反正流血的不是我 我可以等一会儿 嗯 就是这样 小心眼睛眯了眯 冷哼一声说道 哼 你们不行 留不下我 你也不行 同样留不下我 他分别指了指我和姜宇涵说道 哦 真是这样的吗 我手中一阵波动 破天出现 二话不说 闪电刺发动 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小新心口刺去 当着一声 小新挥动匕首一挡 将破天带到了旁边 反应好快啊 小水此时掏出匕首向我刺了 却被后面的姚宇截住了 我也顺势改刺为扫 将一旁的小水喉咙扫去 小水弯腰闪过 却被姚宇在脖子上 划出了一道轻轻的口子 姚宇此时匕首上 散发着微弱的绿光 我瞳孔微缩 这一幕 让我联想起了 曾经惨死的东哥 小水身子退回小新身边 摸了摸脖子上的伤口 吃笑一声 居然还有毒 不过对我来说没有用 小新冷冷地扫路也说道 今日便不先奉陪了 待过几日 我会再来找你们 说完 转身向后方退去 速度极快 小水也紧跟着 速度极快地向后方退去 我抬步便追 姚宇却一把 拉住我的胳膊说道 别追了 我们追不到的 说着 隐隐地向我转了扇眼珠 我明误了姚宇的意思 转头对姜宇涵说道 姜兄弟 我们依旧不会妨碍你的事情 但对于这两个人 他们无故伤我 即便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他 说完 姜宇涵转身向回走去 目的地正是对面的武丹远 对面的人果然是他 没想到此人竟这么厉害 我难难地说道 姚宇点点头说道 可能就像马鞍一样 刚刚变异就很厉害 或者他之前也是习武之人 至于刚刚逃走的两个人 被我刺伤的叫小水 另一个叫小新 他们都比我早入门五到六年 武技方面比我强太多太多 而且看样子 他们似乎吞噬了不少净化之中 我们这一仗 不太好打呀 我冷笑一声 本该是不好打的 不过现在 我看着打开但院门 进入楼道的姜宇涵 冷冷地笑着 何姚宇回到家 坐在沙发上 我静静注视着对面的武丹远 心中酝酿着 是该正面和姜宇涵交好 还是暗地里使诡计 让他们先打个两败俱伤 但姜宇涵看上去又不傻 我的诡计未必能奏效 忽然想到自己已经二十多年 没玩过什么诡计了 那冷冰冰的姜宇涵 不发觉才怪 你嘛 还是算了吧 姚宇走到我身后 递过来一杯水 我顺势抓住姚宇的胳膊 拉入自己的怀中说道 小语 那个小新和小水 哪个更厉害些 看样子 好像是小新受的伤比较重啊 难道是小水更厉害 姚宇轻轻摇头说道 以前是小新厉害些 但其实暗盟里所有人 都喜欢隐藏实力 包括我在内 到底谁更厉害一些 我也说不准 我点点头说 那据你估计 如果我和小新打起来 谁赢的几率大一点 姚宇转头看着我 说道 小新会赢 毕竟 她从小就开始接受训练 无论是五级招式 反应速度 应战经验 都比你强太多 再加上 她现在似乎 有很多进化之中 你打不赢她的 我心中苦涩 但脸上却没露出 反而是轻挑一笑 捏着姚宇的下巴说道 小娘子 敢贬低我 今晚就让你 见识我的厉害 姚宇脸色一红 推了我一下 睁开怀抱 而我正在一吟着 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姚宇没油来的 推了我一下 我也没来得及反应 身子向后坐去 后面椅子的扶手 结果我就悲催了 我大喊了一声 好疼啊 还好没听到碎裂声 不然我下半声可就完了 姚宇害人不浅了 我心中暗道 再也没敢去招惹姚宇 而是捂着裤裆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曾经的网络红瓷蛋疼 完美的诠释在了我的身上 如果还有网络 我此时只想在网上说一句 蛋疼 是真的吗疼啊 伴随着蛋疼 我的心中也回想起了 姚宇刚刚说的话 姚宇的意思应该是 我打不过那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而且他说 包括自己在内 都很喜欢隐藏实力 难道之前看到的 还不是他最真的实力 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姚宇是不可能害我的 我心中暗暗想着 同时提起全部精神 戒备力 谁知道那俩货啊 什么时候就来了 我捂着裤裆坐在沙发上 一坐就是一晚上 第二天早晨 看天有些亮了 迷迷糊糊地走进厨房做饭去了 姚宇也醒了过来 走到厨房看了看我 然后说道 我去洗脸 说着 拿出两瓶矿泉水 我此时看着手中的菜 心中大惊 姨妈 刚才没洗手 这下糗大了 姨妈呀 难道就这样扔掉 莫哥我此时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就这么端着锅 愣愣地站在那 会一会儿 姚宇洗完脸走了过来 看着我端着锅 傻站着说道 怎么了 快开饭啊 我僵硬地转过头 嘴里喃喃地说道 那个 我刚才做饭的时候 忘了洗手了 姚宇也撇了撇嘴 说道 没洗就没洗吧 快吃饭吧 小宇 那个这个 那个 昨晚你也知道 我不小心 各到那 各那儿了 然后 然后我用手 捂 捂了一夜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姚宇脸色痛红说道 你 你进屋 去休息一下吧 我来做饭 这下悲催了 我躺在床上 闻着姚宇睡过的地方 传来的阵阵香味 竟渐渐地睡着了 再次醒来 是隐隐听到了姚宇的尖笑声 我猛地睁开眼睛 从窗台向下看去 直接姚宇 姚宇 姚宇晗 小新和小水打在了一起 我来不及多想 打开窗户 一个纵身便跳了下去 下落的同时 手中一阵波动 破天出现 几人的目光都向我看来 其中姚宇和小水站在一起 姚宇晗和小新站在一起 我落地之后 一个转身 向小水刺去 小水冷哼一声 向后闪躲 姚宇也向其发动进攻 我和姚宇合力攻击小水 不过我从来没有练习过武术 并不太懂得配合 以前的战斗都是 以速度和技能 速债速决 我也没有认真学习过 破天的专属枪决 破天决 但这次没办法 必须和姚宇联手 觉得很是生疏 甚至有几次 差点没攻击到姚宇 我眉头紧重 暗暗算了算技能点 还有两个 我把眼光放在体式升华技能上 这个技能我曾经加过两点 现在技能后边显示着三杠二 毫不犹豫 在这个技能上加了一点 身体移动速度 瞬间就加快了许多 力量 反应速度 也随之提高 只是自己 竟也能隐隐压制住小水了 小水显然也感觉到了我的变化 对我忽然变得犀利的攻击 有些应接不暇 我喝了一声 小宇 推出战圈 给我加上穿刺祝福 姚宇迅速跳出战圈 给我加上了穿刺 祝福到了身上之后 枪尖猛地抱起一阵白光 我将小水打得连连后腿闪躲 忽然他目光一闪 猛地弯腰闪过我横扫的一枪 直向我的心口刺来 岂能让他得逞啊 身体暴退重 一脚踢向他的脑袋 小水也是反应极快 又将匕首 方向一改 向我的脚踝刺来 哼 我心中暗哼一声 这么近的距离 我猛然发动闪电刺 哭了一声 小水的喉咙 被一枪刺穿 他眼睛瞪得大大 似乎不明白 为什么我的速度 会骤然暴增 快到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带着浓浓的震惊 小水倒下了 身体中飘出很多进化之种 向我飞来 足有29颗 小心见到小水体内 进化之种技术飘出 一声爆喝 一招逼退姜宇寒 向我这边冲来 我提强向其死去 小心的目标 竟然不是我 而是已经死去的小水 只见他抱起小水的尸体 冷哼一声说道 哼 姚宇 这次算你走运 师父还会派人来的 说完 带着尸体 向远处抛去 渐渐地消失了踪眼 我转头看向姚宇 皱着眉毛问道 刚才怎么回事 姚宇说道 我想下楼去超市里面 拿东西回来 家里没食物了 可是我刚下楼 就遭到了埋伏在一旁的 小新和小水的袭击 幸好江韩宇也正巧 刚从外面回来 帮我挡住了小新 我这才来得及叫你 我看向姜宇涵 点点头说道 多谢 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姜宇涵点了一下头 扛起一旁的一具丧尸尸体 向着五代员走去 我看着姚宇 暗暗撇了撇嘴 细细感受一番 二十九颗进化之种 带来的强烈效果 身体素质几乎 整整提升了一倍 以现在的状态 我感觉自己似乎 可以和妈安看好 并且这次的危机 似乎解除了 小新已经带着 小水的尸体退走 但也有可能是骗人的 想缓和我们的注意力 趁我们放松的时候 发动致命一击 姚宇似乎也看出了 我的想法 轻轻地说道 小新肯定退走了 不用担心 我们也离开好久了 是不是该回去了 我想了想说道 既然真的走了 那我们就回去吧 不知道陈诺这货 和小梅儿怎么样了 而且那丧尸巢 应该也到了吧 姚宇点点头 轻声说道 那我们现在走吧 丧尸巢 应该已经到庆天市了 与此同时 庆天市 生存者集中营 张司令看着城墙下 密密麻麻的丧尸 还有从下边飞来的 各种火球闪电兵锥 心中算计着弹药 还能支撑多久 与此同时也在心中暗想 那林墨和陈诺 到底会不会来救援 不然 张司令看向远方的目光一宁 一片黑色 自草地 山间隐隐出现 向这边来 张司令心中一喜 终于来了 陈诺大呼小叫的 在丧尸群前边跑着 看到远方隐隐出现了 一大片黑色 转头看向妈问 妈你到底能不能控制 对边的丧尸巢啊 陈诺哥哥现在觉得 小弟太少 应该多增加一些呀 妈说话不像之前 那么模糊了 不确定 对方应该也有首领 陈诺撇撇嘴说道 擦 首领呢怎么的 诺哥我一脚把他 踹抢上去 抠三天都抠不下来 说着 更快地向前跑去 妈恩也大吼一声 整个丧尸巢前进速度更快 妈恩的一声大吼 引起了正在攻城的 丧尸巢的迟缓 所有丧尸都迷茫了一下 攻击缓慢下来 可是紧接着 丧尸巢中也发出一声大吼 丧尸们又恢复了攻击速度 城墙上 艾斯在刘鹤的掩护下 双手高举 凝聚了一个直径 有两米的大火球 艾斯低喝一声 让开 站在艾斯身前的刘鹤 正拿着冰晶长刀 抵挡着袭来的攻击 听到艾斯的低吼 猛地闪开了身子 同时艾斯手中的火球 猛地向下方丧尸巢砸去 拼的一声惊天惧异 火球竟然还有爆炸的效果 竟将方圆二十米内的丧尸 全部炸飞炸死 连城墙都微微颤抖 这一击似乎杀死了数千的丧尸 张司令的眼光也朝这边看来 带着赞赏 点了点头 刘鹤冷冷地说道 继续 然后又闪到艾斯身前 挡住飞来的攻击 艾斯再一次凝聚着火球 杨丹此时在城墙的后侧 大喊着 张司令 对面精神来丧尸太多了 我们快抵挡不住了 一旦被对方精神来丧尸攻破 我们就彻底完了 只需迷惑看守城门的人 打开城门 张司令盯着远方 越来越近的黑色 嘴里喝道 挡住 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 陈诺看到前方不足千米的 攻击城墙的丧尸巢 风骚地喊了一句 大伙儿冲啊 我去后方指挥战斗 你们要拼命啊 给力啊 说完 猫腰往丧尸巢后边跑去 曼显然并不明白 陈诺的风骚 而是大吼一声 想要震慑对面的丧尸巢 另起折服 对面的丧尸巢中 也传来一声大吼 接着一个身影 快速地窜了出来 这是一个中年大汉 脸上的褶皱十分轻微 若不是他那丧尸般的吼叫 几乎以为他是人类了 而此时 陈诺不知怎么搞的 又从后边风骚地挤着丧尸巢 往前走来 嘴里还喊着 等会儿慢 要谈判找诺哥 诺哥可是曾经拥有 谈判小王子称号的 诺哥的专业 不是你这业余选手 可以比的 我开着几股车 车速达到了一百四十脉 姚宇在一旁静静坐着 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伸出一只手 摸了摸姚宇的脸说道 想什么呢 心目在焉的 姚宇摸了摸我的手 有些掩饰地说道 没 没想什么 我笑了笑说 小宇啊 有什么事还需要隐瞒我呀 再不说 我可要使坏了啊 嘿嘿 我坏笑了两声 姚宇摇了摇头 面色有些无奈地说道 西月曾经对我说 我命中呆煞 会给亲近我的人 带来灾难 同时 我注定会孤独一生一世 来生来世 永生永世 我身体一震 气愤地说道 小宇 那西月一定是骗你的 我从来就不相信明月 姚宇摸着我的手 眼泪掉了先来说 不 西月从来不会用这些来骗我们 她的话 很准 就像她曾经在四师兄出任务之后 她就说过 四师兄 会在时日后被人分尸 然后会将尸首 扔到某室的某公园的假山上 同盟们想要去支援 西月却说 她命里注定如此 救援无用 只待十日之后 为她收拾便好 前去收拾的同盟们 真的在十日之后 那个地点找到了尸首 西月曾经预言过很多次 都是在同盟出任务走了之后 才会对我们说的 出任务的人 会生 会死 或什么时候回归 每一次都很准 毫无偏差 姚宇眼泪大片地滚落下来 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说道 西月的能力已经超出了 我们所想象的范畴 她的话我相信 可是我不想相信 莫 我真怕给你带来什么灾难 曾经对我好的同盟 除了大师姐 其余的全部出任务都死了 这不是意外 是巧合 是事实 我把车子缓缓停在路边 将哭得梨花带雨的姚宇 拉入怀中 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说道 小宇 没事的 就算是真的 我也不会丢下你一个人 我们永远在一起 好不好 姚宇紧紧地抱着我 哭着说 上次 我和银儿一走了之 就是怕连累了你 可是当我再次见到你之后 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我 我是不是很自私啊 我将姚宇抱得更紧说道 小宇 你离开我才是真正的自私 放心 有什么风浪 我会站在你前面 为你挡住 姚宇破贴微笑说 你那小身板 能挡住什么呀 嗯 挡不住什么 至少还能让你有个哭的地方 你看看 眼泪呀 鼻涕呀 没有我的话 你往谁衣服上抹呀 我趁着姚宇笑了 打趣的 姚宇是个坚强的女孩子 即便心中有什么痛苦 也不会轻易地表露出来 见我逗她 也就借着这个话题 不再哭泣 软移向别的话题 我 我们还是快些赶到 生存者集中营吧 不知道那里现在怎么样了 我也不再提及这个话题 轻嗡一声 开着车子 迅速向前方赶去 内心一片苦涩 姚宇口中的心悦 似乎真的预言得很准 可是姚宇 我转头看了看这个坚强的女孩 抬起手 轻轻抚摸着她的脸 我一定要让她幸福 我在心中 暗暗地发誓 陈诺大摇大摆地 从丧尸群中走出来 对着对面的大汉丧尸首领 挥了挥手 嘴里说道 哈 哈喽 丧尸大汉盯着风骚的陈诺 低沉地吼了一声 陈诺走到漫暗的身边 对丧尸大汉说道 小朋友 今天陈诺哥哥 可得给你上一课 攻击人类的行为是不对的 老师知道了 要打你屁屁的 你值不值得 陈诺哥哥好心提醒你 你可不要不识抬举啊 对面的丧尸大汉 见陈诺手无足蹈地 说这些 他一句也听不懂 于是对着陈诺大吼一声 陈诺被妈恩突如其来的 大吼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问妈 妈 这货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 住口 卧槽 看来没有个丧尸小弟当翻译 还真不行 妈 把哥哥我刚才说的话 给这货翻译翻译 妈恩点点头 朝着对面的丧尸大汉低吼起来 大汉听完之后 显得很愤怒 大吼一声 陈诺赶忙问妈 妈 这货又是什么意思 妈恩解释道 陈诺哥哥 他说你胡说 他没被老师打过屁屁 他只打过他老师的屁屁 卧槽 这货是极品的 还玩过尸城链 妈的不行 诺哥必须亲自出马 和他交谈 陈诺嘴里难难地说道 然后陈诺说起了他那专属的丧尸语 对面的大汉显然也愣了一下 和妈恩当初反应相似 嘴里说道 陈诺见大汉有反应 于是叫得更欢了 对面的大汉丧尸首领彻底凌乱了 诺哥的杀伤力果然惊人 大汉的记忆中 只觉得亚麦迪这词很是熟悉 但是他又记不起来 为什么这么熟悉 于是大吼一声 陈诺赶忙看向妈恩 期待着妈恩的翻译 妈恩说 好的意思是 让我们不要参与他们进攻 卧槽 想要吃人也得先问过诺哥 妈恩带着兄弟们上 哥哥我去后方指挥 说着 陈诺朝大汉丧尸扭扭屁股 风骚地往丧尸群后边跑去 妈恩和那丧尸大汉大好几声 丧尸大汉直奔妈恩而来 二人打斗在一起 丧尸群也撕咬在了一起 进攻生存者集中营的丧尸数量减少 其中大部分转移向妈恩和陈诺这边 张司令站在城墙上 明显也松了一口气 转头看向杨丹 现在如何了 杨丹也松了一口气说 大部分精神系丧尸 攻击目标转移了 现在很轻松了 陈诺远远地看着 正在和妈恩交手的大汉 嘀咕道 卧槽 没看出来 师生恋这货还挺猛啊 那边那丧尸 你用什么眼神看我呢 难道你是在鄙视诺哥吗 诺哥绝不允许 我等 陈诺说着 向那丧尸冲去 时间转眼过去了九个多小时 整个战场已经转移到了距离生存者集中营大门的五里之外 因为地上的丧尸尸体太多 必须转移 马恩和大汉丧尸 此时正面对面地站着 互相怒吼 似乎是在交谈着什么 陈诺此时也风骚地走过来 一个丧尸向陈诺走了 陈诺轻轻一脚踢飞那丧尸 然后摇摇手指说道 我还没用力 你就倒下来 妈 你和这货刚才说什么了 他说 要集中兵力 冲进生存者集中营 让我不要插手 陈诺一听 来脾气了 冲着大汉喊了起来 诺哥刚才一直不出手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 诺哥想留你一命 没想到你竟然得寸矜持 那没办法了 诺哥必须要亲手杀掉你 妈 你杀 干死这货 妈明显愣了一下 接着点点头 嗯 好 整个身影 又向那丧尸重去 陈诺风骚的撇了撇嘴 冷哼一声说道 哼 想要弄个亲在车手 你还不配 此时 一个眼睛冒着强烈蓝光的丧尸 猛然向陈诺看来 陈诺只觉得四周景色一下都变了 变成了桃花遍地 身边环绕着很多冬热的女明星 陈诺这会儿也不管那么多了 瞧准一个 穿得最少的就扑了上去 那眼冒蓝光的丧尸 明显是另一阵营的 精神系丧尸 此时正想呼唤同伙 干死那个风骚的男人 忽然觉得自己面前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 黑色背影半蹲在地上 精神系丧尸只觉得自己的视线 慢慢分成两个 然后倒在地上 再也没有了知觉 陈诺脑子猛地一晃 发现自己正抱着一个丧尸 抚摸着其胸部 我 沃擦 陈诺猛地跳了起来 向刚刚那眼冒蓝光的丧尸 为这看去 发现了一个 年龄大约三四十岁左右 大书脸 短胡子 一身黑色浸装 裹一件大风衣 腰间一对左轮枪 背后一柄 墨黑色大剑的男人 那男人也向他看来 嘴里低声说道 古明 傻闹 与此同时 我和姚宇正在临近中 渐渐地看到了远处 绿草地上一片漆黑 更是加快了速度 向前赶去 终于在二十分钟后 赶到了附近 整个战场看上去一片凌乱 将车子停在路边 我和姚宇跳下车 向战场中心而去 我和姚宇都召唤出了武器 把几个扑向我们的丧尸 全部杀掉 在战场中寻找着 漫暗和陈诺的身影 忽然 姚宇拉了拉我的一脚 我向着姚宇的视线看去 看到了一个身穿黑衣 中年男子 背后背着一把黑色的巨剑 嘴角踢飞了一个丧尸 也将目光看向了我们 陈诺从那个中年男子 身后走出来 见到我和姚宇跑过来 一手抓住我的手 激动地说道 默默 你呀正于回来了 兄弟混得太惨了 妈的 刚才被一个精神系丧尸迷惑 你猜我干什么了 我居然摸了一个丧尸的胸部 嗨他妈是个男丧尸的 幸亏刹那大哥来得及时 不然没准 下一步 我还要干什么呢 我看向中年男子 说道 你好 我叫林默 中年男子点点头 说道 说道 名字真奇怪 应该是个代号吧 我心中想着 不过不管那么多了 陈诺简单地讲了一下情况 我问 妈现在在哪 陈诺回神指了指说 就在那边 妈这伙都这么久了 还搞不定那家伙 看来回去得好好教导他一番呢 我没理承诺地自言自语 而是向着他指的方向跑去 不一会儿 就看到了正在和另一个大汉交手的妈安 这个就是另一个丧尸首领吗 我冲了过去 嘴里大喝 妈安 回来 让我试试 同时手中的破天 向那个大汉丧尸的身体刺去 那大汉丧尸显然也被这一脚踢得受了些伤 仰天大吼一声 正在交手的丧尸巢 其中大部分丧尸 立刻向远处跑去 大汉丧尸回头看了看我 也嘀吼一声 向远处跑去 这就跑了 我看了看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注视着我的刹那 他见我目光扫来 对我点点头说道 很不错 我也点点头 然后看向妈安 妈安此时和我离开时变化很大 脸上没有了任何的褶皱 看起来是一个很正常的英俊青年 只不过脸上有几条青色的血管表露的比较明显 妈安此时胸口的衣服被撕开 一片血肉模糊 我皱了皱没问到 妈安 你不是有自动复原能力吗 为什么伤口这么久了还不能复原 妈安说道 这伤口有东西阻止复原 刹那看了看我们说道 走吧 大家入城一叙 如何 我点点头 也不怕军方会暗算我们 毕竟有实力 二来呢 他们还需要丧尸为助力 于是让妈安交代丧尸手下们一下 也随着我们走向城门 城门打开 张司令从里边走出来笑着说道 好好好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 此战打退丧尸潮 林末小兄弟和陈诺小兄弟 功不可没 走走走 进城 我为你们摆下宴席 好好接风 我点点头说道 张司令 您客气了 我想在那之前 是不是可以先到医疗处 把我朋友的伤口抛扎一下 说着 我指着指妈安 张司令看着妈安的脸 没有丝毫的褶皱也愣了愣 随即点点头 陈诺在后边说道 妈安 还不谢谢张司令 谢谢张司令 妈安说道 张司令更是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丧尸居然也能说话 于是赶快安排人手 送妈安去医疗室 我回头看看姚宇说道 小宇 你开车去把梦儿借来 掏出钥匙递给姚宇 姚宇点点头 向回走去 我和陈诺都跟着妈安去了医疗处 张司令见状 也跟着我们一起走向医疗处 同行的 还有刹那 走进医疗处 将妈安安排在一个病床上 张司令吩咐手下道 去找一个最好的护士来爆炸 手下应了一声 向外走去 张司令看向我说道 林小兄弟 护士马上就来了 我们出去一许如何呀 我点点头 和张司令走了出去 站在门口和她介绍着这场战斗 一个年轻女子从远处走来 穿着护士服 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瓶 和一卷纱布 走进病房 我没太在意 继续和张司令介绍着 忽然 一声玻璃碎裂声 从屋子里传来 我转身推开房门 见那个护士双手捧着 妈安的脸 轻轻地抚摸 嘴里喃喃地说道 妈安 真的是你 妈安眼中一片迷茫 躲过女子的双手 疑惑地问道 你是谁 女子听到这句话 身体颤抖起来 眼泪断线般地流了下来 她哭着问 妈安 你不要我了吗 爸爸死了 妈妈也死了 你也不要我了 女子坐在地上 双眼无神 呆呆地说道 承诺见状在一旁说道 这位姑娘 你先起来 妈安她并非是你想的那样 而是她已经丧失了记忆 所以才会不认识你的 女子听到这句话 又走到妈安的身边 抓着妈安的手 焦急地说道 妈安 我是倩林 臣倩林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你女朋友 你还记得我吗 说着 注意到妈安的胸口的伤口 赶忙拿过纱布擦拭起来 妈安抬头看着陈诺 疑惑地说道 陈诺哥哥 陈诺说道 妈安 乖啊 先别动 哦 妈安点点头 我在外面看着这一幕 眉头皱了皱 这会不会是张司令 设下了一个陷阱呢 但是却也说不通 妈安根本就不会认识任何人 他一直以来 都是以陈诺为主的 说是陈诺的小弟也不为过 陈诺的吩咐 妈安一定照办 如果是陷阱 张司令是想要干什么呢 亦或是这女子 真的是妈安的女朋友 陈切林一边为妈安擦拭伤口 一边梨花带雨地看着陈诺说 他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还有 是谁打上了他 陈诺也皱了皱眉说道 说出来 你不要害怕 妈安在那场事故中 已经变成丧尸了 但是他与其他丧尸不同 他拥有智慧 不伤人 相貌也越来越像正常人 可是他忘了所有的事情 似乎只记得自己叫妈安 可以说 现在的妈安 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妈安了 妈安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对陈切林点点头说 嗯 不是 之前的妈安 陈切林抓着妈安的手 哭着说 不管是哪个妈安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妈安 不要丢下我 好吗 陈诺哥哥 妈安又迷茫地看向陈诺 陈诺也觉得事情很难办 于是没好气地说道 你自己决定 我也看向张司令 张司令怂怂肩膀说道 如果小陈愿意和我你们走 我没意见 我依然皱着眉头 弄不清这到底是不是陷阱 如果姚宇在就好 以他的睿智 定能看出一些端倪 陈切林细心地为妈安 把伤口削了毒 又缠上了绷带 帮妈安把衣服穿好 然后默默地看着妈安 张司令说道 既然已经包扎好了 我们就去吃饭吧 小陈 你也一起跟来吧 张司令对陈切林说道 陈切林点点头 小抓着妈安的手 妈安却是一躲 躲过了陈切林的手 陈切林愣了愣 眼睛呆呆地向前走去 踩到了刚才打了的瓶子里的液体 脚下一滑就要跌倒 一只手扶住了他 是妈安 陈切林一下扑进了妈安的怀里 呼了起来 妈安本想推开陈切林 但陈切林的发香却让她的身体一顿 再次吸了一口 嘴里喃喃地说道 好熟悉的味道 陈切林一喜说道 对 马安 以前你很喜欢我头发的味道的 吃过饭 在张司令的陪同下 在城里转了转 远处走过来一个穿军装的人 也低头朝这边走来 刘鹤 陈诺不太确定地叫了一声 对面的军人抬起头 冰冷的脸上笑了笑说 是你们 陈诺也笑了起来说 可以啊 老刘 都混上军官了 不错不错 你可得提拔提拔我们呢 刘鹤苦笑了一声 你们可比我混得好多了 看来我要去和你们混了 要不要见见艾斯和杨丹 他们都在那边 刘鹤指的日前方说道 正在此时 一个士兵前来报告 报告 司令 有辆车接近 是一辆红色的吉普车 我笑了笑说 张司令 是姚宇来了 张司令点点头 对那士兵说道 开门迎接 红色吉普车缓缓开了进来 我们都站在城门口 车子还没有完全停下 副驾驶的车门就打开了 林梦尔跑下车 扑到我的怀里说道 林大哥 想死你了 陈诺在一旁酸溜溜的说道 小梦尔 不想陈诺哥哥呀 来 也给陈诺哥哥 奶上这么一下 林梦尔扫了陈诺一眼说 你早晨刚走的 想你干嘛 我推开林梦尔 揉了揉他的头说道 好了小梦尔 林大哥也想你 再次回到这儿 感觉如何 林梦尔撇撇嘴说道 不怎么样 不过梦尔饿了 要吃饭 张司令笑着说 哈哈哈哈 这小女孩真可爱 饭菜 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转眼在这里住了三天 丧尸群 驻扎在五十里外的地方 三天来都没什么动静 而这三天来 陈诺经常去找刘鹤和艾斯 他们打牌 我和姚宇 也在查看最新研究出的 各项数据 同时也知道了 姚宇的师姐盈儿 和龙剑峰 一并消失 此时 我和姚宇 正在看着最新的污染水 变为可饮水的报告 忽然听到外面 传来张司令的声音 林小兄弟 就我刚刚派出去了 直升机回报 五十里外驻扎的丧尸群 遭到了大群 变异动物的袭击 初步断定 是变异狼群和变异兔子群 数量很庞大 你们 要不要去看看呢 我心中一惊 早就听说了变异兔子 而且变异兔子们 行动一直都很隐秘 本区域还从未出现过 不知道变异兔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 于是我点点头说道 好 我们就去看看 和姚宇踏上直升机 随行的还有张司令和刹那 随着直升机 螺旋桨转动的声音 直升机慢慢升空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坐直升机 看着距离地面越来越远 不禁有些胆战心惊的感觉 反观姚宇 似乎在经历一件很平常的事 我不禁心中感叹 哎 杀手就是杀手 即便我已经比较强了 但是在一些见识 处事方面 还是不如姚宇 心中如此想着 直升机也快速地 到达了事发地点的上空 地面上的丧尸鱼野兽群 当然也发现了直升机的来临 不过也并没有太过理会 仍然继续交战 我定睛向下方看去 发现了那文明已久的便衣兔子 我天哪 那还是兔子吗 怎么比狼变得还要大一些 而且双眼泛红 大嘴几乎一口径地 把丧尸咬得缺胳膊少腿 这么一大群便衣野兽 到底从哪来的 为什么马岸和军方 当初都没有察觉 我又陷入了沉思 姚宇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 在旁边轻轻说道 不用顾虑那么多 先看看战局吧 我轻了一声 点了点头 下面的战局明显形势不太乐观 普通丧尸们的攻击方式 无非就是撕咬 这些攻击 面对那些拥有角质层的狼 皮毛很厚的便衣兔子 只能造成青伤 唯有那些拥有进化之种的丧尸 才能给这些便衣野兽造成致命赏 不过 野兽群中也会有一些会喷火球的野兽 它们的攻击也很致命 就怕 这些野兽突破了重围 会攻击住在城外的马岸手下的丧尸啊 我咒着眉说道 不错 如果让他们攻破了这里 恐怕下一个目标 就是生存者集中营了 张司令也面色凝重地点头说道 刹那看了看下面的战局说道 林小兄弟 我们下去看看如何 我摇摇头说 依我看 还是先把马岸接来 和那大汉丧尸首领沟通一下 大家先合作 将便衣野兽赶走 不然我们现在贸然下去 下面的丧尸群也会攻击我们 这是个麻烦 张司令点点头说道 正当如此 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飞行员掉机转头 向回飞去 找到了正和陈倩林 坐在草地上说话的马岸 和马岸说了一下情况 马岸点点头 而这一时 陈诺正在旁边打牌 听到我们的谈话 风骚地说道 这么重要的场合 诺哥怎能不去 没理由不让那些 变异野兽们 感受一下诺哥的威猛 是不是 贺哥 撕哥 陈诺 对正在一起打牌的 刘鹤和艾斯说道 二人脑门上 都有冷汗流出 不过嘴里还是说道 绝对没有理由 不让诺哥去搞定那些野兽啊 对对对 陈诺似乎很满意地点点头 抬起头轻蔑地看了我们一眼 说道 诺哥 一人出手 就完全没有你们出场的机会了 不过 诺哥今天还是要上演一场 人与兽 嗯 还有丧尸 对 就叫 人兽 丧尸 三批的故事 哎呦我去 我对这货 实在是无语了 为什么他总是能把一件 很正经的事情说得这么黄呢 为什么他大脑好像缺了N根弦呢 为什么我要认识他呢 为什么他是我兄弟 为什么 姚宇在一旁看到我的表情 无嘴笑了起来 扯了扯我的衣服说 快走吧 我点点头 瞪了陈诺一眼 在陈诺的鼓动下 艾斯 刘鹤 也跟着一起上了直升机 飞机飞到了战场上空 停在了距离地面 十五米左右高的地方 刹那点点头说 我先消息 说完 一个纵身跳了下去 在空中 拿下背在身后的 墨黑色大剑 向下劈血 出 一剑劈开了一只 正在喷着火球的变异狼 然后华丽地落地 我朝着姚宇点点头说 你在上面支援 我也下去看看 说着 也一个纵身跳了下去 在空中 手中一阵波动 霍天出现 我请着枪向下刺去 枪头扎进一个 正要喷火的兔子的头颅 将其钉在地上 接着 握着长枪的手 微微借力 一个漂亮的前空帆 稳稳落地 刘鹤也点点头 没说什么 掏出一个烟放在嘴里 但是并没有点燃 一个纵身跳下去 同意在空中 手中一阵波动 冰晶长刀出现 一个漂亮的下劈 将一个野兽 劈成两半 华丽地蹲落在地上 没办法 飞机下边就两只超级便宜野兽 已经被我和刹那杀掉了 陈诺在飞机上 唧唧歪歪地说 擦 好东西都让你们抢了 不行 该轮到诺哥我出场了 还没等陈诺说完 艾斯也一个重身跳了下去 他双手向下 身体拉成一条直线 慢慢地旋转起来 手中也凝聚出了一个大火球 身体越转越快 朝着下方的一个变异野兽 比较集中的地方落去 拼着一声大爆炸 掀起了一片沉烟 四周的丧尸和野兽 都被崩飞出去 过一会儿 沉烟中慢慢走出一个身影 正是艾斯 沉诺撇撇嘴说道 一般大人物都是最后才出场的 妈恩 我们下去 说着 一个纵身跳到了妈恩的后背上 妈恩背着沉诺 也一个纵身跳了下去 沉诺在空中 手紧紧地抓着妈恩 大笑道 哇 有一个强大的小弟就是好 哪像你们拼死拼活的耍裤 老子这才是真的酷啊 妈恩落地之后 沉诺从妈恩背上跳了下来 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蔑视地看了四周一眼 说道 妈恩 把对方的丧尸首领叫过来 我要和他对话 妈恩点点头 大吼一声 不一会儿 一个身影忽然出现在沉诺面前 我 沉诺大骂一声 一扫刚才的冷漠 哆哆嗦嗦地藏在妈恩的身后 妈恩按照我说的和那丧尸交谈起来 沉诺见没什么危险 又风骚地走了出来 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对那个大汉说起了 他的独家丧尸语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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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没得 交谈了一会儿 大汉点了点头 大吼一声 慢转过头说 好了好了 达成暂时合作 他和他的手下 不会攻击我们 我们几人点点头 各自加入战团 与此同时 我也在暗暗观察着 刹那 刘鹤和艾斯 刹那挥舞着他那大剑 动作行云流水 显然很早以前就会舞技 而这些野兽 并不能让他拿出全部武力 我只能隐隐感觉出 死人极强 刘鹤脸色冰冷 嘴里叼着一根未点燃的烟 手持冰晶长刀 不断地挥舞 更是不时挥出几根冰刺 冲向远处 也打得比较轻松 显然他的实力 也比初次见面时 增长了不少 艾斯 此人的招式 用于群体攻击时 极强 他适合大范围战斗 这种小规模的战斗 让他有些勉强 但也算是游刃有余 陈诺 这货在那边是大呼小叫 但手上 也是不时地射出一道白光 穿透能力极强 而且这家伙 毫不在意四周 冲向他的野兽 因为妈案 一直环绕在他的身边 我也是长枪连扫 最近一段时间 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 每天都在研习破天绝 这一套枪法 确实很适用 学习之后 明显地感觉自己在打斗时 其实 是可以不必那么费劲的 而此时 直升机上只有飞行员和姚宇 姚宇注视着我的身影 目光复杂 嘴里用微不可闻的声音 喃喃说道 义父 真的要抓他回去吗 大战持续了四个小时 由于我们的加入 变异野兽群被大片大片地击倒 此时 战场中传来两声野兽的大吼声 借着整个变异野兽群撤离 向远处抛去 啊 我松了一口气 连续几小时的战斗 也是让我感到了疲惫 陈诺此时 却还有心情大喊大叫 哇 诺哥一出手 就把他们全部都吓走 真是高手寂寞呀 话说 诺哥刚才弄死了 三百四十一个变异野兽 你们呢 艾斯手中燃着火焰说道 没记 不过怎么有几百只吧 刘鹤依然叼着那根 没点燃的烟说道 七百六十四 我刚才只顾着观察四周 并没有计算杀掉多少只野兽 笑着说道 我也没记 我们将目光看向刹那 刹那将手枪别在腰里说道 李莫小兄弟动作 我一直都在注意 你和我杀的数量差不多 应该都在一千以上 我笑了笑说道 也许吧 然后看向马恩说 马恩 你和那丧尸首领交涉一下吧 动尸体 让你的手下搬走一部分 马恩和那大汉丧尸交谈起来 最后 双方都比较满意地点点头 马恩说 尸体 我们带走两千 毕竟 他们损失多 人也多 我点点头说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我们先回去吧 然后你带你的人 过来搬运尸体 刹那将上面的直升机摆摆手 上面扔下了一个绳梯 我们几人上了直升机 姚宇站在我身边 我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说 小宇 我刚才表现得怎么样 姚宇笑着锤了一下我的胸口说 脏死了 你身上全是血 确实 那回去之后 你可要帮我洗掉啊 我打气道 说完 大家都笑了起来 回到城里 妈安带着小弟们 去搬运野兽尸体了 我们也忙了几个小时 觉得肚子有点饿 就集体吃饭去了 晚上 姚宇在房间中的椅子上坐着 照着镜子发呆 不知再想些什么 门外传来敲门声 姚宇轻轻说道 进来吧 莫 我推开门走进屋子 守备在后面说 小宇 猜猜 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姚宇脸上一扫刚才的发呆 笑着问道 是什么呀 我故作神秘地说道 你猜猜猜猜 猜对了 有奖励 姚宇想了想说 难道 是什么好吃的食物 我摇摇头说 真笨 给你看看吧 说完 背在后面的手 拿到前面 是一件绿色的裙子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你穿的那个裙子 同一款式的 我知道你喜欢绿色 所以就给你找来了 我笑着说道 姚宇身体一颤 接过我手中的裙子说 你 犹新了 那当然 我对你可是一片真诚的 小宇 我笑着说道 姚宇点点头 莫 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那好吧 你早点休息 说完 我走了出去 轻轻地戴上门 心中颇为疑惑 姚宇今天怎么怪怪的 算了 不想那么多了 我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姚宇坐在房间里 看着手中的裙子 依然沉默着 半上 他神色复杂 自言自语说道 李某 我可怎么办 姨父 我 屋子里的灯熄掉了 再没有半点声响传出 夜是漫长的 姚宇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我的门口 借着月光 可以看到他脸上露出的 一片痛苦之色 姚宇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抬头向前方看去 只见刹娜正从前面 向这边走来 同样地走到我的房门前 刹娜大拇指往远处指了指 当先向远处奔去 姚宇望了一眼 我的房门也跟了上去 你到底是谁 站在一处无人的小巷 刹娜没有回头 冷声问道 我是 林溪雪 听一副提起过你的名字 你本应该是 风铃异族的当代族长 但你却因当年和义父 同样喜欢上英语 不顾家族反对 从而与家族划清界限 姚宇站在刹娜后方不远处 轻轻说道 林溪雪 还想打林墨那孩子的主意吗 刹娜冷哼一声问道 姚宇沉默了很久 才轻轻说道 我也下不了手 但义父这次对她 是事在必得 你阻来也无用 她还会再派别人来的 刹娜大笑起来 仰头骂道 林溪雪 你王八蛋 对自己亲生儿子 也要痛下杀手 费爷当年真是瞎了眼 怎么会看上你 说完了 又转头看向姚宇 嘴里冰冷地说道 还有你 记住 只要有我在一天 谁都别想碰林墨一根汗毛 哼 刹娜冷哼一声 转身走了 姚宇还是站在原地 不知在想些什么 不一会儿 也消失了身影 姚宇回到房中 又呆呆地坐到椅子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忽然 姚宇的腕表颤抖起来 姚宇慌乱地调整了一下表情 恢复了冷冷的表情 然后轻轻地按了一下腕表 腕表上射出了一道光 照映出了一个立体的中年男子的影像 此人戴着眼睛 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 长相很文雅 俨然一副学者的模样 姚宇看到这个身影 轻轻地叫了一声 姚夫 那中年人说道 嗯 谢谢 尽快带李末回来 暗蒙那边 夕月对我的意见越来越大 已经派了大批杀手去追杀你了 当初 你不该杀死那姚宇的 姚宇冷冷地说道 杀便杀了 姨夫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李末此去 是不是必死无疑 文雅男子皱皱眉 姬雪 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问题 姚宇没有说话 只是那么看着那文雅男子的身影 伴赏中年男子笑了一下说 哼 你这孩子 好吧 告诉你也无妨 我们的研究已经成功了 这次带李末回来 将他体内的血液 提炼成血精 便能让你一母苏醒 而林末 会死 姚宇面色有些复杂 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姨夫 那毕竟是您儿子 而且就算这样救活姚母 姚母也 住口 一声抱贺打断了姚宇 文雅男子面色有些猙獰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一扫刚才的温和 冷冷地说道 速速带李末回来 其余的事情 我是你能管的 回来后 马上准备和陈家的亲事 哼 光束收进万表中 屋子里又回归了一片安静 一道光束透过窗户 照射进屋里 我睁开眼睛 抓过枕头边的手表 看了看 五点 刚刚好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伸了一个懒腰 下床穿好衣服 又洗漱一番 打开了房门 嗅着清新的空气 一个纵身跳到公寓楼下 召唤出破天 练习起破天绝中的枪法 我正捂得虎虎声风 忽然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枪法不错 不过你练得太过死板 这些招式 都不是固定的 你这么练下去 可以说是效果不大 我收招之后 转头向后看去 原来是刹那 我笑了笑说 你也起了这么早啊 刹那笑着点点头说 是啊 林小子 你刚刚学习武技吧 招式上 虽然刻意地达到了 比较完美的程度 但我还是能看出很死板 要多找人对练才行啊 我暗中撇撇嘴说 哦 好 谢谢你 我会试试的 刹那见我这副表情笑着说 哼 你小子 攻击我试试 刹那解下背后的大剑 我也来了兴致 二话没说 一枪向刹那拿剑的右肩膀刺去 枪尖很快就到了刹那身前 我暗笑了一声 心说这人真会吹牛 一上来就败了 还和我说什么缺少练习 正当我想收招的时候 只见刹那向侧面微微一闪 躲过枪尖 一腿扫向我的肚子 好快啊 来不及变招 拼的一声 我被踢了个正招 身体向后倒飞而去 刹那速度更快地出现在我的身后 扶住我倒飞的身体 说 这次信了吗 林小子 你的招式太过死板 完全缺少了招式的灵活性 需要不断地在实战中练习才行啊 以你现在这种状态是不行的 就算遇到 比你还低一个档次的武术行家 你也必败无疑 我撇撇嘴 心说 我还杀死了暗蒙的杀手呢 不过嘴上还是说 我刚才没用权力 当然会被你打到了 刹那笑意更浓说道 好 那你再攻击我一次试试 拿出你的权力 放心 你不会伤到我的 我也站了起来 刚才那一脚看似重 但似乎并不怎么疼 我拍拍肚子 说道 好 伤到你可不要怪我呀 说着 退后了十米左右 盯着刹那说道 我来了 闪电刺猛然发动 整个人化作残影向前刺去 取的还是刹那的右肩膀 眼见着刺激了刹那的肩膀 可却没有刺入物体的那种感觉 按叫一声不好 果然 腹部一阵疼痛 又一次被刹那踢飞了 刹那又一次在后面接住我 说道 李小子 这次相信了吧 起来吧 我好好陪你练练 我有些憋气 一上来就被刹那踢飞两次 不过 正是和他对练之后才发现 他的武技真的很厉害 尤其是一些对武技的独刀见解 例如像他刚刚一样 等攻击到了身边的时候才躲闪 这样一来 一可以让敌人掉以轻心 二可以防止敌人变招 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了半个小时 半小时中 我明显的感觉到了武技的提升 而此时周围也围了好多人 有刘鹤 杨丹 艾思 陈诺 姚宇 还有曾经噩梦车队队长 韩陆辰 以及那天 想要迷惑我的青年 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 但大多都是天选者 刘鹤一招逼退了我 大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林小子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明早 仍在这里见 我也笑了笑 看着刘鹤说道 那多谢你了 刘鹤笑着说 哈哈哈哈 无妨 林小子 我先去忙了 刘鹤说完 转身走了 但在转身的瞬间 隐晦的看了姚宇一眼 只有姚宇察觉到了 刘鹤眼神中的含义 若他有事 我要你死 刘鹤走了 陈诺扑了上来说道 我猜鹤哥 刚才那枪法太帅了 兄弟我也想学学 我故意冷着脸说道 我记得昨天有人说 有一个强大的小弟就是好啊 哪像你们拼死拼活的耍酷 老子这才是真酷啊 你小弟那么厉害 还学这个干什么 陈诺又摆出了 他那寡妇死了 儿子般的表情 委屈地说道 莫哥 我错了 我真想学呀 我还没答话 人群中的刘鹤走出来 冰冷的脸 挤出了一丝笑容说道 林沫 我也想和你交手试试 我正愁着没打爽呢 于是点点头说 好啊 接着看向姚宇 轻轻地说 小宇 再等我一下啊 姚宇嗡了一声 忽然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一般 于是说道 莫 我回房里等你 说着 转身就走了回去 我看着姚宇的背影 眉头轻轻皱了皱 姚宇这两天 到底怎么了 刘鹤手中一阵波动 冰晶长刀出现 对我点了点头 杨丹在一旁喊道 喂 说好了只是切磋 可别真伤了对方 我打趣着说道 怎么 害怕我打伤你家刘鹤兄弟啊 刘鹤 迪鹤道 雷沫 我来了 说着 情刀向我劈来 姚宇回到房间 关好门 积极打开了还在轻轻颤抖的腕表 放在桌子上 腕表中射出了一道光 头射出了文雅男子的模样 他这次穿着白大褂 好像一个科学家一样 姚宇看到影像 恭敬地叫了一声 义父 文雅男子点点头说 西雪 为何还是没有带回林墨 难道 要义父再次派人前去吗 姚宇刚要回答 忽然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 林雨昕 因为我在这里 门被推开 刹那正站在门口 林雨昕形成的立体图像 转了转头 也看向了门口的方向 冷哼一声说道 江灵风 果然是你 刹那看着那图像 眼睛微眯 雨昕有些低沉地说道 林雨昕 菲尔死了就是死了 你为何还要打 林墨这孩子的主意 你研究的东西 行不通的 放屁 你这个臭物声懂什么 我的研究已经完善了 只要找到和菲尔 最亲近的血脉 提取出血精 注入菲尔的心脏 菲尔就会醒来 林雨昕 雨昕有些激动地说道 你三番五次地阻止我抓林墨 就是在阻止菲尔的复活 刹那 也就是江灵风 面色复杂地看着林雨昕的立体图像 门一幕间和林墨 有气氛相向 脸上怒容一闪 低声喝道 林雨昕 那必须是你的亲身骨肉 你十几年不见他也就算了 可现在还想要他的命 你的心被狗吃了吗 林雨昕听到这话 忽然笑了起来 仿佛听到了天底下 最可笑的事情一般 林雨昕边笑边说道 莫说当年是因为菲尔不过伤势 生下他才加重了伤势而沉睡的 就说他是为了救他母亲而死 也是天经地义 况且菲尔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再生个儿子 来继承我的家业 一个儿子算什么 江灵风 你太傻了 江灵风愣了愣 随即便释然了 自嘲一笑 哈哈哈哈 我忘记了 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儒雅温和的林雨昕 不过有我在一天 你就休想伤害那孩子 说吧 转身走了出去 阳光将他的背影拉得长长的 显得很萧索 林雨昕冷笑了一声 哼 西雪 你先回来准备和陈家二公子的婚事 林墨的事情 我会再派人前去 区区一个江灵风 还阻挡不住我的脚步 姚宇面色复杂 轻嗡了一声 万表光芒一闪 林雨昕的身影消失了 姚宇眼中呆滞 往地上一坐 嘴里喃喃地说道 林墨 我知道 我本就是义父手中的工具 她对我有养育之恩 我便是嫁给陈家二公子来回报她 可是 为什么要让我遇见你 为什么 为什么 而此时 我还在和刘鹤对练 忽然感觉好像有一道目光注视着我 我抬头向公寓的楼上看去 发现刹那正注视着我 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眼神中带着一丝悲伤 一把冰刀架在我脖子上 刘鹤冷冷地说道 你分心了 哈哈哈哈 我笑了一声说道 好了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咱明天再继续 说着 我又抬头向楼上注视我的刹那看去 在看她时 发现人已经不在了 走到姚宇的房间 见姚宇站在地上发呆 我走进去 轻轻从后面抱着姚宇 姚宇身体一颤 我轻轻地问 小宇 发什么呆呢 你这两天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一边说着 鼻子一边在姚宇的头发上轻轻嗅着 姚宇也转过身紧紧地抱着我 脑袋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口上 默默地哭起来 我轻拍着姚宇的后背安抚道 小宇 到底怎么了 告诉我 我们一起解决 姚宇摇摇头 什么都没说 正当此时 忽然听到一声隐晦的鼓声传了过来 似乎是丧尸的吼叫声 难道是那大汉丧尸又来进宫了 姚宇此时也停止了哭泣 抬起头说道 莫 你出去看看吧 我正要说话 陈诺忽然冲进来 焦急地说道 莫哥 妈安说那口叫是求救的意思 那丧尸首领在向妈安求救 求救 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呢 我皱皱眉 看向陈诺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 不过妈安说 他们是不会说谎话的 一定是那丧尸大汉 遇到了什么麻烦 才会向他求救的 陈诺急急地说道 那妈安呢 妈安他先过去了 他这次竟然不听我的阻止了 我想了想说 好 我们也过去 陈诺 你先出去等我一下 看着陈诺出门 我擦了一下姚宇脸上的眼泪 说道 小语 你在这好好休息 我去看看 等我回来 再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说完 我急急地跑了出去 姚宇望着我的背影 充满了留恋 嘴里喃喃地说道 莫 对不起 请不要怪我不辞而变 你 你一定要小心 我 声音渐渐地小了 我和陈诺跑出了生存者集中营 向前方跑去 助手在城外的妈安的手下 已经不见了 显然已经被妈安带去支援了 我和陈诺速度更快地向前跑去 临近了 看到了远处的丧尸巢了 陈诺忽然大呼小叫道 MG 那是什么 我也看到了 远处丧尸巢的上空 有一个人脚踏着一根柱子 飘在空中 这是什么 传说中的修仙者 我也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了 嘴里喃喃地说道 我看向陈诺 只见陈诺张着大嘴 脸上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我咒咒没说 没准那是天宣者的某种技能 你这副表情干什么 陈诺表情没变 嘴里模糊不清地说 操 诺哥 好 好像面瘫了 哎我去 这货太急骗了 居然还面瘫 我一个大耳瓜子抽过去 嘴里怒骂 都什么时候了 还玩 啪 抽了个正着 陈诺被抽倒在地 陈诺抬起头 还是那副表情哭着说 莫哥 我真他妈灭叹了 我无语地看了一眼 陈诺那张哭笑不得的脸 点点头说 兄弟 你好好养伤 我先过去看看 说着 不再管陈诺这傻货 向前方跑去 很快地我冲进了丧尸群 向丧尸群中央的位置赶去 很快便看到了 曼恩和那个大汉丧尸 站在地上 他们此时正抬头望着上方 踩着柱子 漂浮在空中的神秘人 大汉丧尸身上的伤势很重 全身鲜血淋漓 衣服已经没剩下几片 还在身上了 曼恩也受了些轻伤 曼恩感应到我的到来 向我这边看来 我也皱着眉头 望向上方的那人 不过 我看不清其容貌 那人能够这么轻易地 便将大汉丧尸打成重伤 似乎实力很强啊 此时 上面那人忽然狂笑道 嘿嘿嘿 本来打散 到了这边会出现 拥有强大阴气的丧尸 没想到 竟然遇到了一个天阴之体 居然还是 有了这么高的神志的 好好好 好好好啊 我皱眉说道 上面的朋友 不知可否下了一续 关 上面那人大喝一声 我只觉得一股飓风起来 身体被吹得爆燃后退 默默地召唤出破天 往地上一插 身体连同插在地上 又被带着后退了几米 这才停下 我抬头惊恐地看着天上的神秘人 一字之微 竟能将我的身体吹飞 这时 一个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欺负小孩子 也算是你有本事了 你是昆仑的 还是鼠山的 我回头一看 是刹那 不知何时 他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上面那人也轻移了一声 缓缓地降下那根柱子 我这才看清 那柱子是一根玉制的柱子 上面刻画着几条 张牙舞爪的龙 也看清了柱子上面 那人的样子 只见此人一身黑色的纱袍 背着手站在柱子上 英俊的脸上棱角分明 看上去 约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风轻轻吹起他的长发 还真有几分仙人的样子 他注视着刹那 嘴里缓缓地问道 你是风铃一族的 刹那的脸头说 不知何时 那青年背负双手 看着天空 一副傲然的样子 嘴里说道 千年之前已有灭天 千年之后 灭天仍在 刹那听到这话 瞳孔猛的一缩 很是凝重地问道 你就是千年前 喊出鼠山的灭天 那青年仍然看着天空 听到刹那的问话 冷哼一声 哼 我是灭天师尊的四弟子 你风铃一族 也出师调查 这场变故了吗 刹那听到 对方不是灭天 明显松了一口气 但他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 而是转问道 你此来 有什么目的 灭天手指向 大汉丧尸和马岸说道 为带走这两句丧尸 师尊 让我入室搜集 阴气重的尸体 没想到 居然还碰到了 一个天阴之体 刹那看了看马岸 再看了我一眼 皱着眉说道 那个丧尸 你可以带走 但是这个 你不能带走 我心中一震 刹那这么说 完全是因为我 才不让那修真者 带走马岸的 而且马岸似乎 还是那个修真者 口中的天阴之体 是那个修真者 势在必得的 果然 那修真者 皱了皱眉说道 别的我都可以不要 但这个 我必须带走 就当是我灭天一脉 给你风铃一族 一个面子 那修真者 指着慢说道 正当刹那 想说什么的时候 一个极为霸道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哈哈哈哈 没想到 来这里收一个生命 居然还能碰到 一个修真者 那天阴之体的丧尸 你们谁都带不走 我天选八岁 看这么的东西 岂是你们可以亏视的 一个身穿休闲服的 大汉缓缓走了 修仙者和刹那 都看着那大汉皱着眉头 那修仙者问道 你是何人 大汉约有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一张脸很是方正 看上去 给了一种坚毅的感觉 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 此人边走边说 无奈天选八岁 臣之副将 刹那问道 天选八岁 什么组织 大汉霸道一笑 哈哈 我天选八岁 共得八位首领 分别是皇 王 公 侯 清 臣 令 民 八位首领各有本事 我们的出现 是因为憎恨这次进化纪元 所以要突进天选者 摧毁所有计划这种 结束这场罪恶 同时 首领令 算出这附近会有强大的殷尸出现 由我带回殷尸 顺便突进这里所有的天选者 哦 想和我灭天一脉抢东西 也算你有勇气了 说出你的名字 我手下不死无名之鬼 修仙者也傲气里然地说道 哼 五名封印 至于你 就不用再报名字了 因为我杀的人太多了 名字多了 我记不过来 大汉张狂地说道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果然够张狂 修仙者怒急返向 脚下踏着柱子 猛地想封印撞去 速度极快 快到我只能隐隐看到一道影子 如果是冲我来的 我绝对来不及躲避 我心中暗道 而且这还只是对方试探性的攻击 那名为封印的男子双手举起 挡向了撞来的柱子 柱子竟真的被他双掌挡住 接着封印一手推在柱子 另一只手握拳 猛地一拳重重打在了柱子之上 柱子竟然被击得倒飞而回 不过站在柱子之上的青年修仙者 丝毫没有意外或者凌乱 脚下一踏柱子 柱子忽然飞向天空 渐渐地飞到了云层之上 忽然一个黑点出现 黑点快速变大 仍然是那根柱子 但已经比刚才变得粗大了数倍 此时直径 足有七八米长 竖着向那大汉砸来 我胆战心惊 这柱子若是砸向我 我肯定嗝屁了 这就是高层次强者之间的战斗 不知那大汉能否撑得过去 封印望着急速变大的黑点 没有闪躲 因为他知道 对方已经锁定了自己的气息 闪躲无用 他闪躲 对方也会变招的 他再次双手高举 脚步微挫 竟然是准备应接这一击 叮的一声巨响 以封印为中心 掀起了一阵强健的气暴 将附近的大汉丧尸和麻烟都崩飞了 刹那站在我的身前 替我挡住了气了 所以我并没有被吹飞 再次看向战场的中心 封印竟真的被他用双手 拖住了 不过大半个身子都被砸入了地面 只剩下胸腹以上还在地面之上 封印 怒目元征大喝一声 双手一用力 将那柱子又扔毁了天空中 双手一拍地面 整个人跳出了地面 脚下猛地用力跳了起来 整个人直向空中的柱子跃去 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大汉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修真者嘴角也挂着鲜血 修真者此时将柱子恢复到了细小的样子 盯着大汉说道 好 我便让你见识一下本门的秘迹 能死在这秘迹之下 你当能含笑酒去 说 修真者盘坐在柱子上 喷出了一口鲜血 嘴里念念有词 天色忽然暗了下来 我抬头看去 不知何时在上面出现了一片黑云 雷光闪闪 刹那看了看天空 大叫了一声 不好 林某 快跑 说着 不要带我跑出黑云的范围 不行 漫还在那 我见刹那焦急 也焦急地说道 你快跑 我去救他 快 刹那焦急着大吼道 我听刹那如此说 也准备打开全速往外跑 可就在这时 只听那修真者青年 声音如雷般的出现 进阀 落雷 轰隆轰隆 天上的雷电 如下雨般劈落下来 我看到这一幕 已然被深深的震惊 咽了咽口水 躲过了劈向自己的一道雷电 可紧接着 又有一道落了下来 跑不出去 远处传来一声 女人的呼喊 莫 小心 此时我处在 落雷的范围内 空中的雷霆之声太响 除了轰隆声之外 我什么都听不到 一道闪电 在我避之不吉下 穿透了我的胳膊 呃 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袭来 我不禁叫喊了出来 而那个修仙者青年 在空中 有声音如雷般的响起 落雷 第二是 天雷将 我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雷劈下的频率更胜钢材 且雷电更加的粗了 完了 我心中暗道 忽然觉得屁股后边 一股大力传来 我似乎被踢飞了出去 那修仙者青年 见我要被送出去 冷横一声 手中截了一个剑指 朝我飞出的方向指出 一道天雷向我劈去 雷莫 刹那大好一声 我此时什么都听不到 太他妈吵了 这雷声快要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忽然注意到了 似乎有一道天雷向我劈来 就像电影放慢镜头一样 可是 我想要闪躲 却闪躲不开 正当我绝望的时候 一个身影一闪出现在我面前 在我眼中 那雷电慢慢地穿透了这个身影 那道身影被雷电之力劈得向我扑来 我看着这道身影怒目圆睁 眼珠几乎要爆出眼眶 嘴里大吼一声 姚羽 替我挡出那道闪电 正是姚羽 姚羽此时腹部被击穿了一个洞 身体向我飞来时 嘴中吐出了一口鲜血 尽数落在我的脸上 我抱住飞来的姚羽 同时身子也撞出了云层笼罩的范围之外 重重地摔在地上 又抱着姚羽在地上滑行了十几米才停下来 陈诺也赶过来 我抱着姚羽往远处跑去 一边跑一边焦急地说了 陈诺 快点吃掉姚羽 陈诺也不废话 一边跟着我跑 一边对我怀里的姚羽 释放她的治愈技能 跑出了大概有十公里 只能隐隐地看到 远方那雷云滚滚 我轻轻地把姚羽放在草地上 姚羽看着我 脸上带着笑容 嘴里自言自语道 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 我赶忙看向姚羽的伤口 经过了陈诺一路的治疗 外部伤口已经大概地愈合 我知道 陈诺的技能 只对外部伤口有效 内部伤口一定还没愈合 我抓住姚羽的手 贴在自己的脸上 焦急地问道 小羽 你现在可是怎么样 姚羽对我笑了笑 忽然呛出了一大口血 接着又咳嗽起来 我扶起姚羽 抱在怀中 擦了擦嘴里和鼻子里一出的鲜血 痛苦地说 小羽 你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道闪电 你太傻了 姚羽笑了笑 对旁边仍在凝聚光线 想要治疗的陈诺说道 陈诺 你 你先去远一点的地方 我有话 对林默说 不行 让陈诺继续给你治疗 有什么话 等你好了再说 我知道 姚羽这是要交代一言的样子 不禁怒道 同时 心中也在大喊 公鸭嗓 神秘人 你们都出来啊 没用的 我的肠道 已经被彻底击碎了 没人能治得好 陈诺 我 我比你更了解了身体的构造 你就当帮我一个忙 去远一点的地方 等林默去吧 姚羽呼吸明显比刚才更加急促了 陈诺默默地点点头 向远方走去 小语 我盯着姚羽 心中痛苦地轻轻叫道 默 我知道 你有很多疑问 现在 我就都告诉你 姚羽说着 手在脸的侧面一撕 我吓了一大跳 赶忙抓住姚羽的手 说道 你干嘛 姚羽笑了笑 说没事 然后继续撕了起来 我也终于反应过来 这似乎是电影里面演过的面具 面具被撕掉后 我也被怀里的人震惊住 那是一张怎样的脸 如花似玉 美若天仙 好齿珠唇 倾国倾城 脸上的神情很冰冷 显然是常年习惯了这种表情 大大的眼睛 瓜子小脸 此时面色苍白 更显出了那绝色的风采 之前见过的什么电视女明星 在她面前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直到怀里的姚羽轻笑了一下 我才回过神来 目光复杂地 盯着怀里美若天仙的女人 轻轻问道 你 怀里的人没等我说完 就缓缓说了起来 我不是群证的姚羽 但 我也是你眼中的姚羽 因为 你 最开始遇到的姚羽 就是我 我本名 叫做 林锡血 是 是 是你父亲 林雨昕的 姚羽 什么 你说你是我父亲的 我大惊 不禁打断姚羽说道 不过还没等我说完 林锡血虚弱地说道 我 不要打断 听我说完 我点点头 想忍住了心中的疑惑 盯着林锡血 林锡血 接着说道 你的亲生父亲 是 TS基地的首领 TS基地 是全世界 第二大的秘密组织 当年 当年你母亲 不知为了什么 受了重伤 而且还冒着重伤 产下了你 伤势更加严重 不久后 便 便死去了 你父亲 曾恨你 他 他认为 是你带走了 你母亲的生命 所以他不愿意 见你 把 把你 送到外面 让手下 暗中 照护着你的生活 呃 呃 爷爷在同时 收养了婴儿的我 呃 直到 直到七年前 你父亲 发现了一种方法 可以救活你的母亲 母 我的时间 好像不多了 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 都说给你 呃 噗了一下 灵溪雪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我无神的双眼 也转了转 关切地擦掉了 灵溪雪嘴角的鲜血 灵溪雪 抓住我的手 苍白的脸上 露出了笑意 满足地说 莫 虽然 虽然身份是假的 但我对你的情意 呃 是真的 我最开始的伤意 也是真的 看着胆小的你 一次次为了救我而冒险 我的心被你打动了 义父知道我当初受了伤 于是 于是 派了盈儿来支援我 要我快些带你回去 盈儿不是暗蒙成员 而是你父亲 你父亲的手下 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第一次心软了 没有听义父的要求 把你带走 而是想让你自己 走得远远的 永远不要被义父找到 呃 所以 鸣儿陪我演了一出戏 给你看 但是 我放心不下 所以 就有了第二出戏 假装暗蒙杀手 在生存者集中营 假装暗蒙的人 林希雪再次深深吸了一口气 嘴里说道 我本来是要被义父 嫁给陈家二公子的 陈家是中国古代 便流传下来的神秘家族之一 祖先 据说是陈朝开国皇帝陈八仙 我 我本也认命了 义父对我有养育之恩 我 我 我就嫁给陈儿公子 回报于他 可是 可是我却遇到了你 莫 能遇到你 是西雪此生最大的兴师 西雪 死而无恨 也不用嫁给陈家二公子了 这样也好 我看着怀中的林希雪 渐渐地和心中原本的谣语成和了 我紧紧地抱着林希雪 心中仍然在大声地呼喊着 公鸭嫂 神秘人 你们快他们出了呀 每次不用老字叫就自己往出跑 这次 怎么都他们哑巴了 林希雪再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脸色微红地说道 我 我 我们还没 我们还没接过我呢 我缓缓地低下头 将嘴唇印在林希雪的嘴唇上 惺惺的是血味 香香的是林希雪的味道 林希雪忘情地亲着我 眼角慢慢地躺下了两行泪水 渐渐地闭上眼睛 嘴唇也不再动了 我仍然亲着林希雪的嘴唇 眼泪大片地流淌出来 继续亲着林希雪的唇 忽然一把紧紧抱住林希雪的身子 再也空着波住 大声哭了起来 我仰天大笑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对我 这时 一声叹息自我心中响了起来 声音虚无缥缈 是那个神秘人 神秘人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妈的 老子叫了你半天你不回应 现在知道出来了 我疯狂地骂道 林希雪的死 让我精神不再平静 痴儿 罢了 我再帮你一次吧 那虚无缥缈的声音说道 人都死了 害他们怎么办 我心中仍然怒骂道 丝毫不相信神秘人的话语 不乃第三界界辱 掌控时间之力 但是林希雪的死 无法改变 而他的魂魄被雷电劈伤 而让其魂魄 踏过百世轮回 百世之后 魂魄修复 苏醒这一世的记忆 那声音虚无缥缈地说道 真的 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快速地问道 也不管他嘴里说了什么第三界 第七界的 只要能让林希雪 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埃尔融合了全部力量之后 我会完全苏醒 见识我会吞噬掉你这心生的神石 那一声音虚无缥缈地说道 就算我不答应 他也会吞噬我的神石 于是我点点头说道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我如何能够找到 希雪的转世在什么位置 不用担心 我会给你一个燕剂 在你接近它转世的时候 燕剂会发热 让你身体触碰到它转世的时候 燕剂会变成紫色 而它的转世 会对你产生依赖性 那一声音继续说道 但我先收下这女娃娃的魂魄 暂时操控你的身体一下 说着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 右手抬起 向前方虚空一抓 一道道青涩的气 从灵溪雪的体内飞出 渐渐地在前方空中 凝聚成了灵溪雪的样子 我惊喜地叫了一声 溪雪 神秘人虽说控制了我的身体 但却还让我说话 也算是想得周全 凝聚而成的灵溪雪 显然也很迷茫 低头看了看 下面躺着的自己 嘴里喃喃地说道 原来 真的有鬼魂的存在 我又焦急地喊了一声 溪雪 能听到吗 而被操控的手中 也渐渐地亮起了光芒 似乎在抽取着 我本源之种的力量 林溪雪 见到我望她魂魄的方向 不确信地轻轻问了一句 哇 你能看到我 我望着林溪雪的魂魄 再一次哭了出来 这一次是激动 我点点头说道 溪雪 只要你掏过百事轮回 就可以苏醒这一世的记忆 林溪雪激动地向我扑过来 可我的嘴中 却传出了虚无缥缈的声音 别动 魂魄会消散的 林溪雪听到我口中传出的声音 显然也愣了一下 我赶忙着急地解释道 溪雪 没事 你乖乖地去轮回 我会去找你的 林溪雪眼中光芒一闪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接着 脑海中的本源之种 急速旋转起来 力量流入右臂中 本源之种急速的缩小中 忽然一个声音从脑海中响起 草 什么情况 物资怎么晃动这么厉害 地震了吗 这声音是久违的公鸭嗓 公鸭嗓穿着可爱的粉色睡衣 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看着急速缩小的本源之种 大骂道 擦 李莫 李妈妈丹 老子正在本源之种里睡觉 你怎么把老子喜劲苦苦 抢回来的本源之种 又得剩下这么点了 哼 原来是一个 颤上了神志的符文 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 在脑海中响起 是 是你 公鸭嗓显得很忌惮这个声音 这个 好久不见 我也在脑海中和公鸭嗓打着招呼 本源之种停止了高速转动 我的右臂 在神秘人操控下 狠狠地虚空 击出一拳 好像打碎了空间 一个黑色的漩涡 出现在了眼前 神秘人继续操控着我的身体 一直点在眉心 一滴血液飞出 向灵溪雪的眉心射去 一个红点出现在灵溪雪的灵魂的眉心之上 神秘人操控我身体的左手一挥 将灵溪雪投入了漩涡之中 灵溪雪大喊着 莫 你要小心啊 我也对着漩涡大喊了一句 溪雪 等我 漩涡凭空消失 神秘人虚无缥缈的声音 在我脑海中响起 你要切记 努力锻炼身体 争取早日融合第二层力量 还有你 不要搞什么小动作 我需要沉睡一下 你若辅助好他 待我苏醒之日 赐你一副神体 这句话 却是分别对我和公鸭嗓说的 我和公鸭嗓都沉默了 谁都没有说话 而那神秘人也没再说话 不知是真的去沉睡了 还是继续留意着我们 这个 我在脑海中轻轻叫道 公鸭嗓嗡了一声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放心的说吧 那个神石已经睡去了 相对于那个神秘人 我更相信公鸭嗓 于是我理了理思路 将这一切加上我的理解都说了出来 在我说到神秘人自称第三届戒主的时候 公鸭嗓震惊地打断我 什么 他自称第三届的戒主 我朱眉问道 怎么 很厉害吗 哼 岂只是厉害呀 公鸭嗓苦笑 除了第六届还没有戒主 其余每一届的戒主 都是强大的掌控者 第一届戒主 掌控空间之力 第二届戒主 掌控生死之力 第三届戒主 掌控时间之力 第四届戒主 掌控光明之力 第五届戒主 掌控暗黑之力 他们都有通天的本领 而第三届戒主 在几百年前 雇人神秘消失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 原来 在你身体里 你继续说吧 我又继续说下去 包括新出现的事例 天选八岁 姚宇原来是灵溪雪 林雨溪 刹那 修道者 以及我的技能 完全没有保留地 告诉了公鸭嗓 公鸭嗓穿着可爱的睡衣 在我脑海中点点头说道 现在本源这种缩小 你的实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不过并没有掉机 这点很好 你选的技能也都不错 当日我走得太过匆忙 都没来得及提醒你 进化这种次语的等级 实际便是上限 就算你推适再多的进化这种 也不会再升级 或者获得技能 不过吞噬进化这种 可以提升身体素质 一颗进化这种 大概能增强3%的 全身身体素质 我听到公鸭嗓说 实际是一个上限 不仅想到了陈诺 这货当时为了救我 把好多技能点 都加到了实用性不大的技能上 我问道 鸭嗓 我的好朋友加错了很多技能 有没有办法 让他重新加一次技能点 公鸭嗓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可以 不过需要耗费一丝 核心本源之力 你应该清楚 核心本源的珍贵 不过帮你一次 倒也无所谓 我大喜 真心地说了一声 这个 多谢你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就直接说 陈诺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并不在我的视线之内 这样也好 没人知道这里 刚才发生的事情 我将目光 复视到了那雷云滚滚的地方 雷云 还是没有消散 修道者 你害死了吸血 我是要亲手杀你 我低喝道 放心吧 你会有亲手杀死他的实力的 公鸭嗓在我脑海中说道 我冷静地分析着 生存者集中营不能再回去了 那修道者既然已经对我动了杀心 也要暂时避免和其碰面 另外那个自称天选八罪 陈之富将的大汉 也说要杀尽天选者 粉碎所有计划之中 现在要先找到陈诺 让这哥帮他一下 然后我独自离开 在我身边的话太危险 现在不止暗蒙的人在追杀我 林雨昕的人要抓我 还要防备那修真者 和天选八罪的成员 我从未感到的危机感 一下子大了起来 同时 也不知道姚雨 第一次的轮回会在哪里 按照神秘人所说来看 应该不是固定在第六界的 而是六个界面都有可能 我看了一眼地上林溪雪的尸体 缓缓将之爆起 公鸭嗓忽然问道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尸体啊 我皱皱眉 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于是问道 巨哥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保存好他的身体 公鸭嗓想了想说 办法是有的 就是把他的身体 放进本源之种内保存 不过这样一来 老子就没地方睡觉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急忙问道 本源之种 被我在内部 弄出了一个空间 是老子睡觉的地方 你将它放进去之后 我就不方便进去了 巨哥解释道 那怎么办 我不好意思说 让公鸭嗓 让地方的话 罢了 大不了老子 换个地方睡觉 你把它放在地上 然后退开一些 公鸭嗓说道 我急忙照办 将林溪雪的身体 放在草地上 身体退后了一些 一道紫光 从我的额头射出 飞向林溪雪的身体 缓缓将之包围 然后紫光迅速缩小 又飞进我的额头中 停留在脑海 缓缓地旋转 这里面 放心吧 里面的时间是停止状态的 他的身体 就会和刚放进去的时候一样 一直持续到拿出来为止 公鸭嗓说道 我点点头 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便向着陈诺 刚刚离开的方向跑去 身体素质明显地下降了 进化之种带来的增幅 几乎全部消失 剩下的全都是本体的素质 移动速度 反应能力等 大概只有之前的四成强度 不过抗击打能力没变 大概跑出20公里左右 发现陈诺正背对着我坐在草地上 感觉很平静 陈诺听到后面传来的沙沙声 转过头来 见到只有我自己点点头说 你要好好活下去 他是因你而死 你要珍惜 为他报仇 你的命 是你们两个人的 我没说什么 而是坐在陈诺身边 也看着远处说道 刚才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在想 我们的力量 还是太过苗下了 后不后悔 你的技能点 很多都是为我才加的 特别是驱逐 因为我在这个鸡肋技能上 加了三级 我依然盯着远方 嘴里问道 别傻了 如果换作我变丧时 你会不会加呢 陈诺脸上正色地说道 好兄弟 这个帮帮他吧 好兄弟是对陈诺说的 后一句 是对脑海中的公鸭嗓说的 公鸭嗓在我脑海中说道 分出你一点点本源之种的力量 可以为他干扰一次系统 让系统重新给他分配技能 也是会有很多可选性的 怎么样 技能点方面呢 也会扰乱 给出了技能点数是不定的 不会妨碍到本源之种里的吸血吧 我谨慎地问道 不会 只是分出一丝 就扭一毛疤了 公鸭嗓解释着说道 好 那么开始吧 我说道 一丝紫色的光芒 从额头中飞出 飘进了陈诺的身体 公鸭嗓忽然问道 他的进化之种 在什么位置 不都是在脑海吗 我奇怪地说道 不 他的进化之种 不在脑海 这个说道 啊 我忽然想到了承诺 融合进化之种的位置 大喊了一声 在他牙签上 公鸭嗓 在我的脑海中 明显愣了一下 结巴地说道 牙 牙签是什么 我也无奈地重复了一次 没错 就是在压牙签上 公鸭嗓忽然一脸 正色地说道 啊 我知道了 真是个好位置 我看到公鸭嗓 这副正色的表情 当场就笑翻了 这个你说什么 好位置 我也觉得这是个好位置 公鸭嗓仍然正色地说道 确实是好位置 还记得我说的 每个天选者 初次升级的时候 进化之种位置 和手中持有武器 会影响他以后的技能吗 陈诺他的技能 之所以会变异 就是因为 他进化之种融合的位置 所以才导致了 技能的变异 原来如此 让陈诺把裤子脱下来 这样 我才能将 本源之种的力量 融合进去 公鸭嗓说道 我平静地对陈诺说道 脱裤子 是 什么 陈诺愣了一下 接着哭嗓着脸说道 卧槽 莫格 你不会受到打击 兴取向变了吧 变女妹 快脱 难道 还有我帮你啊 我怒吓一声 陈诺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声音颤抖的说道 莫格 那你可一定要轻点 兄弟 我只是第一回 我 我我我 我来个操 我当场就崩溃了 这货 刚才还挺正经的 怎么一下又变回原样了 我无奈地解释道 看到这道紫光了吗 我是要给你的 用游戏里的词来说 就是重置技能 必须露出你初次融合进化之种的位置 懂了吗 陈诺眼睛转转说 卧槽 那你不早说 来吧 让你们见识一下 诺哥的如意 金箍棒 我想都没想 马上就接了一句 嗯 是放在耳朵里时的金箍棒 一丝本源之种 融进了陈诺的身体 陈诺忽然愣住了 怎么样 诺哥 诺哥 我擦这个 这货什么情况 怎么不说话了 不会是 出了什么情况吧 卧槽 莫哥 我爱你 三十几个技能点 八个可选技能啊 陈诺难难的说道 远处快速跑来一道身影 我拍了一下陈诺说道 诺哥 记住 这件事 不要对任何人说 听见没 陈诺也注意到了远处跑来的身影 说道 明白 刹那很快就跑到了我的面前 她身上也有几道伤口 显然是刚从雷云笼罩的范围中冲出来 她一把扶住我的肩膀激动地说道 李小子 你没事 太好了 姚宇那丫头呢 我真诚地朝着刹那点点头说 刹那大叔 西雪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感谢您这些人来对我的保护 谢谢您 不过西雪 已经因我而死 刹那点点头说 你都知道了也好 那边的战斗还在继续 敢敢伤害你的修正者我记住了 我会为你报仇的 我摇摇头说 刹那大叔 不必如此 这次我已经想好 我要一个人离开 拜托你帮我照顾陈诺和林梦尔好吗 刹那皱着眉说道 现在这么乱 你要去哪 我和你一起走吧 不 我摇摇头说 刹那大叔 他们两个 拜托你了 你也保重 放心 我也会保重自己的 说完 深深地向刹那拘了一躬 对陈诺点点头 转身 向远方奔去 我的声音从远处飘来 陈诺 照顾好梦尔 若是让她成为天选者也好 我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二人的视线中 刹那看着我离开的方向感慨地说道 不能预感到 林小子死去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陈诺也看着我离去的方向 嘴里喃喃地说道 兄弟 一路走好 对了 刹那大叔 那边站到如何了 刹那说道 修盗者筋贫力尽 封印遍体鳞伤 不过最后的赢家 应该是那修盗者 到时我便趁其虚弱杀了他 也算是为林小子断了一条后患 陈诺摇头说道 刹那大叔 还是不要那么做了 应该让李末亲手报仇的 你替他杀了此人 他也会不开心的 这样吧 那必让林小子自己处理好了 刹那点点头说 那我们走吧 回去接上林梦尔 带他离开这里 也应该让林梦尔 成为天选者了 否则的话 赶路都是个问题啊 二人的身影 也逐渐走远 战场中 天上的雷电 仍然一道道的皮下 封印浑身焦黑 一条胳膊已然消失 伤口处露出了森森白骨 看上去很是猙獰 修盗者坐在柱子上 脸色苍白的吓人 大口喘着粗气 声音如雷般响起 落雷 第五试 极电 话音刚落 天空中 一道漩涡出现 封印也感受到了 其内传来的阵阵 令人胆战心惊的威压 急忙喊道 快住手 我天选八罪 和你们没有什么仇怨 这阴师 大不了我不要了 看到我手上 这块手表了吗 他早已记录下了 我们的战斗 你杀了我 我天选八罪 不会放过你的 还敢威胁于我 什么天选八罪 在我眼里 连屁都不是 极电 将 随着他话音落下 天空中一道粗大的闪电 向封印劈去 轰隆隆 周围刮起了强劲的风 整个地面 都向下塌陷下去 就像发生了天灾一般 四周一片被吹飞的草叶 灰尘乱飞 就连离此地 有十多公里远的城墙 都出现了裂痕 城里的一些不结实的建筑 更是直接倒塌 林梦儿 卖 刹那和陈诺都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加快速度 向回跑去 建筑倒塌 林梦儿若还在屋子里 会被砸死 大地不再震产 灰尘慢慢散进 战场中心的地面 一个直径四五十米的大坑 缓缓地浮现而出 这一击的力量 竟然恐怖如斯 封印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被劈得连灰都没有剩下 当然 这一切我并不知道 我依旧在向前方跑着 漫无目的 西雪 你的转世 在哪儿 我忽然想到 很久没有回家了 应该回家去看看 顺便 找找当初第一次 遇到林西雪时的回忆 想到这儿 我速度更快地 向前方跑去 这里比我当初离开时 更加萧索 路上的车辆 都被推到了两侧 显然 曾经有车辆经过这里 应该是生存者集中营 出来寻找食物的车队吧 街上空无一人 也没有一只丧尸 我摄影孤独地走在街上 转进了超市 拿了一个背包 装了一些 没被搬干净的食物和水 向家的方向走去 走到当初和林西雪 见面的地方 回想起了第一次 见面时的场景 不禁轻轻地笑了起来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 才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 家的钥匙 早就弄没了 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回去 爬窗户 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还好我家楼下的五层 都是有护栏的 我抓着护栏 爬了上去 一手抓着五楼的护栏 另一只手一阵波动 破天出现 我猛地向自己家 阳台的窗户砸去 扑的一声 玻璃被砸出了一个洞 破天消散 回归到我的身体 再次召唤 再次向玻璃扔去 连续扔了六次 玻璃终于完全地被砸碎了 我脚下一灯 抓住自己家的窗台眼 一个翻身跃了上去 虽说因为本源之种 和进化之种的消耗 现在身体素质 已经大不如从前 但是由于平时都在 加强锻炼 所以这些动作 还是能够做得出来的 跳下窗台 走进屋子 发现和我走之前 没有什么转变 打开那台笔记本电脑 里面的桌面 令我回忆起了林熙雪 刚看到这些事的场景 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在屋子里慢慢地走着 吃了一些东西 在抽屉中 找到了一把备用的钥匙 用一根绳子记号 挂在了脖子上 关上门 向楼下走去 在楼下找了许久 终于看到一家门窗厂 走进去 找了一块大小相同的玻璃 和一些玻璃胶 背着玻璃往回走去 这里是我最珍贵的回忆 所以 谁都不能破坏的 我将玻璃慢慢地装好 打扫了一下房屋 晚上打开电脑 双击点开叉叉之狼 眼中一片 追忆的神色 叉叉之狼并没有玩 此时我躺在床上 看着外面的月光 静静地想念着林熙雪 想好了 去哪里了吗 公鸭嗓在脑海中问道 不知道 我闭上眼睛 也出现在脑海中说道 这个依旧穿着 可爱的粉红色睡衣 戴着粉红色小熊睡帽 在脑海中 坐在地上说道 现在势力分布很乱 我认为 你应该去一个 一个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 增强实力 然后再抢尸回归 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 我喃喃说道 忽然脑中灵光一闪说道 其灵事 在俄罗斯的边境 哦 俄罗斯边境嘛 也不错 至少能够暂时逃出国内的追杀 G哥赞同地说道 好 那我明天收拾一下 就去俄罗斯 我撞着凌云地说道 G哥不慌不忙地问了一句 你知道路吗 呃 呃 这个 这个我真不知道路啊 这个 这个怎么办 这个 我擦 找地图啊 你问我呢 我从第一届来的 要是还能知道 你第六届的各个路线分布图 那我不是成神了吗 龚鸭嗓在脑海中没好气地说道 不 G哥 在我心中 你就是神 我带着崇拜的眼神 看着龚鸭嗓 龚鸭嗓立刻就露出了一副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你小子的表情 我心中暗笑啊 呃 这货真是 拍两下马屁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我忽然想到了那第三届戒主说 要吞噬我神石的事情 想问问龚鸭嗓 但又怕被发现 于是我瞅瞅了起来 龚鸭嗓似乎发现了我的瞅瞅 猜到了我想和他说什么 但又有所顾忌 于是哈哈一笑说 来来来 G哥今天难得有兴趣 就让你小子 见识一下第一届的H游戏 说着 G哥手中一挥 对我挥挥手说 来来来 让你长长见识 我向那台电脑走去 发现屏幕上 果然出现了一个穿得很凉快的美女 而且耳朵长长的 似乎是电影里边的女精灵 G哥说道 看看 这是第一届 尼罗卡奇族的美女 不错吧 说着 G哥指着电脑屏幕 上面的字忽然一变 出现了一行小字 你想说什么 在这里打字 他不会知道的 我也看到了小字 也哈哈一笑说 这第一届的美女不错嘛 我今天说什么 也得试试这游戏啊 我坐在电脑前 噼里啪啦的打了起来 有关于我要被吞噬的事情 有没有办法解决 还有就是 我还有多张时间 G哥看到我的字 笑了笑 错了 这里不是这么打的 让G哥我来教教你 公鸭嗓抢过电脑 噼里啪啦的打了起来 嘴里还时不时的说道 看到了吗 应该是这么打的 屏幕上快速出现一行小字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相对于他承诺的神体 我更相信 他会完全苏醒时 把握抹杀 至于时间的问题 你可以选择 慢慢地融合他的力量 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 找解决办法 噢 原来这里要这么打呀 还是接着让我玩吧 我看完小字 又抢过电脑打了起来 我死了之后 有办法保留我的记忆吗 我要去找林熙雪的转世 公鸭嗓看完我的字 眉毛皱了一下 说道 有错了 你太笨了 我再给你也是一次 最后一次啊 说着把我推开 打了起来 他不会轻易让你死去的 如果你死了 下一世 他还要重新将力量 融合给新的灵石 太浪费时间 而且当你融合了 他更多的能量之后 也会渐渐掌控时间之力 对于自身的细胞组织 停留时间 或者时间逆转 都可以让你拥有 无限的生命 我看完之后 一脸的怒容说道 我刚才怎么打错了 这不还是这么打的吗 不和你玩了 睡觉去 我骂骂咧咧的 退出了石海 关于公鸭嗓 刚才皱眉的提示 又错了 你太笨了 我再给你演示一次 最后一次啊 我当然听懂了 我们搞小动作的时间 不能太久 所以我也假装 骂骂咧咧的 退了出来 我躺在床上 呆呆地看着棚 回想着公鸭嗓 刚才说的话 意思是 似乎我以后 可以用时间的力量 让自己的细胞组织 永远都不会衰老 理论上可以说 永远都不会死亡 但是 我怎么阻止 对方的吞噬呢 神秘人 毕竟是第三届界主 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怎么可能 算不到 我有可能反抗 必然早就做好了准备 也罢 我就慢慢地融合力量吧 最好能撑到吸血苏醒 和他安稳地度过一世 我也就满足了 可是百事 好漫长啊 就像这长夜 也很漫长 阳光透过窗户 照在我的脸上 我睁开眼睛 新的一天又到来了 起床 洗素 走下楼 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 召唤出破天 在楼下的草地上舞动起来 每天早上锻炼一番 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 长墙舞动中 也在脑海中 回想着 那修道者致命的遗迹 我眼睛微微一眯 寒光一闪 长墙舞动的速度更快了 简单地吃了一些东西 收拾了几件衣物 装进背包里 走到门口 再次回头望了一眼 屋子 喃喃地说道 西雪 等你苏醒了 我便带你回来生活 这里 就是我们的家 我摘下了挂在胸口的钥匙 把门锁好 向楼下走去 要说我家附近这条商业街 真是五花八门 啥都有 我走进一家书店 在里边找到了几本 不同版本的地图 一股脑地塞进了背包里 又转进了一家五金商店 拿出四个塑料大桶 都是那种装豆油的 二十五千克的桶 我找了半天 发现了一台可以开动的车 是一辆本田轿车 上了车 向我知道的最近的一个加油站时去 我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把这几个桶都装满汽油 然后带着上路 否则谁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就没油了 到时候如果正开到野外 那还不是要饿死我呀 车子开进加油站 我虽说以前见过几次加油员加油 好像是先摘下油枪 然后按油枪的按钮就出油了 可当我按油枪按钮的时候 居然按烂了油枪都没出一滴油 我把油枪摔在地上 大骂了一句 我操 这就是差距 好吧 油是必须要弄一些备用的 既然在加油站里弄不到 那么就用林熙雪教我的办法 换个车挨个去 我又把车开回了商业街 走进五金商店 弄出几根管子 挨个车的抽起油来 奇怪的是 有些车抽不出来油 我弄了大概一上午的时间 终于将四个桶全部填满 车子的油箱也完全加满了油 拿了很多的食物和水 塞在后备箱里 这才拿出了地图看了起来 麒麟市的旁边是 萌萌省内 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 麒麟市在地图上表示上来看 有不到两千公里的样子 而且路上全都是高速公路和国道 应该是会比较快的样子 大概两天多就能到达 我沿着地图上标示的路线 向前方拾去 而半晚四点多的时候 缓缓看到了前面有房子出现 我知道 这是沿途必须路过的一个村子 车子驶进村口的时候 路旁有一块牌子 上边写着 张家屯 这里可以说是前后方圆 二百里之内 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城市或村落 平常这里经过一些车辆 在这里吃饭或居住 公路两边 竟也有一排排做生意的店铺 我看着两边的店铺 车子缓缓地前进 忽然前面路口处闪出了一个影子 竟然是一只丧尸 那丧尸似乎是听到了车子的声响 才出来看看 发现了车子里边坐着的我 嘶吼一声朝车子扑来 我并不想直接开车撞过去 因为那样万一把车子撞出什么故障 我接下来就没法开了 把车子停下 我走下了车 看着远处张牙舞爪跑来的丧尸 发现看到这丧尸 竟有种面黄鸡兽的感觉 也对呀 距离事故发生 到今天已经有77天了 这里人口本来就少 丧尸们自然是没有吃的 到此为止 我也没有见过真正的丧尸 咬丧尸的事情 不过根据在生存者集中营 看到的军方报告 丧尸也会攻击同类和丧尸 在不吸收食物的21天之后会死亡 确定了 虽然我没见过 但是确实有丧尸也会攻击同类的事情发生 那面黄鸡兽的丧尸向我跑来 远处的一间屋子门被打开 一个小小的身影窜了出来 对着我这边大喊道 我离开 别被他抓到 声音很稚嫩 是一个孩子的声音 我皱了皱眉 轻描淡写的一脚踢飞了 来势汹汹的丧尸 向那孩子的方向走去 看清楚了 那的确是一个孩子 男孩 看上去得有十一二岁吧 身上穿着印有海绵宝宝的半截袖 和裤衩 看到我走了过去 赶忙跑进了旁边的屋子里 我没有继续往前走 因为这或许又是一个陷阱 我站在原地 大声地问道 屋子里面的人 出来见个面吧 我只是路过 不想招惹太多的是非 你们也不要搞什么小动作 晚上 没有人说话 旁边的一个路口 又有几只丧尸游荡了出来 看到我大吼着冲了过来 看来这里并没有首领 而这些丧尸 也没有被其他的首领召唤走 依然轻描淡写地 踢飞了几只丧尸 我走回车里 不打算在这里过夜了 上了车 缓缓地向前开去 开过那间门店的时候 门又开了 那孩子又走了出来 对着车大喊了一句 等等 我将车子又往回开了一些 这才停下 走下车子 倚着车门看向那孩子 孩子低头想了一会儿 似乎决定了什么 抬起头说道 能带我一起走吗 只有你自己 嗯 孙子里应该只剩下 我一个人活着了 其他的人都变成了 吃人的怪物 那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呢 我显然不相信 一个小孩子 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存活两个多月的时间 孩子说道 那天我们正在家里吃饭 忽然听到隔壁院子里 传来了救命声和嘶吼声 爸爸去了之后 很久都没回来 而救命声和嘶吼声 这事也多了起来 妈妈就锁口门 带我藏在了家里 我们悄悄透过窗户 能看到外面有很多人 浑身是血 后来 村子里来了救援队 把我和妈妈都救了 然后又挨家挨户的搜索 幸存者 我们都被安排在了一个大车的帐篷里 再后来 半夜的时候 和我们一个车里的阿姨突然发疯了 咬伤了很多人 也咬伤了妈妈 妈妈趁着乱带我跑了出来 然后把我塞进了这个超市里 她告诉我千万不要出去 也不要被咬伤 不然也会一样发疯的 这说完就走了 再也没回来 救援队后来也走了 我一直都听妈妈的话没有出来 直到今天 听到了你车子的响声 才跑出来看看 这小孩子似乎很多天都没有洗脸了 脸上什么颜色都有 我看了他半晌 点点头 向那个屋子里走去 我需要确定 屋子里到底有没有其他人 走进了那间超市 看到了一个角落里 堆积了很多的垃圾袋 整个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我在屋子里转了转 没什么发现 于是走了出来 扔给那孩子两瓶 在屋子里拿到的两瓶矿泉水 和一条毛巾 说道 洗洗脸 然后擦擦身子 小孩子要干净些 你家在哪 我带你回去拿衣服 那孩子接住矿泉水和毛巾说道 就在那边 很近的 五分钟就能到 我也略微地缓和了冰冷 笑了一下说道 前面带路吧 放心 不会让那些发疯的人伤到你的 孩子点点头 在前面走着 我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王浩诚 你呢 我叫林沫 你也是父母都变成发疯的人 只剩下自己吗 王浩诚在一边带路 一边问道 我沉默了 按照西学所说 我的母亲已经死去 但父亲 却一直想要抓我回去杀掉 想到这里 不禁露出了自嘲的笑容 远处出现了几个游荡的丧尸 发现了我们 向这边冲了过来 我召唤出破天 将心中的微怒 都发泄在了 这几只丧尸的身上 王浩诚看着手持破天的我 和地上碎裂的丧尸尸体 对我充满了崇拜 竟然问出了和当初 林沫儿同样的问题 大哥哥 你是江湖大侠吗 我被勾起了林沫儿的回忆 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暗想 也不知 沫儿那小丫头 现在怎么样了 走进了王浩诚家的院子 我依然保持着谨慎 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欺骗和陷阱 让我无时不刻的 不再保持着谨慎 两个多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的蜕变 我早已经不是当初 那个傻傻的宅男 虽说对方只是个小孩子 而且看似没什么破绽 但 我仍然暗自提防着 门被一把锁头锁着 王浩诚看了看我说道 我没有钥匙 我点点头说 那就从窗户进去吧 反正你要和我走了 这个家伙对你来说 没什么用 说着 我一枪横扫 将窗户的玻璃打碎 跳进了屋里 发现 窗台下边是一个土坑 王浩诚也跳了进来说 你请坐吧 我去收拾收拾 我在屋子里转了起来 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看来 这个孩子真的是侥幸 生存下来的人类之一 我走到厨房 掀开大水桶 见到里边有水 说道 你直接在这里边洗洗脸吧 我们要走了 这些对你来说 都没有用了 王浩诚虽然年纪小 不过比较乖巧 他点点头 脱了衣服 便跳进了大水桶里 这时 我听到外边传来了 稀稀苏苏的声音 应该是刚才打破玻璃时 引到了附近的丧尸吧 我看了王浩诚一眼 说道 浩诚 你现在在这里洗 我出去看看 放心 我就在附近 你会很安全的 王浩诚点点头说 大哥哥 那你不要走得太远啊 我心中暗笑一下 毕竟还是小孩子 我轻嗡了一声 提着破天 像被我打碎的窗户走去 透过窗户 能看见大门外 游荡着几只丧尸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忽然 其中一个面黄激瘦的丧尸 对另一个丧尸 吼叫了几声 然后便扑了上去 撕咬起来 旁边的几个丧尸 也都扑了上去 忽乱地撕咬着 果然 丧尸是会攻击同类的 唉 到底该如何让这悲剧收场啊 如何再让第六届 回归到原来的样子 我不是救世主 也没有能力 让这该死的情况 回归到原来 我只是一个 即将被吞噬掉灵石的人 是一个很爱和平的人 是一个和爱的人分离 不知道他在哪里的人 是一个被到处追杀躲避的人 我也只能多救几个人类 不想最后整个世界上 只剩下我一个人 每天都面对着无数的丧尸 我看着外面 一个丧尸已经被同伴给肢解了 有的抓着胳膊啃咬 有的抓着腿啃咬 还有一个丧尸掉了一只胳膊 此时正抓着一条腿撕咬着 断肢中流出了很少的血液 由此可见 这些丧尸长时间吃不到血肉 体内的血液也都渐渐地变少 直至21天没有进食之后 便会死亡 我想起公鸭嗓说过的什么 这才是正确的进化方式 不禁嘀吼了一声 去你妈的正确的进化方式 整个人已经跳下了窗台 冲了出去 破天连连横扫 将几个丧尸全部杀死 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手中有些发抖 我难难地问道 这个别拿什么进化方式来糊弄我 我想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 公鸭嗓沉默了很久 终于说到 虽说你们的进化之种 划错了方向 但是第一届发起的进化纪元 只不过是他们的游戏和谎言罢了 真相就是 第一届在这里毫无生机之后 会完全地侵占这里 这样其他几个界主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不只是第六届上演过进化纪元 除了第二届之外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全都被第一届上演过进化纪元 不过在产生了界主之后 第一届便不在那一届弄进化纪元了 是这样啊 那这一切还能不能恢复啊 公鸭嗓又是沉默了很久才说 理论上是有办法的 简单地说 进化纪元计划 是第一届的核心系统操纵的 只要打了了第一届的核心系统 或者破坏了核心系统 第六届所有进化之种 就全部消失 一切都会复原 复原的意思是 进化之种全部消失 技能全部消失 但死了的人就是死了 不会复原 即便你以后掌控了时间之力 也不能强行返回到过去改变什么 因为你改变了历史之后 就会产生出两个不同的分支 比如说 等你掌控了时间之力之后 你用时间之力回来 救下本已经死的灵犀血 你就可以和灵犀血 一起生活在一起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 虽然你救下了灵犀血 可那只是你强行改变的历史罢了 你改变历史之后会产生一个分支 而进入轮回的灵犀血也是真实存在的 难道你能够为了那个灵犀血 而放弃踏入轮回的灵犀血吗 你也不能够带他们 相互进入对方的时间分支离 那样的话会造成时间冲突 两个人都会消散的 所以你不能依靠时间之力 来强行改变历史 原来如此啊 我喃喃地说道 那怎样才能打乱第一届的核心系统呢 只有我能打断 也就是说 只有我才能打乱 也就是说 只有你才能打乱 我目前的状况你也知道 只能存在于本源之种附近 最好是不可以离开你的脑海 要等我完全恢复之后 才可以分离 或者等你以后能力强大了 可以给我一具身体 不过 那些都是后话 具体的做法是 你带我去第一届 找到核心系统本源 我侵入进去之后 就可以打乱 同时 我也要在核心系统中 找一些资料 据我所知 核心系统中 保存着一种 可以帮你的方法 公鸭嗓说着 我心中震了一下 我知道 公鸭嗓意思是指什么 强忍下心里的激动 没有再和公鸭嗓对话 毕竟不知道 那神秘人 知不知道我们的对话 所以我平缓了一下心情 向屋子里走去 王浩诚已经洗好了 穿上了一身新的衣服 头发两个多月没剪 已经变得很长 不过看上去 也算是别有一番气质 我点点头说 浩诚 还有没有什么 要带着的东西 没有的话 就走吧 王浩诚默默地 往书包里 装了一些书本 我在一旁打趣道 哼 还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呢 不错嘛 收拾好了东西 走回车上 我们继续出发了 同时心里也知道了 只要还没有 彻底死去的人 即使是丧尸 也是有可能会复原的 我更加迫不及待地 想要变强起来 争取早日进入第一届 打乱核心系统 以拯救第六界 开了整整一夜的车 终于在第二天下午 四点十四分 进入了麒麟市 我们找到了一间宾馆 走了进去 这间宾馆很大 我忽然有个想法 可以不用住在标尖啊 我直接带着王浩诚 进到了最顶层 果然 有几个总统套房 我随便踹开了 一个房间的门 走了进去 这屋子不错 事故发生的时候 没人居住 三室一听 房间很宽敞明亮 也很干净 我满意地点点头 将电视柜 挪到了门口 把门挡住 并且挂了几个铃铛 在门的内部把手上 铃铛 是我在一个超市里边 找到的 觉得有些用处 所以塞了几个 放在包裹里 没想到 现在真的用上了 由于开了一夜的车 坐了很长时间 我的身体也觉得 有些不适 和王浩诚打了个招呼 便走到房间休息去了 由于是三室一听 我和王浩诚是分开来睡的 我家门锁好 想了想 又在这房间的门上 也挂了几个铃铛 谨慎一点 总是没错 我躺在床上 回想着今天 公鸭嗓说过的那句话 第一届的核心系统中 保存着一种 可以帮我的方法 公鸭嗓的话 我相信了90% 因为我们现在 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而且我似乎也没有 什么值得他利用的东西 虽然我现在很想问问 到底是什么方法 不过 为了长远着想 为了不被神秘人发现 也只能先憋在心里 不过 就算是去第一届 也要先有强横的实力才行 记得前一阵子 神秘人曾说过 我的体制 还不如第三届的平民墙 也就是说 它融合给我的一成力量 还没有完全被我吸收 或者说 我只吸收了一点点 连1%都不到 如果到时候去了第一届 还不如一个娘们来的强横 那怎么接近核心系统啊 同时也不能让第六届的人 或丧尸死的更多了 必须尽快地提升实力 我心中想着 慢慢地睡着了 一夜都没什么动静 第二天早上 我依旧早早地 便下楼锻炼去了 在楼下的空地上 慢慢地挥舞着长青 仔细地感悟着 昭示中的奥妙 随着渐渐地习武以来 不再认为快速地练习招式 是一种很帅的动作 而是明白了 要细细体会这一招的精华所在 此时我已经连续做了 十次刺的动作 但每次刺完 都会皱着眉摇摇头 总是感觉 还缺了些什么一样 每一次的刺出 都觉得会让敌人有机可乘 正当我再次体会了一番 想要再刺一刺的时候 忽然听到远处 有汽车的声音传来 而且不止一辆 我蹲在了一个车的旁边 悄悄地向那边望去 只见是几辆汽车 向这边驶来 行驶到这附近 忽然停了下来 我心中一惊 难道被发现了 难道他们之中 有精神系的强者存在 我没有轻举妄动 仍然蹲在车的侧边 并且尽快地放慢了呼吸 最前面的一辆车的车门打开了 一个穿着高跟鞋的腿 迈了出来 接着另一条腿也迈了出来 腿很白皙 再加上高跟鞋和裙子 可以断定是个女人 而那女人 完全从车里走下来时 我眼睛微眯了一下 竟然是个外国人 这女子年龄不大 大概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身高约有一米六 白皙的皮肤 大大的棕色眼睛 高挺的鼻子 都尽显俄罗斯人的形象特点 竟是俄国人 此女身穿一身黑色 哥特式长裙 有种动漫人物跑下来的感觉 慢慢地车里边的人都走了下来 一行一共十三人 有男有女 有青年有中年 那瓷娃娃般的女孩 像是这个队伍的首领一般 站在最前面 用俄语说这些什么 然后指了指我们住的宾馆 当先向里边走去 不好 我心中暗道 王浩诚还在上面 看来这些人并没有发现我 不过 他们也是准备在这里居住 而且肯定也会去 最顶层的套房居住的 这样一来 他们先上去 便会发现王浩诚 我赶忙跳了出来 嘴里喊道 哈喽 虽然我不懂俄语 虽然当年不爱学习 不过中学的英语老师 为人和善 为了给他面子 英语单词 我还是背了几个 一些常用的单词和句子 略微懂一些 英语作为通用语言 他们之中一定有人懂 那些人听到之后 赶忙回头看来 果然都立刻做出了防备的姿势 隐隐有将那 哥特式长群女孩子 保护起来的感觉 队伍中一个年轻男子 谨慎地说道 Hello Why are you here 这句我能听懂 意思是 你为什么会搁这嘎的 不过我怎么回答呀 以莫哥的英语水平 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呀 这个 这货太他妈坑爹了 我在那儿 挨 挨 挨了半天 还是没憋出来下一个单词 我当时真想说一句 I fuck you 不过这样实在太容易引起误会了 那哥特长群女孩见我憋了半天 也没憋出一个屁 可爱的眉头皱了皱 说出一句让我大为震惊的话 你还是说中文吧 我当时就我了一个臭啊 这小娘们会说中文 而且还很流利的样子 既然可以沟通 我先笑了一下说道 我也住这儿 两个人 见你们要上去 所以才出来和你们说一下 免得引起误会 我并不想和你们起冲突 那可爱的女孩听到我这么说 点点头 用俄语和其他人交谈着 半赏似乎有了结果 看向我说 我们会换一个地方 也请你不要来打扰我们 我点点头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一行人上了车 我也收起了破天 背着手站在原地 车子迅速离开 渐渐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俄国人怎么会跑到本国境内来呢 难道他们也是在躲避着什么 不过 不管是为了什么 我和王浩诚都必须尽快地转移地点 这里已经被发现 不安全了 想到这里 我也向楼上走去 走进房间 发现王浩诚已经穿好衣服 坐在房间的沙发上了 看到我进来问道 大哥哥 刚才来的是什么人 原来他看到了 我解释道 是一些俄国人 我们被他们发现了行踪 需要转移地点 这附近的宾馆很多 我们可以再找一个 王浩诚没说什么 回房间收拾东西去了 我也转回房间 按照正常人的思想 在这种没人管理的地方 肯定是要找一个 好的地方居住的 可是对方一定能想到 我很谨慎 离这里远远地 再找一个地方居住 不过 我要玩一个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所以我决定 就在对面的一个 小宾馆里边住下的 一脚踹开了 一个房间的门 发现床上趴着一只丧尸 饿得面黄鸡兽 我挨塌了一声 苦命的孩子 收拾了两个房间 我和王浩诚 分房而睡 晚上我悄悄地 关注着对面 有没有人在晚上去探查 结果一夜过去 发现并没有人 过来查探 难道说 那些人真的不想要 进化之种 与此同时 那对俄罗斯人 也在交谈中 一个中年男子 看向哥特长裙少女 小姐 你说 那人回不回事 和追杀我们的那个 Z国人 是疑惑的 应该不是疑惑的 哥特长裙少女 捋了捋头发 说 那个人很强 而且看上去 性格很怪异 一见面就动手 而这个人则不一样 他看上去 并不是很强 而且 也不想主动 招惹我们 昨晚也没来刺探 所以 应该不是疑惑的 哪也不可以大意啊 小姐 那人 已经杀掉我们 队伍中的天选者 十一个了 我们被迫逃到这里 应该更小心 谨慎一点 那众年男子 表情谨慎地说道 哼 怕什么 那是因为 你们之前 没遇到我 不然 那个人 早就被我杀了 那还要像 你们这么窝囊 到处乱跑 这次 我不会再走了 就在这 等着那个人的到来 一个一头 黄色头发的青年 面色嘲讽地说道 迪诺维奇 不要骄傲 那人真的很厉害 虽然你也很强 不过我们大家 最好还是联合起来才好 一个年轻男子 显然有些 看不惯迪诺维奇的骄傲 哼 你们都是一群飞 还没等迪诺维奇说完 那哥特长裙少女 便不耐烦地低吼了一声 够了 别吵了 迪诺维奇似乎有些忌惮 哥特长裙少女 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哥特长裙少女 想了许久缓缓说道 我要去找昨天 遇到那那个Z国人 或许 他会知道 追杀我们的那个人的身份 也不一定 好 小姐 我们一起去 中年男子说道 不必 去的太多了 反荣意 碍事 我自己去就行了 难道你们对我的能力 还不放心吗 哥特长裙少女说道 大汉想了想 面露男色地说 那 那好吧 不过 我必须在楼下等你 小姐 哥特长裙少女点了点头 当先走了出去 大汉吩咐了几句 也跟了上去 今天早晨 我依然在楼下锻炼着 忽然看到远处走来 两道身影 其中一个女子 正是昨天见到的那个 哥特式长裙的少女 他们也看到了我 我也就没在隐藏 我知道 他们一定是来找我的 二人走到我面前 我对那少女点点头说 早 有什么事吗 那少女二人距离 我有一定的距离 显然也是暗暗地戒备着 那少女脸上露出了笑容 说道 早 我过来时想 请教你几个问题 当然 你可以不回答 作为回报 你也可以问我几个问题 只要不是很隐私的 我都会回答你 我点点头说 好 你问吧 少女思索了一下 说道 先做自我介绍吧 我的中文名字叫做天下 旁边这位 是我的管家 千下你好 我叫李莫 我有礼貌地回答道 千下笑了一下 说道 第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一个 专门杀天选者的中国组织 我愣了一下 接着婉儿一笑说 全国各地 有很多这种组织 不是吗 千下听了我的回答 也愣了一下 然后严肃地说道 不一样的 那个组织自称是什么罪的 他们杀死天选者 却并不吸收进化之种 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棍子 吸收进化之种 什么罪 难道你说的是天选八罪 我忽然想到了天选八罪 问道 你知道这个组织 千下捋了捋头发 眉毛轻皱地问道 知道 不过也仅仅是知道 这个组织的存在 他们自称 憎恨这次进化纪元 所以要途径天选者 摧毁所有进化之种 结束这场罪恶 我回想着当初封印的话 缓缓说着 前些天忽然有一个 实力极强的人 出现在俄罗斯境内 残忍地杀死了很多 俄罗斯天选者 我们当时整个队伍里面 只有二十四个人 只是和那人碰撞了一次 就死掉了十一个 那个人长相是 什么样子的呢 我随口问道 年龄并不是很大 似乎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穿着一身白色的西服 看上去很和善 实际上却是杀人不眨眼 抱歉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不过 我倒是见过 他们组织里的 另外一个人 千夏似乎对我的回答 并不是很满意 于是点点头说道 我的问题问完了 你也可以问我一些问题 我摇摇头说道 没什么问题 我们还是互不干扰就好 千夏点点头 和大汉往回走去 我撇了撇嘴 心说体内的进化之种 还要尽快的补充回来 现在的实力 能有之前的百分之五十就不错了 毕竟是少了五十九颗进化之种的增幅 我想 每个城市中 应该都会有一些败类在做坏事吧 我去把这些败类杀掉 一方面自己能够得到进化之种 另一方面 也能让更多的人活下去 可是我出去搜寻邪恶的天选者的话 王浩诚怎么办呢 把他一个孩子自己放在那 太不安全 想到这里我又开始头疼了 带着他也不行 万一照顾不好 战斗波及到他 他会死 把他放到安全的地方 现在似乎也没什么安全的地方 我看了看远处的千夏 心中一栋大喊道 千夏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作为回报 我也可以帮你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 怎么样 走到远处的千夏和大汉站住脚步 转过头来 千夏似乎很喜欢做捋头发的动作 他捋了捋头发说道 什么事 帮我照顾一个孩子 他只有十一岁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我说道 千夏点点头说 可以 那你多久能回来 我想了想说 三天之内 王浩诚被千夏带走了 我自己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开着车 寻找着别的天选者 但城市中安静的可怕 连鬼影都没有一个 更别说天选者了 转眼便到了晚上 我已经开了很远的路 看了看天色 把车子停在路边 在附近找了一个旅馆 住了进去 这里并不是那种商业特别发达的地方 所以没有大宾馆 能找到一个小旅店就不错了 随脚踢开一个房间的门 一个丧尸躺在地上 露出来的手臂 完全变成了黑褐色 皮紧紧的贴着骨头 显然是饿死的 我摇了摇头 走了出去 终于在最里面 找到了一个干净的屋子 屋子大概只有十二三平方米的样子 只有一张床 一个紧挨着床的桌子 桌子上有一个电视 坐在床上闭着眼睛 整个人在脑海中出现 公鸭嗓依然穿着粉色的小熊睡衣 坐在地上 见我进来 抬头看了我说道 其实也并不是每个城市 都有天选者团队的 比如说这里 可能就没有 我也坐在地上说道 这个 今天白天我和千夏的对话 你也应该听到了 关于他说的 进化之种可以被别的东西吸收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公鸭嗓想了想说道 打个比方说吧 如果说核心系统 是你们第六届的移动公司基站 那么进化之种 就是移动公司发出的信号 你们就是接收信号的手机 而这信号 是可以通过外力截取的 懂了吗 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说道 也就是说进化之种 可以被其他东西吸收 并不奇怪 公鸭嗓冷亨一声说道 那个叫天选八罪的组织 只值起一 不值起二 他们以为吸收了 一百万个进化之种 就再也没有了吗 太天真了 核心系统就像游戏的服务器 进化之种就像里面的NPC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我笑了笑 和公鸭嗓交谈了一会儿 便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我还是和往常一样 准备出去锻炼一番 可走到门口的时候 发现我停在不远处的车 一个车轮不见了 大哥 你这些想法还挺白症的 一会儿咱们得好好玩玩 正当我暗暗戒备的时候 旁边巷子中传出了一阵大笑声 听到这话 我当时就窝了一个草 菊花一紧 向那个巷子的方向望去 只见巷子中缓缓走出四个人 三男一女 等等 诶 那个女人喉咙上怎么又凸起呢 难道是 我不禁一阵恶寒呢 其中一个大汉看了我两眼 然后从后腰掏出了一把枪 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我 我眼睛眯了眯 忽然有种恶趣味 故作害怕地问道 你们你们是什么人 哎呀呀呀呀 老大你看看 他害怕的样子 好可爱呀 那女人发嗲地对旁边一个大汉说道 听到这娘们儿的声音 我冷汗当场就下来了 心中告诉自己 淡定 一定要淡定 卧槽 摸个我这运气真一天了 出来随便转转都能遇到这群极品 这事要是让陈诺知道了 还不得笑喷喽啊 我装作紧张地说道 你们不用伤害我 我也加入你们 好不好 呵呵呵 什么 加入我们 一个大汉捂着肚子笑道 小子 不管你加入不加入咱们 都得先让哥哥们爽爽啊 呵呵呵 卧槽 我按骂一句 但还是紧张地盯着他们 许久仿佛做了什么决定 一般说道 好 爽爽没问题 不过必须让我加入你们 你们能保护我的安全吗 呵呵 小子 不错 很懂事嘛 放心 我们老大是天选者 天选者知道吗 很厉害的 刚才大笑的大汉说道 我 我听过一点 关于天选者的事情 不过 只有你们老大 一个人是天选者吗 我仍旧有些惶恐 结巴着说道 什么小子 什么叫 只有一个天选者 难道你不知道 天选者的厉害吗 天选者拥有自己的武器 能一个打十个 小子 你太咕噜寡文了 那老大说道 我有些不相信的问道 真的可以一个打十个 老大狂笑了一声说道 看你小子比较乖巧的份上 就先让你见识见识老大 我的天选神器 说着 他手中一阵波动 出现了一个东西 我当场就愣住了 因为 那他们 就是一根变大了的 按摩棒吗 联想到 公鸭嗓 这一哥说的 天选者的技能 与武器 都是与第一次 杀死丧尸时 手中的武器有关 难道这货 是用 按摩棒这玩意儿 也能杀丧尸吗 硅胶也能杀严 这个事实 一下颠覆了 我二十多年所学 所以 由不得我 愣在了原地 半晌 我吞了吞口水 接不着问道 老大 这 这棒子 能打死人吗 老大手持按摩棒 盯着我吟笑一声 说道 小子 老大这棒子 不过能打死人 还能爽死人呢 听到这话 我身体冒出了冷汗 心中暗马 卧槽 这些祸口味 真他妈重 我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老大 请问这天雪神器的形状 都是这么神奇吗 老大依旧拿着按摩神棒 风骚地站在原地说道 小子 爱学习 虽是好事 不过兄弟们几个 都憋了好几天了 不如先让咱们兄弟爽爽 然后老大 我再细细给你 倒来如何呀 老大建议道 我捂着屁股 后退两步说道 大 大哥 还是先跟我说说吧 放心 您这么厉害 我肯定会加入的 你也不差这一会儿 是吧大哥 我顺手拍了一下马屁 老大暧昧地看了我眼说道 好好好 大哥 我先给你讲一声 我先给你讲讲 要说这天选神器呀 形状真是千奇百怪 什么都有 有刀 有剑 有棍子 有枪 还有震动棒 跳弹 我忽然打断道 大哥 还有枪啊 你看看 是不是这样的 说着 我手中一阵波动 破天出现 那老大看到我手中的破天愣了一下 接着一拍大腿 对 就是这样的 卧槽 你小子在哪搞的 老大身后的女人声音颤抖着叫道 老老老老大 老大大怒 转身对那女人吼道 你们好好说话 在小弟兄弟面前说话结结巴巴 虽说小兄弟马上就是我们自己人了 但我们还有给对方一个好的第一印象 知道吗 老大觉得他说的还不够好 又强调了一遍 要留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 我心中暗骂 这傻缺 孩子们还好的第一印象呢 都要抱人家菊花呢 还好个屁印象呢 老大教训完 转身对我说道 小兄弟 别理这死人妖子 我们这些人里边 就属他最傻逼 还没等老大说完 身后又有人打断他 老老老老老老大 老大猛地回过头 想要找出打断他的家伙 然后撕碎了这牙子 老大转过头 发现是刚才那个笑得最欢的大汉 不禁怒骂道 你妈 结巴也能传染呢 从现在开始 都他妈给我闭嘴 就算天塌了 也不能说话 老大狠狠地教训完 似乎觉得心情好了一些 转过头 笑了一下向我走来 边走边说 小兄弟 这几个鸡佬脑子都不怎么好事 不管他们 老大一傅 我和他们不是一种人的表情说道 卧槽 这货是真傻 还是装二啊 老大走到我的身前 仔细打量着我手中的破天 嘴里瑟瑟地说道 小兄弟啊 这天选神器 一般都是天选者才有啊 你这是哪整的呀 我就是天选者呀 我随意地回答道 啊 怪不得 原来小兄弟 你也是天选者呀 什么 卧槽 你是天选者啊 老大往后跳了一步 问道 我拿着破天点了点头 大汉瞪大眼睛 咽了口口水 回头问自己的手下 卧槽 你们怎么不提醒我呢 女人委屈地说道 大哥 是你说就算天塌下来 也不让我们说话的呀 卧槽 那笑得最欢的大汉 用手枪指着我说道 小子 你乖乖投降 不言就要你尝尝枪子 哼 难道你们不知道 厉害的天选者都不怕手枪的 很抱歉 我正是那厉害的天选者之一 我满不在乎的说道 手持按摩神棒的老大 现在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听到我的话后 更是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结结巴巴的说道 大哥 我怎么也结巴了 大哥 我决定好了 我们都是你手下 每天晚上任你随便玩 捆绑 SM 滴拉 虐待 绝对任咬任怨 不是不是不是 任劳任怨啊 那个 不不 笑脸相迎吧 啊 也不对 操他妈 那词怎么说来着 老大 那是心甘情愿 那女人提醒道 我操 对对对对 心甘情愿 大哥 怎么样 老大颤抖的看着我说道 我靠在车门上说 你们几个死鸡佬 害死多少人呢 老实回答 不要逼我用精神系技能 来问你们啊 我恐吓几个死鸡佬 老大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说道 大哥 我们真没害过人 最开始 是我遇见了人妖 以为是个女人 就给骗回去了 结果发现是他妈个死人妖啊 后来我俩一直在一起 又遇到了狗蛋 然后狗蛋也加入我们 再后来又遇到老李了 他也加入我们 再之后就是今天遇到您了 大哥 你们几个死鸡佬 真的没干过其他回事 如果一会儿我用精神系技能 问出不一样的答案 后果是你们都要死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 我不紧不慢地说道 离我最近的老大 咬了咬牙 似乎做了什么决定一般 张口说道 大哥 我除了前两天 搞了死人妖 他们三个之外 就只干过一件回事的 在我十五岁那年 扒下了班长的裤子 啊 班长 是你们扒的扒花吗 我好奇地问道 报告大哥 他呀 他是我们学校的小子 大汉 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我当时就窝的一个草 敢听这货 从小就有这种恶习呀 我白白手说道 好了 你现在马上过去 你们几个鸡佬 站在一起 把枪和子弹 都给我交出来 老大支支吾吾的 没走还站在原地 好像要和我说什么 又不好意思开口 难道这货 还对我贼心不死啊 我忍住下边 凉嗖嗖的风 问道 你想说什么 快说 老大又支吾了半天 才说道 大哥 我们拿的枪 都是假的 我也愣了一下 说道 真的 老大更是愣了一下 说道 大哥 我们都说了吗 不是真的 是假的 我操 我的意思是问你 枪真的不 还没等我说完 大汉赶忙打断道 大哥 真是假的 我操 我的意思是那枪 大汉再次打断 大哥 大哥 那个 没等他说完 我怒吼一声 将破天枪尖 仅止老大的咽喉 大吼道 你妹 听我说完 大汉紧紧闭着嘴 委屈了点了点头 我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心说这货真是个极品 我说道 我的意思是 枪是假的 对不对 你只需要点头或摇头 大汉瞪着他那天真无邪的大眼睛 点了点头 我松了一口气 点头说道 很好 这次我明白了 我看了看眼前几人 分明就是四个火宝啊 我放下来枪 说道 既然你们都没做过什么特别坏的事情 那么这次就算了 既然你们叫我大哥 那就代表你们愿意听我的话了 我命令你们以后 不许再搞机 另外我的车轮是谁卸掉的 你们里边谁动车呀 后边三个鸡脑 马上指着老大说道 大哥 就是他 他懂车 他以前是个 机修工程师 老大以为我要 找拆我车轮那个人的麻烦 干嘛说道 大哥 我的确懂一些汽车方面的知识 不过卸掉车轮的 不是我的主意 而是死人妖说的 老大推卸责任道 人妖一听 毛头指向自己干嘛说道 大哥 要说这生意 其实最早还是狗大人提出来的 我一听到这 脑袋又是一大 不耐烦的说道 行了 别推卸了 我不为难你们 接着看向老大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大汉赶忙回答道 大哥 我叫刘水 刘水 很强大的名字 我点头说道 这你们都什么跟什么呀 卧槽 谁给这倒霉孩子取得这破名了 我接着说道 刘水啊 你去给我看看车有没有什么毛病 我开了很长的路了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出问题 你去看看 刘水收起了手中的按摩神棒 屁颠屁颠地跑到车前面 打开机盖 检查起来 半赏 刘水的声音传来 大哥 你这车快报废了 小弟我这段时间收藏很多车 我自己也改装过一些车 改得特别结实 耐用 您直接去我们那找一辆吧 来到四个基老车库的时候 我被深深地震惊了 这是一栋大厦的地下停车场 现在停了一排的好车 基本上都是那种高端 好几百万的车 除了一辆兰波基尼 别的我一个都不认识 刘水很自豪地介绍道 大哥 我推荐你开这辆汉马走 它经过我精心改装 坚硬的外壳 超强的马力 以及全部都是高性能的配件 绝对开的得劲 最适合这种情况下 掏上用了 我点点头 赞赏地说道 嗯 不错不错 那就要这个了 至于你们几个 还是在这里待着吧 如果有事的话 可以去 嗯 我也不知道我住的是什么地方 辉煌酒店 你们知道吗 我就在那个酒店的对面 车子我会停在楼下 近期有事的话 可以去找我 当然 我也可能会带着你们走 记住 不能再搞机 如果实在憋不住 就左右手互搏吧 我严肃地说道 几个人也都严肃地点点头 我满意地笑了笑说道 给我搬几桶油放在车上 有油吧 流水问道 大哥 你要啥油啊 印度神油还是润滑油啊 有人体润滑油 还有车用的 闭嘴 我要的是汽油 我怒吼道 大哥 您稍等啊 几个人灰溜溜地往里边跑去 我也笑了笑 这几个家伙 还真是活宝啊 开着汉马车 我踏上了回程 也该是回去的时候 只不过这次出来 竟然毫无收获 进化之种的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一路上 偶尔和公鸭桑聊几句天 到了晚上的时候 才回到居住的地方 按着签下给我的地址 我找到了他们居住的宾馆 上了最顶层 敲门 没人开 再敲 还是没人 我又等了一会儿再敲 依旧没人 我一脚把门踢开 整个房间中 空无一人 去哪儿呢 难道是他们拐走了王浩诚 没道理啊 王浩诚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而已 我在屋子里搜寻了一圈 还是没有任何留下的踪迹 我坐在屋子的沙发上 皱着眉头深深地思索起来 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头绪 与此同时 签下一队人正坐在车里 王浩诚坐在签下的身边 姐姐 哥哥会发现我留下的暗示吗 签下摇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 只能看你哥哥找得够不够仔细了 可惜 我们必须要走了 那人已经到了麒麟时 如果被他招到我们 我们就凶多鸡少了 我摸着额头 始终想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由的气愤的踢立脚茶几 拼的一声 我忽然看到 被踢开的茶几腿下边 出现了一张 本被压着的纸 我捡起纸来看了起来 原来如此 这张纸上的字迹很是工整 应该是出自一个 汉字不是很熟练的人之手 应该是王浩诚 纸上面写着 哥哥 姐姐说有一个换人要来了 你看到纸之后 也快点离开吧 姐姐说等过阵子再回来 到时候我们再碰面 公鸭嗓忽然在我脑海中说话了 应该是真的 他们应该是逃避 那个天选八罪的人 我边往外走边说道 既然如此 那么我也先离开吧 我现在的状态 真不适合和厉害的人开战 你准备去哪 一晚看 不如就先去那几个死鸡佬那里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上了汉马 我开着车子 向流水他们的位置开去 一片山林中 一行人正在缓缓地行走着 最前面一个男人 背着一个女孩 此时那男人一边走 一边气喘吁吁 我说小梦啊 你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后边那么多男的 艾斯 柳赫 刹那大叔 寒家晨 你都不找 偏偏让诺哥我背你 虽说诺哥我玉树临风 风流替他 躺大比定 比较有萝莉圆 但诺哥现在很累 我提 换刹那大叔 来背你 趴在陈诺背上的林梦尔 一条腿晃呀晃的 另一条腿 被两块木板夹住 绑了很多绷带 听陈诺说完话 撇撇嘴巴说 不背也行 反正到那时候 我就告诉林大哥 说你欺负我 好吧 你又赢了 我背 我背 陈诺垂头丧气的说道 我说老陈呐 这种话你压一天 说三遍 你累不累呀 哈陆陈在后边说道 陈诺没有答话 而是看向 刹那大叔说道 刹那大叔 咱们休息一下吧 天色已经很晚了 刹那点点头说 好了 大家把帐篷支起来吧 咱们明天再赶路 陈诺把林梦儿放在地上 也一屁股坐在地上 看着正在支帐篷的 刘鹤几人说道 鹤哥 艾斯 老韩 一会儿咱们继续斗地主啊 擦 老子要把昨晚输的 全都引回来 陈大哥 你还是别玩了吧 每次都输 林梦儿在一旁好心地 劝说道 什么 我每次都输 梦儿 你错了 我可是有斗地主小王子 称号的齐男子 我前几天 不过是让着他们罢了 今天 我就要大发神威 赢的这几个货 倾家荡产 陈诺一副 嚣张的样子说道 晚上 刹那一个人注视着远方 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脸上的表情 时而温柔 时而痛苦 杨丹和林梦儿 在一个火堆旁 研究着十字秀之类的东西 另一个火堆旁边 四个人正在坐在旁边 借着火光打牌 不时传出大喊大叫的声音 卧槽 老子又输了 陈诺不可置信地大喊道 是啊 诺哥 虽然我们也不敢相信 你连输十九次的事实 可你看 这牌就摆在这 不信也不行啊 刘鹤指着扑克牌说道 咋 我就不信这次还能输 再来 再来 陈诺气烦地说道 诺哥 你筹码都没了 还拿什么来啊 刘鹤指着一旁的一堆项链手镯说道 你已经把所有值钱东西都输光了 所以不能再和你玩了 擦 屁的值钱东西 你和丧尸花钱去 这不过就是一个筹码 知道吗 诺哥还有衣服 衣服也能算筹码 妈的 老子用衣服当筹码 输了马上脱 怎么样 陈诺看着自己输掉的东西 气急败坏地说道 刘鹤几人对视一眼笑着说道 可以啊 那来吧 又打了几圈牌 刘鹤看着陈诺说道 诺哥 莫非您就是传说中的三点事啊 内裤袜子和旅游鞋 陈诺看了看手中的牌 嚣张地说道 擦 这次老子就赢得 你们几个裤蝶汉年 那倒没问题 不过诺哥你这次再输的话 可不能用鞋和袜子来凑数了 要知道 现在你鞋和袜子都是我们的 只不过是我们见你穿的 再输 可就脱内裤了 刘鹤说道 擦 你们就等着哭爹喊娘吧 陈诺看着手中的四个铠 和一个三嚣张地叫道 什么 艾斯 你出了什么 三个钩带一个五 你是在吓我吗 诺哥必须给你看看 诺哥的杀手锏 炸弹 四个K 陈诺穿着紫色的裤衩 风骚地说道 卧槽 这货居然有四个K 刘鹤不敢相信地说道 艾斯那漠不关心的神色 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说道 抱歉了 诺哥 我有四个A 说着 扔出了四张牌 正是四张尖 陈诺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 半天憋出来撒字 我 我 擦 连夜开车 再加上路上没有路灯 凌乱的车子也比较多 一路上撞了两辆车子 不过都不是正面撞上的 而是这辆被改造了汉马车 也着实厉害 愣是什么事都没有 天快亮的时候 我终于开到了流水 他们居住的那栋大厦 走下车 伸了个懒腰 召唤出破天 在楼下慢慢地练了起来 早晨的空气很清新 我心中也是一片平静 此时更能体会出 一些破天觉的真髓 正当我练得起性时 从楼里走出一个人 正是流水 他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老大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刚醒 从窗户上往下看 看到你在楼下了 我点点头 对这火宝说道 既然你也是天选者 那应该多锻炼锻炼身体 本体增强了 对技能的增幅更大 流水表情严肃地说道 大哥 技能什么的 咱以后再说 现在我有一件事 向你汇报啊 我见这火宝表情严肃 心说这货要汇报什么呀 不会是发现了什么 夫妻保健商店吧 不过还是说道 什么事 说吧 大哥 昨那下午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正在屋里打牌 忽然听到外边传来一声巨响 好像是撞车的声音 我们几个人马上跑下来观看 结果发现是一个人开着车 撞到了马路上的车上 那人好像本来就很虚弱 现在跟着昏迷了 我们把他弄回来了 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把他绑起来了 您先上去看看 流水说道 我收起破天说道 带我上去 走到楼上 推开这大楼的董事长办公室的房门 这里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流水的居住地点 里边很大 我推开房门就看到了被绳子绑住的一个人 他正蜷缩在地上 我走进了一些 看到那人的全貌 不禁轻移了一声 这个男子年纪和我相仿 大概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相貌很是清秀 此时脸色苍白 一丝血迹挂在嘴角 而让我感到好奇的 是他的长相竟和刹那很相似 我皱了皱眉 解开了绳子 流水赶忙说道 大哥 先别解开啊 还不知道是好爷还是坏爷呢 没事 我一边解绳子一边说道 他现在已经身受重伤 一身实力去了七七八八 有我在这儿没什么危险 放心吧 你去给我拿一瓶水来 我吩咐道 不一会儿 流水递来了一瓶矿泉水 然后召唤出按摩神棒 站在我旁边暗暗戒备着 我打开瓶盖 平口倾斜 水往那青年的脑袋上倒去 那青年暗哼了一声 眼皮动了动 缓缓睁开了眼睛 发现眼前有人 他的眼睛猛地睁开 一脚向我踢来 流水见他发动了进攻 也狠狠地用按摩神棒 往青年的脑袋上砸去 看样子似乎是想爽死这青年 我一只手挡住青年踢来的脚 另一只手接住流水的按摩神棒 说道 无妨 流水 这是他的本能反应吧 青年支撑着身子往后挪了挪 谨慎地看着我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我也盯着青年 他睁开眼睛之后 我更确定了他与刹那 必定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的眼睛和刹那一样 黑色的毛子中 隐隐带着一丝蓝色的色彩 我开口直接问道 你是风铃一族的 青年听到我的话 瞳孔猛地一缩 震惊地说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果然是风铃一族的 刹那 也就是江陵峰 是你什么人 我问道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会知道我三叔的名字 难道 你也是某个谷家族的 青年问道 我笑了一下说 你不必那么紧张 我和刹那大叔 也就是你三叔是旧事 他救过我很多次 至于我不是某个家族的 倒是你好像之前就受了伤 怎么回事 青年好像还不太相信我的话 依然保持着谨慎地问道 你姓林 我想 这青年可能知道刹那保护我的事情 于是点点头说 我是林墨 还没请教 青年听出我报了自己的名字 终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放松了警惕说 我叫江青小 是风铃一族的少组长 三叔曾经和我说过 他要保护一个叫林墨的人 看来就是你了 对了 我三叔呢 刹那大叔没有和我在一起 我现在是自己行动 我笑着说道 如果三叔在就好了 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一个自称是天选八罪之王的人 也在这个城市中 他口口声声说 要杀尽天选者 可我并不是天选者 他也要杀我 我凭着重伤 解开了自己体内的潜力封印 才逃出来的 江青小缓缓说道 我皱了皱眉 男男说 又是天选八罪 青年点点头说 你也知道天选八罪吗 我刚要说话 身后传来了几个声音 大大大哥 你回来了 声音是人腰的 我当然早就察觉到了 身后几人的脚步声 听到他们说话 回过头来 严肃地说道 你们几个 昨晚没搞什么活动吧 大哥 怎么可能没活动呢 狗蛋说道 昨天兄弟几个 找遍附近的 夫妻用品商店 弄回几个冲气娃娃 昨晚跟几个 一起玩娃娃 那叫一个爽啊 对了大哥 我们留一个 最好的给你呢 咱过去看看 你还撑好了 我脑门上 顿时出现了 一道黑线呢 不过也算是 这几个祸没有再搞鸡 于是点点头说道 嗯 鉴于你们几个表现良好 那给我留着的娃娃 就赏给流水了 江青小看着我的眼神 瞬间就变了 我赶忙解释道 青小 别怕 我和这些鸡老 不是一种人 江青小鸡皮嘎的 掉了一地 赶忙说道 别叫我青小 叫我全名 江青小 我擦 竟敢把老子看成鸡老 他喵个咪的 我饿趣味的又上来了 回头对着流水几个人说道 擦 这小子长得白白净净的 晚上咱们兄弟几个 可得好好爽爽啊 一声有些虚弱的叫声 传出了大厦 我坐在董事长的位子上 江青小经过一上五的体力补充 也好了一些 此时正坐在我的对面 我看着江青小说道 那么现在 你愿意相信 我是鸡老多一点 还是相信 我是个正常人多一点 江青小忌惮地看了我一眼 咽了咽口水说道 我 我相信你是正常人 对 你一定是正常人 我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嗯 行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你刚才说 看到我身体上 似乎有封印 是什么封印 为什么当初 刹那大叔没看出来 江青小解释道 封灵一组 也是要分正统血脉 和普通血脉的 上一任家族 指定下一任家主时 才会将血脉力量 传输给下一任家主 三叔它是普通血脉 所以虽然也有封印 和解封的能力 不过并没有 正统血脉利害 而你的封印 隐藏得很深 似乎是封印了 一种强盗的力量 不过这种力量 会随着你身体素质加强 慢慢地解封 这股力量太过强 如果完全解封 会在一瞬间 撑爆你的身体 我听着江青小的话 完全相信了他 他所说的封印 应该就是神秘人 解封的那低沉力量 并且封印在了我的体内 随着我身体素质的增强 缓缓解封 融入我的身体 我问道 这股力量有多强 江青小摇了摇头说 我看不透 你从没见过 这种封印的方式 很精巧 不过据我估计 应该是一股 很强大的力量 否则不会使用 这种封印方式 是谁给了你 这股力量呢 我摇摇头 心中暗道 这是第三届的封印方式 你见过才怪呢 但嘴上还是说道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进化之种 自在的力量 我融合进化之种的时候 天上降下了一道光柱 然后才知道 和别人不一样 可能是和那光柱 有关系吧 我撒谎着说道 嗯 这封印的样式 太过奇特 我要研究几天 才能完全明白 这种结构 江青小盯着我说道 我很好奇 为什么他看着我就能知道 我身体里有封印 于是我问道 你是怎么看透我身上的封印呢 奥妙就在眼睛里 江青小眨着眼睛说道 注意到我眼睛里的一抹蓝色了吧 那就是能够看透封印的蓝灵铜 只有我封灵一族的人 才有这种特殊的能力 我点点头 忽然想到了什么关键的东西 我急忙问道 青小 能不能把这封印打开一些 让它涌出一些力量 然后再封印住 江青小想了想说 应该是可以的 我有八成的把握 八成 值得拼一下 我现在没有了进化之种的增幅 力量差太多了 如果能够解封一点 神秘人留下的能量 然后再将之彻底的封印住 不行 不能彻底的封印住 神秘人察觉到的话 没准会有什么别的举动 那就把封印再多封住一些 让那融合进来的能量 走得慢一点 我点点头说道 青小 你先好好休息 等你完全复原了 再研究这封印 夜色依旧那么美好 距离这里很远的 一个生存者集中营 不过不是青天式的 生存者集中营 这里似乎本来是一个监狱 围墙高高的 里面很大 三个身影借着夜幕 在里边穿梭着 他们很快便隐藏到了 一个楼的下面 一个男子说道 三 检查一下 这栋楼里边有没有天选者 班上 一个女子回答 龙大哥 有两个天选者 一个有两颗净化之种 一个有七颗净化之种 好 咱们进去 杀死他们 净化之种 你和君寒去了 龙建峰说着 建峰 听说姚鱼死了 是真的 另一个男子 也就是马军寒 说道 龙建峰说 不错 据说是为林墨 挡住了致命一击而死 林墨 我定要亲手杀了此人 马军寒 声音冰冷地说道 好了 别再废话了 赶紧进去吧 天选者越来越不好找了 不过还好 你们两个也超过了 百科进化之种了 龙建峰说道 龙大哥 你都两百多颗了 我们哪有你净化之种 三有些娇嗲地说道 转眼边过去了两天 这一天 我依旧早早地起床 在楼下练习着枪法 不一会儿 江青小爷走了出来 看到我也在楼下 不禁愣了一下说 你也喜欢陈练啊 我也一边练着枪法 一边笑着说道 你不也一样吗 身体好些了 江青小在一旁 一边做着健身运动 一边注视着我 听到我的问话回答道 嗯 好多了 你的枪法不错 我忽然想起了 当初和刹那的对练 于是提议道 青小 咱们对练一下吧 我好久没有和人交手了 不成想 江青小摇摇头说道 我对武器方面 并不是很精通的 嗯 怎么说呢 就像是网络游戏里面 有法师和战士 我算是法师那一类的 而且还是那种 没有输出的法系职业 我愣了一下说 那你是怎么从天选八罪 那个人手中逃出来的 江青小苦力地笑着说道 那是我风铃一族的力量 由于我是少组长 我体内拥有着完整的风铃全程 可惜我实力不足 无法解开太多封印 不然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 而我那天 这是解封了体内的封印 使我能力大增 对那人用了一个极强的封印灵咒 这才逃了出来 不过想来 也封印不了那人太久 几个小时已是极限 那你为什么不趁 封印那个人的时间里 直接杀了他呢 不可能的 虽然我封印了他的力量 速度 将他压制和一个普通人一样 不过他身上有枪 我对5G没有太多研究 根本躲不开子弹 如果我冒失地冲过去 等着我的就是子弹 所以我能逃出来 已经算是运气很好了 江青小说道 原来是这样 对了青小 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研究封印了 我点点头问道 江青小神秘地笑了一下说 其实我这两天 一直都在研究你那封印 现在已经想出了三种 可以打开封印的方法 今天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 真的 我惊喜地问道 说了你还不信 现在我们就上去吧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 江青小有些得意地说 然后当先往楼里走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也跟着江青小 向着里面走去 我知道 解开封印之后 会比得到进化之种 得到的好处多得多 大哥 你又去晨练了呀 流水揉着眼睛 打开了房门 刚好看到 从房门前经过的我 我和江青小到来之后 流水就空出了董事长室 给我和江青小居住 自己在旁边找了一个其他的房间 我看到流水忽然灵机一动 吩咐道 流水啊 我要和青小有点事 你告诉他们三个医生 没有我的吩咐 谁都不要进来 流水愣了一下 然后暧昧地对着我笑道 老大 您是要在里边来场陈练吧 我愣了半天 忽然明白过来这货的意思 猛地踹了流水肚子一脚 把站在门口的流水 踹回了屋子里 然后怒骂道 骂的 你的思想就不能正常点 说着 一甩胳膊 往董事长室走去 流水躺在地上 哈哈地笑着 我那一脚并没有太过用力 否则这货 现在肯定就笑不出来了 走到董事长室里 我有些激动地问江青小 青小 我应该怎么做 江青小说道 你什么都不用做 坐在那里就行了 我点点头 走到椅子上坐了下来 注视着前面的江青小 江青小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做了一个双手交叉 双手外翻于胸前的手势 接着 猛地睁开了眼睛 眼中的蓝光闪烁 化作两道蓝光 照在我的身上 接着又换了一个手势 左手握拳平放于胸前 右手截了一个箭指 放在左手的后面 接着手势开始转变 不断变换着一种种玄傲的手势 江青小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越皱越重 接着扑的一下 喷出了一口鲜血 我不敢乱动 着急地问道 青小怎么样 江青小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说道 无妨 你别动 我的解封手印顺序不对 我再换第二种方式试试 正当此时 我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轻微的枪响 似乎是从极远的地方传来 我皱了皱眉说 青小 有枪声 别管 现在是关键时刻 你不能动 江青小低喝道 说完 又截起了一种种玄傲的手印 棒棒棒 棒棒棒 一阵急促地敲门声 老大 外边有几个人在跑 好像是几个老毛子 流水的声音在门外传来 领头的是不是一个女人 我忽然想到了牵下她们 不禁着急地开口问道 啊 老大 你也看见了 那牛很正点呢 跑起来那屁股 一扭一扭的 流水说道 性感个毛 我怒骂道 老大 你也觉得他毛最性感呢 但是他下边的毛 没露出来呀 流水在门外 惊奇地问道 好吧 我彻底无语了 王浩诚还和他们在一起呢 而现在 我又不能动 流水几人 也没什么战斗能力 我焦急地问道 青小 能不能快一点 我认识下面的几个人 我得下去看看 江青小皱皱眉 说道 也可以暴力一点 打开这个封印 不过封印会被损坏 封印损坏 却不是那么好消补的 没问题的 你暴力一点 打开封印吧 快 我焦急地说道 江青小点点头 深吸一口气 全身都散发出 悠悠的蓝光 伸出一只手掌 对着我虚空一抓 同时口中喝道 圣印 破 他话音刚落 我便感觉身体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 被打开了 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强横力量 迅速地融入了我的身体当中 全身每个地方都觉得 钻心的疼痛 我不自觉地大吼了一声 连神智都有些模糊了 公鸭嗓 急急地在脑海中叫道 你傻了 这么多的力量 会把你身体撑爆的 妈的 不行 被原之种的力量 堵不住那封印的 我已经完全听不到 公鸭嗓的埋怨了 那种疼痛的感觉 仿佛来自每个细胞 让我神智渐渐地模糊 江青小也没想到 封印中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只是打开了一点 就让我承受不住 他急忙喊道 林某 快点把力量释放出去 不然你会被撑爆的 这句话我听到 顶着头痛欲裂 我横冲直撞地往玻璃上撞去 咔嚓 玻璃被撞碎 江青小目瞪口呆地 看着碎裂的玻璃 咽了一口口水 这里可是17楼啊 足有五六十米的高度 江青小赶忙跑到窗户前 往下看了 撞碎玻璃 体内的力量被消耗了一点点 我觉得疼痛被缓解了那么一点 不过紧接着 又被那股力量塞满了身体 下方此时正好跑过来几个身影 听到上面玻璃碎裂的声音 也在往上面看 见上面掉落下了一个东西 几个人赶忙往远处躲了躲 拼的一声 我重重地落在地上 腿上传来了振振的疼痛 力量被释放出去了一些 不过紧接着 再次被塞满 我脑子有些昏沉地 向那几个人看去 直接一行只有六人 是牵下他们 不过队伍中 并没有王浩诚的身影 难道是被他们抛弃了 林 林木 牵下看清了落下来的我 惊喜地叫道 王浩诚呢 我脸色阴沉地问道 牵下也明白我的猜测 于是回答道 小孩子被天选八罪的那个人抓走了 说小孩子根骨不错 有习武的天赋 我们快揍吧 那个人就在后面 来不及了 本王已经来了 怎么多出一个人 天选者 那声音 自远处传来 一个青年 自远处慢慢走来 看他的步伐 极为缓慢 可速度却是极快 这违背了常理 我眯着眼睛 看着慢慢走来的人 只见此人一身白色的西服 很干净 一尘不染 大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英俊的脸庞 给人一种和善的感觉 和他手中拿着两把 金光闪闪的枪 却凭空增添了一份 肃杀的气息 千下几人 见青年到来 赶忙又往远处跑去 青年看着 千下几人逃跑的背影 口中轻轻说道 谁再敢走一步 我就杀了他 千下几人 丝毫不理会青年的威胁 依旧快速地逃跑 青年缓缓地 举起手中的枪 呼的一声轻响 三公里开外的 一个俄罗斯人 应声中弹 脑子一下子被炸烂 身子继续向前 跑了几步才停下来 软软地摔倒在地 好快啊 好远的射程 要知道 一般手枪的有效射程 只有五十米 而步枪也就四百米左右 好的狙击枪 能达到两千米左右 可青年刚才的一枪 至少打出了三千米 千下几人身体 立刻停顿 不敢再动 那尸体中 飞出了六颗进化之种 向青年飘去 青年手中忽然出现了 一根白色的棒子 并不同于天选神器 出现的时候 空气会产生波动 青年挥舞着棒子 将飞来的六颗进化之种 全部打散 化作星星点点 消失于空气之中 我盯着青年 声音低沉地问道 你把王后诚带哪儿去了 青年和善地笑了笑 手中的棍子突兀地消失 仿佛刚才杀人的不是他 轻松地说道 那小子筋骨不错 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杀人机器 哼 放屁 我怒吼一声 不要生气 等我先解决了这几个外国人 再和你好好玩玩 说着 又举起手枪 对准了千下 叹了一口气 说道 长得不错 可惜了 扣动扳机 扑 与此同时 我手中一阵波动 破天出现 我向那模糊的子弹一挑 叮了一声 金属相撞的声音响起 子弹被我挑飞 而我的手 也被震得隐隐发芒 力量又被释放出了一些 身体也更加感觉舒适 你又是天选八罪中的哪个虾米 可认识封印 我略带嘲讽地说道 哼 你说到封印 我想起来了 那天你也在场 清年笑着说道 至于我们 我是天选八罪 皇 王 公侯 卿尘令民中的王 五名马俊 不是封印那种垃圾货色 可以比你的 你们为什么要杀天选者 我冷冷地问道 天选者不过是一个谎言 进化纪元更是一个谎言 没有人会在这场 进化纪元中进化 最后大家都会被灭亡的 要消灭这罪恶 就要毁灭所有进化之种 结束进化纪元 青年依旧和善地说道 我痴笑一声说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 就是主吗 不客气地说一句 你们太傻了 你们不过是一群傻瓜 你以为进化之种真的只有一百万颗吗 青年脸色渐渐冷了下来 皱了皱没说道 你知道什么 我刚要回答 龚鸭嗓便在我脑海中说道 龚鸭说 从来你之外 任何天选者都不知道 这是第一件核心系统的杰作 他们接到提示 是一场神赋予的进化纪元 目的是在于他们进化 进化之种 在全世界只有一百万颗的名额 杀戮吧 进化吧 我改口说道 不论是不是一百万颗进化之种 你们都没有这样权利 随意地杀戮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救世主吗 这世道 现在这个样子 像我这样的人多得事 你能管他过来吗 青年把我刚才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不必废话 今日我在这里 你便不能杀他们几人 我指着身后的签下说道 同时 把王浩诚还给我 马骏依然和善地笑道 你这个玩笑 不好笑 身体的力量大肆涌了出来 疼痛深深加深 我现在只想发现 我现在的实力有多强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总之远远超过了 之前最强盛的时候 我请着破天 低吼一声 向马骏冲去 罩着胸口就是一刺 马骏不慌不忙地往后退去 我眼睛一瞇 闪电刺猛然发动 身体速度加快一倍 本来就很快的速度变得更快 破天的枪尖 眼看着就碰到马骏的衣服 马骏似乎有些吃惊 接着扑的一下 破天插进了马骏的身体 可当我再次看向马骏的时候 瞳孔微缩 眼前的马骏忽然变成了一个指人 就是那种祭祀时用到的指人 这是什么能力 好危险哪 马骏的身体出现在我前方 大约三十米的地方 拍着胸口说道 幸亏本王速度够快 这是什么能力 我问道 我的能力 你有没有听说过关于湘西的传说呀 马骏拍了拍衣服说道 我愣了一下 直接脱口说道 湘西敢是数 湘西的敢是数实在是很有名 不管它是真还是假 但是完全可以说是全国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人 马骏和善地笑了一下 说道 敢是数只是一个小伎俩罢了 湘西最著名的 当然是巫术了 难道真的有巫术存在 我从小就喜欢这种神神鬼鬼的东西 听马骏说巫术真的存在 不禁问了一句 修真者曾经在你心中 不也是存在于传说中吗 但你不是也看见了吗 马骏说道 我点点头说 你还是走吧 我实在不想和人打架或者杀人 同时也不希望你们再杀人了 这可不行 我要清除罪恶 虽然你这人也不错 不过我还是要杀了敌的 抱歉了 马骏依然彬彬有礼的说道 我刚要说话 忽然觉得身体里那不知从哪涌出的力量更多了 流入我的身体速度比刚才还快了数倍 身体的剧痛又在一瞬间回到了我的身上 啊 啊 我痛苦地吼了一声 马骏见到我现在很痛苦的样子撇了撇嘴 优雅地拿出手枪 瞄准了我 拼的一声 啊 我双眼通红 对着前方一声大吼 破天再次挑开子弹 比刚才还快了数倍的速度 向马骏冲去 壮弱疯狂 马骏的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脸 终于皱了皱眉 同时向后退去 手凌空一挥 在他前方出现了三个指人 挡住了我的去了 我根本就不在乎那些指人 举枪扫去 可是一个指人 台壁挡住了破天 只能挡住武器的攻击 这又一次违背了常理 另外两个指人也向我攻击而来 这就是巫术嘛 好诡异的东西 三个指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此时我正被三个指人包围 面对着三个指人的攻击 我有些应接不暇 拼的一声 被一个指人一拳打在了我的胸口 扑 喉咙一舔 我喷出了一口鲜血 噼里啪啦声 同时响起来 我胸口一阵剧痛 不知碎了几根肋骨 而千夏等人在后边 早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曾经以为我并不是很厉害的千夏 此时更是瞪大的眼睛 盯着眼前正在和马骏交手的我 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身体向后倒飞 同时也算是挣脱了那三个指人的包围 当我落在后面地上的时候 胸口的疼痛感已经消失 我摸了摸胸口 很正常 没有丝毫疼痛 难道解开封印之后 不止力量会增强 就连伤势都能快速地愈合 刚想到这里 那股力量流入我身体的速度 似乎又加快了 公鸭嗓在我脑海中大喊着 挡不住了 卧槽 这次完了 快点去发现这股力量 我身体被剧痛包围着 身上出了很多汗水 忍着快要被撑爆的身体 再次低吼一声 向那三个指人冲去 三个指人再次将我包围 我大喝一声 枪魂之舞 枪魂之舞 主动 攻击类技能 技能效果 用长枪进行一次 无懈可击的360度横扫 技能附加本体攻击20% 释放时间4秒 冷却时间3分钟 我的身体像陀螺般旋转起来 同时破天也横扫 啊 我大吼着 将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使了出来 扑扑扑的声音不断响起 当我停下的时候 我的周围只剩下了一堆碎纸片 千下早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不仅有些后悔 当初没有尽全力保护好王浩成 而楼上的江青小和流水等人 趴在窗台上 看着下边大发神威的我 流水咽咽口水说道 老大可真厉害 我服了老大了 妈的 我这辈子干的最正确的事情 就是任了他当老大呀 封印的裂口似乎越来越大 更多的力量融入我的身体之中 似乎正在摧毁着我的每一个细胞 太难受了 我痛苦地哀嚎起来 双手紧紧握着拳头 牙齿咬破下唇 嘴上一片鲜血淋漓 马俊轻横了一声 手中出现了一把堂刀 举着刀快速地向我劈来 滚 我大吼一声 手中的破天狠狠向前扔去 我不知道自己用出多大力气 也不知道破天飞得有多快 只是在下一刻 听到扑的一声 强忍着身体的疼痛 我抬头看去 发现 马俊诱赋鲜血淋漓 我再次嘀吼一声 向马俊冲去 此刻我只想发泄 发泄 再发泄 马俊眼睛眯了眯 身体周围出现了大量的白雾 我看到白雾停了下来 观察着对方又有什么举动 白雾渐渐消散 可马俊却失去了踪摇 这时 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了马俊的声音 李莫 我们下次再会 我此时已经顾不上思考马俊 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的身体中 能量融入得更快 疼痛更是如潮水般袭来 我大吼着 一脚踢在了旁边的一辆车上 那车被我一脚踢的飞起来 在空中翻了几个圈 又落了下来 我一把接住汽车 狠狠地向前方砸去 轰隆隆隆 汽车砸在了一栋大楼的墙上 应声爆炸 公鸭嗓在我脑海中喊道 不行 封印的裂口越来越大了 再这样下去 你会死的 我神志现在有些不清晰 对公鸭嗓的话 只是隐隐听到了一些 我此时疯狂地砸 踹 扔着周围的汽车 上面的江青小 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带着流水等人 往下跑来 千下几人 见我壮弱疯狂 也躲得远了些 体内的力量 流入速度 每时每刻都在加快 渐渐地 消耗和补充 完全不成正比 仿佛我每个细胞 都要被撑爆了 然后在一瞬间被修复 我躺在地上 甚至完全模糊了 身下流出大片大片的汗水 脸色苍白 嘴唇干裂 俨然已经脱水了 难道 就这样死了吗 我的身体被渐渐地胀大 江青晓跑了下来 低喝一声 保护里面 别让那几个俄国人过来 江青晓快速地 跑到我的身前 眼睛再次 透出大片的蓝光 嘴里轻喝道 圣运 疯 疯 疯啊 妈的怎么疯不住了 一向温文尔雅的江青晓 也焦急地 抱了一句粗口 此时 我的神志又清醒了一些 身体似乎 也不是那么疼痛了 我知道 这是回光返照的特征 所谓的回光返照 就是在生命即将终止时 人体会调动机体内的潜力 进行垂死期的最后抗争 此时我心中一片明镜 就这样死了吗 我不甘心 我还要去到灵溪雪 我的兄弟还活在这个充满危险和扭曲的世界 我还要拯救第六界 可是 看着自己膨胀了整整一倍的身体 又轻笑了一下 也罢 死便死了 我从小就没有见过真正的父母 沙丹告诉我 从小陪伴我的父母 只不过是林雨昕的手下 亲生父亲算计着想要杀死我 第三界界主也要吞噬我 况且 我也只是有希望拯救地六界 我并不一定会成功 死了或许真的就意料白了了吧 只是 西雪 我们无缘了 我内心此刻充满了矛盾的想着 哼 乱来 一道怒吓声在我灵魂深处响起 是神秘人 我并没有答话 也不想再和他做交易 神秘人那虚无缥缈的声音 此刻充满了愤怒 骂道 封印的解封速度 是按照你身体承受力量 而慢慢流动的 你竟然打破封印 现在导致力量消散不说 自己也快要死了 若不是现在 哼 我的灵魂已经很虚弱了 只能再解决这最后一次问题 如果你以后再胡乱解封 我就封印你的神石 让你永远存活于一片虚无之中 神秘人话音刚落 我明显感觉到 不知从何处涌入体内的力量 再次被封印住了 但身体还是保持着肿胀 但那些还在体内的力量 快速地被细胞吸收着 这次我竟然能感觉到 全身的细胞都在吸收着体内的力量 细胞一个个的破裂 又一个个的心声 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光亮无比 里面似乎充满了能量 神秘人再次冷哼一声 哼 你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 身体细胞都被重走了几十遍 低层能量 你现在差不多吸收了万分之一 我这次施展封印 用掉了太多灵魂之力 我要去沉睡了 百年之内 你再遇到这样的危险 那么你就真的死了 声音消失了 似乎真的去沉睡了 这个 抱歉 刚才让你担心了 半上 神秘人没有再说话 我想起了公鸭嗓 刚才吉里帮我封印的情景 忠心地说道 哎 这次你真的太冒险了 行了 老子也要休息一下 等晚现在教你 玩一个新的游戏 庆祝一下吧 公鸭嗓 身影有些虚幻地说道 我明白 公鸭嗓 这是在给我暗号 他又有什么话 想要对我说 我嗡了一声 退出了脑海 睁开眼睛 看到了身前的江青小 对他点了箭头 接着又看向自己的身体 已经基本没什么肿胀的感觉了 在细胞快速地吸收下 身体渐渐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我想要坐起来 但身体却觉得很虚弱 江青小把我扶起 我看了看远处的千夏等人 虚弱地说了一句 你们随意 接着又对江青小说道 咱们上去 江青小扶着我 在鸡老团队的掩护下 我们一行人上了楼 坐在椅子上 我吃着东西 吃了很多 终于有了一丝饱的意思 身体也恢复了一些 我站起身 捏了一下拳头 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 比刚才打伤马俊的时候 还要强大 忽然感觉到似乎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似乎我被人看穿了一般 我想了想 应该是精神系扫描 我冷哼一声 操控着脑海中 那强大的精神力 向那精神的源头扫去 还在楼下的千夏 退后一步 脸色有些苍白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我的精神力扫出去的时候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 外面的景物 但是精神力扫过的 外面的景物 却真真地出现在我脑海中 这一次的力量融合 虽然惊险 但正如神秘人所说 也给我带来了 极大的好处 而且神秘人 好像又动用了一次灵魂之力 而且好像真的很虚弱了 那么 这也就给了我可乘之机 可以在这段时间 寻找自救的方法 还是晚些和这个商量 我的精神力 当然也看到了 那股精神力的源头 是千夏发出来的 此时他的精神力 被我的精神力强行推回来 自然也受了一些伤 我心念一动 收回了自己的精神力 你们上来吧 我在窗口向下面的千夏等人喊道 千夏几人对视了一眼 显然很是忌惮我的实力 但是又不敢逃跑 只能谨慎地走上了 我看着房间中 还在站着的江青小 以及崇拜地看着我的积老团队 我笑了一下说 你们都站着干什么 那不有沙发吗 坐下 江青小看着我 一脸歉意地说道 吕梦 对不起 我又不知道解放之后 会对你产生这么大的伤害 我 没等江青小说完 我便打断了他说 清小 没事 我现在这不是没事了吗 再说 封印也是我主动要求打开的 我还得谢谢你呢 我说的可是真的 不是反话 怕江青小误会 我又重申了一下 正当江青小 还要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 千夏几人走了进来 一共五个人 本来有六个的 不过刚才被马俊秒杀了一个 除了千夏之外 经常跟在千夏身边的大汉也在 还有一个一脸冷傲的青年 左臂消失 鲜血淋漓 另外还有一男一女 似乎是情侣关系 这二人身上倒是没什么伤势 坐 我指着沙发说道 千夏也不推辞 反正也逃不掉了 不如保持好心态 千夏坐在沙发上 断臂青年也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而大汉和那对情侣 则是站在了千夏的身后 说说往后城是怎么被抓走的 我声音平淡地说道 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 遇到了那个人的袭击 当时最后面的车子忽然爆炸 应当是被他们一枪打中了油箱 我们其余的三辆车 立刻加速向前行驶 可是恍乱之中却开到了一个商业街 那里的汽车太多了 我们不得不下车逃跑 可我们还是被追上了 经过一场恶斗 就只剩下我们 王浩诚被抓走 不过那个人说了一句 耿骨不错 可以培养 我们继续逃跑 然后就是直到刚才遇见了你 谦下说道 他的话 可信七分 至少在王浩诚被抓这点 他没有骗我 看来王浩诚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我也就稍稍放心了 我点点头说道 好 你们也累了 随便找我房间休息去吧 谦下等人退了出去 在十五楼看到了一个会议室 推开门走了进去 小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刚进屋 大汉便急急地说道 还没等答话 那断臂冷凹的青年便哼道 哼 你们真是乱呢 都默示了 还屁的小姐 您一个大男人 什么事都问这小女孩 真是丢人 妈的 迪诺维奇 你是想搭架吗 大汉生气地吼道 牵下皱的眉头说道 好了 都别吵了 迪诺维奇 你不喜欢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可以分开 不过我好心劝告你一句 那林默说的是 让我们随便找个房间住下 如果你私自走掉的话 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对你出手 哼 迪诺维奇在一旁的凳子上坐下 脱下衣服 观察起伤口来 小姐 我们 情侣中的青年 对千夏说道 千夏没等青年说完 捋了一下头发 笑着说 我知道 你们也想离开 总是也谢谢你们 在那人的追杀下 保护了我这么久 青年听千夏说完 好像有些愧疚地低下了头 我用精神力 扫了一下楼下的千夏长人 不过 发现他们交谈时 用的是俄语 也就一扫而过 没有太过留意 那大汉有些举其不定地说道 小姐 我们不如和林末打好关系 这样的话 就能包住那件东西了 千夏自嘲地笑了一下说 哼 哪有那么容易 就能搞好关系的 迪诺维奇吃笑一声 微微抬起头说 很简单 如果你肯去勾引林末 以你的姿色 或许 有可能成功 到底妈给迪诺维奇 大汉怒吼一声 一拳向迪诺维奇砸去 迪诺维奇轻描淡写地抓住大汉的拳头 随即狠狠地往旁边一抛 轰隆 大汉的身体砸在墙上 竟将墙砸穿了一个大洞 迪诺维奇冷哼一声 哼 我说的是事实罢了 那对情侣见到大汉出手 也摆开了战斗的姿势 青年单掌前举 对准了迪诺维奇 手中凝聚出了一颗光球 阵阵强烈的波动 自光球中传出 女子身体半隐藏在男子的身后 眼眸的色彩 变成了朦胧蓝色 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大汉此时也从墙壁中爬了起来 再次怒吼着 要冲向迪诺维奇 都住手 牵下头疼的迪鹤道 而正在董事长办公室里的我们 也发觉了轰隆隆的声响 我精神力再次往下扫去 发现了撞倒墙壁的大汉 和正准备动手的情侣 流水皱眉分析道 卧槽 难道这几个货是狗拆迁的 要把房子拆了 把我们活埋了 人妖也正色地点点头 娇声说道 没错 他们一定是觉得正面胆不过老大 所以想出这么一个办法 江青小的表情就好看了 他脸上此时强忍着笑一家恶心想吐的表情 让我不禁笑了起来 狗蛋拍了一下桌子喝道 哎呀 感恩算老大 我去告诉他们 流水在后边一脚踹在了狗蛋的大屁股上 将狗蛋踹倒在地 同时大骂道 操 说话就说话 你拍毛的桌子 吓死老子了 狗蛋委屈地看了我一眼 我笑着说道 好了好了 是他们自己内讧呢 不必管他们 接着 又看向江青小说 青小 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还有 可以和我说说 你的家族吗 听你的意思 好像灾难发生的时候 你的家族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嗯 江青小答应了一声说道 我江家仙祖江世 或许你没听说过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 仙祖江世 乃随朝成相 仙祖当年 因与一修道者有缘 得传风龙印一术 自此代代相传 我家族居住在一个隐秘的山谷之中 事故发生之时 山谷中 并未有人受到影响 后来是因为外出采购的族人久久未归 所以家父担心是出了意外 派出两人出去寻找 这才知晓 原来外界竟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故 江青小缓缓说道 你们所居住的山谷 竟然一个变成丧失的都没有 我再次不敢相信地问道 江青小肯定地点点头 重复了一遍 山谷中两千多人 一个产生变异的也没有 我回想起了当初军方的资料 这场变异 是由于空气中忽然多出了某种物质 使得一部分人类瞬间产生了变异 但大部分人类 不受这类物质的影响 不过 变异之后的人类身体内 会产生出一种毒素 这种毒素 并不同于空气中的那类物质 所以正常人被变异的人类攻击 也变成了丧尸 目前将空气中的这种物质 定名为Z元素 既然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那么没理由近万人 连一个变异的都没有 难道是那山谷中 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阻挡了Z元素的进入 看来 只有以后有机会去看看才知道了 我点点头说 既然你们与世隔绝 那你这次出来又是为什么呢 江青小说道 我们虽然与世隔绝 但这次发生的变故太大了 父亲大人让我入室调查一下 这场变故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顺便去擎天风看看 我家族当年封印的一个妖魔封印 有没有破损 我愣了一下问 妖魔 江青小点点头说 嗯 据说是先祖在明朝的时候 封印的一个成了经的山猫妖 那山猫妖很凶 杀死了很多人 所以先祖和当年的各大家族联手 展开行动 但最终 还是无法彻底将之杀死 只能封印 我愣了一下之后也就释然了 是 修真者都看到了 会巫术的也看到了 精通封印的也看到了 这些曾经都只存在于电影中的人物 原来在现实中都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现在多出一个妖怪 也是情理之中了 我将军方得知的资料 和江青小说了一下 江青小听完也皱了皱眉说 既然如此 我去一趟晴天风之后 便先回家族 把这些资料向家父汇报 青小 去晴天风的话 我和你一起走一趟 不然的话 你没有武器比较危险 我缓缓说道 这晴天风 到底在什么位置 江青小愣了一下说 晴天风 在松山附近一个山脉上 不过林墨 你没事做吗 我笑了一下说 我还真没事做 而且我也想顺路 去你的家族拜访一下 不知道青小 你欢不欢迎啊 江青小也笑了起来说 欢迎 怎么不欢迎呢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呀 嗯 尽快吧 江青小说的 不过看样子 你似乎是要观察一下 那伙俄国人 那我们就两天后出发 如何 老大 我们呢 流水问道 我想了想说 你们呢 还是先留在这儿吧 现在乱跑的话太危险 隐藏在这里 相对来说很安全 你们基本没有被别人 发现的可能性 人妖娇声说道 老大 就说你不带他们 你得带上我呀 在路上 人家也是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呢 呃 江青小实在是受不了了 当场就吐了出来 晚上 我独自在楼下三着步 感受着身体的强大力量 心中感叹起来 如果当初我就有 这么强大的力量 吸血就不会 忽然 感应到后面有声响传来 我回过头来看看 是千夏 千夏也看到了我 向我这边走了过来 嘴里说道 一个人在散步 我点点头 嗡了一声 一起吧 千夏捋了捋头发 笑着说 一直安静地走了很远 我才开口说道 为什么 那马骏好像是有目的的 在追击你们呢 千夏沉默了 没有答话 我注视着前方 嘴里说道 你的秘密 我不想知道 不过过两天 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你们随时都可以离开 但是不能把这里 有人的事情说出去 明白吗 你要去哪里 能带上我 我吗 千夏低着头 轻声问道 不能 我当场拒绝 你们自求多福吧 对于此女 我实在没有太多的好感 千夏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那人之所以追击我们 是为了我身上的阵龙玉 阵龙玉在 我不想知道 我淡淡地说道 好吧 千夏苦笑了一下说道 又安静地转了一会儿 我们便回到了各自的楼层 晚 我闭着眼睛 进入脑海中 我一眼便看到了 坐在地上的龙鸭嗓 大笑地说道 这个 我进来找你玩游戏来了 批的游戏 那老婆真的不在了 我们直接说话就行了 玩某的游戏 龙鸭嗓说道 我愣了一下说 什么 龙鸭嗓一脸得意地说 我刚才试过了 我刚才想要引爆你 脑海中的本源之中 这样的话 你的脑袋会瞬间爆炸 结果那老婆愣是没出来 所以这个我确定 她确实沉睡去了 至少现在 她不知道我们的对话 我咬咬牙 心说就相信她一次 于是我赶紧问道 这个 你上次说 第一届的核心系统中 保存着一种 可以帮到我的方法 是什么 龙鸭嗓拍拍地面说道 不用那么紧张 坐下 听我慢慢跟你说 我擦这个 你就快说吧 万一一会儿神秘人 出来听到就糟了 我有些焦急地说道 嗯 这声G格教得好 龙鸭嗓满意地说道 至于救你的方法 你这种情况 在第一届也有 就是一个强大的修者死亡 转世之后 它的意识和一部分 被封印在灵魂中的力量 并没有消失 而是潜藏在新生的灵石中 将封印中的力量 缓缓打开 当封印全部打开之时 就吞噬掉新生的灵石 至于那方法 是旨在王族内部流传的 如果哪个王室的后人 遇到这种情况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慢慢地消融掉 那潜藏的强大灵魂 那是一种复杂的药剂 可以让体内强大的灵魂 不知不觉间 被慢慢地消融 同化 同时关于这药剂的事情 即使在第一届 也只有仅限的几人知道 我也是在和核心系统 抗争的时候 无意间扫描到的 但是没有看到 这药剂的调配方法 公鸭桑说的 那么如果我们去了第一届 怎么接近核心系统 核心系统附近 没有人看守吗 不需要接近 核心系统吗 打个比方 核心系统就像是你们第六届的互联网 只要给我一台 性能比较不错的主机 我就有了和它争斗的资本 我尽快搞定药剂 和第六届进化剂员的操控系统 然后咱们赶快逃离就行了 公鸭桑说道 的确很简单 不过问题是 我们怎么去第一届啊 我问道 去第一届 要从空间通道中穿过去 这对别人来说很慢 不过等你掌控了时间之力之后 就可以调整时间流速了 如果你能力足够 只需要一秒钟 我们就到了 那空间通道在什么位置呢 我问道 由于第六届并没有接触 也就没有对其他五届开放 所以空间通道 需要你自己强行破开 哦对了 就像是老货那天打出来的悬活 就是空间通道 你是说 送吸血去轮回的那次 神秘人操控我的身体 打出的那个黑洞 就是空间通道 没错 不过以你目前的实力来说 还不够 而且你最起码 要掌控了一些时间之力 才能去第一届 因为当你打破空间通道的时候 会被第一届的强者发现 而你也不能一瞬间 打破通道 所以你必须掌控一些时间之力 让你在打通通道的时候 进行时间停顿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停顿的时间里 打破通道 而不被人发觉了 可是 怎么掌握时间之力呢 我皱着眉毛问道 公鸭嗓直接躺在地上 翘起了二郎腿说道 我也不知道 这就要靠你自己去摸索了 好吧 我退出了脑海 睁开眼睛 还在思索着刚才那个问题 究竟怎么才能掌控时间之力呢 夜很漫长 就像是陈诺 用无线网看一部网络播放的 日本动作片 要等待缓冲 那种漫长的感觉 让诺哥挺起 疲软 再挺起 再疲软 那种感觉叫做煎熬 打这种比喻的时候 我通常都喜欢想起陈诺 也不知道诺哥现在在哪 过得好还是不好 不过当初临走的时候 给他清洗了一次技能 这货运气也真不错 竟然才八级 就获得了三十七个技能点 这些技能点 也算是给了他保命的本钱 还有曼 不知现在如何了 一片云雾缭绕的山峰之顶 有着一块圆盘形的大石头 大石头之上 印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法阵 法阵中心盘坐着一个人 此人年龄大约三十岁许 一身白袍 面色如玉 长长的头发在头顶盘了起来 借着法阵的光芒 将此人映照得神圣无比 在此人对面 坐着另一个身影 借着法阵光芒隐隐看出 那身影正是妈恩 不过妈恩此时双部紧闭 似乎并不在清醒的状态 明成 你且看好为师 如何祭练这铁音之体 坐在法阵中的男子说道 男子后面还站着一个青年 那青年正是灭天的四弟子 青年此时心中暗道 没想到 我郑明成也有今天 大师兄 看来师尊会把控罗术传给我了 到时候我便杀了你 为小师妹报仇 郑明成心中想着 但嘴上还是恭敬地说道 是 师尊 嗯 韩坐在法阵中心的男子 满意地点点头说 明成 因为对方是天音之体 所以 一定要在这满月之夜祭练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首先 借助满月之力 说着 中年男子缓缓抬起右手 一道光柱 从天空中照射下来 凝聚在男子的手上 那光在男子手中越来越亮 似乎全部都凝聚起来 男子将手中掐了一个印诀 将手中的月之力打向对面 不知何时漂浮起来的麻岸身上 天色明亮起来 我睁开眼睛 看了看手表 几乎每天都是这个时候 就会自然地清醒 应该是形成了生物钟了吧 我慢慢地走下楼 再次拿出破天锻炼起来 不一会儿 江青小也走了下来 看到我向我走来 笑着说道 就知道 你一定比我走 我也笑了一下说 清小 先下他们昨晚就连夜走了 我们一会儿也出发吧 江青小点了点头 锻炼完毕和鸡老四人 分别之后 我和江青小开着流水改造的 另一辆轿车 这辆车的排量比较小 比较上油 同时带上了四桶汽油 放在后备箱 一些衣物 食物和水 扔在后座上 我和江青小出发了 按照地图来看 距离足有三千多公里 所以我决定 去庆天市生存者集中营 找张司令 要一台直升机 送我们过去 顺便回去打听一下 陈朗和曼安的下落 老大走了 他就这样轻轻地走了 不但走一片卫生巾 人妖拿着一个卫生巾 擦着眼泪乌液道 流水一脚将人妖踹倒 大骂道 臭 怎么说话呢 好像老大死了是的 妈的 狗蛋 老李 给我揍他 哀嚎声传出老远 我开着车子 沿途上江青小和我说着话 说着说着 从妖魔说到了鬼怪 又说到了鬼魂 最终都去了哪 鬼魂死了之后 到底去了哪呢 我想到了林熙雪 不禁问道 爷爷曾经跟我说过 人死了之后 灵魂会被吸入一个叫幽名的地方 那个地方很奇妙 没有任何的光亮 常年刮着阴风 不过那里却有着管理者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鬼族 祖籍记载 先祖江世曾和修道者一起去过一次幽名 他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奇异的生物 并不存在于我们地球的奇异生物 而且鬼魂进入幽名之后 会被组织通过一条河 河的名字叫青园河 从这河中走过 便会忘记一切前世的记忆 接着便会按先后顺序排队等待进入轮回通道 江青晓缓缓说道 我照着皱眉 只是听江青晓的叙述 很难想象得到幽名的样子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说道 青晓 神话中说的地府 按善恶来区分转世是否为人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江青晓点点头说 据祖籍记载的确是这样的 不过不知道幽名是怎么区分的 先祖他们当年 也只是在外围看了看 里面是由管理者把守的 那些管理者很厉害 先祖他们没有进入里面 详细地探查 我再次陷入了沉思当中 从江青晓的话中 我得出了五点结论 第一 幽名似乎只有一个 他收纳六界所有死去的灵魂 第二 吸血也会在青园河中丧失记忆 不过神秘人说过 百事之后吸血的记忆会苏醒 就这一点 他不会骗我 而且他也没有骗过我 这应该是一个强者的尊严问题 神秘人一定也知道 幽名和青园河 那么一定是神秘人 用某种方法保住了吸血的记忆 不被驱除 第三 既然幽名收纳了六界的全部灵魂 那吸血的转世 也不确定到底在六界中的哪一界 第四 灵魂都是按先后顺序进入轮回通道 也就是说 吸血此时可能还未进入轮回通道之中 第五 不知吸血会转世为人 还是别的什么物种 想到这里 我内心哀叹了一声 狠狠地一脚游门 速度更快地向前开去 江青小夜似乎看出了我的烦恼 也没再说话 陈诺一行人 此时仍在山林中行走 陈诺仍然背着林梦尔 不过陈诺身上的衣服有些奇怪 他穿着一件 亦有米老鼠图案的粉色半截袖 衣服很短 肚子露出一大片 下边穿着一件超短裤 大腿全都展现在外边 走起路来 屁股一扭一扭地 啥是好看 后边的刘鹤几人 偷偷地说着什么 不时猥琐地笑声一下 刘鹤很认真地说道 诺哥 你这个露肚西装好性感 超短裤也不错 你不去当车模 真是浪费了 你这人才了 陈诺猛地回头 盯着三人狠狠地说道 惨 不用你们嚣张 看诺哥晚上 不好好收拾你们的 林梦尔在陈诺脑袋上 敲了一下说 快走 晚上不许再玩 如果你把这套衣服 再输掉 我肯定不会再见你了 哼 呃 陈诺被噎住了 赶紧转移话题 对前面的刹那大叔说道 大叔啊 咱们非要去那晴天峰 干什么呀 这里大山没有路 也不能开车 还得走多远才能到啊 车子连续开了一天一夜 此时盈盈已经能够看到 前方的生存者集中营的高墙 车子开到附近 一队士兵举着枪走过来 领头的军官看到车子里的我 愣了一下 接着敬了一个军理说道 欢迎回来 林副将 什么 副将 我什么时候成副将了 我带着疑惑 和江青小走下车 我走到军官面前问道 我什么时候成副将了 军官再次恭敬地敬了一个军理说道 报告副将 上司宁走了之后 司令封您和陈诺为副将 生存者集中营随时欢迎你们的归来 但我去接司令 我说道 军官再次恭敬地敬了一个军理 带路向里边走去 我转头看向江青小说道 青小 走吧 江青小点点头 我们一行人 向里面走去 很快地 便见到了张司令 我和张司令寒暄了一番 便直接进入了主题 司令 那天我走了之后 发生了什么 我指着正在重建的建筑物问道 唉 那天 那个修正车弄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雷电 披落在地面 造成了附近强烈的地震 几中营里的房子倒塌了大片 当时死伤了很多人 什么 梦儿呢 我焦急地问道 张司令笑了一下说 李梦儿没什么大碍 他右腿被砸伤 已经被陈诺和刹那带走了 同行的还有刘鹤 杨丹 艾斯 韩家臣 那 曼呢 我声音低沉地问道 据陈诺后来说 曼被那个修正车带走了 张司令说道 太具体的 我也不知道了 他们也没有说 我点点头说 张司令 我们这次来是要 还没等我说完 就听到远处传来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让开 让我见他 我皱眉往那边看去 原来是曼的女朋友 陈倩林 让他进来 陈倩林推开士兵跑了进来 林沫 我求你 你救救马恩好不好 我救救你了 说着 陈倩林哭了起来 我会救他的 你放心 我轻声说道 然后转头看向张司令说 司令 我们这次来 是想要借用一辆直升机 去松山寻找一些东西 没问题 张司令爽快地答应道 你们准备 现在有出发吗 我点点头说 对 越快越好 你们跟我来 我马上安排 张司令说完 当先向前走去 我看了看陈倩林说 你放心吧 不用你说 我也会去救马恩的 你的任务就是 好好地活下去 等着马恩回来 陈倩林轻嗡了一声 我点点头 和江青小 往张司令的方向走去 张司令的效率很高 二十分钟之后 我和江青小 已经坐上了直升机 和飞行员聊天中得知 这次飞行 要五小时左右 才能到达 旅途很漫长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飞机在飞行了 四个多小时左右的时候 飞行员忽然说 飞机出了故障 必须紧急降落 这你妈什么情况啊 我也搞不清楚 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 配合飞行员 让飞机降落 第二 一脚把飞行员踹下去 飞机还是降落 而且我和江青小会惨死 鉴于第二条路无法实施 所以也就只能选择第一条路了 飞机安全着陆 大哥 这是个什么情况啊 我客气地问道 飞行员一副哭丧的表情说道 你让他妈出来的时候 忘记检查邮箱了 我当时就问了一个操 不仅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问了一句 大哥 你干这行多久了 飞行员好像有些不好意思 低着头 有点结巴地说道 那 那是生存着集中营里 接受过培训的 刚毕业的 听到这话 我和江青小都正正地愣在了那 飞行员大哥拍着我俩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道 熊爹 大哥那是好人 不会害你们点啊 就像刚才 飞机没油了 我赶紧降落下来 你看看 你们俩这不都是白号无孙吗 听到这儿 我和江青小都泪流满面地点点头啊 我俩这是被感动的呀 江青小乌咽地说道 大 大哥 你真是好人 大哥严肃地点点头 哀叹一声说道 哎 没办法 大哥笑的时候 就是把里面撒好学生 纵身以泪风为棒样的好青年 嗯 我抹了一把眼泪 点头说道 大哥 那什么 我俩还有点事 先走了 可是你怎么办 兄弟 你们有事就先走吧 大哥 又办法回去 飞行员说道 大哥 好 那我们先走了 我和江青小 依依不舍地和好心大哥告了别 哽咽着向前走去 哼 林默 大哥他真是太好了 江青小仍然哭着说道 我突露了一下鼻子说道 大哥确实是好人 可是我们现在要往哪走啊 江青小看了看四周 有点不确定地说道 这个应该是这个方向吧 我点点头 继续跟着江青小 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半晚 我们坐在地上 吃着东西 哎 青小 你听 什么声音 声音 没有啊 你听到什么了 怎么会没有呢 我说道 就在那边 走 看看去 一个影子 从山上跑了下来 似乎是毛种小动物 后边有只老虎 正在追赶着这个小动物 临近 看清楚了 那小动物是一只白色的小山猫 它身上的毛很洁白 此时正有一双哀求的大眼睛 看着迎面走来的我 哎 这小动物还挺有灵性的 我嘴里说道 招招手 小山猫蹭的一下 窜到了我的怀里来 我去 真的这么有灵性啊 我抱着小山猫 看了看对面扑过来的老虎 老虎似乎很高兴 可能以为正好一个小山猫不够吃 这就来了两块大的食物 老虎朝着我扑过来 双爪直扑向我的肩膀 似乎要把我推倒 嗯 没错 就是推倒 至于上不上我 我就不知道了 我怎么能让一个野兽得逞呢 看着临近的老虎 我不慌不忙 往前踏了一步 一脚蹬在老虎的额头上 老虎呜咽一声 向后倒飞了几米 额头上的王子 沾了一个42号的大脚印 老虎忌惮地看了我一眼 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跑了 既然老虎跑掉了 我举起了怀里的小白猫 对它说道 小猫 我可是救了你的命啊 你要怎么感谢我 哎 腿上受伤了 江青小皮皮嘴说道 林梦 快放开它吧 野生动物身上 有很多细菌呢 哎 我早怎么没发现 你呀还有洁癖呢 我边说着 便一只手拿出背包里的纱布 恶趣味地给小白猫 瘦伤在腿上 缠上了纱布 江青小看着我的举动说 如果这山猫以后被老虎吃了 老虎咬到纱布的时候 还要想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嚼不烂呢 我也笑了笑 在纱布上面系了一个蝴蝶结 然后把小猫放在地上 拍拍它的身体 说道 去吧 以后要小心点啊 我是挺喜欢这只小猫的 有灵气 在我怀里也没有乱抓乱咬 我站起身说 青小 我们走吧 哎 林梦 那小猫跟着你呢 江青小说道 我当然知道小猫在跟着我 我转过身子 蹲下来 小猫左前腿僵直地走到我身前 一双通灵的大眼睛看着我 难道 我有传说中的王霸之气 能够吸引到各种小动物 随即自嘲地笑了一下 抱起小白猫 放在了肩头上 抚摸了两下它光潜的皮毛 江青小看到我的动作 愣愣地说道 林梦 你不是小猫一直带着它吧 我看着江青小那洁癖的表情说道 嗯 青小 你真是一猜就中 我就是这么想的 什么 大叔 你是说 这山里本来封印着一个猫腰 现在封印被打破了 猫腰不见了 陈诺张着大嘴 惊讶地问道 刹那此时抽出了大剑 谨慎地看着四周说道 不错 只是这封印几百年来 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 那猫要凭自己的本事 不可能逃脱出来 一定是有其他原因 此地现在已经不安全了 我们必须赶快离开 有没有那么选呢 陈诺撇撇嘴 掩然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此时 他仍然穿着粉色的迷老鼠半截袖 和超短裤 站在山洞门口 挖着鼻孔往里边看 不时地还往里边弹几下 似乎在鄙视刹那口中说道的猫腰 刘鹤看着山洞里边 眉头一皱 大鹤道 不后 陈诺吓得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回头发现刘鹤几人正猥琐地笑着 大骂道 你们等着啊 等莫哥回来了 我们哥俩好好修理修理你们 莫哥 你到底在哪呢 林默 你看 江青小指的前方说道 那个就是晴天风了 我轻轻地摸着肩膀上的小猫说道 嗯 虽然看到了 不过大概还有走几小时才能到 嗯 我们还是加快速度吧 争取晚上之前到的 江青小建议道 我点点头 加快速度往前赶去 走了三小时左右的时候 我一把拉住江青小 低声说道 青小 有东西过来了 而且不是一个 先隐蔽起来 说着 拉着江青小 藏在了旁边的一块巨石的后面 远处渐渐传来了一个骂咧咧的声音 骂的 艾斯 赫哥 老汗 等出去了 老子多找些筹码 一定让你们三个倾家荡产 输得连裤衩都得给我拖下来 哎 这声音 好像是 你还敢玩 一声娇鹤响响了起来 听到这个声音 我终于确定了这伙人是谁 我笑了一下 准备出去 江青小 江青小 一把拉住我 摇了摇头 我放开江青小的手说 无妨 然后便走了出去 卧槽 难道这两天 难道这两天输得太多了 输得老眼昏花出现幻觉了吗 陈诺疯骚地说道 你们猜我看到什么了 看 我居然看到莫格了 陈诺后背上的林梦尔 敲了一下陈诺的头说 笨蛋 我也看到了 哇 难道你也出现幻觉了吗 陈诺挖着鼻孔说道 处女妹 我们也看见了 刘鹤美好气地说道 我擦 陈诺睁大了眼睛 难道是传说中的幻阵 我们都被迷惑了 我看着这伙在眼前发 也没好气地骂道 出你妹 卧槽 我就说是幻觉 这伙居然还带说话的 陈诺一脸 果然如此的表情 我日啊 我无语了 直接走过去 准备给这伙一脚 陈诺仍然站在原地 风骚地对着刘鹤等人说道 大家放心 电影里边都说了 幻阵一般都是没有攻击效果的 看诺哥我今天大发神威 把这幻阵给破了 说着 还把身上的林梦儿放了下来 扎了个马布 摆了个好像运气的手势 大喝一声 来吧 死欢迎 请随便 虐你诺哥我 让我看看你呀 今天到底能不能打疼我 旁边的刹那 林梦 刘鹤 艾斯和寒露晨 都冷冷地看着陈诺 我走到陈诺的身前 一脚从侧面 踹在他的屁股上 陈诺一个亮枪 扑倒在了草地上 我直接跳了过去 骑在陈诺身上 拳头如雨点般落了下去 陈诺打出了杀猪般的哀号 哎呀 卧槽 是是幻杀阵 不是幻阵 这货有攻击性 沙那大叔 老刘 快救我呀 哎呀 林梦儿眼睛一转 拿出一块手帕 对刹那说道 刹那大叔 你看 这是我前几天修的 漂亮吧 刹那眼带笑意地说道 真不错 小梦儿 这话修得好细致啊 老刘 老韩 咱们去那边转转吧 那边好像有野果 艾斯指着远方说道 杨胆捂着嘴说 我也要去 接着 几个人 向远处走去 我操 完了 陈诺眼睛露出绝望的南南道 这几个货都中招了 去你大爷的 老子是真的 我想起了当初在陈诺家楼下的场景 不禁下手更重了三分 我不信 凭我和莫哥的友情 我会编人不出真假吗 陈诺硬起来说道 听到这话 我不禁下手更重了 哎呀哎呀 莫哥 我相信你呀是真的了 陈诺语气软了下来 不是啊 你呀刚才不是说 凭咱俩的友情 你不可能认错吗 我仍在打着陈诺 带着笑意的说道 什么 我怎么可能说出那种话 莫哥 我是一眼就认出你的呀 妈的 明明是你 不分天红皂白 上来就打我 陈诺颠倒黑白的说道 我笑了笑 从陈诺身上站了下来 陈诺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看向我身后说 老牛 你们也他妈不帮帮我 我回头看了一眼 忽然觉得一阵禁风扫向 我脖子 肩膀上的小白猫 双眼微微地瞇了一下 我知道是陈诺这货的反击道了 向后跳了一步 躲过他的攻击 再回过头来的时候 发现陈诺手中 拿着一柄古朴的长剑 陈诺抬头看了看天 现在是下午四点多 太阳还在西北方 他皱了皱眉 低喝一声 光之力 花音刚落 大片肉眼可见的光线 凝聚在手中的长剑上 长剑慢慢地散发出了 圣洁的光芒 陈诺手中长剑 凌空一挥喝道 净化 大片的光线 自他的身体中冒出 我瞬间就被光线笼罩住了 没办法 光线的传播速度太快 每秒三十万千米 被光线笼罩的一瞬间 我明显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力量 在逐渐减少 不过速度很慢 以这个速度来看的话 大概要一天时间 才能把我身体里的力量 全部减没 我笑了一下 准备再过去揍这货一顿 让他好好清醒一下 谁知 陈诺将手中的长剑 凌空一挥 我周围的地面上 一道道光注凌空而起 转眼间 就把我包围住了 竟然是用光线 形成了一个球笼 此时 陈诺的大笑声也传来了 嘿嘿嘿 死欢迎 中了本大爷的光之球笼 你就别妄想逃出来了啊 乖乖在里边等着 被净化成灰烬吧 我对周围的光之球笼 随便打了一拳 结果发现 那些光线非常灼热 而且也很坚固 真是搞不懂啊 为什么光线 都可以凝聚成实体 不过陈诺如今 也算是一个强者了 这点我很欣慰 我随即召唤出了破天 准备用破天 打碎着光之球笼 陈诺看到球笼里边的 我召唤出破天 愣了一下说 你真是墨哥 江青小从石头后边走了出来 扫了全场一眼 看到了刹那 惊喜地叫了一声 三叔 真的是你 而陈诺此时也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收起了武器 向我走了过来 骂骂咧咧地说道 擦 诺哥还没用 绝招呢 让你想上一次 我刚才就看到你肩膀上的小猫了 挺好玩的 让我看看 说着 陈诺拿下了我肩膀上的小白猫 林梦儿一下扑进了我的怀里 我摸了摸林梦儿的脑袋说道 小梦儿 有没有想我呀 林大哥 我要告状 林梦儿撒娇地说道 陈诺哥哥总欺负我 我看着穿着一身粉色米老鼠半截袖 加超短裤的陈诺 此时他正抛着手里的小猫玩着 我笑了笑说 小梦儿 你们怎么也来这儿了 林梦儿说道 还不是刹那大树了 他说这里封印了一个什么猫腰 要来查看一下封印 对了 林大哥 你那个可爱的猫咪 是在哪里找到的 我笑了一下说 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山上 巴基 陈诺的下巴掉在了地上 手里也不抛着小猫玩 而是哆哆嗦嗦地问刹那说道 大叔 那猫 猫腰是什么颜色 刹那正在和江青小竖着写什么 没注意我们这边刚才的谈话 听到陈诺的问话 随口回答道 据足迹记载 是白色的 陈诺听到这话全身发抖 牙齿打颤对我说道 莫 莫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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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完 说着 猛地把手中的猫往我这边一扔 我小心地接住小猫 有些责备地看着陈诺说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猫腰不是封印在里面吗 你怕个屁啊 我身边的林梦尔也逐渐和我拉开了距离 有些颤抖地说道 林 林大哥 你 你先放下这只猫 我有些奇怪 将小猫举起来 对着林梦尔晃晃说 梦尔 你看 它多可爱啊 说完 我又把小猫放在了肩膀上 刹那他们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刹那问道 怎么了 刹那大叔 那猫是在附近找到的 陈诺牙齿打颤地说道 刹那的目光也谨慎了起来 我奇怪地说道 你们都怎么了 干嘛用这表情看着我 陈诺哆哆嗦嗦地说道 猫腰的封印被打开了 而且猫腰是白色的 而且据封印大叔观察 封印钢杯打开没多久 切 就这么点事啊 我随口说道 接着一下回过神来 大声喊道 是是是是 什么 卧槽 我也脖子帮硬 哆哆嗦嗦地问道 这这 真的吗 陈诺肯定地点点头 喵 肩膀上的小猫忽然叫了一声 然后用爪子轻轻挠着我的脖子 我的身体一瞬间就僵住了 眼泪在眼圈里打着转 上 上 大叔 现在怎么办呢 我声音有些乌烟地问道 这货太刺激了 要是真是猫咬我就惨了 此时小猫一下一下挠着我的脖子 就像一下下挠在我的心里 莫哥 你先别动 陈诺焦急地说道 别别你妹 猫不在你身上 你当然不担心了 我泪流满面地说道 莫哥 它也不一定是猫妖啊 我狠狠地咽了几口口水 决定证实一下 我哆哆嗦嗦地伸出左手 想摸几下右肩膀上的小猫 慢慢地摸到了 我的手还在颤抖 似乎是把小猫弄得难受了 小猫在我耳边又喵地叫了一声 哎呀 我惨叫一声 我已经彻底崩溃了 鼻涕和眼泪都下来了 这货太折磨人了 我鼓起勇气 再次伸出手 摸向肩膀上的小猫 这次手没有颤抖得那么厉害 摸了几下 发现小猫没什么反应 心一横 将小猫拿了下来 小心地放在地上 我也一下躺在了地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因为这次的经历 太他妈刺激了 看来我这小猫不是猫犹 而众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谁也没注意到的是 小猫此时眼睛中 闪过一丝戏虐的神色 晚上 林梦儿和杨丹在火堆旁边 研究着刺凶 陈诺 刘鹤 艾思 韩璐陈四人 呼喝着打着扑克 陈诺把我的背包都拿走了 说要当筹码 把刘鹤鸦们那裤都输光 不过我又怎么会不知道 这货的排品呢 但我没多说什么 而此时 我和江青小 刹那 正站在山上的坡上 谈着话 刹那大叔 这么说 妈案是被抓走了 可他的手下丧尸群呢 还有那个大汉丧尸去哪了 我问他 刹那笑了一下说道 妈案被抓走了 不过那个丧尸大汉 并没有被抓走 说到这里 可就全都是承诺的功劳了 他似乎天生就能和丧尸们打成一片 还用来两天时间 和丧尸大汉成功地沟通了 而且军方成功地研究出了 让丧尸不用禁食也不会死的Q要进 已经给全部丧尸注入 他们目前 退到了温泉度假村附近 我点点头又问道 那封印呢 怎么会被打开呢 说到这里 我有些心有余悸地摸了摸肩膀上的小白猫 江青小说道 下午我又和丧叔去看了一次 发现封印是从内部被强行破开的 也就是说 那猫腰凭着自己的力量 破开了封印 不过 按说猫腰在封印中 实力应该会逐渐被削弱的 如果可以破开封印 那它应该早就破开了 所以我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周围 发现压制封印的阵笼玉不见了 我忽然打断道 等等 震龙玉 千夏曾经和我说过 她就是因为保护震龙玉 才被追杀的 青小 千夏你还记得吗 那个哥特风的俄罗斯少女 什么 你是说 你知道震龙玉的下落 刹那有些诧异地说道 刹那大叔 到底震龙玉是什么东西 我问道 刹那看着江青小说道 这个 还是让青小来和你说吧 不 三叔 还是你说吧 江青小恭敬地说道 刹那摇摇头说道 青小 三叔老了 不行了 还是你来吧 三叔 这个和老了没关系的 这个 江青小说道 二十分钟之后 我打了个哈欠 继续看着眼前争执的 叔侄二人 三叔 你上次走了之后 我好想你 为了庆祝我们叔侄再次见面 还是你说吧 刹那大叔 你们先慢慢叙旧啊 我先去休息了 我说道 他们的意思我也看出来了 似乎是并不想谈论有关于震龙玉的话题 或者说 不想在这里谈论有关震龙玉的话题 这时 陈诺从远处跑了过来 拎着一个空空的背包 大喊道 莫格 快支援我呀 我看着空空如也的背包 不禁结巴地问道 又没了 陈诺看着我 肯定的点点头 诺哥 我的牌品也不怎么样啊 我说道 你忘了 咱俩当年不就是因为都是抽搐篓子才认识的吗 陈诺说道 诺哥呀 不管怎么说 你的牌品还是比我好 今天不管怎么说 你呀都得帮帮兄弟我呀 那好吧 我当先往火堆那边走去 对刘鹤几人说道 兄弟们 我来玩几吧 话说咱们好久不见了 能不能借我点筹码呀 哎呀 莫格 虽说 我们看到你也很是激动 但是这激动和筹码是两码事儿啊 刘鹤说道 我看着刘鹤 感慨地说道 赫哥 以前你脸上一副冰冷的样子 我怎么没发现 原来你呀这么风骚呢 艾斯也笑了一下说 赫哥他只是和熟人风骚的 所以能见识到他的风骚 也是我们的荣幸 哎 赶紧打牌 刘鹤不在意地说道 孟儿啊 你这不是还有筹码吗 看咱好久没见的份上了 这书包也给你算一个筹码吧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还也打了四五次了 此时陈诺再次只剩下的一条内裤 蹲在我的身边 抱着膀子 泪流满面地看着我手里的牌 说道 莫哥 这次的牌比上次还是 咱叫枪吧 我也点点头 二话没说 站起身来 脱下自己的半截袖 说道 行了 今天就不打了 陈诺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楚楚可怜地看着我说 莫哥 万一下子就来好牌来呢 我受不了陈诺的眼神 于是一咬牙 又坐下玩了起来 十分钟之后 陈诺和我都蹲在火堆的旁边 陈诺穿着一条紫色性感的内裤 我穿着一条蓝色的内裤 在火光下显得啥是好看 我头疼地捂住了额头 心说这次丢脸丢大发了 我俩淡定地蹲在火堆前 刘鹤几人刚刚已经笑着围观过我俩了 说了一声晚安就跑了 我安慰地说道 没事诺哥 我知道 清晓的背包里边还有衣服 陈诺感动地一把拉住我的手说 莫哥 还是你最行啊 把我们后路都下好了 我看了看周围 小声问道 你现在没有治愈系的技能吗 怎么改成攻击路线了 陈诺撇了撇嘴 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说道 诺哥的神秘 岂是你能看得懂的 我看着鸭穿着紫色的内裤 还在那臭险配 很想一脚踹飞一趟 我恶狠狠地说道 你他妈少给我整个用的 赶紧交代 陈诺神神秘秘地说 其实我的技能 还是以治愈系为主 因为光细的增幅 对治愈有很强大的效果 那你怎么不给 梦儿治下腿伤呢 我轻声问道 陈诺严肃地说道 因为新技能 动静和效果都太好了 我不想暴露实力 如果梦儿有生命危险 我当然会第一时间救他 动静很大 我奇怪地问道 陈诺肯定地点点头 诶 我的小猫呢 我忽然发现 肩膀上的小白猫 不知道跑哪去了 小白猫此时正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眼睛盯着 躺在地上的刹那和江青小 张了张嘴 露出了两颗锋利的牙齿 原来在这儿啊 我一把抱起了小猫 笑着说道 小猫瞄了一声 又窜到了我的肩膀上 与此同时 一个好像古代皇宫的宫殿里 虽然现在是晚上 可这宫殿里却明如白昼 一个男人 站在最前面的台阶上方 死人一身金色的长袍 脸上戴着金色的面具 身上散发着一种气势 令人在他面前 又必须甘居下风 必须臣服的气势 此时从面具中 传出一个略带沙哑的男性声音 令 为何王还没有回来 下面两侧有两台座椅 座椅上此时坐了六个人 其中一个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 相貌普通 但是却带着儒雅的气息 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古代纱袍 手中拿着一个玉制的竹筒 一副风轻云淡的表情说道 我算过了 王今日害时必定能够回归的 这青年看上去 约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表情有些淡然 一副什么都不关心的样子 小俊该不是拉肚子去了吧 同样坐在椅子上的一个胖子 开玩笑地说道 这胖子看上去约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穿着一身休闲装 满脸的和善 一张脸虽然胖 但是看上去却很是帅气 这时大殿外边传来一个声音 我说飞龙 你要是再敢贬低我 我可要找你单天了呀 要叫我全名 玉面飞龙 胖子纠正道 玉面啊 一定戴上玉面 知道吗 说着 也看向外面走进来的影子 身影渐渐临近 只见此人一身白色的西服 很干净 一尘不染 大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英俊的面旁 给人一种和善的感觉 此人 正是天选八罪之王 马俊 站在最前面的神秘男子面具中 传出了声音 好 小俊既然回来了 那我们开始商议 小俊 这龙玉可带回来了 马俊撇了撇嘴说 没有 碰到了一个很厉害的疯子 我也受了一些伤 不过这次 倒也不是一无所获 我带回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的根骨 很适合器物 我说小俊 你该不会是故意放水了吧 胖子有些不信地说道 以你的能力 居然还能受伤 肥龙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疼啊 你去美国猎杀天选者的任务完成了 玉面 玉面呢 叫我玉面肥龙啊 胖子纠正道 至于我的任务 当然是完成得比较完美 没有几个漏网之余 站在台阶上的神秘人说道 小俊 打伤你的是何人 我们可有资料 马俊点点头说 有 上次封印被杀时 此人就在场 名字叫林默 不过他实力增长得很快 上次他连那个修真者 郑明成的一击都抵挡不了 这次竟然能伤到我了 既然如此 稍后我们再说这件事 大家先汇报一下 各自任务的进展吧 马俊当先说道 王马俊 俄罗斯天选者清教完毕 摧毁进化之中三万余克 胖子接着说道 公 张点心 美国天选者清教完毕 摧毁进化之中四万余克 另一个儒雅青年 扶了扶眼镜说道 侯 张之一 倒国清教完毕 摧毁进化之中 三千克 除了站在最上面的那个人 其余七人 相继汇报了 各自毁灭的进化之中数量 很好 神秘人说道 飞龙 你和小军走一趟 看来真龙玉现在应该在李末身上了 你们去把真龙玉给带回来 此人 也顺便杀了吧 胖子一脸无奈地说道 老道 黄老大我求你了 叫我全城不好吗 玉面 玉面肥龙啊 山里的早晨水气很重 空气很清新 陈诺嘴里叼着一根草棍 穿着一套休闲服 故意在刘鹤几人面前显摆着 看 诺哥又有衣服了 我气死你们 我背着林梦儿 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 不过西服有点小 但没办法 也只能将就了 陈诺显摆完一圈之后 来到我身边 吐掉了嘴里的草棍说道 莫哥 接下来你准备去哪儿啊 我看了看后面的江青小和莎娜说道 我准备去一趟风铃一组 你呢 陈诺想了想说 我也不知道 莎娜大叔也会回去吗 莎娜听到我们的谈话 摇摇头说道 我就不回去了 毕竟当初走的时候 闹得挺僵的 我也没脸回去 三叔 事情都过去很久了 爷爷他们早就原谅你了 我一起回去吧 江青小说道 莎娜摸了摸江青小的脑袋 鼓笑了一下说 不了 我就不回去了 而且 有林小子和你同行 我也能放心了 林小子现在的实力 可是比三叔强的太多了 莎娜大叔 你们还准备去哪儿啊 我问道 我问道 莎娜看着远方 似乎在追忆着什么 说道 我会带他们去东明市的一个叫龙丰镇的小镇子里 我在那里有房有地 带他们种田去 后背上的林梦儿撇了撇嘴说 我才不要去呢 林大哥 我要和你一起走 好了 梦儿乖 跟着林大哥太危险了 你乖乖的和刹那大叔走 放心吧 他们不会让你去种田的 要种田 也是承诺他们几个的活 而且你不是融合了进化之种吗 等下次林大哥回来 可要检查你的能力啊 我说道 林梦儿失落地嗷了一声 我接着说道 梦儿 林大哥忙完了这些事情 就去找你 好不好 林梦儿露出了笑容 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问 真的 那当然了 林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我笑着说道 林大哥满意地说 嗯 林大哥你真好 就像我亲哥哥一样 以后 我就直接叫你大哥了 这样更亲切 好不好 当然好了 我看一下江青小说 青小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刹那见江青小 一副不舍得的样子说道 青小 你们去吧 回家以后 好好发展家族 以后有空记得 来看三叔 江青小轻嗡着点头 眼中满是不舍得看着刹那 而陈诺 也用这副表情看着我 我满身的鸡皮疙瘩 瞬间就全都凝聚而起 身体哆嗦了一下 后背上的林梦尔 眼嘴轻笑 莫 莫哥 你可一定要早点回来 我等你 陈诺用一双水雾般的大眼睛 看着我 深情地说道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轻声对后背上的林梦尔说道 梦尔 你先下来好吗 大哥 我去处理点私事 一会儿就回来 林梦尔当然知道我要干什么 轻笑着 单脚站在了地上 我拉着陈诺说 诺哥 来这边 我跟你说点事 陈诺跟着我走到了远处的树林里 后一会儿 树林中隐隐传出了两声哀嚎 惊起了一片飞鸟 我拍拍衣服上的灰走了出来 看向刘鹤几人说 你们呢 还是准备一起出发吗 刘鹤说道 现在这么乱 我们一起的话 生存几率更大一些 所以还是准备一起出发了 我点点头对刹那说道 大叔 麻烦你照顾好梦尔他们了 刹那笑了笑说 林小子 这几个小子也都很厉害呢 他们可不用我照顾 林梦尔叫声说道 谁说的 刹那大叔是最厉害的 刹那看着林梦尔笑了笑 眼神中充满了疼爱 对于当年的事情 我也从江青小口中有了些了解 似乎当年刹那和我父亲 一同喜欢上了母亲 最后母亲嫁给了父亲 但父亲冷落了我 刹那便经常躲在暗中保护着我 或许 他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吧 但对于刹那 我有种想要逃避的感觉 不知该如何正面地面对他 我低下头轻轻地说了一声 谢谢大叔 说完 转身向后走去 刹那看着我的背影 欣慰地笑了一下 对旁边的江青小说道 青小 你也去吧 江青小点点头 也向我的方向抛去 陈诺此时在树林的边缘 靠着一棵大树 看着远处我的影子 喃喃地说道 放心吧 墨哥 你交代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好的 吕墨 为什么我们不一起 走到公路再分开呢 江青小追上来 嘴里问道 因为我不想面对大叔 我有些黯然地说道 青小 这一点 大叔也懂得 江青小皱了皱眉说 你的事情 我也只是知道那一点 不过三叔他对你 却是完全付出真心的 三叔带你 就像七生儿子一样 我点点头说 我知道的青小 总之 我就是觉得不想面对他 说完 我速度更快地 向前走去 林沫 你看 前面有烟 走了半天之后 江青小指着前面 冒着的滚滚浓烟说道 我无奈地说道 青小 我早就看到了 不过 那个方向 好像是好心大哥 送咱们降落的地方啊 江青小有些疑惑地说道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 我摸着下巴说道 哎 前面跑过来一个人影 卧槽 是好心大哥 前面跑过来的狼狈人影 正是好心大哥 他此时回身漆黑 似乎是被火烧到了 他也看到了我们两个 朝我们这边跑了过来 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好心大哥跑过来之后 我问道 好心大哥 喘了几口气说道 哎 别 别贴了 大哥 刚才在修飞机来着 嗯 大哥 修飞机 怎么修成这副德行了 刚问完话 就听到前方 轰隆一声 好心大哥 心有余悸地 喃喃说道 啊 终于在爆炸前 抛出来了 我愣了一下 有些结巴地问 大 大哥 你确定 你是在修飞机吗 大哥点了点头 骂骂咧咧地说道 他 别贴了 大哥修了一天一夜了 结果给修着火了 那个 那个大哥 这飞机不就是没油了吗 你又修哪啊 开始的时候是八油了 后来 我想要 后来你想要什么了 后来我想研究研究 飞机怎么能不用油 也可以飞起来 我听完之后 当时就我了一个操 这大哥太极品了 我岔开话题问道 大哥 既然飞机不能开了 咱们就想别的办法离开吧 大哥语重心长地说道 兄弟 放心 大哥还会开车 咱肯定能离开的 哦 我吓得是菊花一锦 赶忙说道 大哥 其实小弟我自己也会开 而且咱们不是一路的 我们不回胜分者集中营 哎 那好吧 咱们兄弟散人 真是一见如故啊 你们想要 不是 你们要保总啊 大哥认真地说道 顾 顾你大爷顾 我和江青小都在心里暗骂着 不过脸上还是笑呵呵的 我说道 大哥 那咱们走吧 一起走到公路上去 四个小时后 我们走到了公路上 由于松山附近是旅游景点 所以附近车辆是很多的 大哥和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后 开着一辆车 说是要回生存者集中营领罪去 好吧 我相信 张司令一定会气得 爆了这货的菊花的 我和江青小上了一辆车 逃也似的开走了 路上 江青小开着车 我问道 青小 你家在什么位置啊 离这里有多远 不行 咱们还是去生存者集中营 要一架飞机吧 江青小身子明显插了一下说 别 别了 我再也不敢坐飞机了 再说 我的家族与外界隔离 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家族的方位 当然 林漠女除外 喵 在后座上趴着的小猫 窜到了我的肩膀上 我笑着摸了摸小猫 这只小猫看上去很干净 也很可爱 更难得的是很有灵性 不过让我费解的是 为什么它会一直跟在我身边 林漠 我总是觉得 这只猫有古怪 消失了很久的公鸭嗓 忽然在脑海中说道 嗯 怎么古怪了 我不动声色地在脑海中问道 公鸭嗓沉默了一下说道 就是觉得 这只猫有些古怪 你身上没有什么值得吸引他的 可他却一直跟在你身边 难道不奇怪吗 嗯 我倒也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 应该是因为我救了他 他才会跟着我的吧 总之你自己注意一下吧 公鸭嗓说道 我闭上了眼睛 也来到了脑海中 点了点头 问道 这个 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你干什么去了 公鸭嗓整理了一下小熊睡帽说道 我在研究进攻核心系统的方案 我们到了第一届后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抢到本源 和能救你的药剂配方 那你现在研究的怎么样了 完全没有头绪 我被淹了一下 公鸭嗓扫落眼 接着说道 我研究方案很快 到时你什么时候掌控时间之力 我们才能去第一届 啊 好吧 这个 那你接着研究吧 我尽快研究怎么掌控时间之力 说完 退出了脑海中 清晓 我们多久才能到你的家族啊 我睁开眼睛问道 江清晓想了想说 如果我们一直赶路的话 大概要两天一夜的样子 那我们还是尽快赶路吧 如果你累了 就换我来开车 江清晓笑了笑说 没问题的 我的体质两天不睡觉 也不会觉得困倦 夜晚 两个人影在城市的街道上走着 我说 飞龙 老大这次让你跟我出来 你可不能拖我的后腿啊 马俊说道 胖子纠正说道 玉面 玉面飞龙 叫我玉面飞龙 至于拖后腿 谁拖谁还不一定呢 哼 马俊抬头看了看天色说 今晚咱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怎么样 妈的 刚才路过那个温泉的时候 你不休息 现在在这儿 什么好地方都没有 休息个屁 胖子气节说道 死胖子 那温泉里边泡着一个女尸 你要保他泡温泉是吗 马俊也一脸扫上了和善骂道 胖子似乎也回想起了 温泉中泡着的女尸 撇了撇嘴说道 那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晚上让你尝尝 咱的烤肉手艺 马俊看了看天色说道 领算过了 江青小最近几天会经过这里 真奇怪 他竟然算不到林末的命运 胖子手中不知何时 出现了一大块肉 似乎是牛肉 听到马俊的话说道 管他呢 算不出林末 我们还能算出他身边的人 他跑不掉的 说完 胖子前面的地上 又出现了一堆木柴和一个铁架子 姜肉穿在了一根铁签上 举起右手说了一声 我来 只见胖子手中心盘旋着一条火焰组成的小龙 围绕着胖子的手来回的旋转着 胖子优雅的对手心吹了一口气 小龙飞到了木柴上 呼的一下 便点燃了那堆木柴 臭险呗 马俊低声喝道 哎 林末 你看 后面有车朝这边开过来了 似乎只有一辆 江青小看着后视镜说道 现在已经是早晨了 我朝着后视镜看去 喃喃说道 哎 怎么会有车呢 难道是天选者 江青小也疑惑地说道 是啊 不过那辆车看起来好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我擦 那就是一辆货车 你呀可能会没见过货车吗 我撇了撇嘴说道 哎 你看那货车车厢上 喷着的颜色和字啊 我不耐烦地回头看了一眼 那货车开的速度很快 此时离我们的距离又近了 加上我的视力非常良好 正好能够看见 车厢上面大大的产品标志 杜雷斯 看到这坑爹的标志 我当时就挖了一个草啊 这车不是好心大哥和我们分开的时候 精挑细选的车子吗 清小快开 是好心大哥的车 我低喝道 江青小也缓过神来 一脚踩死了油门 显然 他也怕了好心大哥 不知道好心大哥 是不是又来送什么关心来了 江青小无奈地说道 他不是和我们不同路吗 怎么又追上来了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我没好气地说道 卧槽 他喇叭了 快开 妈的 他的破货车怎么开得这么快 我看着正在临近的货车 再看看江青小前面的卖速表 都一百五十卖了 这货怎么能开得这么快 林 林末 他要超车怎么办啊 江青小看着后视镜 焦急地说道 妈的 凉拌 给我憋住他 不能让他超车 我听着后面传来的喇叭声 大声吼道 江青小开了车 左扭一下 右扭一下 成功地将好心大哥的车 别在了后边 江青小笑道 哼 真的行得通 说着 江青小伸出一只手 意思是要和我击下仗 合作愉快 我看到江青小成功地 将好心大哥挡在后边 也兴奋地伸出一只手 和江青小对接了一下 可接下来我俩就傻眼了 因为好心大哥 竟然趁着这个空灯 成功地超车了 好心大哥超车之后 猛地一个刹车 将车横了过来 挡在我们面前 江青小也赶忙 一脚踩住刹车 惯性很大 不过幸亏我们都戴了安全带 我抱着小白猫 身体前倾 车停住之后 身体又撞毁在椅座上 前面那车厢上 杜雷斯几个大字 深深印在我们眼中 车门打开了 一只腿缓缓地迈出来 那是一双黑色的皮鞋 油光赠亮 上边是一条 合身的西装裤子 再往上看去 一个合体的黑色西装 红色领带 再上边 是一张胡子拉叉的脸 戴着一个墨镜 梳着中分的男人 浑身上下看起来 无比的别扭 我假装惊喜地 走下车说道 呀 大哥 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啊 我们又见面了 哈哈 好心大哥此时走下来 摘下了墨镜说道 楼弟啊 我刚才在后边 按了那么半天的喇叭 你呀妈 这么冷湿没听撤呀 什么大哥 你说什么 你刚才在后边按喇叭 清晓 你呀搞毛线啊 大哥刚才在后边按喇叭 你还开得那么快 你不也没听见吗 还好意思怪我 哎呀哈 你呀还想跟我顶嘴了 我擦 走 单挑去 我抓着江青晓的领子说道 忽然想到了什么说 大哥 你在这里等我们 未免见到你身上血 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 单挑一下 我认真的说道 好心大哥从怀里 掏出了一盒香烟 拿出一根说道 不碍事啊 你们俩别打了 给大哥一个面子 好不好 呃 我被掖了一下 但我神色坚决地说道 大哥 绝对不行 这货竟然敢无视大哥你 我今天要收拾他不可 我要不收拾他 我就不姓张 大哥疑惑地挠了挠挠地说道 啊 林兄弟啊 原来你姓张吗 你怎么知道我姓林啊 在省存者击中印的时候 他们不都是叫你林副将吗 啊 对了 对了 因为我叫张林 所以大家都叫我林副将 没错 就是这样的 我强调道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对了 张兄弟 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 你们不是说去越南吗 我是来告诉你们 前面的高速公路被讽了 因为当时要修路 我是来带你们扰路的 哎 没办法 大哥就是这么好心啊 大哥语重心长地 塌了一口气 真的 我问道 前面的路怎么被封了呢 大哥抽了一口烟说道 大哥家原来就是这点啊 前面那条高速公路 原本就是要宠修点 没想到还没修完 就出了这场事故 我皱了皱眉吗 问道 可是大哥 你的车为什么能开那么快 因为大哥把车给盖转了 大哥得意一笑 随手将手中的烟头弹飞了出去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凑巧 烟头正好落进了路边一辆轿车的油箱里边 似乎有人抽过油 但是忘了关上油箱盖 我大叫了一声 卧槽 接着我的声音就被爆炸声给淹没了 时间紧迫 我只来得及踹了好心大哥一脚 将之踹倒在地 接着回身给江青晓一脚 此时我单脚站在地面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从背后袭来 我似乎被什么东西撞中了 身体瞬间飞了起来 然后狠狠地向地面落去 可我身上还抱着小猫 如果这么落下去 小猫一定会被我砸成肉酱 我急忙在空中转了一个身 一背部落了地面 在水泥公路上滑行了几米 才停了下来 背部一片火辣辣的感觉传来 我知道 衣服一定早就被磨坏了 怀里的小猫眼睛闪过一道光芒 不过我并没有注意到 将小猫放在旁边的地上 双手撑着地面坐起来喊道 青晓 大哥 你们没事吧 哎呀 这个这个侧 它这么会爆炸了呢 大哥喃喃自语的声音传来 银沫 我没事 你呢 江青晓问道 听到二人没事 我也松了一口气说道 我也没事 回手摸了一下后背 发现黏糊糊的 拿到前面一看 果然满手都是血迹 不过并没有伤到筋骨 我将上衣脱了下来 胡乱地擦了擦背后的血迹 将衣服扔在一旁 向江青晓二人走去 对于好心大哥 我气也不是 不气也不是 这货简直太贱了 你说你妹的抽完烟 你扔烟头 你就好好扔呗 非要装裤 将烟头弹飞 要不是我给他一脚 估计他现在 就和苏哥见面了 不对 应该说是去幽冥报道了 江青晓此时已经站了起来 似乎是被强烈的爆炸 震得有点迷迷糊糊的 而好心大哥 此时还坐在地上 腿背划破了一条很长的伤口 流出了很多的血 似乎是被爆炸时 崩飞的铁片划到了 我皱了皱眉 打开我的车门 拿出背包里的一件衣服 走了过去 将衣服按在他的伤口上 张兄弟 那个扯他 为什么会爆炸呢 大哥还有些愣愣地问道 大哥 是你刚才扔烟头的时候 刚好扔进了 那个车的油箱里了 我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 额擦 我国人还是这么尊啊 大哥感叹地说道 我一边帮他止血 一边问道 对了大哥 还未请教你的高姓大名呢 高姓大名不敢讲啊 大哥叫杜蕾死 大哥谦虚地说道 我愣了一下 感叹着说道 怪不得 怪不得大哥 你会这么准啊 我看了看他开来的车 车厢上大大的杜蕾斯字母 继续感叹道 也怪不得 你为什么会偏爱这辆车了 江青小此时走了过来说道 林墨 谢谢 你的后辈 没事 我笑了一下说 青小 还能不能开车 完全没问题 江青小说道 我看向杜蕾斯说道 大哥 那就麻烦好心的你 再帮我们指一次路了 大哥一副本应如此的表情说道 兄弟 你怎么说实在是太见外了 要知道 大哥当年可是散号学生啊 最喜欢帮别人了 你看 我这不是千里迢迢的 特地过来为你们指路来了吗 指路 我欺凌骂道 你他妈是千里迢迢来 送我上路来了 但是我还是露出了一副 感动得要哭的表情 声音哽咽地说着 大哥 你对我们真好 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道 兄弟 你明白就好了 明白就好啊 我点点头 江大哥扶到了我们车上 然后帮他弄好了伤口 江青小开着车 大哥在副驾驶指着路 我则是坐在了后面 小猫趴在我的腿边 大哥此时有些不乐意地说道 清修啊 你开车的技术真是太差了 还是我来开吧 不 大哥 江青小头摇得跟个波兰鼓似的 坚决说道 大哥 您在腿上未愈 这种小活就让我来干吧 您好好休息 在一旁指路就行了 我也劝道 大哥 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这样 等您腿好了以后 我们肯定没人和你抢 现在伤势要紧啊 大哥 大哥皱着眉头想了想 有些尴尬地说道 那好吧 不过等我腿好了 可一定坐我开的车 啊 这完全没问题啊 我和江青小痛快地答应道 我和江青小交换了一个眼神 都明白彼此的意思 先稳住这鸭的 以后离这鸭越远越好 而本应是我们必经之路的官田势力 我说老肥 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按照 另算的 他们应该早就到了呀 马俊叼着一根草棍 躺在一个高楼的最顶层说道 玉面肥龙似乎习惯了马俊 从来不叫他全名的习惯 无奈地说道 我哪知道 但是令没可能会算错 难道他知道了我们的事情 马俊说道 胖子赶忙往旁边跳了一下 谨慎地说道 你要说话 不要只说半截话好吧 我们什么事 马俊没理会胖子 皱着眉喃喃地说道 应该没可能的呀 与此同时 我们成功地绕过了很长一段土路 回到了高速公路上 好心大哥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行了 咱们成功地要过了关天使 那也该回去了 啊 大哥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 居然肯主动放过我们俩 难道是我们出现幻觉了 我不禁问了一句 大哥 你刚才说什么 大哥又重复了一遍 然后说道 请修啊 再恰码停下吧 这里地扯不错 那随便招一辆 就能砍回去了 我和江青小送走了大哥 不禁有种泪流满面的感觉 加快了速度 向前开去 一天后 江青小将车开到了一个荒芜的地方 按了几下手上戴着的手表 我奇怪地问道 这是什么呀 青小 江青小说道 这是一个信号放射器 在一定的距离内 我的家族会收到信息 然后派飞机来这里接我们进去 去我家族是没有路的 只能坐飞机进去 我点了点头 果然 半个小时后 远处驶来了一架飞机 我们上了飞机 飞机快速地行之而去 落在了一个四面环山的峡谷中 这峡谷从上面看 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般 有山有水 也有各种颜色的植物 飞机缓缓落地 外面站着很多人 爹 二叔 四叔 轻轻小一下飞机 便向最前面的几个人 长得很像的男人 早有耳闻 赶路累了吧 先去休息一下 小青 带林少爷去休息 男人对后面的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女孩说道 这女孩有十七八岁的样子 长发 面容脚好 对我吐了吐舌头说道 跟我来吧 我笑了一下 对三个重念人说 那晚辈就先告退了 接着 跟着女孩 一起走去 你肩膀上的小猫 好可爱呀 女孩观察着我肩膀上的小猫说道 小猫是我在山上捡到的 你叫小青吗 你很漂亮啊 我说道 我妈妈说 如果有男人夸我漂亮 就一定是想损坏了 要防备这种人 小青说道 我哑然失笑说 你妈妈说的对 那你承认你是坏人了 小青笑着说道 我被噎了一下 这一乎我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然后傻傻地跳了进去 小青见我愣住了说道 好了 不和你开玩笑了 我笑了一下 跟着小青往里面走去 走到了一片看起来很清静的木屋 小青说道 就是这里了 你随便选一间吧 你们这里都住木房子的吗 我一路走来发现 这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木制的 没错啊 木房子住起来很舒服的 小青说道 好了 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来叫你哦 我笑了一下说 好 那谢谢你小青 我笑了就好 我笑了 你所以要稍微想要 找我 一路 我笑了 我笑了 那个